连云州 星河宗 夜空一袭白衣 静静坐在苦海边上 钓着鱼 苦海当然不是海 只是星河宗九风之一 逍遥风的一个小湖 夜空成为了逍遥风风主之后 便把小湖改名成苦海 整日垂掉 夜空师叔 一名剑袍道人遇见而来 夜空师叔 宗主和八大风主在举行生仙大会 请您过去挑选弟子 生仙大会是星河宗的弟子选拔大会 每年有大量的凡人慕名而来 寻求仙缘 知道了 夜空依然一动不动 锤吊着 剑袍道人面容闪过一丝讥讽 心想你去了又怎么样 还能够有弟子败入你逍遥风不成 若不是你爹是前任宗主 凭你练习期的修为能够担任风主 那失职先行告退了 剑袍道人飘然而去 夜空淡淡瞥了他一眼 随后收回了目光 内心到系统 调出锤吊面板 丁 检测到宿主已经锤吊了九年龄二百六十五天 都已经快十年了 还没突破到注击镜 夜空内心唏嘘 她本是地球人 散尽家财捧红的女友 结果女友瞒着她跟人家订婚 夜空气的吐血而亡 穿越至今已经十年 这十年没有琴棋书画 系统什么都不让她做 只让她苦海垂掉 她也乐得清闲 逐渐咸鱼 她垂掉一天就能够自动突破一层境界 目前她已经突破到炼气3550层 她不知道自己现在有多强 只是感觉整个星河宗的灵力都不如她体内的一小城 哎 好久没吃肉了 不知荒谷禁地 奈头小凤凰 长肥了没有 星河宗生仙大会 一处偌大的广场上挤满了透过考核的外门弟子 广场周围有九座高塔 代表着星河九峰 没想到我离遥遥也有重生的一天 一名资荣爵士的红群女子 站在天剑塔前 喃喃自语 她本时准地 在突破地境的时候 被好友所害 陨落在藏地坑 如今重生到大荒边缘一个富家女身上 正好得到了败入星河宗的机会 这星河宗虽然是一个小破宗门 但至少能给我一个修仙者的身份 等我在这星河宗清修几十年 出关便天下无敌 别遥遥内心想着 肃静 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 一名身穿星河长袍的白发老者 凌空而立 周遭不自觉地散发着淡淡的威压 大到三千 而等需要在修炼初期 选择适合自己的攻打 我星河宗九峰 代表不同的修炼之路 一旦选择 不可更换 白发老者刚刚说完 底下就传来一阵骚动 我们要拜入天剑峰 天剑峰赶紧收了我们吧 听到弟子们的高呼之音 天剑塔上面的一名青年 微微一笑 他们天剑峰可是星河九峰之首 长青者 每年生仙大会 就属你们天剑峰最为吃香 万花峰峰主奄然笑道 青年平静地捏起一片飞来的落花 眯起眼睛道 自古以来都以强者为尊 青年目光披向逍遥塔 见其上无人 嘴角游露出冷笑 这般废物之风 还留住作肾 陈长青起身 手中落花轻轻一弹 顿时见意纵横 直冲长脚 哇 好厉害啊 她是谁啊 有女弟子惊呼 哈哈 那可是星河宗年轻一辈最强者 陈长青师兄 号称宗门小剑神 我一定要进入天剑峰 跟陈长青师兄学习剑道 一众弟子疯狂前往天剑峰报名 看得其他峰主艳羡不已 毕竟收的天才弟子越多 峰内能够得到的资源越多 强峰横强 没办法 天剑峰上一辈出了剑神 如今又出现了陈长青 一剑镇压年轻一辈 不得不服 单峰峰主在万花峰峰主旁叹息道 林摇摇秀眉微醋 看着一群人涌入天剑峰 他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 人太多了 会影响他修行 不出半炷香时间 生仙大会完毕 大长老立于空中 宣读各峰弟子人数 天剑峰一千二百人 四 各峰峰主道西一口冷气 本次生仙大会 不过两千余名弟子 没想到天剑峰就占据了一大半 万花峰一百一十三人 大长老继续念叨 万花峰峰主听后 俏脸有些难堪 逍遥峰 一人 逍遥峰 一人 在场所有人都是一惊 那逍遥峰不是早就成了废峰 连一点修炼资源都没有 为何还有人败入逍遥峰 众人朝着逍遥塔看去 顿时目光一亮 没 只见那一名红群少女 静静站立在逍遥峰前 滋容绝世 陈长青注意力也放到了这边 这名红群少女 你第一眼见识 便犹如看到一朵娇艳之眉 花色缤纷 再一看 少女的脸上却似有淡淡威严 有帝王之高贵 清廉之高雅 两种不同的美极于一身 诱人之奇 陈长青目光炽热 他咳嗽一声 平静道 这位姑娘 逍遥峰峰主 不过练习修为 无法指点你 你来我天剑峰如何 哇 天剑峰带峰主 小剑神竟然会主动向一名女弟子邀约 众人面色出现了精彩之色 那女子之美 静令的小剑神都动心了 林瑶瑶微微一正 他只想找一普通山峰修炼 没想到这就惹起了他人注意 这逍遥峰怎么这么废 不过废也好 无论修炼什么 都不会有他人打扰 在天剑峰这种地方 整日被一些苍蝇缠着 叫他如何修炼地宫 多谢师兄抬举 只不过小女子心意已决 想修炼这逍遥峰的玄黄诀 陈长青面色一致 他没想到 这少女竟然会拒绝他 以他的地位 勾勾手指头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做他的狗 姑娘 师兄 这里还有一位剑子名额 你不考虑一下 陈长青继续道 剑子 人群中又是一片哗然 剑子可是剑峰传承人之一 不知道有弟子拼命修炼 就是为了得以剑子之位 那意味着大量的资源栽培 一飞冲天 有 师侄看上那女子了 竟然舍得用掉一个剑子名额 万花峰峰主娇笑道 陈长青面色平静 居高临下地看着临摇摇 她就想看到林摇摇跪在她身前的样子 师妹不关心修炼之事 只想每日云游 吊吊鱼 做做饭 心意已决 林摇摇从容拒绝 绝美的面容上满是平静 她知道现在一旦去剑峰 估计麻烦不断 到时候说不得要给陈长青端茶送水 想想就让人恶心 至于什么小剑神给她数月时间修炼 她抬手就能够镇压 你这是不给我面子 陈长青面色变得难堪起来 她修炼以来何人忤逆过她的意思 今日一名小弟子当着各封风主的面 竟然敢屡次拒绝于她 陈长青正要发作 广场外突然传来一道慵懒的声音 陈师指 何故抢我逍遥风弟子啊 只见一名白衣青年面色苍白 脚步有些虚浮 手里拎着一只七彩的山鸡 缓缓走来 哎 好累啊 杀一只小凤凰 就差点把我累死 夜空将凤凰丢在地上 伸了个懒腰 呵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夜空师叔 陈长青特意将师叔二字咬得几重 夜空作为逍遥风主 辈分比他大 每次见到他 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都喊自己失职 他凭什么 凭他那万年练气气修为 我陈长青 什么时候有这么弱的师叔 再一看 那家伙不过打了个小山鸡 就脚步虚浮的样子 简直丢进了星河宗的脸面 陈长青一脸巨傲和不爽 淡淡道 师叔去哪抓了只山鸡 没有受伤吧 这话一开口 众弟子都憋着 想笑 这逍遥风风主 抓只山鸡都会受伤吗 星河宗还有这么菜的风主 夜空面露无奈之色 看了离遥遥一眼 指了指地上的山鸡 笑倒直 师叔没想到 他也有些修为 差一点就把我伤到了 山鸡也有修为 是练气一层 还是练气二层 众弟子面色丈的通红 有的实在憋不住 直接笑出诸教 这逍遥风风主 可真动 林夭夭倒是非常满意 目光发亮 有这般垃圾的风主 自己在他门下学习 就轻松多了 修炼什么 都不用担心被看出来 天助我眼 师叔可真有雅兴 陈长青依然怪气地说 我这有一瓶回春单 送与师叔如何 并且 师叔只需要将那名弟子送我 我再额外赠送师叔一枚助击单 听了陈长青的话 林夭夭立马忐忑起来 这个不靠谱的风主 不会忍不住把我给卖了吧 只见夜空神情惭愧 摇头道 多谢了师之好意 只不过助击单对我无用 别说助击单了 什么单要 夜空都试过了 就是无法助击 系统也不颁布什么任务 就给他钓鱼 也不知道要钓到什么时候 扑 天资真差 陈长青都要被这夜空气乐了 这等油盐不尽的废柴 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用 他将目光放到大长老身上 想要强强 结果大长老冲他摇摇头 夜空父亲因宗门而死 情分还在 断不能因为一弟子而交恶 既然师叔不愿 那师叔去养伤吧 陈长青内心讥笑一声 表面上却是一副关怀的样子 师叔 百日之后 便是各封十年大笔 还请师叔做好准备 等十年大笔一来 你逍遥风无人 我便请太上长老做主 解除你封主身份 有劳者操心了 夜空点头 对着李夭夭说 小姑娘 跟我来吧 小姑娘 本地的年龄 做你祖宗都行了 嗯 李夭夭内心吐槽间 连步位移 跟在夜空后面 李夭夭打量着这白衣青年 见他除了长得帅之外 别无用处 今日他肯放弃住鸡丹 都要保我 算我欠他一个人情 李夭夭在心中想到 女帝的人情 那简直是天大的机缘啊 小 小心 走着走着 夜空突然一个裂姐 就要摔倒 李夭夭连忙过去扶住 她搀扶着夜空肩膀 近距离感受着 另一位男人的气息 秀眉微粗 内心里有一抹杀鸡 一闪而过 俩是为人 可还没有男人 能跟他有过肌肤之亲 多谢姑娘了 夜空道谢 哎 灵力损好过度 休息一下就好了 呵 果真是废柴 李夭夭内心讥讽一声 敢问姑娘方明 李夭夭 她不嫌不但回复 李夭夭 好名字 夜空感慨一声 见李夭夭松开自己肩膀 和自己保持着距离 不由地多欣赏了 这姑娘几分 看来 这李夭夭 是真心想拜自己为师 不是因为自己的颜值 虽然天资普通 但是个好姑娘 夜空点头一笑 认真道 既然你已经拜入我逍遥风 那便作为我关门弟子 为师一定好好教导你 给你找最好的修炼资源 刚到了一头凤凰 凤凰宝骨 蕴含针锋鲸 正好为徒儿洗礼 嗯 李夭夭表面点头 内心愈发不屑 你一个练技修士 有什么资源 抓山鸡吗 能收本地为弟子 那是十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 现在把我伺候好了 以后先路上 本地照你 内心吐槽间 二人来到逍遥风 逍遥风再不行 也是星河九峰之一 极其广阔 夜空只得指逍遥风旁边的 一座桃山 笑道 夭夭 我数日前 刚好在桃山搭建了一座茅屋 你可以先住着 说着 夜空扬了扬手里的凤凰幼崽 说道 之前不是听你说喜欢做饭 要不你把这货烤了吧 话刚刚说完 夜空立马一拍额头 不 不行 师孙忘了 这货体内御汉灵力 寻常火焰烤不了 需要灵火制烤 你才练气六层 又未修得我逍遥风玄皇诀 灵力肯定跟不上 多谢师孙关心 011都快被自己的师孙逗乐了 他已经突破到了练气六层了 凭借着地功 和铸鸡修饰周旋都不是问题 你一个练气气的小家伙 说本地灵力不足 看把你能的 你是要考山鸡 还是要考凤凰呢 怎么不上天 你先去修炼玄皇诀吧 为师给你准备注击之物 为你注击做准备 玄皇诀可是非常厉害的功法 每突破一层 体内灵力就会翻倍 练气气无敌 多谢师孙 别摇摇深吸一口气 强忍着骂人的冲动 这师孙怎么老拿废物当宝贝 小了 格局小了 灵力翻倍有什么用 练气不过九层 能翻倍到哪去 你还能修炼到 到练气十层不成 嗯 去吧 晚些 我给你身份令牌 夜空挥挥手 示意徒儿先下去修炼 这徒儿 任生话很少 一看就是刚来逍遥风 见到自己这个风竹 这么热情 给他这么多好处 一时之间激动的慌了神 不知道如何表达 说不得 一回到茅屋 就放心矜持 高兴地躺在床上打滚呢 眼里满是小星星 还说着师孙对我真好之类的话 真是一个小姑娘啊 夜空会心一笑 先考凤凰 考完后练化凤凰针骨 给我那宝贝徒儿 准备注击之物 逍遥阁之内 灵力犹如汪洋 化为灵火 烤得凤凰肉滋滋作响 所有的能量精华 全部被夜空用灵火提炼 凝聚在了肉内 一滴滴金黄色的凤油 犹如神叶一般低落 蕴含着海量的能量 太香了 太香了 夜空扒拉下一条凤凰大腿 狠狠地啃一口 肉嫩富含劲道 清香无比 体内的灵力都恢复了 不用吸收星河宗的灵力了 夜空十分高兴 毕竟三年前那一次 他外出游历 遇到一位头脚蒸容的黑衣男子 和他打的一架 回来修炼 把整个清河宗的灵力都吸光了 实在惭愧 东东 东东 外传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师尊 师尊 林夭夭在门外呼喊 这个师父真不靠谱 说好给自己身份令牌 一下子就没赢了 林夭夭有点担心 师尊出了什么事情 毕竟这师尊虽然喜欢装高人 但对自己还不错 自己还是要照一照他的 原来是夭夭啊 怎么了 夜空抓住小凤凰 满嘴是油的开起了门 师尊 我是来问身份令牌的 林夭夭说着 目光突然一致 停留在夜空的小凤凰上 香 那是真得香 林夭夭咽了咽口水 纵然身为女帝 享受过无数美食 林夭夭也没有见过 如此香的烤鸡 这师尊虽然很废柴 但厨艺不错呀 师尊 这烤鸡 能不能给我尝一尝 林夭夭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女帝强者 为一个小小练剂修饰要烧鸡 难以启齿啊 啊 夜空愣了一下 随后摇摇头 徒儿 这烧鸡你还吃不得 你没办法炼化它蕴含的能量 凤凰精华被自己炼化 全部汇聚于烤肉中 林夭夭吃一块 丹田都得炸开 林夭夭眼中闪过一抹 不易察觉的嫌弃之色 师尊你贪吃也就算了 你就不能够找个好借口 不就是一只山鸡 能蕴含多大的能量 再说了 咱俩都是练剂七 凭什么我吃了没法炼化 你吃了就能够炼化 就凭你是逍遥风的废物风主 整天闲着没事钓鱼吗 我知道了 林夭夭点头 剑徒儿神色有些郁闷 一空心顿时软了下来 他取出一个玉瓶 小心翼翼地从凤凰皮肉中 挤出了一滴神油 滴入里面 这样吧 你先尝尝这一滴油 每日舌尖舔舔是一丝即可 切莫弹心 夜空将玉瓶和身份令牌 递给林夭夭 随后关上了大殿之门 为师休息一晚 明日便来传你修炼之法 林夭夭接着手里的玉瓶 正在了原地 随后一张俏脸 顿时黑了起来 你就给一滴油 还每日舔是一丝 这师尊怎么这么扣门 难怪这逍遥风十年来 就我一个弟子 林夭夭叹息 罢了 这样也好 我安心修炼十年 无敌之后 离开逍遥风便是 到时候 给你这骚老头子 抓一万只这种山鸡 让你知道 什么是实力 林夭夭满脑袋黑线 转身离开 他似乎已经遇见到 师尊激动的 不知所措的样子了 来到苦海边的时候 他看着手中的玉瓶 自嘲道 我不配吃这般好的东西 他向玉瓶扔进了苦海 随后回桃山修炼去了 玉瓶慢慢飘着 不一会儿 飘到了苦海中央 一头硕大的龙铃游了过来 望着玉瓶 大眼睛里面 满是好奇之色 咚 他用头顶着小玉瓶 玩得不亦乐乎 不 瓶塞被顶开了 一滴金黄色的神油 流了出来 由于精华全部被夜空炼化 龙铃感觉不出什么 见这东西太丑 转身向别处游去 神油继续漂浮在水面 一天叶子飘了过来 叶子上面 有着一只小黑椅 小黑椅色色发抖 抓紧着叶子 他饥饿无比 看着叶子旁边有一滴油 一口吸入了到了体内 好吃 满足 嗡 他身体振动起来 好似有一条江河 被灌入体内 小黑椅身体瞬间炸开 但是 在炸开的瞬间 仿佛有一声奉鸣响起 他周身的血肉又开始重组 凤凰涅槃 他身体剧烈膨胀 炸开 重组 膨胀 炸开 如此反反复复 持续数千次之后 小黑椅体内的动静 终于平复下来 他的修为 从炼气 一直突破到筑基 最后停留在金丹 一滴神油 立成金丹 轰隆隆 天地雷结将起 降临苦海 正在享用凤凰大腿的夜空 听见外面的雷声 不耐烦说道 滚滚滚 找别人劈去 周遭所有的灵力 都仿佛要冲天而起 灭取雷结 天雷更甚 轰鸣了几下 似乎对这小修士的挑衅 极其不满 然后 然后结云就散了 小黑椅已经完成了进化 他身体还是这么小 不过额头却长出了一只独角 天脚椅 血脉觉醒 小黑椅得到机缘 看向逍遥风的方向 深深一败 他大腿一抖 顿时因暴声传出 苦海掀起一股浪潮 他弹飞出去 回到椅学 准备跟椅后繁荣一下家族 在他离去不久 玉兽峰峰主成鹤而来 看着苦海 眼中满是惊疑之色 他对坐下的仙鹤说 你确信 你刚刚在此地 感应了太古凶兽的气息 先喝恐惧地点头 玉兽峰峰主更为疑惑了 奇怪 我也刚刚好像也感应到雷邪的气息 怎么突然就没了 仔细找找 这逍遥风荒废许久了 说不得有什么异兽觉醒 如若找到 他玉兽峰定将实力暴涨 第二日清晨 夜空吃饱睡足 起来锤吊 丁 恭喜宿主 锤吊出第三件特殊物品 特殊物品 竟然是特殊物品 夜空很是惊奇 这些年 他总共锤吊出 两件特殊物品 一件是一把锤子 系统说是开天锤 夜空本来疑惑 盘古开天 不是用的斧子吗 为什么变成锤子了 等夜空得到第二件特殊物品 他就明白了 这是一本剑诀 我估计是神阶剑法 剑衣变化 已堪无穷 既然没有名字 那就举名叫星河轮回剑吧 刚刚好给我的徒儿修行一下 夜空想着 完成了今日的锤吊 朝着陶山走去 陶叶拿剑上间 师孙来把刀传 走了不远 夜空突然发现 陶山下那处陶池 像是有名身材曼妙的女子在沐浴 林摇摇吞去红裙 露出如羊枝般滑嫩的香肩 青丝长发自然的披落 一双玉卒和修长白皙的大腿 袒露在外 诱人无比 时而有桃花瓣 飘落在他的肩头 飘落在水池中 给这绝世佳人 又添了一份美感 风华绝代 自容无双 谁 林摇摇突然警惕 马上穿上红裙 望向陶林之外 嗨嗨 书生气质 四个字映入林摇摇脑海 多年的锤调 加上原本 那么一点点帅气 让夜空有一种 不特的书生气质 看得林摇摇短暂愣了神 看来灵魂融合不够全面 本地竟然会生起一些少女心思 林摇摇很快反应过来 翘脸上闪过一丝韵怒 不知师孙所来何事 你若胆敢用强 凭你那练习期的修为 我单手就能够镇压 林摇摇心想 夜空微微一笑 说道 所而不是传你玄黄诀 为师特来瞧瞧 你修炼到第几重了 玄黄诀是逍遥风阵风之宝 共分为九层 修炼十分艰难 不过夜空体验不到 他又开天锤相处 花了半炷香功夫 就修炼至顶峰 哼 还想来考验本地 也不看看本地什么天资 说出来吓得你怀疑人生 林摇摇内心不屑 回禀师孙 徒儿花了一夜的功夫 已经修炼到第五层了 林摇摇平静地说道 其实他已经修炼到第七层 只不过没说出来 但由自己太过张扬 他只想适当表现自己天赋 能多拿点修炼资源就行 同时 害怕这个便宜师尊 受到刺激 到心受损 毕竟他之前在生仙之地 听同门聊过 星河九风的功法 都晦涩难懂 哪怕天资出众的弟子 一个月能领悟一层 都非常不错 一夜功夫 第五层 夜空愣了一下 这徒儿 天资也推差了点吧 见师尊被自己惊到 林摇摇内心 欲发不屑 而等凡人就是凡人 我要告诉你 我即使已经修炼到第七层 这师尊是不是惊讶到 下巴度要掉下来 嘿 说不定还立马转头 拜本地为师 徒儿一宿未睡 突然入定 侥幸有所领悟 林摇摇解释道 他的意思是 自己能领悟到第五层 是突然开悟 是巧合 他不想打击师尊 夜空听完后 面色又是一致 这 这徒儿天资 就这般差劲吗 还是因为侥幸 才领悟到了第五层 玄黄绝纳功法 需要领悟吗 不是看一眼就会了吗 若不是我比较懒散 看书比较慢 我一盏茶就学完了 夜空无奈叹息 算了算了 这毕竟是他穿越以来 第一位弟子 也是穿越以来 深入接触过的 第一位修士 天资还行 夜空压制住 批评弟子的冲动 师父 你可别忍了 看你的表情都要破功了 林摇摇内心无奈 他不怪师尊 毕竟他可是大帝之子 这师尊平平无奇 和他相比 那就是云泥之别 既然你说修炼到第五层 那为师便来考笑你一番 看你领悟的怎么样了 夜空接着说道 看看徒儿 还有没有领悟不到位的地方 帮他查漏不缺 好 林摇摇表面上点头 内心在讥讽 这师尊 肯定是自己都没修炼到第五层 借着考笑我的名义 偷学我的领悟 没错 一定是这样 林摇摇心中了然 但却没有拆穿 毕竟师尊挺惨的 作为一个疯主 到现在还是炼气七修为 抓之山鸡都会受伤 太可怜了 想到这里 他惊惊嗓子 红唇微动 轻柔说道 师尊 玄黄诀讲究玄黄之变 前三层主要讲 如何从天地间摄取灵气 后续几层则讲究 如何开辟灵海 使得每突破一个境界 灵力翻倍 这期间 最难的便是 如何运转周天之变 李摇摇讲解得很认真 一注相过后 他终于把功法讲解清楚 爱 希望师尊听了我的感悟 能够早日突破助击吧 不错 不错 叶空点点头 尽管这图而领悟的 还有瑕疵 但已经不错了 毕竟人家是个小姑娘 他拿出那卷星河轮回剑 郑重地交到了林摇摇手上 叮嘱道 这是我逍遥风读传剑法 你且拿去好好修炼 切勿外传 若是丢失 恐怕 恐怖会引起 整个大陆的动荡 叶空来之前已经读过了 这确实一门神术 还有点难 有的地方 他借助了开天锤 才领悟全面 要知道 开天锤可是开天神器 混沌法宝 随便给人一锤 就能够使其开窍 获得不亚于 先天到胎之自止 恐怕什么 林摇摇吃之以鼻 就这一门破剑法 送给本地 本地都不想念 本地随便拿出一门剑法 都比你的好千倍万倍 林摇摇被师孙的郑重 给逗乐了 放心吧 师孙 我一定不会外传 林摇摇没气没力地说 嗯 夜空画风一转 这剑法稍微有点难度 一共分为七重 你若是误不出来 无须难过 难过你个垂垂 林摇摇撇嘴 这师孙是真没见过什么世面 今儿个 我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 何谓大帝之字 突然 夜空神色微动 看向逍遥疯癫的方向 你且修行 为师先去了 夜空火急火燎地离开 林摇摇古怪地看着师孙的背影 大眼睛一眨一眨的 这师孙或许是被我点拨 有所领悟 急着突破境界去了 也不知道领悟是否到位 会不会走火入魔 哎 这师孙 怎么这般让徒儿操心 林摇摇叹叹息一声 开始看向那门剑法 反正没事 随便练练也好 顶多浪费本地一点点时间 逍遥风之点 夜空顺手布下的阵法 已经逐渐开裂 他能够感受到 有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 要降临于此 若不是他布下阵法 恐怕整个星河宗 都被这股恐怖的气息 碾压成积粉 这股强烈的杀意 使来寻仇 夜空目光微眯起来 至今十余仔 根本没什么仇人 都被捶了 咔嚓 阵法裂开的速度越来越快 空间通道之外 有一尊巨大的法香 好像要降临于此 他嘴里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 林摇摇 你逃不了的 仇人 哎 这徒儿 怎么这般让师孙操心 夜空拿起了开天锤 玄帝大人猜得没错 那个女人 残魂逃出了藏地坑 轰鸣如雷的声音 在藏地坑外响起 一个巨人 手中举着一面铜镜 追溯本源 杀掉了那个女人 我就是大功一剑 拓拔如铜锣般的双眼里 满是杀意 他举起巨幅 定位到离妖妖所在的空间 即将破碎空间而来 突然 他看见空间那头 有一个年轻人 正宠他这笑 那笑容 让他这个接近地镜的强者 不寒而栗 在拓拔惊恐的目光中 夜空直接拿起开天锤砸下 在夜空这方空间 就是简单挥锤而已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 另一方空间 好似有九天星辰坠落 大地开裂 倒则破碎 一股难以想象的距离 轰击在巨人法香的胸口 轰 一声滔天巨响 巨人法香 直接被轰击成鸡粉 拓拔连呼救声 都来不及发出 睡觉 睡觉 夜空打个哈欠 好孩子 睡觉才是第一 天哪 这到底是什么剑法 林摇摇精致的面容上 满是震惊 俩是为人 他都没有见过 这么高深的剑法 这已经超脱天阶 达到传说中的神阶了吧 那个便宜师尊 怎么会有如此高深的剑法 林摇摇放下一切 迫不及待地修炼起来 开始领悟第一层 残月 时间一点点地流逝 他吞吐呼吸间 好似有一轮弯月升起 月轮如钩 爆发极致剑意 蹦 林摇摇以手为剑 对着陶山一出巨石 默然一指 咔嚓 剑意纵横 整个巨石被切割成 无数细小的石块 这剑觉太恐怖了 能一击重创 筑击修饰 林摇摇美眸闪烁一彩 突破了 炼起七层 十多个时辰时间 他不仅修炼成了 第一重剑诀 还突破到了 炼起七层 哎 若是师孙知晓 我天资这般出众 岂不会气得吐血而亡 林摇摇感觉到 一股淡淡的忧伤 不过这星河松 没想到有传闻中的 神阶剑法 看来传承非凡 莫非这星河松内 还有尹氏高人不成 林摇摇仔细一想 又觉得不可能 尹氏高人 那不是整天游山玩水 吊吊鱼 抓抓山鸡的存在吗 这星河松没有 至于师孙 他那纯粹是十年老练气 自暴自弃罢了 怎么能和尹氏高人比呢 林摇摇想着想着 又缓缓步入陶池之中 准备洗尽这一身的香汉 玉兽峰 玉兽峰的峰子秦兽 正把玩着一只七彩鹦鹉 大师兄 我等探查了好几次 均为发现逍遥峰 有灵兽的踪迹 几名弟子战战兢兢的汇报 生怕被疯子送去星园 被那群母星星宠幸 继续派人找 秦兽目光淡然着说 可 那毕竟是逍遥峰的地盘啊 弟子们欲言又止 没事 不要管那逍遥峰峰 秦兽摆摆手 找到灵兽 才是第一药物 弟子遵命 看着弟子们退去 那只七彩鹦鹉 一直叫着 药物 药物 叫着叫着 变成了药丸 药丸 逍遥峰 夜空美美地睡觉了一觉 睡到日上三杆 才起床 他拿着吊杆 准备新一天的修炼 结果发现 苦海好生热闹 有几名御兽峰的弟子 骑着海兽游来游去 时不时潜入水中 他们在找什么 要跟老王八嘴对嘴吗 夜空轻轻嗓子 开口说道 诸位失职 苦海里面的王八 已经完成配种 无需失职们帮忙 海兽上的弟子 顿时脸一黑 但他们很快调整好状态 像是没看见夜空一般 继续搜寻着 夜空有些无语 这些弟子就这么勤快 急着把苦海的老王八 都给配了种 行了 别祸害 我家王八了 夜空抄起吊杆 朝着几名弟子抽去 他 他 他 几名弟子猝不及防之下 被抽得满脸血痕 为首的紫袍直视 被抽进了苦海里 你 你干什么 玉兽峰的弟子怒急 一个小小的练技修士 竟然敢对他们出手 紫袍直视立于水面之中 面容愤怒 周遭伶俐开始呼啸 他似乎想要对夜空出手 夜空淡定的立于岸边 他有些奇怪 逍遥风向来与世无争 各封弟子对这里避之不及 咋今儿个 都寻宝来了 王八不是还没到发行期吗 要动手吗 本座站着不动 让你打 夜空静静地看着紫袍修士 若是他敢出手 自己手上的吊杆 马上能让他明白 什么是透心凉 心飞扬 紫袍直视 心中怒火更甚 但到底 还是理智占了上风 给疯子传了讯息 疯子 是否对那废物动手 那边疯子冷冷回复 不要命了 赶紧回来 紫袍直视传通道的疯子 他不过练气 能把我怎么样 疯子回复道 我这是在救你 万一你们下手太重 把那废物打死怎么办 捏死逍遥风 就跟捏死一只蚂蚁 一样简单 紫袍直视 这才回过神了 自己毕竟是助击修士 那废物才是练气 抓只山鸡都受伤 他一定是想来碰瓷的 紫袍直视看着夜空 目光中满是 我识破你阴谋的味道 灰一灰衣袖 冷哼道 走 我们走 画壁 带着御兽风的弟子离去 夜空脸上满是狐疑之色 无视不登三宝殿啊 这些人过来 肯定有诈 他释放了一点点灵力 瞬息覆盖了整个逍遥风 逍遥风内 连一只蚂蚁爬动 都逃不过他的感知 泡澡 这徒儿也太懒了 又在泡澡 夜空无奈摇摇头 这时 他发现一处蚁穴 有异常的情况 夜空轻轻伸手一抓 一只黑色长着独角的蚂蚁 瞬间把他抓到掌心 瑟瑟发抖 这 开启了灵智 夜空双眼眯齐 没想到 这逍遥风 竟然出现了反俗的太古凶兽 夜空拿出开天锤 对着这小蚂蚁轻轻一砸 砰 小黑蚁顿时哆嗦了一下 蚁脸茫然 错了 错了 开天锤能让人开窍 同样能让人变得更傻 夜空又捶了几下小黑蚁 终于在最后一次 小黑蚁双眼放光 冲着夜空一败 还算有点智慧 以后你就负责看好 逍遥风的大门吧 夜空淡淡地说道 众活二世 他唯一所求 便是这一份清静和安宁了 小黑蚁重重一蹬腿 像跳蚤一样弹了出去 一蹬腿的功夫 就来到了几个 御兽风弟子的面前 这逍遥风景色倒是很好 给我们做灵兽员不错啊 紫袍直视感慨道 还未等其他人开口 紫袍直视 感觉有一个黑点 映入眼帘 砰 一股距离打击在面旁上 他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碎牙纷飞 谁呀 御兽风弟子抱贺 砰砰砰 他们只看见 眼前有一条黑蚁闪过 随后自己 就被打得鼻青脸肿了 快快 上报疯子 我们被逍遥风的蚂蚁揍了 夜空正坐着锤跳 但见眼前一条黑蚁闪过 面前出现了几枚除物戒 还有珍贵的玉配 不错 还知道搅和战利品 夜空夸赞道 他从储物戒之中 拿出一枚烤得发黑的龟甲 赏赐给小黑蚁 这是小玄武的宝骨 立马蕴含着他的天赋神通 你吃了 看看能不能领悟 小黑蚁目光一亮 瞬间爬到龟甲上面 开始咔咔啃起来 不多时 他的身体发光 竟然消失在了夜空的面前 龟西隐匿之术 不错 夜空目光一亮 这天脚蚁 果然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变异了 吃什么就能够学会什么 好家伙 竟然又突破到原因了 你自个玩去吧 不要除逍遥风地界 我去看看 徒儿修炼的怎么样了 以后就换你小黑吧 夜空收下钓杆 往陶山方向走去 现在他每日除了钓鱼 多了一个任务 调笑弟子 疯子大人 我们真没说谎 就是一只黑色的蚂蚁 把我们给揍了 紫袍直视 欲哭无泪 废物 废物 七彩鹦鹦叫道 骑兽左手摸着下巴 右手逗弄着鹦鹉 自顾自说道 如果是真的 纳摩那只小黑蚁 说不得觉醒了血脉 这逍遥风 真是好运 疯子大人 我们怎么办 紫袍直视问道 按照宗门规矩 那灵兽是无主之物 各风都有资格争取 若是其他风得到灵兽讯息 一定会出手争强 骑兽摇摇头 说道 先不要声张 不要惊动其他风的人 我们先偷偷把他抓住 一头刚开启灵智的凶兽 就是抓他肯定手到前来 骑兽在内心想到 陶池内 一条条细小虚幻的龙影 在黎摇摇玉体游荡着 他正在修炼地宫 九龙霸体 没成想 这九龙霸体 竟然和小小的玄黄爵相辅相成 看来我选择逍遥风没错 黎摇摇玉体精光弥漫 完成一个周天图纳 这时 他又听到了师尊的咳嗽声 他连忙穿上红裙 绣发飞舞 一滴滴晶莹的水珠 自阳之般的肌肤留下 目光清冷 这师尊又来偷窥他了 徒儿 修行得怎么样了 夜空板起脸问道 你晓得吧 你仇人都追到逍遥风了 还不好好修炼 天天泡澡 黎摇摇本就不喜被人偷窥 语气有些冷 说道 已经修炼完第一层残月了 第一层 夜空一正 黎摇摇瞧 这废物师尊惊讶的样子 内心冷笑 这便宜师尊 估计修炼了十年 都未曾记录门槛 黎摇摇撬脸十分平静 但再说道 徒儿天资不行 还请师尊指点 夜空脸一下子就黑了 我知道你天资不行 但为何你还如此理直气壮 就不能够低头好好认错 再撒个娇 卖个萌 求卫世原谅 黎摇摇看着师尊那张黑脸 内心顿觉好笑 他故意这样说 打击一下师尊 谁叫他经常老不正经 哼 若不是你长得帅 本帝单手镇压你 黎摇摇内心轻哼一声 那你领悟了几道建议呀 夜空强忍着怒火问道 师尊又开始接着 考笑我的名义偷诗了 黎摇摇内心这般想着 吐槽归吐槽 师尊毕竟交给了他 这抹厉害的功法 他当然要投桃报李 传授给师尊 黎摇摇装作什么 都不知道的样子 对夜空说道 师尊第一层的残阅 共有999道建议变化 每一道追溯本源 皆为弯阅 裂阅 以及追阅 黎摇摇越是讲解 夜空眉头皱得越紧 他有些无奈 这毕竟是神接功法 即便自己讲解 师尊怕是也听不懂 哎 我家师尊太平平无奇了 黎摇摇感慨着 这就讲完了 夜空皱眉问道 讲完了呀 师尊 你莫听懂 要不要我再给你讲一遍 嗯 黎摇摇点头 你领悟的 就是你讲的这么一点 夜空反问道 裁阅本身 作为修行星河轮回剑的基础 第一层建议变化 至少数万道 你才领悟999道 你为何一副 嘚瑟上天的样子 一点 这还是一点 你听不懂说 我对你有所保留 黎摇摇又被这废物 师尊勾起了火气 冷淡道 徒儿资质有限 不知师尊领悟了多少建议 我领悟了多少 自然是无穷建议 夜空一言不发 用手指比划出一个灵 灵 代表轮回建议变化的闭环 是无穷建议的体现 懂了吗 夜空淡淡说道 黎摇摇快被夜空逗得笑出声 灵道建议 胡说 师尊你脸皮撒个震膜后 啥都没领悟 你就搁这桩大尾巴狼呢 不明白的 还以为你是绝世高人 懂了 黎摇摇点头 谢继 不可将未师的秘密说出去 夜空叮嘟道 他只想隐藏自己的实力 安心地做条咸鱼 放心吧 师尊 我不会将您的秘密说出去的 黎摇摇点头 师尊丢脸 就是他丢脸 若是让其他风知道 师尊一道建议都没领悟 那丢人丢大发了 那就这样 我也不怪你了 静心修炼 早日将见异领悟透彻 是的 师尊 看见师尊拂袖而去 黎摇摇有些委屈 这师尊 明明我讲解得很清楚了 你自己领悟不了 还怪我 哎 没办法 师尊一个人在逍遥风阵磨酒了 孤僻 性格古怪也正常 黎摇摇觉得 自己还是非常体贴的 能够完美理解师尊的心境 师尊你放心 等弟子突破助击之后 肯定也会让你突破助击的 黎摇摇眸闪过一丝一彩 他突然想到一个计划 废物师尊成神计划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之后 逍遥风 入夜 一道道黑衣人 潜入进来 按计划形式 一队用我秘制调配的迷药 将逍遥风风阻迷晕 免得他启动阵法 二队快速搜寻到灵兽踪迹 骑兽小声说道 懂了摩 懂了 懂了 他肩膀上的七彩鹦鹉叫道 夜幕渐沉 逍遥风万来俱计 在紫袍直视的带领下 第一小队迅速潜入到了了逍遥店 夜空正在琢磨第二件特殊物品 忽然抬头 嘴角露出一丝无奈的微笑 放迷烟 紫袍直视开口道 几名御寿风的弟子 迅速点燃几根迷烟 用竖法催动 借助门缝 送进整座大殿 大殿内 一下子充满了灰白的烟味 夜空吸了几口 突然目光一亮 有钱是香烟的味道 他们怎么调的呀 夜空内心畅快 放下第二件特殊物品 起身开始打太极 一边打太极 整个人宛若置身云端 成为了绝世大师 咦 怎么还越来越精神了 紫袍直视惊疑地说 赶紧加大伎俩 师兄 这个伎俩 能迷晕星园所有的母猩猩了 一名弟子说道 没事 加大伎俩 顶多让他睡个十天半月 紫袍直视坚定地说道 半炷香过后 夜空依然打着太极 而且虎虎生风 一名弟子疑惑地问 师兄 我们是不是拿错香了 疯子大人的迷香 可是号称一文就倒 他都在里面吞云吞雾了 应该是错了 紫袍直视玉枯无泪 拿起一根弥烟 当着弟子们的面点燃 准备试验一下 弟子们凑过去一文 一下子就晃晃悠悠 扑通 全倒了 苦海边 奇兽从裤裆里 抛出一个金波 在搜寻着 禁止布置好了吗 奇兽问道 放心吧 疯子大人 我们在周围布置了 隔绝气息的禁止 就是那凶兽 喊破喉咙也没用 他们这次准备的十分周全 身上都涂抹了玉兽风特制的兽粉 能够有效隔绝妖兽的感应 就是这处蚁穴 没错了 奇兽点燃弥香 将蚁穴挖开 他清楚地看到 里面有一只小黑蚁 正抱着一只蚁后 呼呼大睡 毕竟单身多年炼成的手速 奇兽举起金波 就把小黑蚁罩住了 嗡 金波震动 一阵金光闪烁 化成了一个圆球 哈哈 这金波可是我的大宝贝 能困住原鹰凶兽 奇兽大喜 拿起金波就准备跑 小黑被金波的晃动摇醒了 闭怀里的以后满是惊惧 小黑面露愤怒 一爪狠狠地朝着金波打去 叮咚 一声巨响 金波脱手 弹飞出去 无力地挣扎 奇兽面露嘲讽 我的大宝贝厉害吧 小黑面色更为愤怒 周身血气凝聚 再度打出一拳 咔嚓 金波出现了裂痕 这怎么可能 奇兽惊呆了 这金波可是原因法宝啊 咔嚓咔嚓 随着小黑继续敲击金波 金波四处开裂 最后化为一阵金光 直接爆碎 我 我的大宝贝 奇兽内心在低血啊 他的淡碎了 来不及过多的感慨 奇兽只感觉眼前几道黑线闪过 砰砰砰 他感觉无数骨距离打在身上 身体仿佛都要散架一般 其他玉兽蜂弟子 也纷纷传出惨叫 救命啊 救命啊 玉兽蜂弟子纷纷大喊 可是 之前他们布置了禁止 什么都传不出去 疯子快解除禁止啊 秦兽没有说话 他正被小黑揉成了一团 当做球踢 秦兽 秦兽 快啊 急眼的弟子 直接喊出了疯子的大名 啊 啊 别提我那里 别提我那里 乙兄 一群弟子惨叫到天亮 夜空昨晚又美美地睡了一觉 凶事本身是不用睡觉的 用所有时间来修炼 但修炼对夜空没有用处 他只需要维持自己的帅气 锤掉就能够突破 哎 本想做个普通修饰 没日没夜的修炼 四处与凶手搏杀 寻求突破契机 可这系统偏偏不让我体验 作为一个普通修饰的快乐 这到底是什么人间疾苦 夜空感慨着 因为玄黄觉的缘故 他感觉自己的修为 在继续突破下去 整个大陆的灵气 都不及他体内的一成了 别睡了 起来 夜空用脚踢踢子袍修饰的脸 玉兽风的弟子 这才迷迷糊糊的起来 见到夜空顿时一惊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夜空不怀好意地问道 我们 紫袍只是心想 可不能是实话 让这家伙知道 自己逍遥风存在灵兽 我们昨晚修炼 见逍遥风景色美妙 师叔帅气 不小心梦游来此 这就告退 这就告退 紫袍只是急松松地往回赶 路过苦海时 他们发现禁止还在 顿觉不妙 解除了禁止 发现疯子禽兽和弟子们 全部在地上哀嚎着 声音沙哑 喉咙真喊破了 没有人来救他们 疯子 我们走 紫袍只是连忙抬起疯子 往逍遥风外走去 他们再也不想来这里了 嗯 这不是御兽风疯子 而等为何鼻青脸肿 可曾遇上了贼人 下小 陈长青准备前往逍遥风 探望林夭夭 奇兽正欲说话 那七彩鹦鹉便叫道 奇兽偷遗 奇兽大宝贝 被人打爆了 奇兽鹦鹦也被打了 发音不准 在陈长青听来 就变成了奇兽偷人 奇兽大宝贝 被人打爆了 小剑神陈长青顿时一愣 这御兽风疯子 昨晚上偷人去了 大宝贝还被人打爆了 奇兽偷人 奇兽大宝贝 被人打爆了 奇彩鹦鹉 扯开嗓门大喊 路过的不少弟子 听见后面露奇异之责 去你呀的 奇兽破口大骂 这回没脸见人了 别过偷人的奇兽 陈长青背负左手 持一长卷 右手摇着折扇 漫步来到逍遥风 也不知道 夭夭修炼的如何了 那逍遥风能给他什么修炼资源 陈长青十分不屑 他左手的长卷 便是一部顶尖的剑法 剑法和术法一样 太明都分圣天地玄黄 黄阶最次 圣阶最强 当然 还有传闻之中的神阶 而他今日带来的长河剑法 便是 玄阶上品九段巅峰剑法 哼 不过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女人 当他知道 逍遥风给他不了什么修炼资源 而我轻易的 能给他玄阶上品九段巅峰剑法 不得主动脱衣送到我的面前 丁 恭喜宿主获得第四件特殊物品 极乐之鞭 极乐之鞭能重塑筋骨 打破桎骨 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 夜空感受自己手中剥出来的小鞭子 俊美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这几日 获得的特殊物品 跟之前十年垂吊获得的一样多了 系统 为什么最近老是调到特殊物品 丁 特别提示 特殊物品获得几率大小在于 打破瓶颈 打破瓶颈 夜空皱眉沉思着 那破瓶颈是谁呀 面板白不白 修为高不高 有几日没去看我那图了 正好在他身上 试验下这极乐之鞭 陈长青漫游在苦海边上 摇着折扇 脸上挂着淡笑 他走到桃屋 见到黎夭夭正在修炼剑法 目光一亮 正好 给了我人前险胜的机会 不就是剑法吗 这星河宗 有谁比得上我这个小剑神 桃花生桃山 春来花几朵 陈长青急幸复失 每人在我旁生活多潇洒 黎夭夭老远就听见 有人在鬼哭狼嚎 这般诗 简直是侮辱了他的耳朵 师妹 近期修炼了如何呀 陈长青温和地问道 黎夭夭俏脸冰寒 未发一言 陈长青脸上笑意一致 连忙说道 我看师妹在修行剑法 要不要师兄来指点一番 黎夭夭继续舞剑 无动于衷 陈长青面色不快 这女人就这么高傲 不见棺材不落泪 看来得拿出底台了 师妹 我这里有一卷剑法 乃星河宗祖传 高深莫测 陈长青一脸孤傲地开口 嗯 又是祖传的剑法 黎夭夭突然想起 师兄给他的星河轮回剑 陈长青作为宗门小剑神 资源肯定比自己那便宜师兄多得多 这剑法肯定比星河轮回剑更厉害 黎夭夭顿时起了兴趣 嫣然笑道敢问师兄 是何等品级的剑法呀 上钩了 哼哼 女人果然都是这样 师妹听好了 这剑法 陈长青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 是传闻中的玄阶上品九段巅峰剑法 玄阶剑法 黎夭夭微微一正 这师兄不是在开玩笑吧 对 他肯定是在开玩笑 觉得我之前冷落了他 拿着神接剑法跟我装呢 黎夭夭摇头一笑 师兄莫要开玩笑 这怎么可能是玄阶剑法 陈长青嘴角当起一丝邪魅的弧度 果然 这女人没见过什么世面 被我的玄阶剑法给震住了 师妹 这剑法非常珍贵 我手里也只有一卷 玄阶剑法都能够送你 表明了 师兄对你有多么真心 他肯定得感动死 林夭夭笑而不语 接过陈长青手中的剑法一看 这 还真是玄阶剑法 垃圾 垃圾 陈长青看着林夭夭那震惊的样子 又是一喜 戴然笑道 师妹 这就是玄阶剑法 不要太震惊了 震惊 是的 本帝的确很震惊 这小子 竟然真得拿玄阶剑法来消遣我 师兄 这剑法太贵重了 师妹可不敢要 说吧 林夭夭回头 就往陶山深处走去 滚你压的吧 不敢要 陈长青一脸茫然地站在原地 这 难道是我第一次 送太贵重的东西 把师妹吓到了 一定是这样 哎 早知道我应该送一卷 黄阶中品三段后期剑法的 陈长青站在原地 若有所思 这时 他见到他那个废物师叔走了过来 所以躲在一旁 看看他那废物 师叔要干什么 哼 小师妹连我都爱答不理 你这个平平无奇小师叔 来了又有何用 夜空老远就听到了小剑神在吟诗 他没有快速赶来 就是想看看这小师植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呵 想供我家菜园里的大白菜 试试吧你 看着生气的美女徒儿 夜空追了上去 问道 徒儿 这几日修为进展如何呀 不行的话 为师可就要鞭策你了 回禀师尊 徒儿已经修炼到炼气七层了 林夭夭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其实他刚刚突破炼气八层 但没说出来这也太打击师尊了 几天就突破了俩个境界 林夭夭都有些不敢面对师尊 哎 这让师尊的老脸往哪里割 这般天资若是放到星河宗 绝对举宗震惊 但夜空没见过其他修士修炼 他认为的修炼就是有手就行 瞬间的夜空眉头一皱 你明明是炼气八层 为何要欺瞒师尊 夜空问道 这徒儿天资差就算了 还很懒散 欺瞒于我想要得过解过 师尊看出来了 我用地宫隐藏了修为 师尊又如何能够看出来 或许是我在陶山修炼的时候 被师尊利用阵法偷窥了 一定是这样 这个师尊经常偷窥于我 对我有非分之想啊 弟子 弟子无意欺瞒师尊 只是刚刚突破 一时间说错了 林夭夭解释道 内心已经非常无语 我把自己修为说第一点 这是不想打击你 你瞧瞧你听说 我突破了 眉头皱成什么样了 夜空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些 算是接受了他徒儿苍白的解释 他咳嗽一声 叫导着说 徒儿修道之路漫漫 务必坚定道心 踏踏实实 修炼这么久 才突破两个境界 还整天偷懒 在陶池泡澡 你能踏实点吗 夜空有些无奈 这徒儿经常在陶池沐浴嬉戏 不会是见他长得帅 想要借机勾引他吧 哎 都是为师的错 踏踏实实 林夭夭一正 这师尊不是以为自己突破太快 是动用了什么技术 伤及了根基吧 哎 师尊你不懂什么叫大帝之字 师尊弟子谨记教会 林夭夭像是受了委屈 轻咬红唇道 嗯 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吧 夜空点点头 对着一旁的陶池 使了个眼色 别让这个徒弟记住 少洗点澡 为师截然一身 美色是无法诱惑我的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林夭夭撬脸顿时一红 内心满是羞怒之意 这 这师尊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对我是眼色 是要本地现在沐浴给他看 登徒子 林夭夭恨不得一剑批了夜空 他冷冷地说道 弟子还要修炼 先行告退了 说完 林夭夭转身离去 狠狠地把茅屋大门关上 夜空愣在原地 这徒弟 不过教训他经常泡澡 这就生气了 不过转立一想 自己这般大的时候 也有叛逆期 都爱玩 自己是不是对徒儿太严厉了 夜空皱眉反思 教徒儿应该有教徒儿的方法 太苛刻了 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那现在怎么办 徒儿不理自己了 小孩子就得哄 去给这徒儿准备个小礼物吧 夜空无奈叹息 他是到八辈子没了 第一个徒弟就天姿奇差 而且脾气古怪 别人家的主角 收徒可都是气韵之子啊 哎 难不成是因为我长得太帅 肯定是的 夜空敲响了房门 师尊 还有何事 里面传来了林夭夭冰冷的声音 徒儿 开门 为师来送你一件礼物 夜空笑着 杨那杨手中的小皮鞭 为师 是来鞭策你的 陈长青 见林夭夭气的进屋 心里那个乐呵 谁承想 这废物师叔竟然不知好歹 穷追猛打不说 还拿出了叫鞭 你想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陈长青看着小师叔拿着叫鞭 眉头一鸣 师叔你拿叫鞭 难不成还想打林夭夭 你行吗你 这小师叔 真敢动手不成 陈长青面色阴沉 他暗自咬牙 等到小师妹一喊救命 他就冲过去 把小师妹救下 然后顺势抱得美人归 完美的计划 林夭夭啊林夭夭 你始终逃不过我的掌心 师尊 你这是做什么 林夭夭语气冰冷 看着夜空手中的叫鞭 身为大帝 坦灵觉不同寻常 感觉到那根叫鞭 有点不一般 徒儿 为师想要鞭策你 夜空面色有些尴尬 他想跟夭夭道歉 但是又碍于身份 不好意思说出口 鞭策我 林夭夭面色愈发冰寒 你敢 虽然你是我师尊 有鞭策我的资格 但本地要是让你打了 那多没面子啊 呼 一阵风吹来 刚好把夜空身后的房门 给关上了 身处在徒儿的闺房里面 夜空正好能够闻到 那淡雅的香味 气人心脾 师尊 还请你出去 林夭夭决定给夜空最后的机会 否则 他就要表演 单手镇压师尊的戏码 你一个平平无奇的练习修士 有何资格在本地面前撒野 还想用叫鞭抽打本地 就算你是本地的师尊 你也不能打本地 徒儿 不好意思 夜空叹息一声 你相信我 师尊是为你好 三息就完事了 师尊 今日夭夭就是从逍遥风跳下去 粉身碎骨 也断然不会让你用叫鞭抽打 啪 林夭夭美眸 仿佛要喷火 就在这时 夜空猛地拿起了叫鞭 对着林夭夭手心拍打下去 林夭夭没成想 师尊真抽自己 反应不急之下 啪 一道若隐若现的边印 出现在林夭夭的手心 林夭夭惊了 她身为女帝 地位无比珍贵 寻常人等谁敢打自己 还打手心 火大了 气死本地了 林夭夭紧咬银牙 这一刻 有种想要把师尊撕了的冲动 然而这时 夜空再度会舞叫鞭 助手 林夭夭浑身绽放清光 准备对师尊出手 啪 又是一鞭子挥下 林夭夭身体体笼罩的清光 直接被打在 土儿用心运转灵气 体位见到 这一刻 夜空的声音 犹如黄缕大钟 在林夭夭脑海里面炸响 运转灵气 林夭夭突然发现在自己的手心处 有一股磅礴的灵气涌入 丝丝妈妈 舒畅无比 她 她 她 夜空面无表情 手持轿边 编持着美女徒儿的手心 一道道灵力 涌入林夭夭灵海 并且 林夭夭发现此刻精神无比通透 像是一下子迈入悟道之境 悟道之境 无数修饰一生梦寐以求的境界 据修仙至传修士迈入悟道之境 可顺息突破 一日得到 之前 林夭夭一直没法领悟的 星河轮回剑第二卷残阳 顺息明悟 万千剑意 全部了然于心 师尊 继续 继续边策图儿吧 林夭夭激动得无以复加 悟道之境 可遇而不可求 舒畅 在悟道之境中 一念通达 有助于修炼 这便是神器 极乐之边带来的作用 林夭夭手心通红 美眸如水 陷入悟道之境中 犹如处于温暖的阳光下 啪啪啪啪 终于极乐之边暗淡下来 数日后才能够恢复 多谢师尊 这一日 不仅让徒儿突破到了炼技九层 还明悟了前三层剑法 多谢师尊成全 林夭夭目光满是歉意 之前误会了师尊 这种级别的宝物 太过珍贵了 使用了一次 不知道要用什么艰难的方法 灵性才能够恢复 无妨 好好修炼 切勿偷懒 夜空淡淡说道 收起了极乐之边 他一挥手 大门被瞬间开启 外面偷听的陈长青 面色十分精彩 他一直在外偷听 本想着等妖妖师妹 喊救命就冲过去 没想到这女人 没想到他刚开始拒绝几句 之后就 女人啊 陈长青感觉自己内心空落落的 他夜空不就是比我帅 除却帅之外 他还有个啥 他还是个啥 为什么离妖妖会 陈长青欲哭无泪 开启门的那一刻 他看见灵妖妖面色飞红 美眸带喜色 他内心更为愤恨 陈诗直 不知你在我徒儿门外 是要干嘛 夜空淡淡问道 陈长青文言面色难堪 良久憋出一句话 不当人子 说吧 陈长青拂袖而去 等三月后的各封大笔 他一定要狠狠地踩落逍遥风 以为正道 夜空疑惑了 这家伙搞的什么鬼 自己不就是来帮徒儿修行吗 哦 我懂了 肯定是我帮徒儿修行 没有帮助陈诗直 他牺牲度议了 做长辈的 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 太难了 师孙 那灵兽血脉恐怖无比 已经达到原因层次 我等琴拿不住 琴兽一脸微靡地会抱着 御兽风风主目光大亮 此等奇物 竟然出现在了逍遥风 而等烧安物造 为师这就携带祖师重宝 今夜出发 勤住那小黑仪 师孙 我们俩次失败 那逍遥风定有防范 师孙可有详细计划 琴兽接着问 御兽风风主 琴兽一沉引了一会 各风互风大阵 可不是闹着玩的 为师先找个由头 借着叙旧之名 迷晕那逍遥风风主 让其无法开启大阵 届时 你我出手 封锁逍遥风 那小黑仪 就是喊破喉咙都没用 琴兽一拿出 亲自调制的迷迭香 嘴角露出自信的笑容 正道的光 照在浪的大地上 第二天下午 夜空美滋滋地 完成了锤吊任务 有玄黄觉的加持 他体内灵力又强大了数倍 但是 他有种预感 自己的实力提升 像是已经要触及到 这个世界的边界了 炼器已经快达到极致 再不突破筑击 他修为 可真的就难以寸进了 哎 果然我那托儿 都要比我先行筑击 夜空手里 把玩着那块炼化过的 凤凰宝谷若有所思 这宝谷 是他给托儿准备的筑击礼物 正昨末间 有一头七彩神琴 从远方飞来 神琴之上 立着一位穿着尸袍的老者 白眉飘飘 眼神和蔼 秦无依开口笑道 夜师弟 别来无恙啊 夜空心想 这群人还真不死心 惦记着我家的小黑呢 他不动声色地答复道 秦师兄 有何指教啊 秦无依笑容更甚 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 夜师弟 今日我去大黄边缘 采摘了一株雪茶 特请你来品尝一番 夜空洋装激动 目光发亮地说 如此正好 我们去逍遥店一去 二人一见一后 来到逍遥店内的一处庭院中 秦无依首一挥 一片通体雪白 散发着清香的茶叶 自动落入水壶之中 顿时 水壶泛起了一股股淡香之气 气人心疲 果然是好茶 夜空由衷的感慨 这时 他灵力覆盖之处 便发现秦寿等人 鬼鬼祟祟 又踏入了逍遥风地界 看样子 还是要布置阵法 夜空不动声色 一挥衣袖 桃山大阵 就将自己的美女徒儿 笼罩了进去 夜师弟喝这雪茶 还得配上我的醒神香 秦无依笑着 很自然地拿出一个香炉 置于一旁 一缕青色香烟 徐徐上升 味道在庭院中 缓缓绽放 夜空清晰了一口 神清气爽 眼前一亮 华子的味道 这御寿风 还真是厉害啊 各种香烟的味道 都能做出来 这要是不去卖卷盐 都可惜了 将御寿风 变成卷盐风 一定很赚钱 夜空想着 又多闻了一会 秦无依看着夜空 那有些迷离的眼神 心中冷笑 这可是能放到 十几头母星星的迷香 不出三夕时间 你准会被迷倒 三 二 一 倒 秦无依直接说了出来 倒什么 夜空突然问道 眼神清澈透明 倒茶 倒茶 秦无依笑着说道 给夜空倒了点茶 不应该啊 这迷香要效强劲 迷倒一群母星星 只要几夕时间 就算是助击修为 最多也就坚持五夕时间 更何况 他才区区练习七七八了 不可能撑这么久 秦无依想不通 一个练习七的小垃圾 怎么可能撑这么久 难道这迷香有问题 秦无依解除了封闭的无感 吸了一下 瞬间 眼神涣散 幻觉出现 秦无依急忙气走丹田 以灵力在经脉中 行走一个周天 将迷香从体内冲刷出去 这才没被迷香迷晕过去 这药效没问题啊 师兄 你这醒神香 怎么调配的呀 夜空好奇地问道 秦无依没有问题 他现在不敢张口 刚刚解除无感 一旦张口 就会吸入迷香 师兄 就一点醒神香吗 我配出了自己用 保证不把秘方告诉别人 夜空继续道 秦无依点头又摇头 依旧没有说话 哎 算了算了 师兄舍不的就算了 一旦醒神香都不肯给师弟 夜空摇了摇头 颇为失望 我就配出来自己用 又不抢你的财路 师兄真小气 连醒神香的秘方 都舍不得给我 秦无依现在 憋着一口气 十分安静 我倒要看看 师弟你能撑多久 我就不信了 这迷香迷不晕你 逍遥风外 齐兽他们五个蹲在地上 脚都蹲抹了 又不敢起身 怕被发现 师尊速度怎么这么慢啊 这都快要一刻钟了 还没搞定吗 齐兽不由的嘀咕道 齐兽后面的四个弟子 听见师兄的抱怨 也不敢接话 封煮出手 总不至于还有什么问题吧 庭院中 夜空喝完一口茶后 见师兄不说话也不动 不由的问道 师兄 你可是好久没来串门了 今天来了 怎么话都不说一句 难不成 你喉咙不舒服 齐兽一摇了摇头 扭过去头 不想看夜空 也不敢搭话 夜空见他不搭理自己 当即说道 师兄啊 你是不是哑巴了 你才哑 齐兽一刚说出三个字 瞬间闭嘴 迷香从他口中而入 瞬间侵入体内 以及四肢之中 齐兽一感觉到手脚麻痹 脑袋有些昏昏沉沉 当即哑咬舌尖 催动灵力 抵消这股麻痹感 师兄 你看你不是能说话的吗 夜空美好气道 齐兽一张老脸憋的帐红 这迷香的药性太过强烈 师兄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别问 闭嘴 齐兽一不想听到夜空说话 偏偏自己又不能走 走了就功亏一篑了 师兄 其受失职 是不是你的私生子 你悄悄告诉我 我保证不告诉宗主 夜空低声道 齐兽一一听 老脸憋的帐红 他很想说不是 但奈何不能开口 还真的是啊 夜空倒吸了一口冷气 师兄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我保证 只是师兄你取名字 还真不好听 秦兽秦兽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秦兽呢 夜空调侃笑道 齐无一忍不住了 当即张口说道 他不是我私生子 他是 齐无一话还没说完 迷香进入体内 涌入大脑 恶行间 齐无一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眼皮子无力地放下 天黑了 夜空看着秦无一 趴在石桌上昏迷过去 摇了摇头 喝了口茶 哎 师兄啊师兄 你自己制作的迷香 怎么没给自己准备解药呢 夜空摇了摇头 一手提着秦无一 放在逍遥风外面 师兄 我这妙小 就不留你过夜了 说吧 夜空就走了回去 秦无一的位置 距离秦兽他们蹲点的距离不足五米 秦兽他们一回头就能看见 夜空回到自己的庭院中 刚深吸一口气 徒儿就来了 师尊 你 不对 这空气 有毒 一摇摇话还没说完 闻到特殊的味道 眼前一黑 昏迷了过去 夜空见状 心中无奈 不就华子的味道吗 围一下就倒 这体质也太弱了吧 哎 徒儿资质一般呢 当林夭夭再度睁开眼时 看着天花板上的横梁 玉手揉了揉脑袋 为何脑袋 昏昏沉沉的 林夭夭拍了拍脑袋 闭目思索 突然想起 自己好像是要找师尊 询问陶山镇法的事情 结果 闻到了一股诡异的味道 就昏迷过去了 一定是师尊给我下的迷药 一想到这里 林夭夭突然难受起来了 本地纵横一生 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没想到 今日折在了废物师尊手里 师尊迷晕我 一点是想 林夭夭还没说完 检查了自己的身体 嗯 没事 师尊没对我做什么 不应该啊 我长得倾国倾城 沉鱼落雁 师尊迷晕我不就是想 哎 我乱想什么呢 师尊只是在他自己的庭院中放迷香 又不是想迷晕我 是我自己去找师尊的 我 林夭夭意识到自己想多了 顿时翘脸羞红 将头埋下 不对劲 我在乱想什么呢 林夭夭回过神来 恍惚道 师父放迷香 不会是为了迷晕师叔 做些羞羞的事情吧 林夭夭从床上起来 看着桌子上摆着一瓶宁神丹 这宁神丹是一阶丹药 在宗门内很常见 有清新宁神之药效 这便宜师尊 对我还不错吗 林夭夭从桌子上拿起宁神丹 吃下一颗 入口即化 顿时 林夭夭感觉神清气爽 之前的头疼头晕 瞬间消失不见 整个人充满了活力 明明只是一阶丹药 药效却如此神奇 林夭夭震惊道 这只是普通的一阶丹药 而效果堪比三阶 林夭夭看着瓶子中 还有四五颗丹药 心中有一股暖意 便宜师尊 一定是花了大价钱 才买来这些丹药给我 哎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师尊 更加雪上加霜 算了 本地也不是知恩不报的人 今天就去指导师尊修行 林夭夭想着走出房门 走到苦海边 看着还在垂吊的夜空 师尊啊师尊 难怪你只是十年老练季 平日里都不好好修炼 每天钓鱼喝茶 修为能增进的才怪 师尊 林夭夭喊了一声 夜空回头看了一眼林夭夭 随口道 你醒了呀 嗯 有师尊的珍贵丹药 已经完全清醒了 林夭夭点头道 随手炼制的罢了 夜空淡然道 那宁神丹 是夜空随手摘取 几株药炼制的 虽然他不会炼丹 但是他将药草中的精粹 全部提取出来 以强大的灵力汇聚承担 还是能轻松做到的 林夭夭心中叹了口气 师尊为了面子 还真是能瞎扯呀 那宁神丹虽然是一阶丹药 但却有三阶丹药的药效 寻常三阶炼丹师 都不一定能炼制出来 而师尊 只有炼气的修为 一阶炼丹师都不是 更别说炼制有三阶药效的 一阶丹药了 师尊 你要不要考教弟子 林夭夭抬头看着师尊说道 为了不伤及师尊的自尊心 林夭夭每次教导师尊 都是说让师尊考教自己 然后自己再将修炼的心得和领悟 说出来 好让师尊领悟 哎 为了便宜师尊 徒儿我也是操碎了心啊 夜空听到林夭夭要自己考教他 不由的皱了皱眉 考教 哎 遇到不会的就直接问嘛 我是你师尊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徒儿还是脸皮薄啊 也罢 既然你都说了 那我就好好教导教导你吧 嗯你现在领悟多少了 夜空开口询问 徒儿已经领悟了 星河轮回剑第二卷 残阳万千剑意 林夭夭将自己所领悟的 残阳剑意说了出来 夜空安静地听着 林夭夭讲得很详细 御兽风 风主秦无一气愤地坐在宝座上 一巴掌将扶手给派个吸嘴 耐个气啊 不仅没将夜空给迷晕 反而是自己被迷香给迷晕了 迷晕了也就算了 他在逍遥风躺在地上躺了一晚上 受了寒气还被蚊虫给咬了 伤害性不大 但是侮辱性极强 自己就躺在地子后面 他们居然一个也没发现 就让自己躺了一晚上 要不是第二天被蚊虫给咬醒了 鬼知道还要躺多久 一想到这里 秦无一就没好气到一群废物 奇兽他们几个互相搀扶着对方 站在台阶下 话也不敢说 蹲了一晚上腿抹了 我们是废物 明明是你自己没有迷晕夜空 反而把自己迷晕了 这又不能怪我们 秦兽心中抱怨了一句 不敢说出来 继续沉默 这时候说什么都是错的 师尊都怪那夜空太狡诈了 居然迷晕了师尊 还将师尊丢出来 一位弟子站出来 义愤填膺道 秦无一冷眼扫去 那弟子本来还想再说什么的 感受到一股寒冷 瞬间闭嘴了 他刚才说的话 就是在打秦无一的脸 迷香是秦无一亲自炼制的 结果别人没被迷晕 反倒是自己被迷晕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记不如人 而且还被丢出逍遥风 躺在地上一晚上 这要是被其他人知道了 他秦无一还有何颜面 到时候还不得成为别人的笑柄 这件事谁也不许说出去 另外你去灵兽园 开手摆兽吧 秦无一黑着脸说道 刚才说话的那个弟子 文言面色大变 灵兽园 那地方很恐怖 里面有痴人的妖兽 一旦进去 实力不够就出不来了 师尊 弟子知错了 我让你去你就去 秦无一冷声道 众人也不敢为他求情 他自己没点眼力见 怪谁 秦兽见气氛沉静得差不多了 才上前拱手道 师尊 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 秦无一看着秦兽 想起了夜空问自己的问题 秦兽跟他并不是父子 而是叔父关系 星河宗禁止搞裙带关系 所以秦无一 一直隐瞒他和秦兽的关系 知道的人 仅限于各封封竹 他们知道 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 谁没有几个亲戚在宗门呢 你有什么主意 秦无一沉声问道 秦兽邪妹一笑 背着一只手 缓缓道 师尊 一年一次的朝贡 不是要开始了吗 秦无一文言 顿时明白了 微微笑道 也是 大言国向我宗上贡 每年都会选派疯子 去接待使者 今年 也该轮到逍遥风了 到时候 只要他出了逍遥风 我看谁还能够保护他 逍遥风 林夭夭指导完师尊后 背着小手走了 也不知道 便宜师尊听懂了没有 光在哪里点头 明明是我故意教导你 又不是你真的考核我 不过 看便宜师尊认真听的表情 应该是听懂了吧 林夭夭想了想 回到自己的草屋中 他如今已经练起九层了 只要寻得助击之物 就能助击 不过 普通助击单 或者天才地宝 他不想要 天赋资质决定下限 助击决定上限 他的天赋资质自然不用说 唯一难的 就在于没有助击之物 头疼 马上就要助击了 上哪弄助击之物去 便宜师尊的话 算了 他自己都没有 就算能弄 他也只能弄来助击单 本地天赋资质超凡 普通助击之物 难以成长到递境 林夭夭敲了敲脑袋 最大的麻烦来了 缺少助击之物 哎 万事还得靠自己呀 轻叹了口气 林夭夭盘膝 坐在茅草屋中 双手结印嘴唇如动 一个个金光闪闪的符纹 环绕其身 神秘无比 这是女帝的特殊秘法 可以用来召唤 也可以用来传递资讯 且不会暴露 只不过 以她现在的实力 无法召唤 只能传递资讯 在符文演化完后 林夭夭手掌一挥 符文消失在虚空之中 大千州 中央地带 矗立着一座 高总入云的阁楼 大千商行的总部 大千商行在修仙界中 地位高大 几乎每一州 都有大千商行的分行 且不少顶尖宗门 和大千商行 都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大千商行在修仙界的地位 十分强大 谁也不敢轻易招惹 阁楼顶上 一个中年男子 刚端起茶杯 忽然符文显化在眼前 商行会长 看着眼前的符文 手有些颤抖地 将茶杯放下 女 女 女帝居然还活着 她不是陨落了吗 萧远读完符文的意思 挥手将符文打散 面色沉重 女帝给她传讯息 是让她准备一块 筑基宝骨 对萧远来说 顶尖的筑基宝骨 还是能够弄到的 可她却不敢 陛下对不起 你的敌人太强大 我不敢招惹 你说的筑基之物 我恐怕不能给你 一旦被你的敌人探查到 我和你接触过 大千商行的完蛋 萧远一手捏着眉心 犹豫了许久 最终做出决定 来人将喂养龙狗的 的赤鸡宝骨 拿一块送到荒芜之地 星河宗逍遥风中 陛下 对不起了 萧远只能够随便应付一下 苦海边 夜空垂掉了一会 忽然想起了 徒儿马上就要铸鸡了 该怎么把凤凰宝骨给她呢 嗯 算了 等晚上我放在她房间门口吧 夜空说完 继续垂掉 时间匆匆一晃 便到了晚上 夜空舒展懒腰 从自己的院子中走了出来 一手拿着凤凰宝骨 走到林一一的房门前 改应了一下 林一一正在闭关 夜空随手将凤凰宝骨 放在茅草屋前 转身离开 等明天徒儿看见了 我给她的铸鸡之物 会不会激动到流泪 应该会吧 夜空边想着 返回逍遥店中 她刚走没多久 一直赤鸟飞来 鸟嘴一张 玉盒从嘴里滑落 落在凤凰宝骨旁边 一日清晨 林一一刚走出来 便看见自己的房门前 摆放着一个玉盒 和一块赤红色的宝骨 林一一将凤凰宝骨捡起 她知道 这是萧远送给她的铸鸡宝骨 收起宝骨后 林一一才将玉盒开启 玉盒中 静静地躺着一块 颜色博洒的赤鸟宝骨 师尊竟然送我赤鸟的宝骨 她从哪里弄来的 这应该师尊送给我的 助击之物吧 林一一抬头看着远处的师尊 叹了口气 哎 也难为师尊了 为了帮我弄助击之物 一定求了不少人吧 虽然赤鸟宝骨差了点 但以师尊的能力 也就能弄到这赤鸟宝骨了 想到这里 林一一不禁摇摇拜谢了一句 多谢师尊 夜空坐在苦海边 轻点了一下头 不用谢 为师给你准备的凤凰宝骨 能让你完美助击 助击之物的品质越高 助击的成功率也就越高 且倒击越稳固 徒儿 莫要太感动了 为师不会哄女孩 林一一两两块宝骨收起 随即回到自己的房间中 为了不让师尊伤心 他像赤鸟宝骨一起收下了 等回头悄悄埋了 师尊啊师尊 徒儿自己就有渠道 获得助击之物啊 林一一心想着 拿着自己的助击之物 回到自己的茅草屋内 有了助击之物 该尝试助击了 夜空感受林一一回去后 挥手间开启了桃山大阵 将徒儿给笼罩在其中 避免他助击被人打扰 做完这一切后 夜空才开始锤掉 御兽风 骑兽坐在自己的房间中 全身金光闪烁 吃了不少丹药 修为有所松动 小黑蚁 老子金丹打不过你 等我突破原因 再好好教训你 骑兽阴冷道 突破原因 只是为了找小黑蚁 教训他一顿 秦兽匕首心神 烈化灵力 温养自己的金丹 孵化原鹰 在他房间50米处 还有妖兽守着 这是秦无依特意安排的 自己的徒儿要突破了 肯定得看紧了 避免被人打扰 这已经是秦兽 第二次突破原因了 秦无依站在秦兽的房门外 感慨道 徒儿啊徒儿 你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要是在失败 以后想突破原因 会无比困难 为师也帮不了你什么 只能守着你 秦无依摇头叹了口气 逍遥风 刚垂掉完的夜空 正要回去休息时 忽然感应到一股 强大的气息升起 灵力散发出去 夜空瞬间感应到了 正要助击徒儿 这么快就要助击了呀 夜空看得好一阵羡慕 徒儿都助击了 而自己呢 才练气三千多层 也不知道 要什么时候才能助击 哎 夜空暗自神伤 坐在苦海边 遥望着远处的茅草屋 茅草屋内 林遥遥盘息而坐 正在炼化凤凰宝谷 以坐倒机 凤凰宝谷散发出阵阵红光 将林遥遥包裹在其中 凤凰残破的虚影 嘶吼长鸣 哪怕凤凰宝谷 已经被夜空炼化了残魂 但惊血之中 依旧藏着一缕 林遥遥双目紧闭 以绝强的意志力 压制着凤凰彩影 凤凰彩影怨恨地盯着林遥遥 想将她吞噬 借她身躯重生 林遥遥艰难地抵挡凤凰彩影 冲刷自己的石海 面色紧张难看 吁吁凤凰彩影 我林遥遥就不信了 灭不了你 林遥遥怒喝一声 运转地宫 九龙霸体 九条细小虚幻的龙影出现 涌入林遥遥的石海中 缠绕着凤凰彩影 凤凰彩影身上 燃烧起熊熊火焰 抵挡九条龙影的攻击 九条细小的龙影 犹如小虫一般 不断挣扎 消散 林遥遥也受到了反噬 嘴角一雪 坐在苦海岸边的夜空 看见空中演化出来的 凤凰虚影摇了摇头 小凤凰你都死了 还折腾个什么劲 夜空伸手一抓 往虚空一抓 凤凰彩影瞬间落入手中 凤凰虚影满脸惊恐 他看见了自己最恐惧的人 你呀你 都没了 还闹什么闹 夜空美好气道 在凤凰彩影的惊恐中 夜空五指一用力 将凤凰彩影给捏碎 早知道徒儿这么弱 就给他再提炼一下凤凰宝骨 林遥遥本来调动体内的灵力 准备剿灭凤凰彩影时 忽然感应到凤凰彩影消散了 一缕残魂也撑不了多久 没了凤凰彩影打脚 林遥遥专心炼制凤凰宝骨 倒击渐解行程 逍遥风上 渐渐呈现出天地异象 夜空伸手一挥 在天地异象还没出现时 将天地异象转移到玉兽风上去 天地异象 别挡着自己晒太阳 玉兽风上空 乌云密布 金光蔓延 有九条龙影和一条凤凰的影子 在乌云内腾空 翱翔九天之上 天空中 紫气生腾 颜绵千里 地永金莲 一片祥和 九龙细凤 祥瑞万千 这一幕让星河宗所有人都惊呆了 玉兽风是出圣人了吗 所有人都看呆了 星河宗宗主站在阁楼上 看着眼前的一幕神色动容 何人能引发天地异象 这在星河宗千百年来从未有过 大长老去玉兽风探查情况 看看是谁引来天地异象 并且带来主电 遵命 大长老应了一声 驾鹤而去 天剑风上 风主站在巨剑的剑柄上 遥望着玉兽风的天地异象 谁能产生如此庞大的天地异象 风主陈春阳轻声呢喃了一句 召集了几个弟子 火速赶往玉兽风前去观望 秦无依抬头看着天空中的异象 震惊何不拢嘴 这是 这是我徒儿引发的天地异象 秦无依看着房屋内 现在玉兽风也只有他徒儿正在突破原因 哈哈哈哈 秦无依放声大笑 好啊好啊 我徒秦兽有大地之字 突破原因引发天地异象 这在连云宗已经几万年没有出现过了 而如今他徒儿秦兽正要缔造神话 秦无依心情那个爽啊 没想到自己的徒儿居然有如此能耐 如若我徒成长起来 何愁比不过天剑风 荣凤和鸣之际 一缕祥锐之气降下 落入秦兽的体内 正在温养金丹的秦兽 忽然感应到自己体内 拨了一股神秘的力量 当即搬运力量涌入金丹中 金丹顿时裂开 一道强大的气息缓缓绽放 秦无依站在外面 感应到如此强烈的气息 笑得更加强烈 荣凤和鸣在御兽风不断盘旋 各大风主纷纷前往御兽风 近距离观望 见证这史诗级的一幕 无数个弟子纷纷跟在后面 前往御兽风 秦无依你倒是捡了个宝啊 陈春阳站在御兽风上 感慨道 是啊 没想到秦兽居然有大帝之字 其他几人惊呼道 有妖兽守护 他没有靠近 其他风主也是站在后面 观望着神奇的一幕 夜空坐在苦海边 看着御兽风的上人满为患 有些庆幸 还好将天地异象挪走了 这要是发生在逍遥风上 那还得了 天地异象很快消散 秦兽的原因生成成 成功突破 秦无依感受到秦兽稳定下来 这才心满意足地走出去炫耀 恭喜啊 众风主同声道 语气中夹杂着一股酸味 任谁都看得出来 突破原因引发天地异象 这代表着秦兽有大帝之姿 哈哈哈哈 徒儿突破个原因 闹出如此大的动静 倒是惊扰到了诸位 我在此 待他想而等道歉了 秦无依大笑道 其他风主 面色难看 你这是道歉吗 你这就是赤裸裸的炫耀 我听见风的攻击无双 不防 陈春阳 那是我徒儿 你想都别想 秦无依直接打断了陈春阳的话 其他风主正欲开口拉拢 听到秦无依的话 也都沉默了 得 无法拉拢了 各大风主 眼神之中 尽是羡慕之色 逍遥风 茅草屋中 林瑶瑶缓缓睁开双眸 眼中有红光闪过 身上的光芒 渐渐回归体内 他玉体内的九条龙影 如今多了一只凤凰虚影 很暗淡 这是凤凰宝骨带来的天赋力量 只是他现在还没发现 注击了 林瑶瑶平静到 并没有太大的喜悦 注击对他来说 只不过是刚开始罢了 林瑶瑶起身 握了握拳头 感受着自己壁量的变化 以凤凰宝骨注击 我一定超越前世的我 成为地境强者 司机至此 林瑶瑶看见苦海边师尊 还坐在那里钓鱼 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哎 我都注击了 师尊的修为还是不变 不过 师尊为了让我注击 也费了不少心思 林瑶瑶走了过去 拱手道谢 多谢师尊徒儿注击了 夜空看了他一眼 轻轻点头 平淡道 嗯 注击了 就算注击了 你也是我徒弟 林瑶瑶看着师尊 如此平淡的眼神 似乎注击了 对他来说 只是一件小事 我都注击了 你还如此平静 怪不得是个老练气期 一点也不上计 哎 废物师尊养成计划 难了 林瑶瑶本想自己一下师尊的 你看我都注击了 你才练气 你还不努力 结果夜空的表现 让他接下来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夜空扯了扯鱼线 缓缓说道 徒儿 你不过刚注击 需要好好稳固境界 切勿焦躁 你未来的路还很长 林瑶瑶听到这句话 心里鄙夷 师尊啊 你这句话脸不红吗 我注击了呀 你还是练气 难道你不感到羞愧吗 我是徒儿 你是师尊 你说我没问题 但是你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出来 真的好吗 哎 师尊太难带了 都自暴自弃了 林瑶瑶心中叹了口气 表面说道 徒儿知道了 徒儿这就去修炼 说吧 林瑶瑶返回茅草屋中 夜空拉了拉鱼钩 练起加一 玉兽风 大长老凌空而立 宣布道 宗主有令 玉兽风风主带领秦兽 即刻入星河殿议室 各风风主若无视返回自己的山峰 准备十年一次的九风大笔 大长老高丽在空中说道 此话一出 全场骇然 没想到 宗主也参与进来了 谨遵宗主法制 各大风主行礼道 各大风主便恋不舍地退去 秦无依带着刚出关的秦兽 前往星河松 秦兽你记住 带会风主给你奖励你就拿 要是拉拢你你就拒绝 秦无依吩咐道 为何 秦兽不解道 你突破原因 引发了天地异象 有大地之字 秦无依沉声道 秦兽闻言 顿时瞪大了眼睛 师尊你没骗我 所有人都看见了 为师有必要骗你吗 秦兽听到这句话 顿时震惊了 我说 怎么突然突破金丹了 原来是我引发了天地异象 那以后在星河宗 我岂不是能横着走 星河殿中 御兽风风主秦无依 带着秦兽走进大殿中 拜喊了一句 宗主 星河宗宗主罗阳天 神识一扫 点了点头 嗯 不错 天资少年 既然你突破原因了 那本尊 就赏你一件原因法宝吧 罗阳天手一挥 一件闪闪发光的 小塔秦兽的手中 多谢宗主 秦无依接着法宝 拜谢了一句 罗阳天轻点了一下头 缓缓道 嗯 回去好好修炼 切莫辜负了自己的天赋 是 秦兽应了一声 秦无依见宗主 没有拉拢秦兽 有些意外 但也接受了 好了 下去准备吧 伯阳天摆了白手 秦无依带着徒弟转身离开 刚走没两步 秦无依突然想起件事情 宗主 大阎国使者已经到了 而且大阎国 似乎出现了灾害 秦无依拱手道 这点小事 随便派个人去处理就行了 罗阳天摆手道 秦无依接着说道 宗主 大阎国的事 对你来说是小事 但对逍遥风来说 就不一样了 今年 也该轮到逍遥风接待了 罗阳天脚踏星河 背对着众人 沉吟片刻后 道 下去吧 是 御兽风风主 应了一声 转身带着秦兽离开 一日 逍遥风 夜空坐在苦海边 思索着 要怎么样 才能让徒儿 好好修炼 每日泡澡 也不是个事 而且 一泡就是一天 他现在相信一句话了 女人都是水做的 夜空发愁间 一只仙鹤冲散逍遥风的云彩 落在了苦海之上 化作一名童子 童子面无表情 抱拳开口道 夜师叔 宗主有令 让你下山一趟 接待大阎国的使者 大阎国 是星河宗的附属国家 每年都会派遣使者 前来商议朝贡的事宜 这是一项琐事 星河宗的高层 都不愿意跑动 在御兽风风主的 推波助澜之下 便落到了夜空头上 本作还要修炼 此时你让宗主 安排其他长老就好 夜空白手推托 夜师叔 这是宗主的命令 童子继续说道 夜空不为所动 拘须一个星河宗宗主 他还真不放在眼里 但就在这时 丁 打破平静成功 现世出临时任务 临时任务 前往处理大阎国事宜 奖励 特殊物品垂掉机会一次 特殊物品垂掉机会 夜空内心微动 改口道 既然如此 那便去吧 童子内心冷笑 心想你一个破风主 装什么装 一拿出宗主命令 你就怂了吧 还望夜师叔早日下山 大阎国事者团 就住在那星河镇之内 哦 夜空淡淡映下 从遥遥拜师那一刻起 特殊物品就不断出现 这么想来 我当初获得第一件特殊物品 也是跟那个头上 长脚的黑衣男 打的一架 夜空坐在苦海边 若有所思 说不得 我突破助击镜的方法 就在于打破平静 不断收徒 他手微微一扬 收起吊杆 背着双手 缓缓往山下走去 这么多年了 这还是他头一次下山 虽然去的地方 只是宗门山脚下的星河镇 在下山时 夜空顺便开启了 逍遥风的护风大镇 只有持有逍遥风的令台 才可自由出入 这也是为了防备 有人闯进去 偷看爱徒洗澡 毕竟爱徒 每天不是泡澡 就是在泡澡的路上 李遥遥正泡澡时 忽然感应到 护宗大镇开启了 四下望去 正看见师尊背着手下山去了 便宜师尊下山干嘛 山下很危险 不知道吗 你一个人下山 万一遇到危险了怎么办 哎 罢了 宁在你给本地 找助击之物的份上 本地就勉为其难 暗中护送你一程 林遥遥想着 跃出水面 穿好红裙 悄悄跟在夜空身后 刚走下逍遥风的夜空 突然停下脚步 他的神石散开 感应到了 徒儿在后面 捏手捏脚地跟着 我下山半件事情 你跟着我干嘛 还悄悄跟在后面 生怕被我发现训斥你吗 哎 徒儿太年人 也不是件好事啊 夜空感慨了一句 摇摇头 继续往山下走去 林遥遥跟在后面 看着师尊刚下山就停下了 哎 师尊果然太废了 下个山就累了 需要停下休息 这要是不跟在暗中保护 说不定下个山 人就没了 哎 为了便宜师尊 本地也是操碎了心啊 林遥遥摇头叹了口气 默默地跟在后面 到了山门 守山的弟子 一脸冷漠到哪作风的 下山可有守令 逍遥风风主 夜空淡然道 他好几年没下过山 除了生仙大会路过脸外 其他时间都是在逍遥风 这也就导致不少弟子 都不认识这位风主 守山弟子文言 立即将大门开启 风主 请 虽说夜空权力不高 但好歹也是个风主 名义上还是高层 弟子遇见了 哪怕心里鄙视 也得恭恭敬敬地 叫声风主或者师叔 不然他去宗主那里告你 你也得完蛋 大门开启后 夜空背着手 慢悠悠地下山去了 刚走没多久 林夭夭就出来了 师妹 是哪座山峰的 要下山干嘛 守山弟子亲切地询问道 逍遥风大弟子 我是跟着师尊下山 林夭夭冷漠道 若非是同门 他都懒得搭理 守门弟子文言 将大门开启 让林夭夭出去 逍遥风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都下山了 你不知道吗 大阎国使者来朝贡了 宗主下令 让逍遥风去接待 逍遥风就两人 等大笔结束 估计逍遥风也没了 守山弟子闲谈一番 继续守门 师尊 逍遥风的夜空 和唯一一个弟子 都下山去了 奇兽返回御兽风后 汇报情况 秦无依文言 伸点了一下头好 随我前往逍遥风 当秦无依 飞到逍遥风边缘时 砰 脸撞在了逍遥风的阵法上 其他弟子 也是撞在逍遥风的阵法上 纷纷从空中落下去 秦无依将脸拔出来 冷眼看着逍遥风 眼中闪过一丝狠利 星河九风 护风大阵虽不同 但都建立在星河宗的灵脉上 我断了你逍遥风的灵脉 就不信破不开你这阵法 秦无依冷声说完 低头看着地面 星河宗 有一条灵脉棍穿九风 为九风提供修炼灵力 秦无依看着逍遥风地下的灵脉 嘴角微微勾起 给我挖 秦无依一挥手 奇兽等人拿出自己的法剂 挖掘逍遥风的灵脉 石器受到了影响 星河宗山下 夜空刚下山 就看见前面停放着一架八台大轿 轿子旁边站着一个小丽 身穿官服 在看见夜空下来后 赶忙硬了上来 赶问 足下可是上使大人 小丽拱手拜问 嗯 夜空请点了一下头 上使大人 司马大人已经在万花楼等待了 小丽拱手道 夜空闻言 背着双手走上轿子 林夭夭跟在后面 看着师尊被抬走 眉头微皱 万花楼是什么地方 林夭夭不解道 一名挑着烧饼 卖的矮胖子 经过林夭夭的面前 解答道 万花楼啊 那可是一个令人 潇洒快活的地方 什么意思 就是青楼呗 矮胖子刚说完话 他媳妇便喊道 大郎回家吃药了 哎 来了 卖烧饼的大郎 回家喝药去了 林夭夭 棱在了原地 师尊 师尊他居然去青楼 去什么地方不好去青楼 不知道那地方很危险的吗 去那种不干净的地方 很容易迷失自己的 还是让徒儿来救你吧 四季子 林夭夭跟在轿子后面 八台大叫 一直抬到万花楼面前 小丽在轿子外喊道 上市大人 万花楼到了 夜空出来 刚一出来 就看见不少穿着暴露的女子 站在街头拉客 隔着老远 夜空都闻到了烟纸香 公子 来玩啊 几个年轻靓丽 打扮风骚的女子 上来拉夜空 天上人间 领路吧 小丽对那女子说道 原来是贵客呀 这边请 女子在剪引路 一路带到天人人间 刚开起门 夜空就棱在原地了 里面 美轮美奂 鲜雾缭绕 歌舞技更是不少 在这鲜雾之中 偏偏起雾 大阎国的使者大司马 在看见人来了后 当即迎了上来 上市大人 请 大司马歪腰道 夜空轻点了一下头 记录器中 坐在主位上 大司马拍了拍手掌 四个身材曼妙 长相可人的女子 迈着莲花布 走到夜空旁边坐下 左边两个右边两个 右边的两个 给夜空倒了酒 左边的两个 想依靠在夜空怀中 夜空一个侧身躲开 那女子直接摔倒在地 哎呦 夜空听到这话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不好这口 把你的安排撤下去吧 夜空冷声道 有一个美女徒儿在身边 夜空几乎是对美色敏意了 更何况 他们比起徒儿还差远了 谈不上多好看 只能说还入眼 大司马见夜空 对美色不感兴趣 一挥手 让这些人下去 修仙之人不爱美色 是我唐突了 抱歉 大司马赶忙道歉 说话间 几个侍卫端着奇珍异宝 迎单妙药送上来 夜空看了一眼桌上的东西 没啥兴趣 他想要什么东西 直接去荒谷禁地采摘就行了 其品质和年份 都比眼前的这些要好太多 有事说是吧 这些东西拿下去吧 夜空淡然道 又是送美女 又是送奇珍异宝的 绝对有事 大司马听到夜空这句话 当即单膝下跪 拱手道 求上使大人出手帮忙 救我大言 夜空早就料到了 这次接待大言国使者 从系统释出任务来看 就知道不简单 而且八台大叫 宋女宋财 一看就是有事相求 说吧 什么事 夜空轻声问道 大司马立即说道 我大言江南地区 出现一头蛟龙 蛟龙残暴 吃人毁田 眼看庄稼就要成熟了 要是让蛟龙继续祸害下去 我大言岌岌岌可畏 所以请上使大人 能够出手相助 大司马单膝下跪 说清楚了情况 好那我便帮你大言解决了 夜空淡然道 吁吁小蛟龙 还不是手道擒来 敢问上使大人尊姓大名 事成之后 我大言国必有中谢 逍遥风风主 夜空 夜空淡淡道 萧 逍遥风 大司马直接傻在原地了 逍遥风下 众人挖了一刻钟不到 终于挖到了灵脉 这灵脉犹如蓝宝石一般 明亮照人 蕴含着丰富的灵力 吸一口 抵得过半年的苦修 其无依寄出一个犀牛角 以灵力操控 犀牛角直接刺在灵脉上 轰隆隆 星河震荡 整个星河宗的灵力 都受到了影响 灵脉裂开一条裂缝 无尽的灵力散发 当犀牛角再次落下之时 一道金光打来 击飞了秦吴依手中的犀牛角 助手 大掌老角踏仙鹤 及时赶来 见过大掌老 秦吴依行礼道 你们好大的胆子 胆敢破坏星河宗灵脉 你想试断星河宗的根 大掌老怒斥道 我只是暂时中断 逍遥风的灵脉 没想破坏 秦吴依急忙解释道 逍遥风的灵脉 乃是星河宗灵脉的龙头 一旦中断 整个星河宗都将出事 你担待得起吗 大掌老呵斥道 秦吴依文言 一脸震惊 逍遥风是灵脉的龙头 那灵力为什么这么弱 你若敢在一下 动逍遥风的灵脉 那就做好 诸九族的下场吧 大掌老冷声道 秦吴依打了个寒战 默默地带着弟子离开 裂开的灵脉 也没有修复 星河宗逍遥风的大名 世人皆知 谁都知道 逍遥风是星河宗 最废物的一个山风 其风主 只是一个十年老练记 若非关系应 早就打杂去了 民间有一句戏言 名作山下小道童 不入星河逍遥风 游记的 大司马在来朝贡的时候 皇帝千丁万主 让他请一位上使大人 下山除交 最好就是 请天见风的人 千万千万 不能找逍遥风 而如今 他贵倾之人 赫然正是逍遥风的风主 就很无奈 大司马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犹豫了片刻 还是认真说道 上士大人 要不劳烦你上山一趟 请个天见风的人来 我并不是质疑你的实力啊 只是那蛟龙十分厉害 有天见风的弟子在 总归要稳妥一点 大司马这话说得很委婉了 有我就够了 夜空淡淡道 区区小杂龙罢了 挥手就能解决了 何必劳烦天见风呢 大阎国使者听到这话 欲哭无泪道 风主 那蛟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大阎国出动军队 都拿他没办法 若非实在没办法 我们也不会来求星河宗出手啊 夜空惊叹一口气 淡然道 你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个锤子我 你个练习的 去死在我大阎国境内 到时候 我大阎国哪怕不死 也得被你星河宗扒层皮 我就是简简单单的来求贵人 别搞心态嘛 若非你不是风主 你看我喷不喷 你就完事了 风主 咱别闹好吗 大阎国使者开口道 夜空一脸郑重的 看向大阎国使者 郑重道 本风主 会跟你开玩笑吗 不就一只小蛟龙吗 我挥手就灭杀了 至于这么难吗 看把你急的 好歹也是大阎国的使者 懂不懂平心静气 大阎国使者 看着夜空郑重的表情 短暂的冷了片刻 没办法 风主都这么说了 他能怎么办 只能相信了 大不了 等他被蛟龙吃了 自己再来跑一趟 你自己要找死的 可跟我无关啊 走吧 别耽误时间了 夜空轻声道 大阎国使者点了点头 喝下一口酒压压惊 在前带路 青楼外 林夭夭见到师尊出来后 躲在旁边 师尊你速度这么快吗 一盏茶的功夫 不到就完事了 师尊 甚须得补 夜空出来 感应到徒儿就躲在旁边 本想直接飞过去的 但怕徒儿跟不上 还是跟大阎国使者 坐上马车 徒儿要跟着去 他也不戳破 大阎国使者现状 不禁叹了口气 你连飞都飞不起来 何谈帮我大阎啊 哎 如果能重来的话 我一定会先问你的身份 这下好了 你非赶着送死 还拉着我一起 大司马的内心很绝望 毕竟逍遥风 鸣声在外 驾 驾车的马夫 吆喝了一声 天马四体狂奔 速度非常快 火速前往大阎国的江南地区 林夭夭出来后 玉空飞行 跟在马车后面 夜空坐在车碾内 感应到了千米之内 徒儿一直紧随气候 哎 徒儿太年师尊了 我就出去斩杀个小蛟龙 你也要跟着 有这时间回去修炼 他不香吗 罢了罢了 你要跟就跟着吧 等到时候 师尊斩杀了蛟龙 讨条腿给你吃 夜空想着 闭目养神 大阎国使者看着窗外 表情十分复杂 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 连玉空飞行都做不到 弹劾对付蛟龙啊 要死了 大阎国使者憋着悲伤的情绪 让风吹干眼泪 两个时辰后 车年行驶到了 大阎国的江南地带 本来路就不远 再加上天马的奔跑速度很快 所以在短时间内赶到 当马车行驶到江南地区后 大司马从马车上下来 拉开木帘 上市大人 江南地区到了 夜空走出马车 看着眼前的盛世美景 不禁感慨的 西赛山前白路飞 桃花流水贵于肥 大阎国的江南地区 十分富饶 一个江南养活了整个大阎国 上市大人 好诗啊 一辆凤轮车架 缓缓行驶过来 参见长安公主 大司马弯腰行礼 他身后的小力尽数下跪 夜空背着双手 侧过身去看望 修仙之人 不必跪拜世俗王朝的公主 车下内 一位亭亭玉立 年纪二八的 脸上带着一丝婴儿肥的公主 缓缓走了下来 他是奉命 前来接待星河宗上使的 本来他是很不情愿的 但看见夜空的容颜后 他又有想法了 建国上使大人 长安公主走到夜空身边行礼道 夜空回应了一下 林摇摇跟在后面 看着前方师尊 和一个公主并肩而立 相谈甚欢 不由的怒火中烧 我说呢 师尊大老远的 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原来是来优惠的 还是公主 哼 本帝生气了 林摇摇站在后面 一掌将石碑拍碎 夜空看着四周被破坏的背景 摇了摇头 这美景之中过于残破 鲜血染红江河 稻田破损 道路也断了 杀风景啊 夜空淡然道 是啊 还请上使大人 帮忙出手 斩杀蛟龙 查安公主借礼道 江河中 蛟龙游出水面 头顶肉关 全身鳞片覆盖 身躯又十几丈长 还未长出四肢 可惜了 还没长爪 本来还想着给徒儿 烤条蛟龙爪 让它增强增强体质的 但一头蛟的话 顶多也就好吃一点 蛟虽然只是蛟 但它有着二阶妖术的实力 相当于修士的筑基水平 不过蛟在水中 身体极其灵活 有着天然的场地加成 想要将其抓住制服 哪怕是金丹也不容易 除非能将它死死克制住才行 不过对夜空来说 只是挥挥手的小事 查安看着游出水面的蛟龙 不由得微微皱眉 这蛟龙怎么变小了 查安公主心生疑惑 她只看见的蛟龙 有数百丈长 而且生得有三爪 夜空背着双手 看着眼前的小娇龙 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屈屈小娇 翻手可杀 公主 快跑 大司马对身边的公主喊道 怕什么 有上屎在 公主淡然道 公主 她是逍遥风风主 大司马提醒道 风主 那更好啊 查安公主欣喜道 笑到一半 查安公主笑容僵硬了 等等 什么风 逍遥风 林遥遥眉头一皱 感应到了 那庞然大物就在水中 师尊啊师尊 你可长点心吧 水中有凶兽 你感应不到吗 就算要出来游山玩水 也不能来这么危险的地方啊 我要是不跟着来 你怎么办 夜空看着娇 朝自己这边游过来 微微抬起了手掌 正要用力时 感应到林遥遥 林遥遥一手幻化出灵箭 从后面急速飞出 这师尊 真是不令人省心 那可是娇啊 实力堪比助击后期啊 以你那练器的实力 最多也就给他脑痒痒 师尊 自信虽然是件好事 但不能自大呀 哎 还是让徒儿 我就失尊吧 你要是死了 我平静地修炼生活 也就倒头了 林遥遥飞到江河上方 手中的灵箭 犹如一条龙一般 在空中盘旋飞舞 拖出一道绚丽的光彩 娇从水面下探出脑袋 星红的眼睛 死死盯着林遥遥 一跃而出水面 张开血盆大口咬去 好 林遥遥空中一个翻身 绕到了娇的腹部 右手画拳 调动体内灵力 一拳轰杀出去 砰 蛟龙直接被林遥遥打翻 倒飞出去 激起千层浪 夜空神石覆盖 发现了藏在河底 最深处的大蛟龙 果然还有一头大蛟龙 有数百丈长 身躯庞大无比 且正在蜕变 马上就会变成龙 那才是真正的威胁 夜空从地上随手捡起一把绣剑 握在手中 抛了出去 枪 绣剑刺在小蛟龙的身上 打落一块鳞片 随后落入水中 众人 真不愧是逍遥风风主啊 果然弱 全力一击 竟然才打落一块鳞片 幸好跑得快 大司马心中庆幸 自己拉着公主 跑远了 林遥遥也是无奈 失尊你什么秀为 心里没点数吗 老老实实待在岸边就好了 能不能不要出手捣乱 就你的修为 最多也就给小蛟龙挂鳞片 修剑落入水中后 犹如长龙一般 直接坠落入河底 河底的蛟龙 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睁开双眸 正要逃顿时 修剑急速自下 钉穿他的头颅 将他钉死在河底 完事 夜空拍了拍手掌 大蛟龙已经被钉死 只剩下一头小蛟 以徒儿的实力 击杀他不难 铺 蛟潜入水中急速逃顿 零件犹如长龙一般 紧随气候 但在水中 林遥遥的零力 受到了一点影响 无法全力操控零件 始终追不上蛟 蛟庞大的身躯 贴在河底游动 慢慢向林遥遥靠近 林遥遥站在河面上 一手提着零件 静带着胶浮出水面 一人一胶 在这江河上 僵持不下 但凡我实力突破到 驻击中期 蛟龙你早就死定了 林遥遥心想着 闭上眼睛 竖着耳朵 听水中的动静 沙沙沙 鳞片摩擦河底 发出来的声音很细小 但传到了林遥遥耳中 蛟龙缓慢地 游到林遥遥的下方 静待时机 林遥遥听着 越来越近的声音 骤然睁开双眸 手中紧握零件 噗 蛟龙破开水面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向林遥遥要去 林遥遥腾空而起 距离蛟龙的身躯 不够五公分 十分危险 但蛟龙的上升高度有限制 尾巴离开水面后 就再也无法追咬 浪花散去后 林遥遥找到机会 施展出星河轮回剑 只见他吞吐呼吸间 好似有一轮斑月升起 月轮如钩 爆发出极致剑意 蹭 林遥遥丢至手为剑 对着下方的胶 漠然一指 咔嚓 剑意纵横 胶身上的鳞片 全部被剑一角碎 落入水中 鲜血 瞬间染红了整条河面 林遥遥一击 便重创了胶 吼 胶吃痛的大吼了一声 顿入水中 他知道自己打不过 直接逃跑 哼 现在想跑 林遥遥冷哼一声 身影一闪 出现在胶龙的前方 催动星河轮回剑 无尽的剑意出现 在凝聚成一把剧剑 绚丽刺眼 林遥遥轻轻上一跃 飞在剧剑的顶上 脚尖一压 剧剑急速插下 直接刺穿胶的头颅 将胶死死地定在河底中 胶的身躯还在不断地挣扎 浪花滚滚 但幅度却越来越小了 十几些后 浪花渐渐消失 胶被林遥遥一剑 定死在江河河底 待到零剑消散后 林遥遥脚踏踏在水面上 飞到岸边 大司马看着胶龙死了 冷了许久后 才从老远的位置 跑来上前感谢 多谢前辈 替我大言解决祸害 前辈怎么厉害 一定是师尊吧 这女子 应该是逍遥风风主的师尊 难怪逍遥风风主 这么弱还能做风主 原来是身后有师尊啊 大司马感觉自己猜到了真相 林遥遥没有回话 而是走到师尊面前 这蛟龙可真是厉害啊 夜空感慨道 强 不过是二截妖兽罢了 林遥遥淡然道 不过对你来说 是挺强的 不行 回去得帮师尊你修炼了 不能让你继续费下去 林遥遥想着 开口说道 师尊 以后别乱跑了 外面很危险的 你知道不 今天要不是本地来了 你早就被蛟龙给吃了 你就不能让徒儿 我省省心吗 身为你的徒儿 本地感觉压力好大 又是去青楼 又是来咸游 真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 好 我知道了 夜空点头道 知道你喜欢黏着我 以后我尽量待在星河宗 不然我出去 你也要跟着出去 我还得分心照顾你 也幸亏只是一条小蛟 要真是蛟龙 你刚才冲出来就没了 身为你师尊 我表示压力很大呀 林遥遥听到师尊答应了 点了点头 事情解决了 那我们就回去吧 林遥遥开口说道 夜空背着双手 往车拧走去 徒儿刚才战斗消耗太大了 估计飞不回去了 带他坐马车比较好 林遥遥本想直接飞回去的 但刚才的战斗 消耗太大了 只能跟师尊一同乘坐车年 大司马看着他们进入车年中 站在风中凌乱了 到底谁是师尊 谁是徒弟啊 逍遥风风主这么弱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这么强的徒弟 是我听错了 还是前辈傻了 长安公主站在自己的车架面前 不知道自己要不要上前去搭话 似乎插不上嘴 别站着了 过来驾车 夜空开口喊道 打断了大司马的思绪 大司马看了一眼鲜血染红的江面 转身过去驾驶车年 不管怎么说 交已经解决了 这一趟有惊无险 操控完 他再也不会来了 跟星河宗打交道 玩的就是心跳 大司马本想坐在车年内的 但想了想 还是老师坐在外面操控车年 里面坐着的 名义上是师徒 但万一还有什么其他关系呢 还是让他们两个 待在车年内算了 多谢二位出手相救 我代大阎国子民 拜谢二位 常乐公主在外面拜谢 嗯 不用谢 夜空白首道 师尊真不要脸 那蛟龙是我杀的好吧 你就给他刮了一块鳞片 大司马驾着马车 快速离开了这里 返回星河宗 车年内 夜空半靠着椅子上 闭目养神 林摇摇也在恢复自己的灵力 不过却偷偷看了一眼师尊 也不知道 师尊哪来的底气 居然还睡得着 哎 为了师尊 本地也是操碎心啊 林摇摇摇摇头叹了口气 闭目修炼 两个时辰后 车年回到星河宗山脚下 大司马将巢供的东西上销后 直接回去 告辞 说完 转身上马车就走 不敢多留 夜空拿着巢供的东西 回去交给宗门 这才回到逍遥风苦海边 任务完成了 他有一次特殊物品锤钓的机会 要不是为了任务 他才懒得走一趟 鱼勾入海 夜空一手吃鱼竿 悠闲地锤钓着 林摇摇看着师尊还在锤钓 心里多少有些无奈 一回来就钓鱼 合着这次出去 你还没长记性呢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救你 你早就被骄给吞了 回来不好好修炼 就算了 还在钓鱼 哎 林摇摇摇头叹了口气 不知道该怎么说师尊好 没过多时 夜空耳盼边 便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钉 恭喜宿主垂钓出 第五件特殊物品 紫黄灵 紫黄灵 可随主人的想法而不断变化 可辅助修炼 亦可生长成为武器 随着系统声音落下 夜空一扬鱼竿 一团紫光 落入夜空手中 紫黄灵 全体子青色 约莫有七寸长 宽有一寸 而且是个椭圆形状 拿在手里 总感觉怪怪的 而且辅助修炼的话 对我来说用处不大 每天锤掉 练气加一 也不用自己修炼 算了 还是给徒儿吧 夜空说着 握着紫黄灵 向远处的桃山走去 此时的林摇摇 正要进入池塘中修炼时 师尊来了 师尊又想偷看我洗澡 林摇摇眉头一皱 池塘中 林摇摇在水中穿好衣服后 跳出水面 坐在岸边 背对着师尊 师尊果然来偷看我洗澡了 夜空走到林摇摇后面后 看着眼前绝美的背影 轻喊了一句 徒儿 林摇摇听到师尊再喊自己 极度不情愿地转过身去 身上的红裙半湿半干 勾勒出妖娆的身材 精美的脸上 挂着晶莹剔透水珠 宛若出水芙蓉一般 令人不自觉地生出喜爱之情 若是寻常人 看一眼 就会被林摇摇的精美容颜所吸引 对她产生迷恋之情 徒儿又在诱惑为师 夜空看了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给你的助击奖励 林摇摇闻言愣了一下 不是来看我洗澡的 看着师尊手中的万一 林摇摇不禁皱了皱眉 这是什么东西 林摇摇接过师尊手中的东西 握在手中仔细看了一下 当看清形状后 林摇摇顿时脸色一红 这 这是 这是 那羞红脸的模样 如清水洗过的桃花 简直让所有男人看得欲罢不能 徒儿杀伤力也太大了 这要是被别人看见 整个星河宗都会沸腾 溜了溜了 徒儿 你慢慢研究吧 为师先走了 夜空留下一句话 转身就走 这玩意是辅助修炼的 希望徒儿别想多了 林摇摇傻站在原地 回过神来后 气愤地将紫黄灵摔在地上 可恶的师尊 居然给我这种东西 把我当什么了 我林摇摇就是死外边 从这里跳下去 也不会用这玩意 我就是不找道理 也不需要 林摇摇气的火猫三丈 狠狠地跺了几角 地上的紫黄灵 被林摇摇剁了几角后 发生了一些变化 变成了一个圆球 晶莹剔透 散发出来的紫色气体 进入林摇摇体内 林摇摇顿时感觉到 内心无比宁静 心中的火气也消散了 世界仿佛都安静了 心平气和的林摇摇 渐渐冷静下来 看着摔在地上的脚 散发这微弱的紫光 林摇摇蹲下身 重新捡起来 刚一入手 林摇摇便感觉到 一股暖意顺着手臂 流入心中 没想到 师尊居然真的 给我准备了宝物 而不是脚 是我错怪师尊了 林摇摇心中 有一股暖意 握着手中的紫黄灵 倍感亲切 心中的暖意 一部分来自于师尊 一部分来自于紫黄灵 哎 师尊也是煞费苦心了 为了帮我弄修炼法宝 肯定是四处求人 消耗不少人情嘛 想到这里 林摇摇心里有些感动的 师尊为我准备了这么多 我之前还骂他 一想到这里 林摇摇便感到有些惭愧 实在不该啊 林摇摇表情复杂 看着手中的紫黄灵 发现他又变成了脚 先生 林摇摇顿感无语 这东西好是好 但是总是容易让人想歪 算了 以后自己使用 也没人能看见 林摇摇收起宝物后 跳入水中修炼 夜空回去后 拿去鱼竿继续锤掉 星河殿钟 罗阳天站在星河上 背对着众人 下面站着的 是八大风的风竹 以及风子 玉兽风破坏了 逍遥风的林脉 导致星河宗受到了影响 最关键的是 林脉还是 封印魔教老祖的关键 受损不得 罗阳天不得不召集 他们过来商议对策 没叫逍遥风 是因为逍遥风太弱 没必要 秦无依 你可知罪 罗阳天冷声道 属下知罪 秦无依低头道 在被大长老说了一顿后 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如今 逍遥风的林脉出现裂缝 影响到了整个星河宗 诸位 此事你们觉得 该如何处理 罗阳天问道 既然是玉兽风做的 那就让玉兽风去修复 陈长青说道 谁干的 谁去处理就行了 罗阳天轻点了一下头 轻声道 秦无依秦寿 你们说呢 弟子愿意去修复林脉 秦寿拱手道 好 那逍遥风的林脉 就交给你守着了 罗阳天当即吩咐 是 秦无依应了一声 另外 这段时间加强戒备 魔教很有可能 会趁此进攻我星河宗 罗阳天随后说道 林脉受损的事情 一旦被魔教知道 他们必定会潜入进来 放出被困住的大魔王 吴等明白 众人应声道 还有 既然是事情 是你玉兽风引起的 那守卫逍遥风的事情 也交给你玉兽风 罗阳天随即道 逍遥风太弱 根本守不住 宗主 这 秦无依话还没说完 齐兽便开口打断了 他师尊的话 宗主 没问题 罗阳天点了下头 继而道 好了 下去准备吧 千万不能让魔教混进来 否则魔王出世 星河宗将被覆灭 是 众人应声道 纷纷退下 托儿啊托儿 你糊涂啊 修复灵脉 需要漫长的时间 这段时间 你都得守在逍遥风了 秦无依没好气道 师尊 守护逍遥风是假的 托儿我想趁这个机会 在逍遥风山下 修建画纷池 当即愣住了 好小子 醉翁之亦不在酒啊 秦无依笑道 两人回到御寿风 去做准备 严云舟 摩月宫 公主徐不败 身披黑色斗笠 正坐在宝座上 冷声道 星河宗那边的情况 属实吗 下面福贵的黑衣人 如实道 回禀公主 情况属实 暗卫已经打探清楚了 逍遥风的灵脉破碎严重 整个星河宗都受到了影响 尤其是逍遥风 逍遥风就两人 封主是个炼气废物 徒儿也差不离 好 徐不败齐声看向众人 当即宣布道 传我密令 让黑虎和黑龙 前去逍遥风 控制住逍遥风的师徒二人 接引十大暗影入内 等彻底破坏了星河宗的灵脉 老祖就能出关了 徐不败说到这里 有些激动了 这可是天字良机啊 他摩月宫 做了这么多的准备 终于等到了机会 我魔教 终于等来了解救老祖的机会了 是啊 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得到了 等老祖一出关 星河宗必定覆灭 摩月宫的几大长老 纷纷说道 十分兴奋 黑云 下去吩咐吧 是 黑云应为一声 转身离开 徐不败手指轻敲着扶手 陈寅道 老祖被星河宗 镇压了这么多年 也该出事了 逍遥风山下 骑兽带着人 在逍遥风下 修建化粪池 一坨又一坨的大粪 被搬运过来 逍遥风下 他们圈起了一大块地 徐兽风的妖兽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体型巨大 拉得粪便巨多 他徐兽风放不下了 而且 在逍遥风下修建化粪池 天气一热 味道散发 倒是浓浓的味道 就会飘到逍遥风去了 到时候 整个逍遥风都会臭气熏天 师叔啊师叔 你可不能怪我啊 是宗主给我机会的 骑兽冷笑道 不过就算你怪我也没事 以你的修为也打不过我 修建化粪池 可以将小黑蚁给引出来 蚂蚁跟是屎颗狼 都是同一类生物 对动物粪便十分敏感 骑兽对逍遥风的小黑蚁 几乎有了执念 名义上他们是保护逍遥风 其实就是为了修建粪坑 逍遥风苦海边 正在垂掉的夜空 突然闻到了一股臭味 谁在随地大小便 还这么臭 夜空眉头一皱 神石散发 看见了逍遥风下 骑兽带着人在修建化粪池 嘿 骑兽胆子肥了 居然跑到我逍遥风下 修建化粪池 夜空当即放下鱼杆走下山 夜空师叔 众弟子喊道 夜空走到骑兽面前 质问道 你在我逍遥风下修建化粪池 把我整个逍遥风都弄臭了 师叔 我也不是故意的 等化粪池修好就不臭了 骑兽解释道 就是要恶心你逍遥风 你能拿我怎么样 打我呀 你打得过我吗 那你不会在你御寿风修建 跑来我逍遥风 夜空再次询问 是宗主吩咐的 骑兽如是道 宗主吩咐我 过来看守逍遥风 顺便我自己再修个化粪池 宗主吩咐的 夜空眉头微皱 对 宗主大人吩咐的 夜空师叔可以去询问 骑兽点头道 夜空犹豫了一会 白手道 罢了 既然是宗主吩咐的 那你赶紧修建吧 把味道给我盖住 说完 夜空便走了回去 切 我以为多狠呢 就这 搬出宗主 你就不敢说话了 骑兽比一道 道不是夜空怕了 而是星河宗宗主 一直维护他 宗主和他父亲是至交好友 他能做丰主 也是宗主全力争取来的 做了十年都没有出事 这其中也有宗主的功劳 要不是宗主 可能夜空现在只是个普通弟子 所以宗主的面子夜空得给 毕竟 自己的逍遥风 被他照顾了十多年了 总归是有恩情的 骑兽看着夜空离开 摇头笑了笑 呵 我在你逍遥风下修建化粪池 你能拿我咋样 骑兽冷笑道 我可是大帝之姿 你惹不起 你们认真修建 争取在晚上将化粪池修建好 骑兽吩咐道 是 众人应了一声 骑兽捏着鼻子 找了个地方睡觉偷懒去了 夜晚凌晨 逍遥风上 两名黑衣男子趁着夜色 悄悄溜进逍遥风 宗主有令 我们两个只需暂时阻断 逍遥风的灵脉 迎接宫中高手 进来就行了 左边黑龙郑重道 大哥 我们两个是筑机巅峰 对付这垃圾逍遥风 还不是手到擒来 何须如此小心 黑狐满是不屑道 自己和大哥两人 是摩月宫的天才弟子 年纪不过二十 修为便达到了筑机巅峰 且他们两个 也是摩勒宫 安插在星河宗的暗子之一 逍遥风不可怕 但万一被其他人察觉了 可就不好了 尽量小心一些 黑龙低声道 黑狐也没反驳他哥的话 默默地点了下头 二人在逍遥风上找了一圈 看见了被挖开的灵脉 灵脉上有一条裂缝 正散发这微弱的灵力 暗影大人说的没错 逍遥风的灵脉 果然被挖了 黑狐欣喜地笑道 暗影大人可是逍遥风的高层 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黑龙淡然道 暗影大人是谁啊 黑狐好奇地问道 不要问 黑龙挥绝道 翻手举出一颗满是符纹的黑钉 顺着裂缝插进去 嗡 灵力消散 逍遥风的阵法被暂时阻断 地面轻微震动了一下 震感传到陶山上 静心修炼的林夭夭 感应到了轻微的震动 不由地从修炼中醒来 他本来就处于一种寂静的状态下 一点风吹草动都能感应到 林夭夭走出茅草屋 顺着震动的源头走去 刚走到旁边 就看见眼前有两个黑衣男子 什么人 林夭夭质问了一声 根据安慰的情报 那应该就是逍遥风的唯一弟子 先把他拿下 黑龙低声说完 摸出了一把大刀 对付一个弱女子还需要用刀 这不由手就行 黑狐想着 悄悄用脚将坑填埋 避免被发现 林夭夭看清楚 两人来者不善后 果断出手 一拳轰杀出去 黑龙手握大刀一跃而起 朝着林夭夭的方向劈来 林夭夭一个侧身 一拳打在黑龙的胸口上 黑龙勒骨劲断 口吐鲜血 万万没想到 林夭夭居然这么强 不是说好的 废物吗 黑狐见状不敢掉以轻心 翻手取出长剑字去 林夭夭面色一冷 以灵力幻滑出灵剑 指着黑狐 你们来我逍遥风 想干嘛 林夭夭冷声问道 杀你们 黑狐说着 持剑杀去 林夭夭闻言面色冷清 师尊这么弱 谁要杀他 这么弱的人 也不可能是我的敌人 难道是谁记恨上了师尊 买刺客杀师尊 林夭夭思索间 黑狐已经杀到尽前 找死 林夭夭腾空一跃 跳到黑狐背后 一箭刺穿他的身躯 虽然没伤及要害 但也让黑狐受了重伤 现在的他猛逼了 情报不是说 逍遥风是废物风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么强 明明只是注击前期的修为 战斗力也太高了吧 黑龙从地上爬起来 当下也不敢藏桌 释放出有黑的魔技 魔叫 林夭夭一眼就看出来了 不由的眉头紧皱 本不想暴露的 但被你知道了 只能让你去死了 黑龙冷声道 魔叫 不过是上部的台面的老鼠罢了 林夭夭冷声道 找死 黑龙提着大刀劈砍过来 封死了林夭夭的走位 林夭夭左手画拳 在大刀劈砍下来指示 一拳将大刀打遍位置 随后举起零件 直接刺破黑龙的琵琶鼓 剧烈的疼痛 让黑龙难受至极 正要大叫出来时 林夭夭一拳 将他打晕过去 哼 都说了 魔叫不过是上部的台面的老鼠 林夭夭冷横倒 打晕了二人后 林夭夭直接将他二人踹下山去 刚好落进化粪池中 扑 大粪漫天飞舞 直接扑了出来 周边的十多个弟子 沾得全身都是 一个个互相看了一眼 全都吐了出来 忍受不住臭味 全部跑回御寿风去清洗 是谁要对付我逍遥风 林夭夭深思不解 还沟通了魔叫 思考了半天后 林夭夭直接将他们两个 丢下逍遥风 不管是谁 只要赶来 本地定要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林夭夭想完 遥望着逍遥阁 必须保护师孙安全 不然以他练气的修为 随便一个人来 就能解决他 师孙等我 徒儿来救你了 逍遥风外 魔叫十大暗影汇聚 差不多了 以黑虎和黑龙的实力 应该已经制服了逍遥风师徒俩 暗影轻声道 走 进 天甲喊道 是 其他几人应声道 他们十个 是魔月宫最强的力量 擅长暗杀 每个人都有原因的修为 他们的名字 是从天甲到天鬼进行排列 排名越高 实力越强 逍遥阁中 夜空闻到了臭味 从逍遥阁中醒来 谁在我逍遥风随地大小便啊 这味道都传到我逍遥阁了 夜空眉头紧皱 大半个逍遥风都弥漫着臭味 不是说好的臭味不会散发的吗 其受你坑爹呢 不对 你坑师叔呢 你将我逍遥风弄得臭气熏天 那就别怪师叔 我惩罚你 夜空有些生气 说好的味道不会散发 结果到了晚上更臭了 就算是宗主吩咐的 你也不能这么消极代工啊 不知道这么臭的粪便 很容易影响到一个人的睡眠吗 这味道要是飘到了桃山 那我徒儿还不得丑晕过去 夜空想着 正要运转零力时 突然 感应到了有十个人子啊 鬼鬼祟祟的靠近 他们潜藏能力非常好 而且都手握利刃 气息内敛 哪里来的虫子 夜空皱了皱眉 大晚上的来我逍遥风干嘛 难道是对付我徒弟的 夜空微微皱眉 感应到了他们身上的魔气 一看就不是好人 夜空脚步一动 下一秒就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这世人面前 记住 不要暴露了气息 先去和黑龙黑虎会合 天甲吩咐了一句 明白 几人应了一声 逍遥风的弟子 据说非常漂亮 咱们待会走的时候 要不要把他给绑走 送给公主 天仪问道 可以 天甲点头道 果然是来对付我徒弟的 那就不能放过你们 夜空跳动体内灵力 轻轻抬起了手掌 不好 有 天甲感应到了 身后有威胁 但话还没说完 夜空一巴掌挥下 直接将他们十个 给抽晕过去 天甲还没反应过来 突然失去了意识 被谁打晕的 他们都还不知道 夜空看着眼前十个人 犹豫着是要杀了 还是交给宗主处理 别问他们 来星河宗干什么这件事 还得交给宗主来才行 空气中弥漫着臭味 直接打断了夜空的思索 啊对 我还要教训奇兽来着 夜空回过神来 看着眼前躺着的十个黑衣人 心中顿时有了想法 只见夜空手掌一挥 十个暗影尽数起飞 落入划分池中 夜空双手结印 布置出一个小阵法 将他们尽数封印在粪坑中 只要一开启 噗 到时候漫天飞翔 师者啊 给你一点教训 你可别怪师叔啊 夜空淡淡道 是你先不厚道 弄得我逍遥风都是臭味 那就别怪师叔我 小城大戒了 夜空说完 往陶山走去 得去保护徒 鬼知道这些虫子 还有没有后手 虽然不知道 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但是为师尊 得保护徒弟 林摇摇那边 解决了刺客后 也在往师尊这边赶 师尊这么弱 可千万不要出事啊 两人不约二合的 想着保护对方 加快往对方所在的地方走 陶山边缘 夜空前脚刚踏进陶山 就看到了林摇摇 林摇摇也是一脸意外的 看着师尊 两人相遇了 月光下 两人面对面 场面十分和谐 师尊 现在逍遥风有魔教 你知道不 你大晚上的跑来我逃山 你是真不怕出事啊 这师尊 真是让本地操心 本地还要去保护你呢 夜空看着林摇摇 大半夜的出门 眉头微皱 大半夜的这么危险 你还瞎溜达 刚才要不是师尊 我出手解决了一些虫子 徒儿你就危险了 你晓得不 这徒儿 真不让为师省心啊 徒儿啊 大半夜的出门溜达 你就不怕遇到妖魔鬼怪啊 夜空开口询问 林摇摇文言 心中顿时无比比 怕鬼怪 我说呢 你怎么大半夜的来我逃山 原来是怕鬼啊 师尊 咱可是修士啊 你见过哪个修士的怕鬼 你知不知道 外面有比鬼更可怕的刺客 这师尊 也太不让人省心了 这半夜的 要是再有贼人跳出来 你怎么办 师尊 徒儿不怕鬼怪 林摇摇说道 嗯 那就好 夜空轻点了一下头 说道 徒儿啊 这逍遥风最近不太平 为师怕你出事 来逃山保护你 林摇摇文言 心中一阵鄙夷 师尊 明明是你怕鬼怕出事 来找徒儿 还说保护我 本地好歹也住击了 你才练起 谁保护谁啊 哎 师尊太要面子了 罢了 本地也不切穿你 好 多谢师尊 林摇摇点头道 夜空轻点了一下头 跟着林摇摇 回到逃山的茅草屋中 进入房间后 夜空就闻到了 徒弟身上独特的芬芳 令人陶醉 并且 还意外地看见了床上 放着他给徒儿的紫黄灵 李摇摇看见 床上的紫黄灵后 翘脸一红 赶忙将东西给收起来 徒儿 该不会是用这个 那啥吧 四 不过也没问题 师尊 你可不能多想啊 徒儿啥也没用 你要是多想 我可以解释的 场面 顿时有些小尴尬了 逍遥风下 骑兽一觉醒来 舒展着懒腰 走到化粪池旁边 刚张嘴大哈欠 突然吸入了一股奇特的气体 哦 骑兽直接把前天吃的隔夜饭 都给吐出来了 这是化粪池炸了 骑兽起身看着四周 一个人都没有 人呢 骑兽捏着鼻子 走到化粪池旁边 看见化粪池盖上了盖子 谁特么把盖子给盖上了 盖子盖上 味道散发不出去 骑兽无语道 本来修建化粪池的时候 他就没打算盖盖子 就在逍遥风的山脚下 挖一个坑 然后将粪到里面 一个个的 看我回去怎么教训你们 骑兽伸手 将化粪池的盖子给解开 当盖子开启的时候 光芒一闪 砰 一声巨响过后 漫天飞翔 站在最中间的禽兽 全身都是 随后清洗完赶来的 玉兽风弟子 刚靠近 就有一次沾染了 这恶臭的味道 禽兽直接傻了 谁特么在化粪池中 布置了现金 禽兽抹开了眼前的脏东西 看见粪坑里 躺着十二个人 顿时愣住了 啥情况 他们怎么会藏在化粪池中 身后的玉兽风弟子 本想回去清洗的 但看见 禽兽还站在原地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看见了粪坑中躺着的人 他们身穿黑袍 有的还受伤了 禽兽看着他们的脖子上 都有纹身 顿时瞪大了双眼 魔 魔教 师兄 他们是身后的弟子问道 是魔教的人 禽兽急忙说道 魔教来偷奋了 死 魔教 师兄真厉害 居然能在晚上 击败魔教的人 师兄真强啊 居然不动声色 就击败了魔教弟子 众人赞叹不已 听得禽兽都以为 真的是自己做的 魔教众人 人人得而诸之 我不过是抓住了 小小的魔教弟子罢了 算不得什么 禽兽覆手而立 微微昂头道 当有一天 我会亲自将魔教 连根拔起 此话一出 不少弟子佩服不已 当然 要是禽兽身上没有粪便 那就更好了 师兄真厉害啊 禽兽背着双手 吩咐道 将他们带到星河殿 其他弟子文言 放下手头上的工具 将魔教弟子捆绑起来 押送回星河殿中 星河殿中 一股臭味 在星河殿中 弥漫开来 脚踏星河 背对苍生的 星河宗宗主罗阳天 不得不堵住鼻子 太特么难闻了 抓刺客就算了 还弄得一身份 至于吗 大长老捏着鼻子 用水将地上的 魔教中人全部弄醒 得搞清楚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天甲醒来后 看着四周 闻着臭味 顿时就吐了 哦 这一吐让本就 臭味充天的星河殿 雪上加霜 秦兽踢了一脚天甲后 拱手道 宗主 这些魔教中人 前来我星河宗偷粪 被我逮住了 请宗主主罚 偷粪 罗阳天愣住了 魔教大老远地 跑来偷粪 你是认真的 天甲也愣住了 看着全身的粪便 又抬头看着秦兽 顿时怒火中烧 把我们打晕 丢进粪坑了 还污蔑我魔教 是来偷粪的 欺人太甚 大长老问道 回禀长老 我是从粪坑中 将它们抓住的 骑兽如实道 大长老眼神异扬 这魔教真狠啊 居然躲在粪坑里 天甲他们 直接弃运了几个 堂堂爱影 被偷袭打晕 扔进粪坑也就算了 还被污蔑 是来偷粪的 他摩勒宫缺粪吗 骑兽 本爱影与你不共戴天 天甲咬牙道 骑兽从身上抓下一坨 塞进天甲空中 堵住天甲的口 你们本来就是 来偷粪的 咋地我还污蔑你们了 骑兽美好气道 天甲被骑兽这般侮辱 直接气炸了 骑兽 我要你死 天甲怒吼一声 全身通红 气息暴涨 看 被我说中 急了吧 骑兽在一旁说道 好 天甲怒吼了一声 全身迅速军裂 大长老一挥手 将骑兽他们护住 砰 一声巨响 天甲自暴 连同其他魔教众人 也都受到了 不及死去 罗阳天伸出右手一抓 将天甲自暴的威力给吸收 同时 右手上也沾染了一些 天甲自暴的威力虽然没了 但他们身上的粪 却炸得满星河垫都是 罗阳天崩溃了 都有些站不住脚了 右手也不想要了 臭也就算了 现在整个星河垫都是 骑兽 你先下去吧 你为星河松做的功劳 本宗主后续会补上奖赏的 罗阳天沉住气 缓缓开口道 为宗门抓偷粪贼 我禽兽亦不容辞 禽兽拱手道 罗阳天 赶紧滚吧 大长老也忍不了 一挥手将禽兽他们送出去 人走了 味道依旧在 罗阳天缓和了一下情绪 吩咐道 大长老 你去调查一下 魔道众人是怎么潜入进来的 他们潜入 绝对不是为了偷粪 而是救人 宗主 你说的是魔教老祖 大长老问道 罗阳天轻点了一下头 很有可能 如果真的是魔教 那就一切都说得通了 毕竟魔教老祖 就镇压在星河宗 他的脚下 摩洛宫派出最强的爱影前来 怎么可能只是偷粪 齐兽不明白 他心里可门清着呢 魔教老祖 在连云州 是绝对强悍的存在 当年 各大宗门围攻 将他打成重伤 但各大宗门 也因此受到重创 不得已退了回来 星河宗上任宗主 就是这样没的 时隔多年 没想到魔教还不死心 大长老愤愤道 魔教老祖一出关 势必会带着魔教卷土重来 魔教老祖 那可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一旦被救出去 必定会挑起战争 祸害天下 大长老 你即可传令下去 让各大风主 约束好自己的弟子 让执法堂越夜巡逻 魔教一有动静 就必须要有准备 这就是魔教老祖 带来的威慑力 属下明白 大长老微微行礼道 转身离开 等一下 将星河殿的粪 给清理干净 罗阳天吩咐了一句 消失在星河之上 逍遥风 桃山上 夜空舒展懒腰 从林夭夭的茅草屋中 走了出来 一夜过去了 都没有刺客再来 大几率是没事了 夜空回头看了一眼林夭夭 见林夭夭还在打坐 也就没叫醒他了 当下 离开桃山 坐在苦海边垂吊 耳畔边突然响起了 系统的声音 丁 恭喜宿主打破宁静 获得特殊物品垂吊机会 系统的声音刚落下没多久 夜空鱼竿一扬 一面镜子出现在手中 天罗镜被照射之人 修为将会跌落九成 夜空听完系统的解释 对着镜子照了一下 透过镜子看着自己的帅脸 以灵力催动 嗡 夜空顿时感觉 自己的灵力被削弱了九成 但对它影响不大 还不错 不催动的话 这镜子就是一面普通镜子 催动之后才能削减修为 夜空翻手将镜子收起来 以后有机会的话再使用 收起镜子继续钓鱼 我爱锤钓 钓鱼好好 夜空不禁唱了起来 一刻钟后 林瑶瑶悄悄睁开眼睛 看见师尊没在了 才松了口气 昨晚上两人都没睡觉 一是担心会有魔教中人来 二是生怕对方对自己作纳啥事 林瑶瑶看着手中的紫黄铃 眉头一鸣 希望师尊不会想多吧 本地只是拿着东西修炼而已 林瑶瑶走出茅草屋 瑶瑶看见师尊坐在苦海边钓鱼 师尊也真是的 明明昨晚上害怕得要死 今天还在悠闲地钓鱼 林瑶瑶心中嘀咕了一句 坐在池塘边修炼 摩勒公 十大暗影的命牌全部破碎 证明人已经死了 公主 计划是否还要继续执行 黑云跪在下面询问 嗯 徐不败轻点了一下头 说道逍遥风的灵脉已经中断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传令给安查在星河宗的暗卫 让他破开阵法 放逐老祖 我摩勒公 等这个机会等太久了 绝不能再错过 是 黑云应了一声 转身离开 徐不败坐在主位上 手指轻敲着扶手 埋藏多年的暗卫 也该动用了 事业 隐藏在星河宗的暗卫 从天剑峰上下来 隐藏在黑幕之中 悄然靠近逍遥风 关押魔教老祖的阵法 在逍遥风的灵脉内 知道的人没几个 暗卫一路潜伏 悄然靠近被挖开的灵脉 看着下面还没恢复的灵脉 当即取出一颗黑色长钉 魔教老祖 出来吧 暗卫轻声说完 将黑色长钉打入灵脉之中 轰隆隆 星河宗一阵晃动 所有人都从睡梦中被晃醒 星河殿内 罗阳天脚下的星河 动荡不安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脚下蔓延 节节节节 本老祖就要出来了 魔教老祖 在罗阳天的脚下音笑道 罗阳天背负双手 缓缓道 你被我踩了这么多年 即使能出来又如何 罗阳天背着身后的双手 手心里全是汗水 星河震动 他还是有点慌的 万一魔教老祖真的出来了 不至于不至于 除非困住他的阵法破了 但困住他的阵法 是在逍遥风的灵脉下 知道的人不多 谁会破开 稳住 不能慌 哼 当初要不是你们围攻我 我能被你们抓 可笑 魔教老祖冷笑道 那我不管 反正你被我踩在脚下很多年 罗阳天淡定道 你也别折腾了 就算你出来 本宗主分分钟拍死你 星河动荡之际 一缕黑气散发出来 凝固成一道人影 罗阳天 你猜我什么时候出来 魔教老祖冷笑道 罗阳天背对着魔教老祖 心里更加紧张了 不会吧不会吧 魔器都泄露了 不会真的要出来了吧 魔教老祖一旦出关 我也打不过呀 现在出来的 只是魔教老祖的一道分身 大长老 快去调查 是不是逍遥风的灵脉出问题了 罗阳天急忙吩咐道 宗主 魔教老祖这里 要不要请援手 大长老询问道 罗阳天文言 表面轻蔑道 区区魔教老祖罢了 本宗主翻手就能镇压 魔教老祖一旦出关 谁来都没用 罗阳天也做好了 随时跑路的准备 大长老看着罗阳天的背影 心中感慨万千 不愧是宗主啊 临危不乱 拱手行礼后 大长老快速离开 不过是一道分身罢了 本宗主抬手可破 罗阳天抬起右手 一巴掌胎灭分身 刚胎灭 星河再次动荡 黑气弥漫 恐怖的黑气 席卷整个大殿 魔教老祖出现在他身后 全身黑气缠绕 散发着无尽的威压 令人心计 来 你再拍一次试试 魔教老祖淡笑道 他已经出来了 罗阳天心里一凉 背对着魔教老祖 不敢转过身去 卧槽嫩娘的 真的出关了 谁特么破开了 逍遥风的灵脉了 不行了不行了 要跑路了 要跑路了 罗阳天表面淡定 其实心里慌得一批 面对魔教老祖 那就是面对恐惧啊 上一任宗主都打不过 更别说自己了 魔教老祖 全身黑气暴涨 遮天蔽日般 笼罩在星河宗的头顶上 整个星河宗 仿佛陷入了绝对的黑暗之中 一点光芒也没有 在魔教老祖的场域中 魔教老祖能吸收 所有人的灵力 供自己使用 节节节节 你星河宗 沦为我的食物吧 魔教老祖音笑道 吸收着众人的灵力 罗阳天背着双手 正要跑路的时候 听到下方弟子的声音 魔教老祖出来里 快跑啊 快跑 跑完了 我们都要死 怕什么 没看见宗主 依旧屹立在星河之上 背对着魔教老祖吗 对 只要宗主在 定能镇压魔教老祖 我们要相信宗主 众人齐声道 看着宗主的背影 不是那么害怕的 马德 谁在捧杀我 我这是背对吗 我是不敢转身好不好 星河宗看着神念 看着刚出来的魔教老祖 一咬牙 开口道 魔教老祖 即使你出来了 本宗主也能灭杀你 看见没 宗主说了 他能一巴掌灭杀魔教老祖 大家不要慌 二长老稳住人心 魔教老祖 看着罗阳天的背影 冷笑道 就你 说完 黑气将罗阳天给包裹住 哼 邪门歪道罢了 罗阳天冷哼一声 已经找到最佳的逃跑路线了 不管了 他一掌我就跑路 打不过呀 罗阳天心里还是很有逼数的 自己跟魔教老祖 那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完全打不够 只能跑路 等待着卷土重来的机会 星辰云 罗阳天大喝一声 一掌排出 星辰闪烁绽放光彩 成了这无尽黑暗中 唯一一抹亮光 罗阳天乘着攻击 还没落下的空荡 身影一闪 消失在星河上 不管了 跑路了 小命要紧 罗阳天的身影消失 被众人看见了 宗主怎么跑路了 众人不解 逍遥风上 夜空看着远方 感念到魔教老祖的气息 这都能放出来 夜空摇头叹了口气 翻手取出天罗镜 以灵力催动 照射在魔教老祖上 魔教老祖的身影 出现在天罗镜中 全身弥漫着黑气 恐怖无比 谁在窥视本老祖 魔教老祖察觉到 有人在窥视自己 当星辰即将落下之时 魔教老祖微微一笑 调动体内灵力抵挡 没想到 星河宗长教 就这点能耐 老夫使用三成力量 就可镇压 但是 这一调动 脸色大变 我灵力呢 他感觉 自己的实力 被削弱了九成 而且还无法吸收 别人的灵力使用 怎么回事 就在魔教老祖经营间 星辰刺破黑暗 魔教老祖的黑气 直接被星辰给击溃 魔教老祖全力抵挡 但面对罗阳天的攻击 却调动不了 灵力抵挡 轰 一声巨响 魔教老祖直接被星辰 给砸进封印中 啊 我不甘心啊 魔教老祖怒吼道 魔际消散 星河也渐渐恢复了平静 众人看着落下来的星辰 瞪大了眼睛 宗主 一巴掌就将魔教老祖 重新封印了 好强大的实力啊 原来宗主不是跑路 而是翻手 镇压了魔教老祖 将收尾的工作留给了其他人 宗主威武 宗主万岁 众人高呼道 刚跑到山脚下的罗阳天 站在乞丐窝旁边 乞丐窝内 一个七八岁的小乞丐 瞪着疑惑的眼睛 看着罗阳天 罗阳天回头看了一眼 摇头叹气 哎 不是我不救 而是我打不过 星河宗能跑多少跑多少吧 罗阳天摇头叹了口气 正要离开时 看着星河宗的黑气消散了 散发神世看去 魔教老祖也没了 什么情况 还真的被我一巴掌给镇压了 我有这么强的吗 不 估计是魔教老祖关太久了 实力还没恢复 想到这里 罗阳天身影一闪 再次出现在星河上 背着双手 背对着整个星河宗 发丝飘扬 众人只看见一个强大的白衣背影 背负苍生 拯救万民于水火 乃无备修仙之职责 罗阳天轻声道 声音传遍星河宗 宗主威武 星河宗上上下下 其声高呼 有一道人影 躲在暗中 默默地看着罗阳天 不可能 罗阳天不可能这么想 安卫根本不相信 罗阳天能一巴掌 封印魔教老祖 大长老拿着一颗黑色长钉 出现在罗阳天身边 说道 宗主 这就是破坏逍遥风灵脉的魔技 罗阳天不动神色地将东西收起来 轻轻点了一下头 星河宗的山脚下 一名七八岁的孩童 穿着粗布麻衣 流落在街头 靠乞讨为生 眼神中一片浑浊 浑浑噩噩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乞丐的眼神突然变得无比明亮 本帝居然还活着 小乞丐蹲在角落中打量四周 看来本帝不该死去 小乞丐冷笑道 他本一代魔地白无尘 镇压四方 称霸魔道 乃是魔道之主 林云州的最大魔教势力 摩洛宫 也不过是他手下建立起来的小势力罢了 不值一提 但他在修炼极乐魔点最后一重的时候 出了问题 肉身崩坏 神石破灭 本以为会就此死去 却没想到重生了 而且还保留了一点实力 大概相当于助击修为 本帝既然还活着 就还有重来的机会 魔地白无尘沉声道 当务之急 是要进入宗门潜伏修炼才行 在外面灵力稀薄 难以修炼 只有在宗门内 借助宗门里浑厚的灵力 才能快速修炼 这也是不少修士 都想败入宗门的原因 魔教不能去 本帝现在重生 一旦被魔教知道 那我就完蛋了 白无尘低语道 魔教向来是残忍的 你有实力 我们拥戴你 你没有实力 那就是个屁 一旦他被魔教的人发现 魔教不会拥戴他 而是将他抓住 逼问极乐魔典和其他宝藏 有实力的才是魔地 没有实力 那就是行走的宝库 哎 听说了吗 星河宗的禽兽 好像抓到了不少摩月宫中人 讯息都传出去 摩勒宫想入侵星河宗 结果被星河宗的禽兽给抓到了 对呀 据说摩月宫的老祖 突破了封印 结果被星河宗宗主一巴掌封印了 太厉害了 星河宗确实厉害 不过星河宗的逍遥风 就垃圾的不行 风主炼气 弟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据说啊 摩勒宫的人 就是从逍遥风潜入的 过路的人议论纷纷 逍遥风 炼气废物 我有藏身地了 连摩勒宫这么垃圾的魔教 都能入侵 还能对付得了本地 白乌晨音笑道 星河宗关押这摩勒宫的老祖 等我进去吞了他 世人都将跪在我的脚下 这孩子饿傻了吧 来给你一个铜钱 买个烧饼吃吧 路过的行人 看着白乌晨蹲在墙角边笑 以为他饿傻了 白乌晨将铜钱握在小拳头中 捏成粉碎 我堂堂摩地 不需要施舍 白乌晨一脸阴冷 但长得白白嫩嫩 脸上还有一点婴儿肥 所以发痕的时候 看起来很萌 逍遥风上 夜空右手拿着鱼竿 左坐在枯海边上 开始了一天的垂吊 如果钓鱼有级别的话 那夜空绝对是最高阶 大长脑突然出现在夜空身后 他检查了八大风后 最后才来检查逍遥风 本来想着上山询问夜空的 但上了山一看 感觉没必要了 没啥好问的 夜空整日垂吊 修为低弱 就算是逍遥风的灵脉出事了 他估计也不知道 大长脑看了一眼后 转身离开自己去调查 李夭夭看着大长脑离开 一脸狐疑 师尊 大长脑来找你干嘛 李夭夭开口询问 夜空闻言 回头一看 皱眉道 你说的大长脑在哪里 他的注意力都在池塘上 没有注意到别人 逍遥风上 师尊啊师尊 你可长点心吧 钓鱼就算了 还如此专注 万一有人从背后捅你一刀怎么办 不行 不能让师尊继续摸鱼 李夭夭看着师尊还在垂吊 目光不知觉地看向了鱼竿 等晚上就将你的小鱼竿给藏起来 让你钓不了鱼 夜空不知道 李夭夭在想什么 继续垂着 一天过去了 练起加一 事业 李夭夭趁师尊睡着了 悄悄溜了出来 走到枯海边 看着师尊钓鱼用的小鱼竿 师尊 徒儿暂时帮你保管小鱼竿 以后你就好好修炼吧 李夭夭拿着鱼竿 悄悄溜走 挖了个坑 将鱼竿藏了起来 师尊没了鱼竿 应该会好好修炼吧 没了鱼竿就不能钓鱼 不能钓鱼就没事做 到时候就能好好修炼了 李夭夭心想着 处理好痕迹后 悄悄离开 他埋鱼竿的地方 正好是蚂蚁窝的旁边 一日 夜空走出逍遥阁迎着太阳 伸展懒腰 背着双手 闲停散步般地走到苦海岸边 刚坐下伸手去拿鱼竿时 摸空了 低头一看 地上空空如也 鱼竿消失不见了 谁把我小鱼竿拿走了 夜空眉头一皱 展开灵力覆盖整座逍遥风 灵力覆盖之处 一草一木都逃不过夜空的神石 巡视了一圈 鱼竿找到了 就在小黑椅的洞穴旁边的坑中 还被埋了 小黑 你皮痒了是不是 敢偷我的小鱼竿 夜空伸手一抓 小鱼竿破土而出 飞到夜空手中 蚂蚁洞内的小黑 正抱着以后休息时 忽然被一股犀利给抓了出去 小黑睁开了眼睛 感受到这股犀利的来源 不敢反抗 乖乖地被吸飞出去 夜空手一抓 小黑出现在夜空手中 现在的小黑有指甲盖这么大 头上有触脚 小黑 偷我小鱼竿 皮痒了是不是 夜空握着小黑 美好气道 小黑 他完全不知道 夜空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几天 他一直在以学中进化 偷我鱼竿还不承认 不行 得给你一点惩罚 夜空想了想 将小黑放在鱼沟上 用小黑锤吊了一会 池塘中的李龙 腾空而起 吓得小黑瑟瑟发抖 生怕被吃了 夜空吊了一会小黑后 才将它提上来 滚吧 以后别偷我小鱼竿 不然就不是让你做诱饵 小黑落在地上 对夜空拜了拜 转身飞走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目前看来 似乎没事了 小黑刚飞会以学中 林瑶瑶走了出来 看见师尊又在垂掉 自己之前藏鱼竿的地方 有个以学 可恶的蚂蚁 我好不容易 才将师尊的小鱼竿 给藏起来 你们又挖出来 林瑶瑶按骂了一句 都怪蚂蚁 害自己白费功夫了 本来她想着 来教师尊修炼的 结果师尊又拿到 她的小鱼竿 继续坐在苦海边垂涨 这让她的准备 全都白费了 可恶的蚂蚁 害我都没有好好 藏好师尊的鱼竿 林瑶瑶踹了一脚一穴 徒儿 夜空喊了一声 她看见徒儿 对蚂蚁窝发脾气 林瑶瑶快速回过神来 随口道 师尊好 师尊再见 说完 转身就走 徒儿今天吃错药了 夜空一脸猛逼 还是说 一个月特殊的七天来了 问题是 这个世界的女人 有吗 徒儿发这么大的脾气 蚂蚁窝都给踹了 估计是有 徒儿来大姨妈了 要不要给她 熬一锅红糖水 夜空思索着 以学中的小黑 一脸猛逼 我得罪谁了 至于把我的家门口 给踹了吗 逍遥风 夜空在院子中 去取天地间最干净的水 加以灵药和最好的红糖 以无尽真言提炼 徒儿身体不舒服 身为师尊 该照顾照顾她呀 一锅红糖水 熬练了半个时辰后 才熬出一碗 夜空端着熬好的红糖水 走到林夭夭的房门前 徒儿 徒儿 夜空喊了两声 正在修炼林夭夭 被突然打断修炼 不由得有些小气 师尊啊 你不修炼 我要修炼啊 林夭夭有些不悦地起身 去开启房门 师尊 什么事 林夭夭问道 徒儿 为师给你熬了一碗红糖水 夜空抬着红糖水说道 我好端端地 给我熬红糖水干嘛 我气血丰满 也不需要进步吗 林夭夭想不明白 自己好好的 师尊给自己熬红糖水干嘛 是 咸的 师尊 徒儿身体很好 不需要红糖水 林夭夭委婉地拒绝了 夜空一听 更加确定 林夭夭身体不舒服了 徒儿听话 把红糖水喝了 喝得对身体好 夜空淡笑道 林夭夭眉头微醋 结果红糖水 一口喝下 味甜 好喝 林夭夭第一感觉 就是红糖水味道不错 很甜 不多时 红糖水中蕴含的灵力 在林夭夭体内爆发 林夭夭感觉 全身暖暖的 很舒服 也有点热 多谢师尊 林夭夭拜谢了一句 徒儿你好好休息 明天师尊再给你送红糖水 夜空说完 收起碗走了 走了两步 突然想起件事 转头说道 徒儿啊 记得多喝热水 林夭夭 多喝热水 等夜空走后 林夭夭吞去衣服 进入池塘中 修炼九龙霸体功 在浮以玄黄诀 一起修炼 红糖水的效果发挥 在他的玉体上 凤凰虚影 更加鲜红 仿佛一股印记一斑 没想到 师尊给我熬制的红糖水 居然还有药效 林夭夭感慨道 虽然不知道 师尊是哪根筋不对 突然给自己熬红糖水 但总体来说 对修炼是绝对有好处的 他能感觉到 自己的修炼速度 提升了不少 要是每天喝一碗 他能在短时间内 突破到筑基中期 林夭夭想起 师尊给自己熬红糖水 心中有一股暖意流过 不过 师尊说的多喝热水 是什么意思 林夭夭想不明白 夜空见屠儿安分了 这才回到苦海边坐下 哎 每个月都有七天 难伺候啊 得找个小道童才行 找个小道童陪着屠儿 屠儿不高兴的时候 就可以拿小道童出气 不然 我的小黑都没地方扎根了 一窝 被他一脚给踹没了 可怜 夜空有些可怜小黑 明明什么都没做 被自己的徒儿踹了窝 嗯 明天出去捡一个吧 夜空想到这里 继续垂掉 炼气加一 星河松外 白乌尘经过两天的询问 终于弄明白了 星河松和逍遥风 逍遥风 简直就是 他的理想修炼之地 到时候去了 以我住基的修为 做主人还不是轻轻松松 等晚上 我就悄悄溜进去 白乌尘心中暗道 到时候 本地恢复了实力 让天下全都跪拜我 想到这里 白乌尘不禁笑了出来 哎 可怜的孩子 给你一个铜钱 去买个包子吃吧 路过的行人 看见白乌尘坐在墙角傻笑 丢了一个铜钱给白乌尘 谢谢大人 谢谢大 不对 我又不是乞丐 去你压的 白乌尘愤愤地 将铜钱丢在地上 在乞丐窝里待久了 被铜化了 过了片刻后 白乌尘双手抱着一个 香喷喷的包子 吃得津津有味 真香 半夜 吃饱喝足的白乌尘 看着星河宗的方向 马撒了过去 星河宗防守严密 大门边缘 有八个弟子看守四方 不过 这可难不倒白乌尘 只见他 跳入草丛中 犹如一道黑影一般 步伐出一点声响 偷摸靠近 速度很慢 他一点一点地向前靠近 想赶在天亮前 进入星河宗 不然天一亮 事业开阔 想混进去 就更难了 宗门外 在夜光照射之时 白乌尘一动不动 藏在草堆里 等月光消失 才继续前进 大门距离他 只有三百米的位置 以他现在匍匐前进归宿 需要一个多时辰 才能抵达 没办法 修士的感官十分敏锐 一点风吹草动 都能引起他们的警觉 尤其是 守宗门的弟子 更是十分进行 十分严格的训练 只要发现有不寻常的东西 别的不说 先刺一件再说 更何况 现在星河宗 经过摩勒宫老祖的事情 还没解除戒备 所以守山门的弟子 一下子多了好几个 且都是精英弟子 一旦有人偷袭 他们会第一时间 关闭大门 沙沙 白乌尘旁边 有一条蛇在游动 发出一股很细微的声音 刚游了一下 一把长剑 精准落下 直接将蛇给钉死 那弟子伸手一抓 长剑吊着长蛇 飞了回去 是蛇 没事 那弟子说了一句 其他几人 这才收回武器 自始至终 他们都没有转移过视线 也没想过帮忙 白乌尘不禁咽了咽口水 这星河宗 吃错药了吧 管理得怎么严格 你们这要搞 我要怎样混进去 搞得怎么严格 防谁呢 白乌尘心中无虞 踏在地上 现在匍匐前进了这么久 才走了机密的路 这还是距离比较远 要是再近一点 就更难隐藏了 白乌尘在原地犹豫了许久 这才继续前行 既然已经决定了 那就不能后退 今夜格外明镜 只有白乌尘 还在努力靠近 天亮之际 白乌尘艰难地 爬到了大门附近 在天机大亮 日出东方之时 白乌尘看着 守门弟子的影子出现 顿时深化阴影 融入他们的影子中 这是白乌尘的潜藏术 可潜伏在别人的影子里 不过施展起来很困难 以他现在的修为 必须靠近对方两米以内 才能藏进去 而且一旦被发现 他会被打出来的 天亮之时 另一批守山弟子出现 替换现在的这一批 交接完后 八个弟子返回宗门内后 精神彻底放松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守山 其实就是把自己的生命 置之度外 一晚上都要精神紧绷 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毕竟攻打宗门 先死的 一般都是守山的弟子 白乌尘在他们松懈时 悄悄溜走 没想到 进入星河宗后 想去哪里去哪里 没想到 混进星河宗 这么容易就进来了 逍遥风 我来了 逍遥风上 夜空如往常一样 坐在苦海边垂掉 总感觉 我今天有什么事要做来着 夜空深思了一会 算了 想不起来了 不想了 夜空放空念头 认真垂掉 钉 检测到宿主需要道童 特颁发任务 下山收取道童为弟子 奖励特殊物品垂掉机会一次 系统的声音 提醒夜空 夜空一拍脑门 对啊 我是要去找个道童来着 突然给忘了 实属不该啊 我还要收个道童来着 夜空想到这里 放下鱼竿 往山下走去 对夜空来说 收道童不难 看顺眼就行了 山脚下就有星河镇 到时候去星河镇 转一圈就行了 逍遥风下 白乌尘看着有些荒芜的山 无比满意 逍遥风怎么偏僻 本地在这里 闭关修炼个十年八年 出关就无敌 白乌尘说完 向山上走了上去 星河之下 魔教老祖被困在阵法之中 忽然感应到 有一道强大的血脉压迫袭来 令他呼吸急促 双腿打颤 直接浮跪了下去 这是血脉上的威压 来自灵魂深处的压迫 这是谁来了 血脉居然比本老祖的 还要强大 摩洛公老祖被吓到了 在联云州 他是成王座祖的存在 但现在他感应到了 有一股比他强大的气息出现 那魔器 仿佛只需一缕 就能灭杀他十次 星河宗 这是招惹到谁了 摩洛公老祖 不禁咽了咽口水 有被吓到 不过很快反应过来 魔器这么重 一定是魔教中人 说不定以后 还能帮我逃出去 星河宗啊 星河宗 你们猜不到吧 有强大的魔头 进来了 魔教老祖露出了一股 阴冷的笑容 夜空刚下山 没走几步 遇见了小孩 嗯 我刚说要去找道童 没想到这就来了 夜空有些意外 眼前的孩子 也就八九岁大 长得白白净净 就是穿作破烂 灰头土脸的 但是可爱 倒也顺眼 可以受为道童 白乌尘也棱在了原地 他没想到 刚要上山 就遇到了 有人从山上下来 这运气绝了 白乌尘正犹豫 要不要逃跑的时候 就看见夜空 朝着自己走来了 有人来了 难道我被发现了 不应该啊 我潜藏得这么好 也没泄露气息 谁能知道 难道我魔帝 今日就要死在星河宗吗 我不甘心啊 大不了拼了 白乌尘 已经做好了 跟他拼命的想法 跟我上山吧 夜空过去 开口喊了一句 也没问他是谁来自哪里 既然都到了自己的山脚下 那就顺手收了吧 之后再慢慢询问就是了 你是 白乌尘开口询问 逍遥风风竹 夜空随口道 逍遥风风竹 炼气废物 那我不怕了 我能杀他 不过也是 从逍遥风山上下来的人 除了逍遥风风竹还能有谁 哎 自己吓自己 不该啊不该 白乌尘放心了 背着小手 跟着夜空上山 一路上 白乌尘东看希望 熟悉着四周的地形 以后 这里就是我的领土 上山后 夜空随即说道 我看你孤身一人 无家可归 这样你拜我为师 以后就留在 我逍遥风做道童吧 收本大王为徒 也不看看你自己的实力 呸嘛 本地纵横天下时 你还没出生呢 徒儿拜见师尊 白乌尘单膝下跪 拜喊了一声 不过 为了留在逍遥风不被发现 本大王也是能屈能伸的 先拜你为师 获得更名 这样一来 就没人怀疑我了 要是把你杀了 以后有人上门 或者宗主召剑 你不在我可就麻烦了 用你这个废物 做挡箭牌 正好 摩蒂心里想了一番 嘴角不自觉地勾起 夜空看着他的样子 轻点了一下头 嗯 起来吧 多谢师尊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大 我没有名字 摩蒂低头道 他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 毕竟白乌尘这个名字 乃是禁忌 一旦说出 就算不被认出 也会被魔教的人给查出 白乌尘这个名字 只有他能用 那以后 就叫你小白吧 夜空随口取名道 长得白白胖胖的 取个名字叫小白 倒也正好 现在逍遥风 有了小黑 再来个小白 黑白搭配 干活不累 我堂堂摩蒂 居然叫小白 你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取名字 就不能取个相样点的 以后传出去 本帝的面子 还要不要了 算了 反正你也是个挡箭牌 等本帝不需要了 就一巴掌胎死你 这样就没人知道 我叫小白了 多谢师尊自明 小白拱手道谢 夜空轻点了一下头 神识扫了一下 或 居然有助击的实力 不简单呢 夜空看着小白 越看越 觉得不简单 难道这小子 是某个大家族的私生子不成 估计是 若不是大家族的私生子 也不会有修为 而且 也不会被抛弃 可怜的孩子 以后 你在逍遥风 尽量少下山 夜空吩咐道 是 小白应声道 反正本帝也没打算下山 等我实力恢复了再说 徒儿 出来见见你的小师弟吧 夜空将小白带到桃山 对茅草屋中的林摇摇喊道 茅草屋中的林摇摇 听到师弟这两个字眼 当即出了茅屋 看着师尊旁边的小孩 不禁眉头一眠 这师弟好小 师尊从哪里捡来的孩子 算了 不管我的事 介绍一下 这是你的师弟小白 也是师尊我的道童 夜空指着小白说道 小白师弟 林摇摇轻声喊了一句 师姐 小白弱弱地喊了一句 徒儿你帮小白修建茅草屋吧 就在你桃山 随便找个角落打搭剑就行了 夜空随即吩咐道 林摇摇文言愣了一下 你让本帝干这个 修建茅草屋 算了你也懒得出手 本帝就勉为其难帮你吧 是 林摇摇应了一声 林摇摇拿着茅草 去帮小白盖茅草屋 小白四下看了一眼 逍遥风虽然广阔无比 但建筑物非常稀少 除了一座大殿和阁楼外 就只有桃山上有座茅草屋了 其他的 没了 逍遥风 有一种说不出的荒凉感 好歹也是九风之一 这逍遥风 也推穷了吧 不过这样也好 穷一点 也没人会惦记逍遥风 减少很多麻烦 逍遥风虽然穷 但好在安静 人还少 非以后找个机会 打败眼前的师尊 我就能称霸了 到时候 我要师尊做我的小道童 师姐做我的侍女 这里将是我小 本魔地崛起的地方 五十 夜空单手之鱼竿 悠闲锤吊 收了个小道童 获得一次特殊锤吊的机会 鱼勾入海 波澜不惊 半个时辰不到 夜空一扬鱼竿 第六件特殊物品 落入夜空手中 钉 恭喜宿主 吹吊出第六件特殊物品 打火机 打火机蕴含无尽真言 可燃烧 世间一切污秽 磨气 随着系统的提示 夜空也看清了手中的打火机 雕缸的打火机 上面刻着龙缝 全身金色 看起来很好看 开启盖子的时候 会发出钉的声音 钉 钉 钉 夜空握在手中 把玩了一会 这打火机 很鸡肋呀 系统 打火机你都给我了 再送我喝烟杯 夜空心中说道 系统没有响应 给火不给烟 我要这打火机 有什么用 夜空左手拿着打火机 右手拿着鱼竿 坐在苦海边 若有所思 桃山上 林摇摇搭建好了 小白的茅草屋 正要去洗澡 被小白给叫住了 师姐 师孙每天都在钓鱼吗 小白走到师姐身边 不解地问道 嗯 林摇摇点了下头 颇为无奈 自己把师孙的小鱼竿 被蚂蚁给坏事了 就很气 小白看着师孙锤吊 若有所思 难怪师孙修为这么弱 天天锤吊不修炼 不过也好 你每天钓鱼打发时间 也影响不到我修炼 等我修炼一段时间 到时候这逍遥风 就是我说了算 小白想到这里 不禁露出了笑容 林摇摇看着小白的笑容 眉头一皱 什么事让小白师弟 怎么开心啊 小白 林摇摇喊喊了一声 别叫我小白 我是白无尘 小白心里愤愤道 什么事吗 林摇摇犀利的眼睛 盯着小白的身体 看出了他的修为 我挺好奇的 你怎么小就住击了 林摇摇开口道 就算是世家王朝 从小培养家族子弟 也不可能不满十岁就住击 最起码要等到十一岁的时候 骨骼发育好了 那灵入体开始修炼 就算是天纵神资 老祖为其醍醐灌顶 也要三年时间才能住击 而不是还未满十岁就住击了 那完全不可能 小白回避林摇摇的眼神 弱弱道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有修为 他不确定能不能打得过林摇摇 所以不敢说出自己的身份 林摇摇文言 眉头一皱 这小白师弟绝对有问题 不满十岁就住击 师尊看不出来 但我能看出来 师尊啊师尊 你收到铜 也得查清楚人家的体系和身份啊 万一有问题 你怎么办 不过有本地在 就算他有问题 本地也能轻松镇压 林摇摇心想着 去池塘中修炼去了 小白看着师姐离开 暗自松了口气 必须得尽快提升了 要不然被师姐给发现了 可就惨了 小白 夜空喊了一声 小白正要回到毛巫修炼 听到师尊喊自己 不由的眉头一皱 师尊叫我干嘛 算了 还是过去看看吧 小白心里不情愿地走到库海边 向夜空行了一礼 师尊 夜空打燃打火机 说道 小白 天气冷了 来烤烤火 小白文言 抬头看了一眼 空中悬挂着的太阳 师尊是不是脑袋有坑 大热天的 烤什么火 而且就一点小火苗 开玩笑呢 过来啊 夜空喊了一声 我是帮你清理体内不干净的东西 小白缓缓走了过去 伸出洁白的双手 放在火苗上面烤火 火焰顺着小白的双手 流动在小白的身躯上 运转一周 嗯 舒服 小白露出了一个享受的表情 这火焰 对身体无害 它会直接灼烧体内的污垢 和不干净的东西 小白感觉体内暖洋洋的 就像躺在绿草瓶上 晒着温暖的太阳一样 很舒服 而他体内的魔气 化为黑烟渐渐消散 那些魔气 使他修炼的魔工 一旦消失 他就要重头苦修了 他以前的修为都没了 小白还不知道 自己体内的黑色灵力正在消散 要不然 他绝对会出手 当无尽真言消散后 小白深言了一句 真舒服啊 多谢师尊 小白道谢了一句 虽是炼气废物 但对我还是蛮好的吗 嗯 以后本地恢复了 不杀你了 夜空轻点了一下头 说道 嗯 你先修炼玄黄诀 为师去给你买几件衣服 将玄黄诀递给小白后 夜空这才离开 嗯 还得给驼儿找个助击之物 哎 可怜的娃 体内有不干净的东西 居然支撑你修炼到助击 要不是为师帮你清除了 你以后都要误入歧途了 夜空摇了摇头 背着双手下山去 小白见师尊走后 随后将玄黄诀丢在半边 我才不修炼你的破功法呢 我修炼的功法 比你这强大十倍百倍 小白心中鄙夷了几句后 闭上眼睛 调动体内的黑色魔器 刚一调动 忽然感觉体内空空如也 我魔宫呢 小白赶紧闭幕 那时自己的丹田 小白看见 自己体内的黑色灵力 全部没了 自己助击修为也没了 自己多年的魔宫 全部没了 小白愣住了 我魔宫呢 没了魔宫 他就只能重头修炼了 突然 小白想到了之前师尊 让自己烤火来着 一想到那股温暖的感觉 小白握紧了双拳 脸色憋得胀红 狗贼师尊 回我修为 我与你不共耐天 啊 小白怒吼了一声 要抱走了 一只脚踏进池塘中的林夭夭 听到小白在怒吼 不禁皱了皱眉 小白师弟在吼什么 而且还如此凄惨 难道师尊折磨他了 林夭夭放下手头上的事情 跑到枯海岸边 发现小白师弟握紧拳头 仰天怒吼 小脸胀红 小蓝从林夭夭肩膀上跳下 落在小白身上 帮小白稳住情绪 小白师弟 你怎么了 林夭夭开口问道 我踩到石头了师姐 小白委屈道 我的修为被废了 绝不能让师姐知道 林夭夭看着小白 裸露在外的脚掌 说道 等回头 师姐给你找双鞋 多谢师姐 小白泪流满面 不用谢 林夭夭随口说了句 转身离开 小白一屁股坐在地上 怒骂道 狗贼 小白你说什么 林夭夭回头问道 好疼 没事 忍一会就好了 林夭夭轻声道 都有筑机的修为了 还会疼 真的假的 林夭夭安抚了几句后 便离开了 小白在师姐走后 握紧小拳 狗贼师尊 你赶回我魔宫 等本地修炼有成 定要你付出代价 呜呜呜 小白感到非常委屈 考个火把 自己的魔宫考没了 打死你 打死你 本地一定要打死你 他现在 魔宫没了 只能重新修炼 好不容易储存的 筑机实力 没了 现在要重新修炼了 坐在地上哭泣了一会 小白看像被自己 丢在一旁的玄黄诀 无奈 只能将玄黄诀 给捡起来修炼了 以本地的天赋 要不了多久 就能修炼有成 到时候 狗贼师尊 你给我等着 本地可是牙子必报的 呜呜呜 本地太惨了 逍遥风赏 小白一南平地 坐在苦海边 修炼玄黄诀 却始终不得要领 这玄黄诀 会不会有问题 本地天纵神资 怎么会难以领悟 绝对是玄黄诀有问题 不然以本地的天资 瞬息就能领悟的 也不应该啊 玄黄诀要是有问题的话 师姐是怎么领悟的 算了 我还是去问师姐吧 小白抱着玄黄诀起身 一路小跑着 前去逃山 在逍遥风上 他不敢修炼极乐魔点 修炼极乐魔点的动静很大 很容易就被敌人给察觉到 之前还有助击修炼的时候 还能隐藏一下 但是现在不行了 没有修炼 他一旦修炼极乐魔点 到时候魔器施展 会被察觉 逃山上 刚刚沐浴完的林夭夭 听到了小白的声音 师姐师姐 林夭夭转过头去 只见小白抱着玄黄诀晓 跑了过来 眼看就要飞过来了 啪 摔倒了 平地扑 林夭夭一手扶额 不忍直视 跑得好好的都能摔倒 也只有小白了 小白是忘记了自己的修炼 没了 刚才跑路的时候 几条没飞起来 就摔倒了 都怪师尊 回我修炼 要不然 我才不会摔倒 小白心中恶和狠道 要不是自己修炼没了 岂能摔倒 狗贼师尊 你给我等着 林夭夭走了过去 将小白拉起来 没事吧 没事师姐 小白笑道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这一摔 对他来说不痛不痒 虽然反老还童了 但他曾经是魔帝 身体强硬无比 哪怕没有修炼 但肉身还在啊 你来找我干嘛 林夭夭开口问道 小白双手捧住玄黄诀 对师姐说道 师姐 这功法我不会 林夭夭闻言 眉头一皱 你不会 这功法很简单啊 是个人都会修炼 而 师尊除外 他就一咸鱼 不过你都出击了 不会还没有修炼功法吧 这不应该啊 林夭夭看小白 一脸认真的样子 确定他真的不会 便说道 这玄黄诀 很简单 简单 本地领悟了好几个时辰 都还没领悟 这也能简单 比起我修炼的魔功 都要强一点 那师姐 你是几天领悟的 小白好奇地问 本地花了好几个时辰 都没领悟 大师姐你最少 也得三天吧 几天领悟 林夭夭闻言一正 小看谁呢 师姐 我一晚上领悟了七层 林夭夭淡然道 还补充了一句 修炼这玄黄诀 不是有手就行 小白听到这句话 把小手背在身后 擦了擦汗 一晚上七层 师姐你不会骗我吧 小白抬头质问道 呵 林夭夭笑了一声 师展出玄黄诀 小白看着师姐 师展的玄黄诀 信了 一晚上七层 师姐的天赋好高啊 本地曾经被誉为 魔教第一人 居然天赋还没师姐好 小白仔细看着林夭夭 发现她在运转玄黄诀的时候 有龙影和凤影闪过 虽然林夭夭隐藏得很好 但还是被小白给看见了 四 龙凤城墙 一夜七层 莫非 我师姐有大地之字 小白念及至此 瞪大眼睛 仔细看林夭夭时 发现大师姐身上 有一股特殊的气质 帝威 只能常年身居高位 才能培养出来的气质 大师姐果然有大地之姿 年纪轻轻就培养出了帝威 以后跟着她混 说不得 不对 本地奶磨到第一人 岂能久居人下 我现在只不过是在折服 慢慢恢复实力 等我实力恢复 我还要找师尊算账呢 而且 我还要让师姐做我的侍女呢 小白摇了摇头 清醒过来 林夭夭看着小白在发呆 用书敲了一下她的脑袋 师姐教导 不许发呆 林夭夭美好气道 事事事 我知道了师姐 小白点头道 师姐有大地之姿 跟着她修炼 我的修炼速度 也会突飞猛进 到时候 本地就能更快地成长 小白想到这里 老老实实地听待师姐 为自己讲解功法 林夭夭清清嗓子 红唇微动 清柔说道 师弟 玄黄诀讲究玄黄之变 引天地灵力入体 开辟丹田 储藏灵力 这期间 最难的便是 如何运转周天之变 林夭夭讲解得很认真 一注相过后 她把功法讲解清楚了 小白听得很是认真 等林夭夭说完 大致听懂了 玄黄诀 跟她修炼的魔功不一样 她以修炼魔功的方式 去修炼玄黄诀 所以迟迟不能领悟 但要是转换一下思路 她就能在短时间内领悟 林夭夭的讲解 等于给她开启了思路 让她知道了修炼的方向 只听一遍就懂了 林夭夭见小白已经陷入了领悟状态 心中感慨万千 唉 小白师弟的天赋都比师尊好 师尊啊师尊 你要是由小白一半努力 说不定现在都住击了 林夭夭心里轻叹了一口气 算了 师尊不努力就不努力吧 等本地以后成长起来 带着你走上纤路 林夭夭想完 走回房间修炼去了 她现在修炼 都不敢在外面了 要么在池塘中 要么在茅草屋内 绝不会在外面 不然容易让人多想 修炼功法时 她随身携带着紫黄灵 那玩意太容易让人想歪了 星河松下 叶空去了小镇上 购买了十几套小孩穿的衣服 正要拿钱时 尴尬了 她没钱 仙人 你拿的这些衣服 可都是上好的兵残所致 我也不坑你 就五十两白银 商铺老板走在叶空面前说道 叶空看着空空的口袋 尴尬地笑道 那个老板 我没带钱 可否稍等一下 我去星河松找师兄要了钱 再下来给 仙人 你既然没带钱 那你将衣服放在这里 你去拿的钱 再来给 也是一样的 商铺老板说道 叶空一想 也有道理 正要放下衣服时 陈长青走了进来了 叶空师叔 好久不见啊 陈长青依阳怪气道 长青师侄 你带钱了吗 叶空转头问道 陈长青听到师侄这两个字 老脸一黑 但还是回答道 带了 带了我也不借给你 你能拿我怎么样 嗯 那就麻烦长青师侄 帮我给钱了 回头你找宗主要就行了 叶空对他说道 呵 叶空师叔 你买衣服 凭什么要我给钱 陈长青冷声道 你先帮我垫付 回头我找宗主 给你就是了 叶空解释道 那我要是不给呢 我给 一个面带薄纱的女子 走了进来 拿出五十两白银 递给老板 师叔 女子喊了一声 你是 叶空不解道 万花丰花子苏青婉 见过师叔 苏青婉行礼道 哦 是只女啊 多谢了 叶空道谢了一句 拿着衣服走了 苏青婉看着 叶空离去的背影 眼神中有光芒闪烁 终于和叶空师叔 说上话了 虽然才说了一句 一日清晨 叶空端着两碗红糖水 从逍遥阁中 走了出来 大坨七天还没走 得给他熬制好红糖水 不然容易发脾气 一碗给小白 小白身体小 得多补补 顺便把昨天买的衣服 给小白 昨天回来 已经是晚上了 想着小白可能 已经睡下了 就没去找他 到了桃山 叶空本来要去找小白的 意外看见 林摇摇玉族 袒露在外 荡起震振水纹 从侧面看来 林摇摇精致的脸上 挂着一丝浅浅的微笑 面板白皙 吹弹可破 四周还有桃花衬托 有一种说不出的诱人 徒儿越来越漂亮了 也不知道 以后哪家的猪 能供到这棵大大白菜 徒儿 叶空喊了一声 林摇摇从岸上起来 看着师尊 端着两碗红糖水 拜喊了一句 师尊 叶空将一碗红糖水 递给林摇摇 徒儿 来给 林摇摇看着眼前的 红糖水 眉头皱一下 还是接下了 多谢师尊 林摇摇道谢了一句 不客气 叶空笑着道 叶空随即端着 另一碗红糖水 走到小白的房门口 喊了一声 小白 房间内的小白 听到声音 开起房门走了出来 看见眼前的师尊 默默地喊了一声 师尊 叶空将红糖水 递在他面前 来 小白 补补身体 小白看着师尊 递过来的红糖水 没有伸手去接 师尊好端端的 给我熬糖水干嘛 真拿我当小孩子了 我堂堂摩地 需要你这红糖水 我喝的是血 吃的是肉 狗贼师尊 我是不会接受你的好意的 师尊 我身体好着呢 不需要喝糖水 小白表面说道 我知道 这糖水对身体有效 喝吧 叶空解释道 小白文言 眉头一鸣 对身体有用 真的假的 上次你叫我烤火 结果把我的修为 给烤没了 这次又送上来红糖水 我怎么知道 有没有毒 小白正犹豫 要怎么拒绝时 看到了空碗 师姐也喝了 那就没事了 师尊总不至于 连师姐都坑吧 多谢师尊 小白道谢了一句 端起碗 一口喝完 蹲蹲蹲 喝完之后 将碗递给师尊 好好修炼 等你要注击了 跟师尊说 师尊给你找注击植物 夜空说完 转身离开 哼 要不是你 烤没了我的修为 我至于重新注击吗 不过 以本地的修为 注击还不是 轻轻松松的事情 也罢 看着你 给我熬糖水的份上 如果你找的 注击植物比较好 那本地就放你一马 要不然 本地可不饶你 小白说完 转身回到自己的床上 盘膝而坐 双手结印 继续修炼玄黄诀 刚一催动玄黄诀 小白顿时感觉 身体暖暖的 就好像在 沐浴阳光一般 十分温暖 没想到 师尊给我红糖水 居然还有药效 倒也不错 红糖水的药效 在温暖小白的同时 也在他的经脉 和血肉中流淌 为小白重塑根骨 和和血肉 小白之前是魔地 修炼的是魔宫 他的身躯 也是魔躯 若是不重塑身躯的话 等以后 修炼时间长了 他的身体会 承受不住 玄黄诀的威力 而自毁 红糖水 等于是为小白 改变体质 将他的魔躯 给化解 变成正常人的身体 小白还没意识到 自己的身躯 正在被重塑 魔躯消失 回归正常 当然 夜空也没想到 池塘边的林夭夭 喝下糖水后 进入池塘中 他感觉 身躯暖暖的 有一股特殊的力量 在流淌 他体表上 有凤凰虚影 和九龙虚影浮现 没想到 师尊给我的红糖水 居然有这么强的药效 他从哪里弄来的 林夭夭想不通 这药效很强 只有高阶灵质 才有如此药效 估计是师尊的 前辈给的吧 以师尊的能力 根本弄不来 上好的天才地宝 林夭夭之前就感应过 宗门内 有几个老怪物在沉睡 不过 师尊 你把天才地宝 全给了我和小白 你自己也不留一点 哎 等本地以后恢复实力 不会亏待你的 林夭夭心中说完 闭上美目 运转玄黄诀 和九龙霸体修炼 夜空回去将晚洗了 这才坐在苦海边垂掉 大驼儿一个月七天 男子后啊 不过有小白在 以后大驼儿发脾气了 就让小白顶着 小白长得白白嫩嫩的 想必大驼儿 也不会对他动手吧 夜空想了想 提着鱼竿锤掉 小白的茅草屋中 刚运转完一个周天的小白 睁开了双眸 捏了捏拳头 师尊给我的红糖水 倒也不错 居然让我又提升了一层修为 小白面带笑一道 从床上下来 挥动小拳 活动了一番筋骨 一拳轰出后 小白的笑容 戛然而止 他感觉自己的肉身力量 似乎没有了 以前他握紧拳头的时候 都是非常紧 而且十分有力 每一拳都有拳风 现在不一样了 小白从床上跳下 握着拳头 没有动用灵力 单纯地以肉身之力 对着地面一拳轰下 碰 少许片刻 四 疼疼疼 小白急忙抽回自己的手 吹着气 呼呼呼 他的右手骨节发红 并且还伴随着疼痛感 当他吹了几口气后 忽然反应过来 我的肉身之力呢 我肉身怎么变弱了 小白检查了一下 自己的肉身 发现自己的身体 犹如刚出生的婴儿一般 白里透红 坚硬强壮的肉身之力 没了 小白深呼一口气 回想着刚才师尊 好像给自己 喝了一碗红糖水 暖洋洋的 喝下之后 肉身之力没了 狗贼师尊 你又回我魔去 小白低吼道 啊 小白愤怒地低吼 全身胀红 我魔地 与你不共戴天 若非自己肉身之力没了 他此刻绝对会冲出去 跟师尊决战 回我修为就算了 现在你又回我魔去 你给本地等着 等本地成长起来 定要你付出代价 等大师姐不再逍遥风 等没人保护你 你看我弄不弄你 我堂堂摩地 两次在你手上 本地发誓 绝不会有第三次 我 我我 我要报仇 叮 叮 叮 叶空坐在苦海边 百般无聊 把玩着打火机 哎 有火无烟 还是拿熬 还是去找齐师兄 他上次制作的香烟 就很不错 叶空想起了上次 秦无依在自己院子里 点燃的醒神香 有华子的味道 想来 齐师兄应该栽种了不少 司机至此 叶空放下鱼竿 走下逍遥风 一路往御寿风 走了过去 这还是他第一次 去其他风溜达 走了半个时辰左右 叶空走到了 玉兽风的山脚下 抬头望去 玉兽风碧率清澈 临间茂密 有不少动物 在临间上蹲下跳 升级勃勃 玉兽风 饲养着整个星河宗的 妖兽十分重要 叶空看了一会后 背着双手 缓缓向山上走去 刚上山峰 就有两个弟子 骑着妖兽拦路 哪座山峰呢 守风弟子开口询问 逍遥风风主 前来拜回秦师兄 叶空淡然道 逍遥风 守山弟子 轻蔑地说了一句 在他们的认知中 逍遥风就是一个 因为有关系 才能存在的 九风之一 其地位 还不如其他弟子 算了 还是进去禀报吧 再怎么说 叶空也是他们的 师叔 一名弟子 回到玉兽风的大殿中 向正在处理 事情的秦无依 汇报的讯息 风主 逍遥风风主 前来拜会 守山弟子如实道 叶空 秦无依眉头一皱 思索道 好端端地来我这里干嘛 秦无依想不明白 但还是吩咐道 带上来吧 守山弟子文言 当即退下 将叶空给 带到玉兽风上的大堂中 玉兽风 在九风中 是山风最大一个 上面 三分之一是人 三分之二是妖兽 其中 灵兽园更是占据了 玉兽风将近一半的地 整个星河宗的所有妖兽 都出产于灵兽园中 可以说 加入玉兽风 都有机会 进入灵兽园中 选择一只属于自己的妖兽 天剑风是首选的话 那玉兽风就是次选 叶空看着到处行走的妖兽 到处拉粪 摇了摇头 还是自己的小山风安静 跟随守门弟子 很快就来到了大堂中 叶空师弟 今日怎么突然想起 来我玉兽风 秦无依在大堂处理着事情 随口问了一句 上次你不是 去我那喝茶点的香吗 我过来问问 你那种香 还有没有材料 叶空回答道 秦无依听到这句话 抬头看向叶空 一问道 你要迷醒神香干吗 叶空笑了笑 说道 那香 我闻着味道很好 想制作一点 秦无依闻言 面露狐疑之色 那香可是最强的迷香 妖兽闻一口就道 普通人根本招架不住 就连我也只能撑住片刻 你不过练习修为 到底是如何能抵挡迷香的 难道修为低弱的人 不受迷香影响 秦无依思量片刻 心中冷笑道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 那可就别怪师兄 我坑你了 叶空师弟 你说的那醒神香 栽种在灵兽园 我现在也走不开 这样吧 我让秦兽带你进去 如何 秦无依笑着说道 那就多谢秦师兄了 叶空拱手道了巨蟹 客气了 秦无依笑了笑 对身边的童子说道 去让秦兽准备一下 带叶空师弟去灵兽园 童子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 没过多久 秦兽就在大殿外后着了 叶空师弟 你去吧 秦无依吩咐道 叶空拱手拜谢 随后走出主殿 刚一出去 就闻到了秦兽身上的臭味 秦兽师指 你这是几天没洗澡了 这么臭 叶空扇了扇鼻子 还是说 上次被喷了 还没洗干净 秦兽心中冷笑 臭 待会进入灵兽园 有你好受的 师叔说笑了 我带你去灵兽园吧 秦兽说着 在前带路 叶空离秦兽无耻远 他身上散发的味道 实在是太臭了 这一刻 叶空忽然感觉 还是自己涂而香 天天泡澡 灵兽园外 还没进去 叶空就听到了 妖兽咆哮的声音 吼 吼 吼 叶空停下脚步 皱了下眉头 妖兽天天怎么咆哮 不吵吗 御兽风的弟子 还能好好休息吗 还是我逍遥风安静 没人打扰 秦兽看着叶空停下的脚步 不由得心中冷笑 叶空师叔果然太废了 听到妖兽咆哮的声音 就下得走不动路了 就这还赶来我御兽风 不过进去了才是好戏 叶空师叔不必担忧 这是野兽发行了正常现象 秦兽开口道 叶空点了点头 难怪这么吵 开门 我带叶空师叔进去 秦兽吩咐道 看守灵兽园大门的弟子 听到秦兽的话 开启了一道小门 秦兽带着叶空 走进了灵兽园中 刚一踏入 叶空顿时有种 走进动物园的感觉 里面 大多数妖兽都被阵法隔开 只能在自己的区域行动 秦兽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 让很多妖兽都不想靠近 他身上的臭味 乃是以妖兽粪便提炼而成 特别臭 涂抹全身 能够有效预防妖兽靠近 当然 有一种妖兽是另类 望月犬 专门好这口 秦兽始终与叶空 保持五米以上的距离 就是想看叶空出臭 被阵法隔开的妖兽 不想靠近秦兽 但看见叶空这个陌生的面孔 确实觉得新奇 纷纷扑了上来 张开血淋淋的大口 他们是妖兽 吃肉的 乖 别闹 叶空惊笑道 眼中有光芒闪过 妖兽看着叶空的眼睛 感受到了无尽的恐惧 犹如小猫一般 趴在地上 翘起尾巴 骑兽走在前面 刻意与叶空保持距离 师叔啊师叔 最近到了妖兽的发行期 你可别怪我啊 是你自己要来的 叶空背着双手 慢悠悠地走在后面 见识各种妖兽 犹如逛动物园一样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各种妖兽都有 强大凶猛且残暴的妖兽 都被阵法隔开 单独关押 性情温顺 实力不强的妖兽 则是能自由活动 夜空师叔 这里的妖兽很残暴 你切勿靠近 否则一旦他们突破阵法 就算风主来了 也就不了你 骑兽回头说道 刚一说完话 顿时傻眼了 你哪来的猫 他看见 夜空正抱着一只 全身双耳圆短 全身蓝色 很萌的一只小猫在路 这灵兽员 跪压无数凶兽 为何如此眼熟 就算是发行了 看上夜空师叔了 也不至于这么乖巧吧 诺 这里剪的 夜空指了指旁边的空地 骑兽转头一看 顿时傻眼了 旁边的阵法中 是关押凶兽的阵法 里面的凶兽不见了 那 那是园英凶兽 幽灵蓝猫 骑兽瞪大眼睛 后退了几步 满眼恐慌 幽灵蓝猫 实力堪比园英 凶残无比 行动时 犹如幽灵出行一般 所到之处 寸草不生 他虽然突破了原因 但是打不过呀 哦 原来你叫幽灵蓝猫啊 夜空露了 鹿蓝猫的尾巴 将它放进阵法中 苗 幽灵蓝猫 发出一声叫声 还想被露 等回头 我问问师兄 可不可以给我 可以的话 我就带你走 夜空笑着说完 背着双手继续前行 苗 幽灵蓝猫叫了一声 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了 骑兽直接棱在了原地 这么凶残的猫 怎么变得如此乖巧了 这不对劲啊 就算发行了 不是一上来就扑倒人吗 骑兽失职 走啊 夜空回头喊了一句 骑兽这才反应过来 夜空师叔 被幽灵蓝猫的外表 给欺骗了 师叔实力低微 无法认知他的危险 不行 我得离夜空远一点 骑兽快步向前行动 带着夜空不断深入 他们现在 已经走进了核心区域 这里 关押的都是强大的的妖兽 而且十分凶猛 灵兽园中 大部分的妖兽 都没有被驯服 被驯服的在另一个区域 骑兽故意带夜空走危险区域 就是想吓他 穿过危险区域后 两人走到了一块空阔的地方 这里的妖兽更多 而且都没有限制 他们都是被驯服的妖兽 只会听令与主人的话 非常忠心 平日里 他们都在灵兽园中休息 来到这里后 骑兽走到自己的妖兽 斑蓝豹面前 结果他的妖兽 离他远远的 根本不愿靠近他 听话 去给我身后的这个人 一点教训 骑兽轻声吩咐道 斑蓝豹没有听见 转身就跑了 骑兽一头黑线 正要追上去时 发现师叔已经走过来了 师叔 你要的东西就在前方 骑兽指着前面 哪里有一片药田 其中就有种植弥香的主料 弥香声长 会散发出一股奇异的味道 妖兽闻到后 会陷入沉睡 不管再凶狠的妖兽 都会迷恋上 提炼成弥香后 药效会更强劲 这弥香的主材料 也是御兽峰控制妖兽的一种手段 十分珍惜 夜空看着眼前的材料 就是他所需要的东西 这下不愁眉烟了 夜空失书 注意安全 骑兽等他走过去后 才开口说道 别怪我没提醒你 药田附近有凶猛的妖兽守护 若不安抚好 他们就采药 到时候出事了 可不管我的事 骑兽离得远远的 生怕被波及到自己 夜空走入药田后 沉睡的妖兽感应到有人侵犯 睁开了眼睛 目露凶光 夜空回头看了他一眼 眼中光芒一闪 沉睡得妖兽低下脑袋 前肢蒙着眼睛 继续睡觉 确认过眼神惹不起的人 还是继续睡觉得了 夜空看着他老是安分了 这才进入里面 采赛一些灵植 到时候回去提炼一下 就能制作香烟了 骑兽本来想着看好戏的 结果发现守护药田的凶兽 一点动静都没有 喂 别睡了呀 有人进入药田采药了 大哥 你别睡了呀 平时睡觉也就算了 这都有人进入药田了 你还睡 骑兽走了过去 想将沉睡的凶兽给唤醒 都什么时候还睡 也不看看情况 刚走过去 骑兽耳边忽然传来狗吠声 汪汪汪 骑兽艰难地转过头去 只见一只黑白相间 长相酷似狼的狗 摇着尾巴跑了够来 看到这里 骑兽顿时瞪大了眼睛 你 你不要过来啊 熬悟 望月全仰头长笑了一声 直接将骑兽给扑倒在地 夜空摘了药田中将近一半的灵植 这才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 看着略显空荡的药田 夜空不禁道 我会不会采摘得太多了 额 不至于不至于 反正也没人会抽烟 游在这里也是浪费 夜空摇摇头 拍了拍手上的泥土 这下满意了 看守药田的凶手 双手捂着头 感应到夜空从旁边走过 露出一条缝 偷看夜空 结果看到了夜空的笑容 顿时感觉 整个世界都黑暗了 太恐怖了 那个男人居然对我笑了 难道他晚上想吃肉了 赶紧挖个坑 把自己给埋了 夜空看着凶兽钻进土里 有些意外 没想到啊 妖兽还会遁地啊 夜空有些新奇 可惜没时间 不然好好地研究研究 几步走出药田后 夜空看见外面的禽兽不见了 出去了 夜空微微皱眉 忽然听到狗吠声 汪汪 夜空转过头一看 忽然看见旁边不远处 一只大狗在舔禽兽 咦 舔狗 要不得 看到这一幕 夜空转过头去 当做什么都没看见 骑兽是指你好好玩 师叔我先走了呀 夜空说了一句 转身离开 舔狗 你给我死开 骑兽用力地去推 但望月犬始终压制着骑兽 夜空看他们玩得开心 默默地走了 还是不打扰他们嬉戏的好 夜空背着手走了 他要的东西已经踩到了 刚走没几步 就有一只斑蓝豹扑了上来 夜空缓缓伸出手 在斑蓝豹扑上来的时候 一巴掌将斑蓝豹给拍飞出去 我可不喜欢舔狗 舔豹也不喜欢 斑蓝豹被甩在地上 怀疑暴声 那个男人 好强 其他想攻击夜空的妖兽 在看见大哥斑蓝豹被打飞后 默默地离开了 打不过 赶紧溜 夜空看着妖兽都安分了 这才转身离开 妖兽生活区域 无意知 妖兽敢靠近夜空 走到危险区域 那些被关押的妖兽 看见夜空来了 纷纷跪拜下去 连头都不敢抬起 犹如大臣跪拜帝王一般 十分虔诚 当然 他们身躯不抖的话 走到幽灵蓝猫面前 幽灵蓝猫直接跳出阵法 落在夜空的肩膀上 他想跟着夜空出去 夜空摸了摸他的头 轻声道 行吧 那我就带你出去吧 但是你要乖哦 你要 幽灵蓝猫叫了一声 夜空笑了笑 带着他出去 带他出去 交给驼儿带着 省得驼儿每天泡澡 穿过危险区域后 很快就到了正门面前 幽灵蓝猫直接隐身 夜空走了出去后 背着手正要离开时 被叫住了 夜空师叔 秦寿师兄呢 看守灵兽园的弟子问道 秦寿跟着他一起进去 结果夜空出来了 秦寿没有 这不合常理啊 按道理来讲 应该是秦寿笑着出来 夜空被困在里面才是 哦 他在里面和一只 长得像狼的狗 玩得很开心 夜空回答道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秦寿师兄和狗玩得开心 守门弟子一脸懵逼 啥意思 愣了片刻后 顿时反应过来 是望月犬 快去找风烛 等到秦无依赶到后 秦无依声无可恋地躺在地上 全身都被望月犬舔了一遍 双臂也被望月犬给咬伤 抬不起来 汪汪 望月犬叫了两声 转身就跑 秦无依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的禽兽 冷声道 带出去 两个弟子上前 带着禽兽出去 那头望月犬 心满意足后跑了 秦无依拿出灵边 眼神中仿佛有火焰在燃烧一般 畜生 找打 啪啪啪啪 秦无依甩动灵边 对望月犬一顿暴打 熬悟 望月犬被打得伤痕累累 全身是伤 有气无力 看向秦无依的眼神中 充满了恐惧 在场的妖兽 也是纷纷躲着秦无依 有些害怕 教训了一遍望月犬后 秦无依才得以解气 随即 秦无依看向了自己的药田 有一半的迷药灵直霉了 开手药田的凶兽 还在土里睡觉 正打着呼噜 废物 让你开手药田 你也开手不住 要你何用 秦无依怒骂道 开手药田的凶兽 听到这句话 顿时醒来 破土而出 身躯犹如小山一半 头上长着尖角 黑白相见 长相像犀牛一半 乃是强大的园英凶兽 黑白熙 黑白熙红着眼睛 看着秦无依 后脚蹬地 你想干嘛 秦无依退后了几步 黑白熙的实力 比原鹰妖兽要强大 属于强者行列 他都不一定能打得赢 每次来采药 都是给他好吃的 安抚他 才敢采 黑白熙盯着秦无依 那个男人我惹不起 你 我还不敢顶 黑白熙猛地发力 冲了上前 秦无依正要躲避时 地面裂开 站都站不稳 砰 黑白熙的尖角 直接将秦无依顶飞出去 逍遥风 夜空抱着幽灵蓝猫回来 将他放在自己旁边 幽灵蓝猫舒展懒腰 慵懒地趴在地上睡觉 林夭夭看着师尊回来 心中很是无语 不修炼也就算了 现在还养起了宠物 我还以为你出去办事呢 没想到出去买猫 哎 师尊啊师尊 你这样慵懒下去 徒儿我的废物 师尊成神计划 要泡汤了 徒儿 过来 夜空看见林夭夭 招了招手 林夭夭虽不情愿 但还是走了过去 师尊 徒儿 这只猫 给你养着 夜空指着幽灵蓝猫说道 林夭夭闻眼 心中一阵无语 我还要修炼 你给我养猫 不是耽误我修炼时间吗 鸟 幽灵蓝猫叫了一声 林夭夭听到声音转头看去 仔细辨别幽灵蓝猫 居然是幽灵蓝猫 师尊从哪里捡来的 不过这幽灵蓝猫 估计也不强大 要是强大一点 估计师尊就被它吃了 养猫我不乐意 但是养妖兽的话 这倒可以 是 林夭夭应了一声 蹲下身去抱幽灵蓝猫 鸟 幽灵蓝猫叫了一声 目露凶光地看着林夭夭 夜空见状 敲了一下幽灵蓝猫的脑袋 以后它就是你的主人了 安分点 幽灵蓝猫低下头 一脸委屈 林夭夭看得无语 养妖兽是要培养感情 并肩作战 而不是动辄大骂 这幽灵蓝猫想必实力也不强 要不然就不是师尊欺负它了 林夭夭将幽灵蓝猫抱起来 揉了揉它的身体 幽灵蓝猫放出爪子 但看见夜空的眼神又收回去了 也不知道幽灵蓝猫的味道怎么了 夜空轻声说道 这句话算是威胁了 你敢不听话 那就等着下锅吧 苗 幽灵蓝猫娇弱地叫了一声 沉浮了 师尊 这是妖兽不能吃 林夭夭没好气道 等它长大一点 指不定谁吃谁呢 夜空笑了笑 也没回话 林夭夭抱着幽灵蓝猫 想了想 说道 嗯 得给你取个名字 芷柔 幽蓝 蓝妖 哪个好听呢 林夭夭思索着名字 就叫小蓝吧 夜空随口道 小蓝不好听 林夭夭摇了摇头 拒绝了 苗苗 幽灵蓝猫同意了 在它眼中 夜空才是它真正的主人 没骨气 小蓝有什么好听的 林夭夭鄙鄙试了一句 但还是叫它小蓝了 我乐意 你管得着吗 幽灵蓝猫不会说话 不然绝对会反驳它 夜空调了会雨后 返回逍遥店内的院子中 所相淹了 玉兽风 齐兽躺在病床上 双手吊起 他的双臂被望月全咬了 需要休养 齐无依趴在床上 身后柴绕了一层 有一层的绷带 两人都躺下了 林兽园里 到底是什么情况 齐无依开口问道 危险区域的凶兽 不是在睡觉 就是在交配 生活区那边 那些妖兽也都远离我 我无法操控他们 药田内的黑白溪 也在沉睡 齐兽无奈道 好巧不巧 妖兽不是在睡觉 就是在交配 根本没有发情 也没有发狂 早知道就在等一天 再让夜空那混蛋进去了 他将药田内 大半迷药的灵植都摘了 齐无依咬牙道 那些迷药 都是他用来放到妖兽的 现在少了这么多 以后可就困难了 齐兽没有说话了 灵兽园 他是再也不会去了 那望月犬 给他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师尊把望月犬杀了 吃狗肉 齐兽开口道 你有本事 你去杀 齐无依美好气道 望月犬本就是原英凶兽 尤其是到了晚上 月亮出来之时 更加凶猛 齐兽闻言 沉默片刻道 不听话的狗 要来干嘛 望月犬听话 只是喜欢比较 特殊 齐无依解释道 望月犬 明明是强大的妖兽 口味却非常独特 那我 祸水东饮可否 齐兽继续说道 你想干嘛 齐无依沉声道 齐兽沉默片刻 缓缓道 将望月犬 引到逍遥风 顺便找到逍遥风的灵兽 秦无依文言 闭上眼睛 你自己看着办 这句话 也就相当于 给了秦兽放拳 让他去操作 逍遥风 夜空以无尽真言 淬炼材料 他直接将全部灵质 放在无尽真言上制烤 味道很浓烈 烟雾缓缓上升 形成一道黑云 风一吹 便飘散出去 一股浓郁的味道 在逍遥风上 渐渐飘散 对 就是这个味道 夜空带笑道 林瑶瑶刚给小兰喂了吃的 正要出门去时 闻到了这股味道 迷香 林瑶瑶当即反应过来 正要封闭嗅觉时 来不及了 小白闻到味道 从修炼状态中醒来 嗯 什么味道 小白眉头一皱 深吸一口 死 直接昏迷了过去 味道顺着逍遥风 飘散出去 凡是闻到味道的人 不管是风主还是弟子 纷纷昏睡过去 星和尚 罗阳天闻到迷烟的味道 当即挥手开启结界 是谁 在放毒 随后昏睡过去 逍遥风 夜空将灵芝被烤的发黄 这才停下 随后摘取了一些棉花 做过绿嘴 将烤好的叶子 切磋裹起来 香烟 做好了 这下不愁没消遣的东西了 夜空面带微笑道 当即 以打火机点燃一根 吸了一口 滑紫的味道 虽然是香烟 但它并没有危害 吸一口土一口 就没了 当然 对夜空来说没有危害 对别人来说 闻一下 原地道 这毕竟是迷香的材料 而不是真的烟 夜空叼着烟 坐在苦海边锤吊 顿时神清气爽 他不知道 除了他 整个星河宗 都被迷晕了 夜空锤吊拈了一会 看着林摇摇的茅草屋 徒儿不修炼 居然在睡觉 哎 徒儿也太懒了 天赋不好 还不好好修炼 还有小白也是 睡得这么沉 夜空摇头叹了口气 锤吊了一会后 返回自己的房屋休息 今夜 十分安静 一日 太阳出生之际 罗阳天昏昏沉沉地醒来 整个星河宗的人 也都纷纷醒来 感到头昏脑炸 他们感觉 闻到了一股怪异的味道 随后就不省人事了 他们也不知道 到底是出什么事了 罗阳天醒来没多久 三大长老和几大风主 都赶来了星河殿 宗主 昨天是不是出事了 二长老拱手询问 罗阳天沉重地点了下头 沉声道 我猜测 昨夜魔教的人 在我星河宗放毒 本宗主在昏迷之前 开启了结界 这才幸免于难 宗主英明 众人弯腰道 昨天他们闻到味道后 还没反应过来 就昏迷过去了 要不是宗主 提前开启了结界 可能他们就醒不过来了 魔教也太卑鄙了 打不过就放毒 陈春阳怒骂道 对 属下建议 铲除魔教 大长老附和道 魔教老祖都被宗主 一巴掌封印了 没想到 他们还不知好歹 三长老狠狠道 他们都以为 是魔教在放毒 谁也不会想到 其实是夜空在烤烟 毕竟这么大的毒 除了魔教 还有谁会去做 罗阳天沉吟道 魔教 为何会在我星河宗 放迷雾呢 大长老 摩勒公的奸细 调查得怎么样了 罗阳天传音问道 宗主 没有丝毫线索 大长老回答道 时刻防备着 摩勒公贼心不死 罗阳天沉声道 行了 有我在 暂时没事了 你们加强戒备 一旦有摩勒公的踪迹 立刻汇报 罗阳天吩咐道 是 众人应了一声 随后退了出去 第二天醒来的人 也是议论纷纷 昨天我们 似乎都被迷晕了 肯定是魔教干的 谁吃多了撑的 在宗门内放迷烟 对 幸好有宗主在 我们在沉睡的时候 宗主肯定是出手了 宗主万岁 逍遥风赏 林摇摇摇晃晃地醒来 揉了揉脑袋 将小兰丢在一旁 打坐运气 恢复惊醒 谁放的迷香 林摇摇清醒过来后 疑惑道 算了 只要没事就行了 小白在房间里 渐渐醒来 一醒来 就检查自己的身体 手脚 眼睛 鼻子耳朵 都在 我还活着 我没事 大意了 本地居然也会中招 不该啊 夜空坐在苦海边 看着鸵儿醒了 也就放心了 没想到 这烟的威力正大呀 居然直接让鸵儿昏睡了一天 以后抽烟 还是躲起来吧 练气加一 夜空看着自己的修为变化 养了养鱼沟 生活又回归于平静 这几天垂掉 全部都是练气加一 古海中的龙里 游到夜空脚下转圈圈 又突破了 夜空轻笑道 池塘中的龙里 跟了他十年了 每次夜空提升 或者是得到什么好东西 龙里都会奋一杯羹 有夜空一口吃的 就有龙里一滴汤 所以现在的龙里 别看他是鲤鱼模样 但早已进化成龙 而且实力很强大 严格来说 龙里才是夜空养的宠物 比龙吐了土泡泡 翻了个身 苦海中 一望无际的大海上 一条金龙翻江倒海 吞云土雾 仿佛是大海的主宰一般 这一幕场景 只有夜空能看见 夜空摸了摸龙里的头 逗了一会 这才返回院子中睡无觉 睡醒的小兰 迈着王者般的步伐 四处闲逛 她不需要修炼 只需要吃饱喝足 睡好了就行 苗 小兰叫了一声 确定四周没人后 才快速跑到苦海边 她想吃鱼了 苦海中的龙里 外貌看起来 就是一条肥美 而又体长的鲤鱼 苗 幽灵蓝猫叫了一声 趁龙里浮出水面之势 一扑而上 当飞到苦海上方时 她后悔了 眼前的李龙 化为一条长龙 一爪子将它抓住 按在水里 喵喵喵 小兰被李龙按在水中 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夜空刚回去 就听到了小兰的声音 从房间中出来 走到苦海边一看 龙里正在戏耍一个小兰点 眼看龙里 就要吞了小兰点了 夜空伸手一抓 将小兰给提出来 这可不能吃啊 夜空说了一句 李龙吐了土泡泡 潜入水中 夜空领着全身湿透了的小兰 摇了摇头 好端端的 你下水干嘛 小兰浑身站立 不知道是被吓到了 还是风太大了 以后别乱跑了 知道不 夜空随手将小兰放在地上 背着双手 回到逍遥阁中 要不是她出来的及时 可能小兰就葬身龙父了 你要 小兰试探性地叫了一声 龙里浮出水面 妙 幽灵蓝猫全身炸毛 转身逃跑 太吓猫了 李摇摇双手运转 平息体内灵力后 吐了口啄气 感应道 身后有人在偷看 难道又是师尊在偷看 不行 我得上去好好说 叫说叫师尊 一把年纪了 不好好修炼 摸鱼就算了 还偷看土儿洗澡了 一次两次就算了 次次看就过分了呀 李摇摇在水中穿好红裙 跃出水面 以灵力 蒸干衣服上的水分 山中有一道人影 鬼鬼祟祟的躲着 出来吧 李摇摇冷声喊道 小白听到师姐的话中 带着三分火气 直到自己暴露了 转身就要跑 李摇摇宛若若仙女一般 在空中脚尖一点 缓缓落在小白身前 小白 你来我逃山干嘛 李摇摇皱眉道 本以为是师尊 没想到是小白 师 师姐 我就过来转转 小白脸红着撒谎道 李摇摇看着小白的神情 脸色一冷道 你自己过来挨打 还是被我追到暴打一顿 小白一听到这话 心里咯噔一声 完蛋了 要挨打了 师姐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也啥都没看 小白急忙辩解道 三 二 师姐师姐你别一 我这就过来 小白生怕师姐下手太重 乖乖跑了过来 趴下 李摇摇喊道 小白老实地趴下 李摇摇舌了一只桃花枝 搭在小白身上 踏 踏 踏 小白感受到了疲漏之苦 虽然不是很疼 但是很羞耻 我堂堂摩地 何时被人打屁股 你别打了 再打 再打 我要生气了 小白有些忍不了了 不是很痛 但是很丢人啊 堂堂摩地 岂能挨打 别打了 再打 我要生气了 知道错了没 李摇摇边打边问道 我知道错了 小白赶紧认错 李摇摇又是两下抽下去 没好气到 好的不许你学坏 该打 跟谁学不好 跟师尊学偷看 师尊是师尊 徒儿不能动手打师尊 但你是师弟 总能打了吧 夜空握着鱼竿 眺望着桃山下 师姐打师弟的一幕 桃花飘飘 师姐手中棍 打在师弟身 不疼在我心 夜空看了一会后 翻手取出极乐之边 也是 大徒儿都打过了 小白也不能不鞭策一下 做师尊的 要与陆军沾了 夜空背着双手 缓缓走了过去 林摇摇那边刚打完 就看见师尊走了过来 师尊 林摇摇拱手喊道 小白见师姐停下了 正要起来时 听到了师尊的声音 继续趴着 夜空缓缓道 小白一听 心中顿时升起一股 不祥的预感 师尊 我没得罪你啊 师姐打我就算了 你也要打 真当本地好欺负不成 你要是敢打我 信不信本地 反手镇压你 林摇摇看着师尊的皮鞭 顿时明白了 师尊是来鞭策师弟的 这皮鞭 有特殊的效果 鞭策过后会很舒服 小白师弟 好好享受师尊的鞭策吧 小白 为师今天鞭策你 夜空淡淡道 师尊轻点 小白弱弱道 不敢反抗 师姐在一旁看着呢 自己要是镇压了师尊 估计翻手就被师姐给镇压了 与其被镇压 还是挨打吧 挨打疼一时 镇压压一事 夜空轻点了一下头 拿起极乐之鞭 抽打下去 踏 踏 踏 极乐之鞭打在小白身上 只有一抹浅浅的红印 反而有一抹灵光 小白本来咬牙忍着痛 但是挨了打后 并没有疼痛感 反而还很舒服 身体暖暖的 就像是阳光照耀一般 很舒畅 很舒服 舒服的小白突然突然发现 在自己的后背那儿 仿佛有一股无比精纯的灵气 涌入体内 冲击灵海 啪 啪 啪 夜空面无表情 继续鞭策着小白 要是让外人看见 估计会以为是家长 在打自家不听话的小孩 小白发现此刻自己精神 无比通透 像是一下子迈入误道之境 误道之境 居然是误道之境 挨师尊打的我 居然迈入了误道之境 依获得福啊 小白顿时陷入其中 一只无法领悟的玄黄诀 现在豁然开朗了 修为也惊现了不少 舒服 小白不禁舒服的赞叹了声 紧接着小白又立即捂住嘴巴 本地可是堂堂摩地 岂能堕落 而且师尊救世的大坑货 之前两次 我也感受到了舒服 结果第一次 我舒服的没修为了 第二次舒服的没肉身了 这次要没啥 完了 要完蛋了 师尊是想让我舒服死 呜呜呜 我好舒服啊 小白心里一边难受着 一边享受着 很矛盾 夜空抽打了一百次 便停了下来 你好好领悟吧 为师先回去了 夜空收起鞭子就要回去 师尊 林夭夭突然喊了一声 怎么了 夜空回头看去 只见林夭夭轻咬背齿 面色飞红 好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似的 我想我想 我想请师尊 再鞭吃我一次 林夭夭艰难说道 他知道 这鞭子打在身上 有助于修炼 虽然很羞耻 但是为了修炼 他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好 等晚上 为师再来鞭吃你 夜空说完 拿着小皮鞭回去 林夭夭听到师尊的话 傻棱在原地 师尊 我说的是 现在鞭吃我 不是晚上啊 你大晚上的来我房间 很容易让人想多的呀 尤其是还当着小白的面 本帝的尊严还要不要了 你晚上来了 本帝也不给你开门 林夭夭心中做出决定 小白慢悠悠地爬起来 眼角含泪 一脸委屈 师弟 你怎么了 林夭夭不解道 是不是师尊打疼你了 师尊鞭策我的时候 不疼啊 不过 你还怎么小 面板脆弱 确实容易疼 师尊也真是的 明知道小白还小 还鞭策他 现在好了 打哭了吧 小白没有回答林夭夭的话 双手抱在胸前 走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 双手交叉放在胸口 闭目躺在床上 我要完蛋了 我要死了 这次这么舒服 肯定是要死了 本地好惨 要舒服死了 小白已经绝望了 师尊的温暖 他真的承受不来 第一次烤火烤没了修为 第二次喝红糖水喝 没了肉身 这次挨打这么舒服 要死了 要死了 小白静静地躺在床上 已经做好了 醒不过来的打算了 片刻后 响起了打呼噜的声音 呼呼呼 夜晚 林摇摇盘膝坐在床上 木门虚眼 安静等待 他在等师尊前来鞭策 而此时的夜空 躺在自己的床上 呼呼大睡 男女有别 就算要鞭策徒弟 也得等明天再去 大晚上的 多不好啊 夜空心里还是很有数的 林摇摇在房间里等了一晚上 始终没有等来师尊鞭策 难道师尊忘记了 不是说要晚上来鞭策我吗 这都半夜了 还不来 哎 师尊又忘了 林摇摇心中叹了口气 盘膝修炼 一日清晨 林摇摇起来 正要去找师尊时 一推开房门 就看见师尊站在门外 师 师尊 林摇摇有些意外 嗯 夜空轻点了一下头 手中拿着皮鞭 林摇摇看着师尊手中的皮鞭 眉头微醋 昨晚上不来 大早上的来 师尊 你不是说晚上来鞭吃徒儿吗 林摇摇忍不住问了出来 徒儿啊 男女有别吗 要是传出去 对你的名声也不好 夜空开口道 我要是晚上来了 万一你不让我走了怎么办 回师虽然是个正经的男人 但大半夜的进入女子闺房 总归不妥 林摇摇闻言 心里很失鄙夷 老色批 说得好想你是正经人士的 哪个正经的师尊 会偷看徒儿洗澡 而且逍遥风就三人 小白还在睡觉 你晚上来鞭策我 谁知道 鄙夷归鄙夷 林摇摇还是回到房间中 趴好 夜空拿着极乐之鞭 缓缓走了进去 看见林摇摇抱着小兰 踏在床上 徒儿 做好准备了吗 林摇摇轻咬背齿 轻哼道 嗯 夜空拿起极乐之鞭 抽打下去 他 他 他 林摇摇没有抵抗 而是领悟其中奥妙 另一间草屋内 小白悠悠醒来 睁开眼睛 看着头上的横梁 我 没有死 小白迷茫地看了一眼四周 确定自己还活着 好好的 一点事都没有 而且睡了一觉 整个人都十分舒服 我没事太好了 小白大叫道 本以为自己会舒服地死去 结果一点事都没有 心洗过后 小白逐渐沉静下来 不对劲 明明这次舒服地要死 我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呢 小白皱了皱眉 想不通 师孙给的温暖 一般来说都有很大的问题 但这次却一点事都没有 反而还很爽 小白沉思了很久 始终想不明白 算了 没事最好 本魔王还活着就行 小白推开房门走了出去 伸展双臂拥抱太阳 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感 刚走没两步 小白忽然听到了 师姐和师尊的声音 徒儿再忍耐一下 马上就结束了 嗯啊 啪啪啪 一道道落耳朵的声音 从茅草屋中传出 小白脸上写满了震惊 死 师尊居然和师姐 死 他们居然有那种关系 小白震惊错愕 万万没想到 师尊和师姐 居然还有这种关系 大白天的 光天化日之下 居然 居然 恐怖 太恐怖了 师姐 你可是大帝之姿啊 居然跟师尊那种废物 在一起了 小白过于震惊 以至于一时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师姐和师尊 居然还有那种关系 简直离谱 啪啪声 一直持续了 大约一盏茶的功夫 才渐渐停下 小白已经挖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托儿 好好吸收吧 夜空说完 背着双手走出房门 鞭策了托儿这么久 他应该领悟了不少吧 可累死我了 夜空擦了擦额头上的虚汗 鞭策之时 须全神贯注 不能有丝毫的分心 而且消耗极大 小白看着师尊满头虚汗 脚步轻浮地走了出来 更加证实了心中的猜想 师姐和师尊 居然 居然 轰隆隆 小白顿时感觉 有一道晴天霹雳 在自己的脑海中炸响 脑子嗡嗡嗡地轰鸣 他本来是还不太相信的 万一自己误会了呢 直到看见师尊出来 他不得不信了 师姐和师尊 真的有关系 师姐啊 你堂堂大敌之子 居然会看上师尊 师尊他哪里好了 要修为没修为 要地位没地位 连权力都没有 除了长得帅了点 其他的一无是处 长得帅 小白郁闷了 长得帅 真的能当饭吃 没过多久 他就看见 林夭夭走了出来 他看见 师姐面色红润有光泽 步伐有些凌乱 眼神有些迷离 心中失望地叹了口气 师姐啊师姐 你可是未来的大弟啊 居然 哎 小白心里有些惋惜和不解 师姐这么强势的一个人 根本不可能看上废物师尊 那他是为什么呢 小白苦思冥想 始终想不明白 现在的林夭夭 正处于悟道之境 还没走出来 在悟道之境中 他能瞬息间 领悟数道功法 盘坐在池塘边许久 林夭夭才渐渐行转过来 没想到师尊的鞭策这么有效 能令我请客间顿悟 看来败入逍遥风 也不是一无是处吗 林夭夭淡淡道 滑落水中修炼九龙霸体 之前进入悟道之境 他领悟了许多以前遗漏的东西 现在重新补回来 夜空回去后 坐在苦海边 拿起鱼杆锤掉 鞭策了这么久 可累死我了 小白在茅草屋坐了许久 才跑到苦海边坐下 悄悄打亮着师尊 小白啊 夜空喊了一句 师尊我在 小白立即回答道 修炼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随时问我 不要像你师姐一样偷懒 知道不 夜空教导道 知道了 小白表面上答应道 修炼不懂问你 说得好像你懂似的 你要是懂就不是老练气了 再者说了 师姐偷懒还不是你大早上的 小白 嗯 你是不是没事干 夜空问道 小白一听 立即说道 有有有 我这就去修炼 说完小白一眨眼就溜了 他知道 要是留下来 肯定没好事 说不定还会有危险 这爱小命 远离师尊 夜空看着他离去 这才专心锤掉 练气加一 万花风美 百花齐放 百鸟长鸣 更有不少女子在仙物之中 弹琴跳舞 争相夺艳美如画 花瓣飘散 芳香突鼻 山下 集聚了不少山峰的男女弟子 竟带着万花风阵法开启 片刻后 万花风风主 柳如青脚踏白鸟 出现在空中 身着百花蓝裙 头戴凤翅 发簪薄粉拂面 丰满的身材 美丽的容颜 并不少修饰动心 欢迎诸位 前来我万花风 参加万花会 柳如青站在空中轻声说道 说吧 柳如青挥手开启了万花风的阵法 花瓣在空中飞舞 万花风的弟子站在两侧相迎 不少弟子激动地走上去 万花会是星河宗 一个重要的节日 由万花风召开 给星河宗那门弟子 一个挑选道理的机会 只有男女双方互相看上眼了 都对对方有好感 便可去缔结连理 不过 一人只能选择一个 而且永远不能背叛 若是背叛了自己的道理 轻者逐出宗门 重者废除修为 万花风 是一个只有女弟子的山风 所以不少男修士 都想来参与 要是能找到一个心仪的女子 那此生就圆满了 若我万花风 不可闹事 不可争斗 男女双方必须拟请我愿 若有强迫之士 将捆至星河宗处罢 若要缔结连理 须经过我的同意 柳如青站在空中说道 大门开启 众人鱼贯而入 一进去门内 便感觉如林仙境一般 齐声相伴 鲜花飘舞 万花风的女弟子 精心打扮过一番 或站或坐在余物之中 美妙的身影 在仙物中若隐若现 令人遐想万千 楼台庭院中 到处都摆满了美酒佳肴 年轻的男男女女 在这仙物之中寻找物件 一处闲雅的鼻院中 柳如烟带着弟子坐在主位 下方坐着的是 其他戚风的疯子 除了逍遥风没来 其他戚风的疯子都在这里 别院中央 十几个身材曼妙的美女子 在场中伴随着 丝竹声起舞 歌舞升平 音音艳艳 徒儿 来这里的人都是八风俊杰 看上哪个了 柳如青对身旁的徒弟问道 徒儿还要跟随师尊修炼 暂无挑选道理的想法 苏星宛如实道 苏星宛是万花风的花子 长得倾国倾城 是不少弟子心中的女神 师尊 怎么不见逍遥风 苏星宛开口询问 逍遥风啊 没请 柳如青随口说道 逍遥风是什么地方 他无比清楚 没必要请 天剑风的小剑神不错 徒儿你若有想法的话 为师可帮你牵红线 柳如青指着下面 坐在首位的陈长青说道 苏星宛文言 脸色一黑 没有正眼瞧陈长青 师尊 你是要把徒儿往火坑里推吗 苏星宛抬头看着柳如青 一脸认真 陈长青是什么人 别人不知道 他们岂能不知 虽然实力强大 但是人太花心 柳如青一阵尴尬 转而看向御兽风的疯子秦兽 御兽风疯子秦兽也不错 苏星宛脑海中想到 秦兽满身沾粪 差点就吐了 师尊 他有特殊爱好 我不喜欢 苏星宛果断拒绝 你懂什么 最好的话 都是需要粪土来温养 柳如青美好气道 再者 他可是大帝之姿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苏星宛低头不语 显然是没有想法 你到底喜欢谁 柳如青看向苏星宛问道 徒儿暂时还没有喜欢之人 苏星宛低头道 丰主大人 万花会召开 为何不见逍遥风的人 陈长青抬头问道 他想见逍遥风的林夭夭 万花风 逍遥风向来不参与 我也就没派人去叫了 柳如烟随口道 秦兽放下酒杯 附和道 丰主大人 万花会可是星河宗内的一大盛事 酒风按理来说 一个都不能少才是 逍遥风没来 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 奇兽看向主位上的柳如烟 他在来的时候 就准备了不少东西 准备让逍遥风 当着众多人的面出仇 结果来了 逍遥风没来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是啊 万花会可不能没有逍遥风啊 陈长青点头道 柳如烟听着二人的话 眉头微微一皱 这天剑风和御兽风 跟逍遥风向来 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 甚至还有些交恶 怎么会突然为逍遥风说话 绝对没安好心 这两个家伙 似乎都跟逍遥风结了院 不过这万花会 也确实有些枯燥了 等逍遥风来了 或许能有好戏看 原而 去送上请帖 请逍遥风的人 前来参加万花会 柳如青当即吩咐道 是 柳如青身后的童女 应了一声 幻化为青鸟 飞向逍遥风 苏星晚听到 要邀请逍遥风 顿时来劲了 嘴角不自觉勾起 奇兽低头 看着自己准备好的东西 露出一股猥琐的笑容 陈长青看着飞鸟离去 摸了摸手中的佩剑 这场万花会 注定会不平反 柳如青看着 秦兽和陈长青 有所作罢 半躺在主位上 也乐得看好戏 真不知道 夜空小师弟 要怎么应对 很期待呢 逍遥风 夜空正垂吊间 空中有一只青鸟飞来 稳稳地落在夜空旁边 幻化成人 夜空师叔 今日万花风风主 召开万花会 这是你逍遥风的请帖 童女说着 将请帖送上 夜空接过来 随便看了一眼 放在旁边 嗯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夜空白手道 是 童女应了一声 转身飞回 夜空继续垂吊 至于万花会 也没兴趣去 说是万花会 其实就是一个 恋爱交流场所 没啥意思 丁 检测到万花会召开 请宿主带领弟子 前往参加 完成任务 可获得特殊物品垂吊机会 系统的声音响起 提醒夜空 夜空文言 放下手中的鱼竿 重行 捡起来 没想到 这万花会能出发任务 看来得去一趟 不过去貌似也行 带徒儿去见见世面也好 小白 夜空喊了一声 正在修炼的小白 瞬间惊醒过来 师尊 什么事 小白问了一声 去叫上你师姐 为师带你们出去转转 夜空吩咐道 小白听到师尊的话 皱了皱眉 带我们出去转转 谁要跟你出去转了 你不修炼 我们还要修炼呢 小白心中嘀咕了一句 万花风下 夜空背着双手 缓缓走来 左边站着的是林夭夭 右边跟着的是小白 小白本来不想来的 但是怕师尊给温暖 还是乖乖跟来了 刚走到山峰脚下 就被万花宫的弟子给拦下了 抱歉 万花风已经开始了 外人禁止入内 夜空闻言 将请帖拿了出来 莫 你们风主给我的请帖 抱歉 有请帖 也不行 首山弟子正重道 他们并不认识夜空 既然如此 那你去通告一声 柳如青师姐吧 夜空淡淡道 林夭夭抬头 看了一眼万花风 顿时就失去兴趣了 既然不给进 那就不进了 大老远的跑来 多费事啊 失遂也正式的 显得没事瞎溜达 瞎溜达就算了 还带上 我跟小白 林夭夭心里叹了口气 你是 逍遥风风主 左边的女弟子问道 嗯 夜空轻点了一下头 抱歉 我们刚才没认出你来 请进 首山弟子 让开路 夜空背着双手 带着两位徒儿入内 风主稍等 女弟子再一次 将夜空给拦下 怎么了 夜空转头问道 风主 孩子不得入内 女弟子指着小白说道 小白 我小 本魔王纵横修仙界几千年 你居然说我小 我在外面闹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小白心里反驳 但是没敢说出来 他现在 就是个孩子的模样 我带小白长长见识 通融一下吧 夜空开口道 首山的女弟子 看着可可爱爱的小白 犹豫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 请进吧 本来孩子是不能进的 但是风主带来的 就不一样了 虽然逍遥风很拉胯 但他们也没全力管 夜空带着两位徒弟 没几步 便走到了半花风 刚踏入其中 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花香 花瓣 就像不要钱一样 一直落下 风主大人 这边请 一位女弟子 上前邀请道 夜空点了下头 跟着他往内走去 一路上 又不少年轻男女 正在谈风花许悦之时 只是 当夜空他们穿过露台时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男的帅 女的美 林妖妖在这里 绝对是最美的一人 而夜空的帅 那自然是不用说的 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孩 引起不少年纪 稍微大一点的 女弟子的喜爱 这位姑娘 不知可有道理啊 刚走没几步 就有人上前来跟林妖妖搭讪 我一心修道 不谈道理 林妖妖面色冷淡道 风主 不知你可有道理 万花风的女弟子 围上来问道 他们才不管 逍遥风是不是废风 只要夜空长得帅 他们可以包养 夜空被这些女弟子的 直接给吓到了 都这么直接的吗 都不带委婉一点的 一上来就问有没有道理 我这要说没有 似乎都不对啊 算了 还是委婉的拒绝吧 不然估计走不出去了 本风主 最新修炼 不与红尘 抱歉 夜空覆手而立道 此话一出 空气突然沉静了 啪哒 就被摔落在地 发出清脆的声音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难以置信地看着夜空 就你 最新修炼 你忽悠鬼呢 谁不知道 逍遥风风主 不思进取 每日钓鱼 除了修炼不会 其他的都会 十年时间 修为一直停滞在 练气修为 没有寸进 就这还叫最新修炼 脸的脸呢 小白和林妖妖两人 默契地后退了几步 低下头 恨不得找个裂缝钻进去 为师尊感到羞愧 师尊你还真敢说啊 就你整天割那钓鱼 动也不动 也好意思说 是在修炼 师尊啊 你就算是要找借口拒绝 你也不能瞎边啊 你脸皮厚顶得住 徒儿们顶不住啊 小白这一刻明白了 师尊别的不强 脸皮这块 杠杠的 夜空看着众人皱眉 不由得到 我真的在认真 师尊 万花蜂蜂主还在等着我 我们快走吧 黎夭夭拉起夜空就走 实在是没脸在留下 再让师尊说下去 黎夭夭都想打晕师尊 带回逍遥风德了 夜空不由得疑惑 自己最新修炼了 每天练七加一呢 异性人速度很快 穿过万花丛 走到优雅的鼻院中 他们走了 依旧还有不少男的在看 师兄对不起 我们不合适 别啊 我只是上前问了一句啊 师兄 你刚刚不是说除了我 不会再对任何女孩子动心吗 你刚才都溜口水了 师妹 你听我解释我能解释 我找到真爱了 师妹我们不合适 嗯 我们不合适 我要做你师娘 夜空和林夭夭两人 只是在外面走了一圈 就间接性地拆散了不少人 雅院内 女弟子带着夜空他们进来后 便退下了 陈长青看着林夭夭拉着夜空 不禁眉头一皱 脸色阴沉 主位旁边 苏星晚看着夜空走了 主动挪了一下位置 夜空师弟 好就不见啊 坐在上方的柳如青 亲切地喊了一句 嗯 师姐 夜空喊了一声 走了上前 坐在主位上 毕竟也是个疯主 总不能坐在疯子旁边吧 他和柳如青 倒不是败在同一个师尊门下 而是辈分一样 所以互相称呼师兄弟 又因为夜空年纪最小 所以他是师弟 柳如青看着夜空坐在自己旁边 倒也没说什么 他有这个资格 但是没这个实力 不过今天是万花会 不谈实力 苏星晚夹在二人中间 低着头没有说话 林夭夭带着小白 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他们两个 就是跟师尊出来溜达的 本来是不想来的 但不知道师尊哪根筋不对劲 非要来参加 对他们没有意义的万花会 为了不让师尊受委屈 林夭夭还是决定来了 来保护师尊 等夜空落座后 全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在 奇兽给力 率先开口 打破了平静 夜空师叔 万花乃是风花许悦之地 你身为长辈 是不是该说点什么 奇兽起身道 他已经准备好了 一百种刁难方法 大家吃好喝好啊 不要客气啊 就把自己当家里一样 不要太拘束 放松一点 夜空端起酒杯笑着说道 他见众人实在是太紧张了 所以活跃一下气氛 众人 林夭夭低下头 看着杯中的酒水 假装不认识师尊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林夭夭发誓 他绝对想将师尊打云拖回去 你不尴尬 你的徒尔尴尬呀 咱们是来参加万花会的 不是来吃席的 你还真不客气啊 师尊 你正经典好吗 小白已经没话可说了 蹲在地上画圈圈 都想钻进去了 饶氏他是大魔王 见识过各种大场面 也被师尊的骚操作 给尴尬到了 早知道就不来了 柳如青的笑容凝固了片刻 才再度恢复 师弟还真敢说呀 真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家了 这里可是我的万花疯啊 不过算了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禽兽开始发难了 好戏马上要来了 柳如青端起酒杯 清明一口 安安静静地看好戏 禽兽直接傻在原地了 夜空说的话 他都不知道该咋接了 一时间有点猛逼 这可不是在你逍遥风啊 你还真拿自己当主人了 禽兽冷了片刻后 说到夜空师叔说笑了 既然是万花会 谈风花许乐 那和不妨谈点有趣的事情 夜空文言 想想也是 点头道 可是我没去过风花许乐之地 禽兽失职 你经常你 你说该这么玩吧 这风花许乐 啊不对 我也没去过风花许乐之地 是陈长青经常去 禽兽说到一半 突然反应过来 将矛头指向陈长青 正在偷偷关注 林夭夭的陈长青 突然被禽兽喊到 顿时急眼了 禽兽师弟别乱说 我陈长青向来 截身自号 岂会去那种地方 陈长青严肃道 扑 禽兽直接将酒 给吞了出来 长青师兄 还真是谦虚啊 截身自号 我笑了 陈长青冷眼看着禽兽 说好的针对逍遥风 你针对我干嘛 故意败坏我名声 是啊 我截身自号 不像某些人喜欢玩份 还喜欢吃 陈长青淡淡道 这句话 直接戳中了禽兽的痛脚 禽兽直接祭出法宝 冷眼看向陈长青 有本事来打一架 禽兽冷声道 怕你不成 陈长青翻手取出长剑 冷声道 不过刚突破原因罢了 拜你只需一剑 两人剑拔弩张 气焰嚣张 打起来 打起来 小白在下面看热闹 不嫌是大 某如青顿时傻了 你们两个 不是要合伙 针对逍遥风的吗 这么还闹矛盾了 嗨嗨 万花会 不许动武 否则将逐出万花风 永世不得踏入 某如青冷声道 陈长青这才收回 常见落座 禽兽收集自己的法宝 做回原位 打打杀杀的多不好 喝点小酒 欣赏一下百花多好 叶空笑着说道 禽兽将目光看向叶空 深呼一口气 恢复状态 陈长青也是在做准备 叶空诗书 今日万花会 百花争宴 何不吟诗一首啊 禽兽开口道 吟诗 叶空皱了皱眉 对 自古红颜爱才子 诗能体现一个人的文学成就 在这场景 不吟诗作词 都可惜了 禽兽缓缓道 叶空看着禽兽 很想问你是认真的 确定要跟我斗诗 我虽然记不住 唐诗三百首 但三十首还是记得住的 好 可以 叶空点头答应了 等等 既然是斗诗 那自然得有彩头才行 秦兽继续说道 什么彩头 叶空问道 叶空师叔要是输了 就大喊三声 我不如秦兽 让整个星河宗都能听见 秦兽缓缓道 叶空点了下头 说道 行 我也不为难你 你要是输了 就喊你自己名字三十声吧 好 秦兽一口答应了 终于开始了 有如青顿时来兴趣了 那我先来吧 今日百花盛开 就以百花为题吧 秦兽说着 拿起一张事先找人写好的诗词 缓缓念叨 百花开来引群风 争相夺艳艳艳红 雪静偷开浅壁花 冰根乱土小红牙 柳如青文言 评价道 还行 只是不太评测 也有些不应景 齐兽行了一礼 转而看向叶空 叶空师叔 该你了 林摇摇等人 也是抬头看着师尊 他们不知道 师尊会不会做事 苏清婉悄悄递了一张纸条给叶空 被柳如青看在眼里 叶空感觉手中 有人给自己递东西 当下也没时间开启看 端起酒杯 脑海中回忆着应景的词 有了 叶空背着一只手 缓缓道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摆花沙 冲天香震透星河 满风近带黄金甲 此时一出 全场顿时安静了 但凡是懂诗的人 都能听出这首诗所体现出来的意境 齐兽作的 跟叶空的相比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诗词应景 今日刚好是九月八 而且诗中很符合诸位此刻的意境 柳如青点评道 我徒儿写的诗词 那自然是没得说的 只是想不明白 我徒儿根本没见过逍遥风风主 为何会帮他做事 算了 估计是可怜逍遥风风主吧 不过 好戏还没结束呢 柳如青摇了摇头 继续看好戏 林摇摇被师尊的文艺给震惊到了 本以为师尊是个废物 没想到文采这么好 看来师尊除了修炼不会 其他的都还不错呀 林摇摇抬头看着师尊 忽然看见了师尊手中有张纸条 顿时傻眼了 林摇摇 我果然高估了师尊 原来师尊根本不会做诗 是拿别人的 哎 夜空坐下后 才将手中的纸条给开启 上面写着 去年今日子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夜空看完纸条上的诗词后 皱了皱眉 谁给我写的情诗啊 坐在他旁边苏青晚 害羞地低下头 面色有一次飞红 原来他诗词歌赋这么好啊 出口就成诗 有言又有才 我可以 万花风 夜空坐的诗传了出去 引得无数人为之赞叹 一些本想卖弄文学 引起女弟子好感的男弟子 都只能闭嘴不谈 比不过 完全比不过 不少人靠近雅院 想知道里面的事情 他们知道 雅院内才是真正的核心 里面谈话间 随便透露出一点讯息 都够他们震惊好半天 雅院内 夜空正坐于上方 看着禽兽 谁赢了 不用说都知道 夜空也没在于赌注 反正诗也不是自己写的 他只是借鉴修改一下罢了 秦兽也自动忽略了刚才的赌注 坐在原位上喝酒 秦兽师兄 你输了你不认吗 小白开口问道 小白的话 让秦兽无地自容 要是不认的话 那他丢脸丢大了 秦兽看着小白 萌萌的眼神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 也是 输了就得认 秦兽起身 调动体内灵力 气沉丹田 高声道 我是秦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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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兽喊着喊着 声音就变位了 从一开始的秦兽 变成了秦兽 在外面偷听的人 看见秦兽在大喊着 自己是秦兽 纷纷摇头 咦 我似乎听见有人在喊 自己是秦兽 好像是秦兽师兄 天天跟妖兽待在一起 估计被同化了 玉兽风据不得了 秦兽师兄都这样了 其他人还能好吗 师兄 你是玉兽风的 我们不合适 师妹不要啊 玉兽风直接失去择偶权 三十声喊完 秦兽自顾自的坐下 察觉到众人的眼光 有些怪异 怎么了 我喊自己的名字 有问题吗 秦兽问道 没问题 没问题 众人连忙摇头 师叔啊 所谓风花雪月 不仅仅是仪式 还有琴棋书画 吹拉弹唱 吃喝瓢 嗨嗨 柳如青直接开口 打断了秦兽 秦兽师职 你很懂啊 柳如青轻声道 月之一二 月之一二 秦兽淡笑道 他 柳如青一拍桌子 歌舞瞬间停下了 你略知个屁 你还真把我这里 当成是风花雪月之地了 我这里是万花峰 不是你万花楼 想玩你下山去 柳如青大声道 本来他是想好好看戏的 结果秦兽还真把他这里 当成风花雪月之地了 他万花峰 也是星河九峰之一 行的是正道之士 修的是正经先术 而不是山下的万花楼 我开万花会 是赏百花 给你们年轻一辈 则道旅的机会 而不是让你在这里风花雪月 秦兽赶紧低头认错 对不起师叔 我错了 夜空放下酒杯 但笑道 秦兽失职啊 你想风花雪月 等万花会结束了 让长青师辙带你去就行了 男人嘛 都懂 陈长青文言 转头看向夜空 我还没针对你呢 你到时先针对我了 正当你是风竹 我就不敢对付你了 夜空师叔也到了儿立之年了 是否找了道旅 陈长青开口问道 这就不必长青师侄而担心了 夜空淡笑道 小白在下面点了点头 对 师孙都有师姐了 根本不需要道旅 师叔 你也该成家立业了 整天守着一个破风 也不行啊 陈长青说道 你说我逍遥风是破风 李夭夭开口道 冷眼看着陈长青 师妹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劝师叔找个道旅 陈长青急忙解释道 李夭夭冷声道 我师尊找不着道旅 关你何事 难道要想你一样 拿身份去压人 陈长青文言 脸色僵硬 那倒是谣传 我是清白的 清白 喝 李夭夭冷喝了一声 讯息就是我发出去的 我还不知道 你是不是清白的 看来 有必要再给你添一把火 敢针对我师尊 我师尊性子软 实力若不跟你计较 但我李夭夭可要管 师尊再废 也是我李夭夭的师尊 小白喝着酒 默默地看着好戏 师姐出来维护师尊了 看来师姐 也喜欢废物师尊 哎 师姐啊 天下俊杰多了去了 你怎么就看上师尊了呢 小白心中叹了口气 陈长青被李夭夭对了 阴沉着脸不敢说话 场面 一下子就僵持了 有如清也不管 端极酒杯正要喝酒的时候 看到角落里的小白 小孩子可不能喝酒后 有如清说着 招手将小白给吸过来 我小孩 我年纪都能做你祖宗了 有如清看着小白肥肥胖胖 白白净净 很是喜爱 来 喝果酒 有如清倒了一杯果酒给小白 多谢师叔 小白面色僵硬地喝了 有如清捏了捏小白的脸 手感非常好 这么可爱的道童 师弟要不让给我算了 有如清看向夜空问道 我已经拜师了 且终生只认一个师尊 小白说道 他不敢留在万花蜂 在逍遥风 好歹他还能自由 在万花蜂 一个不慎暴露了 那就完蛋了 最重要的是 万花蜂蜂主 是真的把他当孩子养 他还怎么小 顶不住啊 师姐 我逍遥风就两弟子 你要了 谁来伺候我 夜空淡笑道 有如烟笑了笑 说道 师弟 你看我万花蜂这么多人 你看上谁了 我跟你说没趣 我我我 看上我了 苏清婉心里说道 夜空摇了摇头 淡然道 我暂时还没有谈婚论嫁的想法 小白点了下头 对 你有失险了 苏清婉心中有些小失落 原来他还没有想法呀 不过 说不定以后就回去有了 有如清文言 也只能放弃了这个想法 继续奏乐 继续舞吧 尽管啊 是万花蜂 可别伤了和谐 有如清挥手道 陈长青在原地做了一会后 咬了咬牙 决定还是劈一把 你不是说 我已是压人吗 那我就压给你看 曲曲逍遥风 我挥手可灭 要压住你 有何难 如清师叔 师者有一个请求 陈长青起身道 什么请求 有如清轻声问道 把玩这小白的脸 小白别捏本魔王的脸 还有 你的那啥压倒我的头了 我压力很大呀 万花蜂中 陈长青还没开口 就见一道身影飞来 脚踏神光剑 身穿兴剑袍 双眸如鹰一般犀利 长发高竖 见眉星目 一出现在万花蜂 就引起不少女子的尖叫 师尊 陈长青拜喊道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陈师兄啊 柳如清笑音音道 剑神陈纯阳 天剑锋风主 星河宗内 仅次于宗主的高手 平日里经常在天剑锋 不会随意走动 除非是有什么大事 这次万花蜂 以他的身份 是大可不必来的 不过 他是被陈长青叫来 为陈长青称场面的 师妹 师弟 陈纯阳默然地说了一句 从空中落下 坐在柳如清右边 师兄 夜空和柳如清 喊了一声 夜空在左 陈纯阳在右 中间隔着柳如清 和苏清满 陈师兄 平日里你最新见到 身居简出 天剑锋大大小小的事 你都交给陈长青管理 金根 怎么有空来参加 我万花蜂的万花会了 莫非 陈师兄你也寂寞了 想要找个道理 柳如清笑着问道 陈纯阳默然地 看了一眼柳如清 看见柳如清怀中的孩子 说道 我来 只是我妥有事 我来帮他而已 倒是你柳师妹 什么时候生了孩子 他呀 可不是我的孩子 是叶师弟的道童 柳如清说道 陈纯阳看了一眼夜空 眼中没有丝毫感情 当他看向小白时 意外察觉到 小白的天赋奇高 年纪未满十岁 就练起七层了 这可是个好苗子 夜空师弟 我看着道童天赋不错 不如给我吧 我亲自调笑 陈纯阳说道 夜空文言 摇头笑了笑 说道 陈师兄 你都这么多弟子了 还要跟我抢一个道童 就是就是 老子才不去你天剑锋呢 你就不是个好人 小白在一旁硬喝点头 没有开口说话 他知道 现在的自己没有实力 谁都打不过 那就算了 陈纯阳放弃了 他来此 也不是来收徒的 没必要在一个小道童上 浪费精力 柳如清抱着小白 给小白喂了个橘子 随后看向陈长青 说把长青失职 你要娶谁 柳如清随口问道 陈长青目光一向临摇摇 缓缓道 他 临摇摇 此话一出 全场震惊了 李摇摇手中的花酒 都落在了地上 就连夜空也没想到 这陈长青好端端的 居然看上了自己的徒儿 不过自己的徒儿 长得确实美丽 他看上了 倒也彼所当然 柳如清一副 看热闹不嫌失大的样子 看向林摇摇 那李摇摇 你怎么说 柳如清问道 李摇摇淡默道 我对他并没有男女之情 我只想在逍遥风 服侍师尊 就你也配本地 本地若是实力还在 一巴掌就镇压你 夜空笑了笑 说道虽说婚姻 讲究的是男女双方自愿 但是我徒儿还小 一心修炼 婚嫁之事 暂且不论吧 陈长青听到两人的话 咬了咬牙 看向师尊 陈春阳轻点一下头 开口道 夜空师弟 你徒儿也到了婚嫁的年纪了 可以选择道理了 陈长青就不错 有我真传 夜空看向林摇摇 说道 我徒儿不愿意 我也不想有人逼他 林摇摇看着师尊 心中莫名的有些小感动 师尊这么弱 还在台上维护我 小白看着师尊 又看了看两侧的人 顿时感觉场面气氛有些尴尬 师姐以后是我的侍女 可不是你个小废物的道理 我得帮帮师姐才行 可是我现在没有实力 原言轻微 说话似乎不顶用 小白眨巴眨巴眼睛 指了指 名夭夭 柳如青顿时心领神会 抬头笑道 姻缘 本就是男情女怨 既然逍遥风弟子不怨 那此事就算了吧 我小剑神陈长青 原音修为 剑法超神地位仅次于风主 林夭夭 我哪点配不上你 他 不过是一个无人风的风主 哪里比得上我 陈长青说话间 指向夜空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他只是我徒儿 又不是我道理 再说了 我好歹也是风主啊 抛去风主不谈 我好歹 也练起三千多层了 算了 师知你现在正在暴怒的边缘 师叔我也不打击你了 夜空喝了一口酒 一言不发 就你 也配合我师尊比 林夭夭冷声道 等本帝成长起来 他就是帝师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我哪里比不过那个废 他 陈长青话还没说完 就被陈春阳打了一巴掌 慎言 陈春阳冷声道 陈长青红着眼睛看着夜空 你不过是个废物 哪里比得上我 你凭什么能得到林夭夭 夜空对此表示无奈 很像说师直 你是不是想多了 陈长青 我万花会得的宗旨是男情女怨 一生一世一双人 而不是多多相逼 就算你是小贱人 又如何 在我这 你就得守规矩 柳如青开口维护道 他本想坐着看好戏的 但被小白捏腾了 不得不开口说几句话 陈长青阴沉这脸 柳如青他不敢惹 只能看向师尊 陈春阳也管不了啊 他总不至于出手抢人吧 众目亏亏之下 他贱神的名声还是要的 长青 十分轻重 你想找道理我能理解 但不可强迫 陈春阳开口道 李瑶瑶冷眼目视着陈长青 心里嘀咕道 幸好当初坚定选择 没有去天见风 怎么恶心人的疯子 去了只会受烦 还是在逍遥风好 又清静又舒服 师尊实力美好高 逍遥风我都能做主 李瑶瑶愈发觉得 还是逍遥风好 李瑶瑶 我最后问你一句 你觉得我陈长青配不上你吗 陈长青最后问道 这是他最后的底气了 就你也配 林瑶瑶和叶空 几乎是同时说道 本来叶空是不想管的 但他看自己徒儿都厌烦了 而且陈长青也太不尊重 自己这个小师叔了 那他不得不发言 维护自己徒儿了 陈长青的脸色 一阵红一阵轻的 林瑶瑶侮辱我就算了 你有什么资格 陈长青怒视着叶空 很想出手教训他 虽然他是师叔 可他只是练习废物 谁给他的勇气说我 骑兽坐在陈长青对面 乐得看好戏 心里巴不得打起来 本来他来这里 就是针对叶空的 现在看见有人针对了 自然乐了 叶空面无表情地 看着陈长青 心想这师侄的承受能力 也太差了吧 说两句就脸红脖子粗的 这心性不行啊 苏清婉看着陈长青 有动手的迹象 默默地拿出了树笛 你要是敢对叶空师叔出手 我苏清婉 绝对不会放过你 而他旁边的柳如青 则是抓着小白的双手 别捏了都捏轻了 雅院内的气氛 有些凝重 陈长青站在中央位置 想出手又忍住了 他知道自己出手的话 绝对会被自己的师尊挡住 可他咽不下这口气 黎瑶瑶说他他能忍 叶空他是真的忍不了 哼 我和黎瑶瑶之间的是 师叔 你插手不好吧 陈长青冷声道 黎瑶瑶是我的徒弟 他被人烦了 你说我要不要管呢 叶空淡然道 叶空 我尊重你 叫你一声师叔 我要是不尊重你 你只是 陈长青 你够了 有如青开口大喝道 我万花风召开万花会 可不想因为你 而闹得不愉快 说完 有如青狠狠地 寡了一眼小白 你也够了 都被你捏轻了 小白端着酒杯 当做什么也不知道 陈长青气难消 意难平 陈春阳看了他一眼 指着外面滚出去 陈长青狠狠地 捶了一下桌子 走了出去 对于师尊的话 他不敢违抗 叶空摇了摇头 挥手道 接着奏乐 接着舞 歌棋和舞棋面面相去 最终还是拿起了乐器 继续奏乐 继续跳舞 林摇摇看了师尊一眼 心中很是无奈 师尊 你还真是好雅兴啊 前一秒气氛还紧张得不得了 后一秒 你又接着乐了 其他人心中 都有自己的想法 难以继续快乐下去 但对叶空来说 不过是小孩子吵架罢了 多大点事 他来万花会 本来就是来喝酒蹭饭的 虽然中间有点小插曲 但并不妨碍 他继续享乐 小白看着师尊 又看了看林摇摇 感谢我吧 要不是本地暗中出手 你们都摆不平呢 小白沾沾自喜 有如青红着脸 看着怀中小白 伸手捏了捏小白的肥脸 叫你刚才掐我 场面渐渐恢复了平静 秦兽了冷了好半天 才反应过来 这都没打起来 亏他还期待了半天 有如青看着秦兽 没好气道 你也给我出去 秦兽低着头 默默地退了出去 雅院中 只剩下逍遥风的人 和天见风的陈淳阳了 陈淳阳喝了一口酒 缓缓说道 我已经向大长老说了 我天见风人太多了 要扩大领地 所以你是在炫耀 有如青没好气道 不 我的意思说 大长老已经答应 等逍遥风被撤销后 哪里就是我天见风的后花园 陈淳阳说道 叶空闻言笑了笑 说道 酒风大比还没开始 陈师兄说这话 未免为时尚早了 虽然我的徒弟不好好修炼 喜欢偷懒 但是他们我还是信得过的 叶空说着 看向林摇摇和小白 看见没 酒风大比 马上就要开始了 不想逍遥风被撤销的话 以后就要好好努力修炼了 尤其是你的逍遥 整天泡澡 不好好洗脸 小白你整天睡觉 林摇摇 小白 等等 师尊你说 我们喜欢偷懒 师尊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脸不红心不跳吗 平日里在逍遥风 就你不修炼好吗 整日垂掉 不修炼不努力 我和小白 一直在努努力力地修炼好吧 林摇摇和小白 心中满是无语 师尊瞎说就算了 说话还不脸红 这脸皮真无敌 陈摇扬看着林摇摇和小白两人 摇头笑了笑 那我 拭目以待了 一个筑击 一个练气 我都不用派出原鹰弟子 随便派出个筑击巅峰的弟子 就能拿下他们 真不知道 师弟哪来的勇气啊 等你逍遥风被撤销了 到时候 陈摇扬嘴角微微勾起 逍遥风似乎触手可及 小白看着眼前的陈长青 总觉得他不是个好人 而且 他体内还内似乎有一股熟悉的气息 想不起来了 别让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的人都不是好人 小白想不起来 这气息是什么了 也就没多想 等以后想起来再说 夭夭 小白 以后你们修炼可得努力了 夜空开口说道 林夭夭 小白 众人 师弟 要不你还是把小白让给我吧 他还怎么小 不该扛这么大的压力 柳如青说道 夜空看了一眼小白和柳如青 嗯 确实 小白压力挺大的 万花风脉 陈长青出去后 一箭劈开一只石狮子 将怒火全部发泄在上面 你好 这只石狮子 一百两黄金 守门的弟子笑着说道 去天剑风拿 别来烦我 陈长青怒吼道 守山门的弟子不敢说话 默默地点了下头 陈长青在外面 发泄着怒火 无能狂怒 禽兽背着双手 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长青师兄 禽兽喊了一声 陈长青回头看了一眼禽兽 冷声道 别来烦我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还针对我 长青师兄 我知道你生气 这不来开导你了吗 禽兽走到陈长青身边说道 陈长青冷眼看着禽兽 一言不发 长青师兄 何必跟一个炼气废物生气啊 咱们是什么身份啊 你是天剑风的带风主 我是玉兽风的风子 以咱们两个的实力 对付他一个小小炼气废物 还不是手道擒来 禽兽淡笑着说道 陈长青听到这句话 打量着禽兽 问道 有屁快放 禽兽走到陈长青身边 低声说道 长青师兄 以你我二人的身份和号召力 都不需要亲自出手 就能让他夜空 乖乖让出逍遥风 咱们只要稍微动动脑子 有几百种办法对付他 狗头军师禽兽 上线了 万花风味 众人吃饱喝足后 有如青带着人去赏花 赏花就算了 我先回去了 陈春阳说完 飞出了万花风 真是没雅兴 有如青白了他一眼 夜空失地 怎么了 夜空问道 有空多带小白来我万花风转转 我看他挺可爱的 你逍遥风人少不安全 可以来我万花风 有如青说道 他话中的意思是 你来万花风 我可以庇护你 或者受了什么委屈 也可以来万花风 我给你做主 他话中的意思 夜空自然是听明白了 但笑道 以后再说吧 苏青晚跟在夜空旁边 心想 要是夜空师叔经常来 那我就能经常看见他了 师孙肯定是在为我和夜空师叔铺路 师孙真好 苏青晚往夜空身边靠了靠 夜空不自觉地挪开了身子 在他旁边是林夭夭 师孙往我这边靠干嘛 就算你对本地有什么想法 也不能靠这么近吧 被人误会了怎么办 林夭夭向左边动了一下 隔出一点距离 有如青牵着小白 在右边走着 走着走着 距离越来越远了 夜空左边是苏青晚 右边是林夭夭 和柳如青他们隔开了一段距离 走到外面 夜空一出现 顿时吸引了不少目光 两个爵士美女环绕在两侧 而且都很亲近的样子 简直羡煞旁人 不少男弟子 极度的眼睛都红了 他们到现在为止 一个都找不到 而人家已经美女还身了 凭什么 他不过就是比我帅一点点 实力没我强 凭什么能有两个美女倒贴 他除了帅 一无是处 凭什么能拥有两个 花子啊 你可是万花蜂最美的人 岂能跟其他人共事一人 不少男弟子声讨 愤愤不平 脑的生活 哪个修饰不动心 当然 也有不少女弟子羡慕 这么帅的一个人 可惜不是我的郎君 虽然实力低了一点 但好歹也是九大风风主之一啊 最起码 也是个有身份的人 又帅又有身份 谁不爱啊 夜空不知道 他在外面走了一圈 引得不少人为之羡慕 他看着不少男弟子 红着眼睛看自己 不由得疑惑的 难道他们都对花粉过敏不成 一个个的眼睛都红了 林央央四下看了一眼 自己和师尊一起走 旁边还有个苏清婉 顿时明白了 这哪里是花粉过敏 明明是他们眼红师尊 不过也无所谓 本地也懒得解释 省得被人烦 误会就误会吧 总比被人烦好 苏清婉看着众人 羞红的脸低下头 原来跟夜空师叔走在一起 是这种感觉啊 苏清婉在三年前 拜入星河宗的时候 因为出众的容颜 被万花丰丰主收下 当时有不少男弟子 追求苏清婉 甚至还有人想强迫苏清婉 以身份压人 恰好被夜空给撞见 夜空便救下的苏清婉 毕竟也是个丰主 寻常弟子肯定是不该惹的 当时苏清婉获救后 便对夜空牺牲好感 后来时间久了 渐渐地就产生了情愫 只不过他一直将这份情 藏在你心中 师叔 要不要去花坛看看 苏清婉抬头看着夜空师叔说道 花坛 夜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嗯 花坛 我万花蜂的特殊 苏清婉点头道 夜空犹豫了一下 惊点了一下头 闲着也是闲着 可以去看看 那走吧 去花坛看看 周围的弟子 看着夜空他们去花坛 心碎了一地 他们去花坛了 没机会了 花园中 柳如青拉着小白走着 走着走着 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了 师弟呢 柳如青左右看了一眼 花园中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了 走丢了 小白开口道 不对 走丢了麻烦 把我也带上啊 让我跟万花蜂风主独处 我压力很大的 我还怎么小 扛不住啊 那个 我们去找他们吧 小白弱弱的开口道 不用 估计走的也不愿 迟早会遇上的 柳如青淡然道 他们两个独处在一个花园中 四周种满了花草 方向扑鼻 偶尔还有几只花蝴蝶 在鲜花上废物 环境优美 小白郁闷地坐在半边 心里在想 到底是师孙他们走丢了 还是柳如青 故意带着自己走偏了 本地现在只是个小孩的模样 他至于骂他 虽然本地风流潇洒 即使变小了 也是霸气长存 但是我现在的身体 扛不住啊 哎 本地太优秀了 优秀的人总是有麻烦 柳如青欣赏着花瓣 偶尔看看小白 小白这么可爱 要是做我儿子就好了 可惜啊 夜空湿地射布的 小白也不愿意留下 不然的话 小白在我万花蜂 我肯定得好好给他打扮打扮 小白 柳如青喊了一声 小白反应过来 抬头看着柳如青 问道干嘛 小白 你留在你我万花蜂 我每天给你好吃的好玩的 好不好 柳如青蛊惑道 不好 我小白有师孙了 师孙他对我 对我 对我恩重如山 我是不会离开逍遥风的 小白果断拒绝了 我还没找师孙报仇呢 先是回我修为 又是回我肉身 等我实力恢复了 一定要找师孙报仇 留在你万花蜂 我顶不住 不是我说 逍遥风什么也没有 修炼资源也没有 你留在逍遥风 很难修炼 在我万花蜂 要资源有资源 要什么有什么 柳如青说道 那蜂主 你可以给点吗 小白抬头看着柳如青 眨巴眨巴眼睛 柳如青闻言一愣 随即笑道 你还争诞说啊 不过可以给你 谁叫你长得这么可爱呢 小白默不作声 有了修炼资源 我就能快速成长了 到时候师孙 你等着被我翻手镇压吧 嘿嘿嘿 天见风中 宫殿内 陈长青单膝跪在地下 陈春阳背着双手 站在他身前 你可知道 你在万花蜂的时候 有多丢人 陈春阳冷声道 徒儿知道 陈长青低头道 你要找道理 你要针对夜空 我不管你 但你凡事要动脑子 凡事都要谋而后动 对付他逍遥风 有几百种方法 无需自己出手 陈春阳提点道 徒儿明白了 陈长青拱手道 记住了 背后操控 远比自己出手 效果更好 是 陈长青应了一声 转身离开 陈春阳眼神微眯 暗自道 逍遥风 迟早是我的 万花蜂 花坛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圆坛 圆坛下是四四方方的平台 在花坛四周 百花拥促 飘散着花香 空中还有零鸟 在撒着花瓣 环境优美宜人 不少男女弟子 牵着走走到花坛上 将自己的命牌 交给对方 并在天地的见证下 互相亲吻额头 结为道旅 万花蜂的堂主 会给他们二人 颁发一半的玉佩 证明他们两个在一起 一旦上了花坛 结为道旅 那就可以一辈子在一起 当然 要是最后不想在一起了 还要找堂主 得到堂主的许诺后 才能分开 分开过后 要佩戴一枚鲜花形状的玉佩 证明自己曾经有过道旅 后来分离了 要上花坛也不容易 要经过三道考核 证明自己对另一方 是否真心 是否足够真诚 度过三道考核 才能上花坛 度不过的话 就只能欢迎下次再来 这花坛 是我万花蜂 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苏星晚看着花坛说道 脑海中不禁幻想着 自己和夜空师叔 站在花坛上的场景 想着想着 脸颊不禁红了 夜空抬头看着花坛 确实不错 搞婚姻这块 还得看万花蜂 万花蜂的花坛 就是独特的标志 每座山峰 都有自己独特的标志 万花蜂的是花坛 玉兽蜂的是灵兽园 天剑山的是剑枯 逍遥风 夜空想着 自己的逍遥风 似乎没有什么标志来着 这个可以有 苦海应该算吧 看了一圈后 夜空便没了多大的兴趣 开口说道 我们走吧 来花坛这里 纯粹是来吃狗粮的 苏星晚看了一眼花坛 跟在夜空后面离开 你师尊跑哪去了 夜空看向苏星晚说道 师尊还有小白也不见了 林夭夭提醒道 小白不见了 夜空这才反应过来 林夭夭 没事小白摊完 在万花蜂也走不丢 夜空淡笑道 夜空他们回去后 不少男女弟子 以为他们缔结连理了 心痛到不行 哎 终究是错过了 在万花蜂逛了一圈 在花园中夜空找到了小白 小白该回去了 夜空喊了一声 小白听到夜空的声音 当即跑出花园 他不想再跟柳如青待在一起了 如青师姐告辞了 夜空微微拱手道 师弟 再玩一会 万花会还没结束呢 柳如青开口道 不了 天要黑了 我两个徒儿也该回去修炼了 再让他们玩下去 心完野了 有碍于修炼 夜空淡笑道 林夭夭 我这辈子没怎么无语过 小白 我本来就不想来 是你要带我来的 我巴不得早点回去呢 夜空带着小白和林夭夭 走出了万花峰 一路回到逍遥峰去 柳如青和苏青满 站在空中目送他们离开 等他们走远后 柳如青缓缓开口道 徒儿 是不是喜欢上夜空了 没 没有 苏青满低头轻声道 柳如青笑了笑 说道 你喜欢谁为师不干涉你 不过夜师弟体质太废 修为也不行 等酒风大比过后 他逍遥风大几率是要没了 你喜欢他可以 但是你要考虑好未来 夜空虽然有人照着 但是大比过后 他的地位会一落千丈 自己好好想想吧 柳如青说完 飞回雅院中 苏青玄站在空中 看着夜空的背影 不怕 我会保护他的 玉兽风 当夜空他们离开后 玉兽风的弟子 第一时间回去禀报秦兽 师兄 逍遥风风主 已经离开玉兽风了 望月拳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了 已经引到逍遥风了 秦兽一听 顿时笑道 好 等逍遥风出事一求救 我们就打着去帮忙的名义 寻找小黑仪 秦兽师兄英明 玉兽风弟子夸赞道 天见风那边有没有动静 秦兽接着问道 没有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消亡 以陈长青的脾气 估计憋着坏呢 我又给他出了主意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会爆发 到时候有得乐了 秦兽音笑道 逍遥风 夜空他们回去后 小白和林夭夭 就回桃山修炼去了 对他们来说 就是单纯的出门去逛一逛 就算发生了许多事情 对他们也没有丝毫影响 该干嘛就干嘛 夜空坐在苦海边 拿去鱼杆锤吊 这一吊就是半个时辰 天渐渐黑了 天黑了 该睡觉了 夜空舒展懒腰 正要回去睡觉时 忽然感应到 身后有什么东西靠近 转头一看 这不是上次跟骑兽 试之晚的开心的狗吗 望月犬对夜空吐着舌头 一下子扑了上来 舔狗 离我远点 夜空一巴掌 将望月犬拍飞出去 望月犬摔倒在地 怀疑狗生 那个男人 好强 惹不起 望月犬正摇下山时 忽然停下了脚步 天上 一缕月光透过黑云 照射在望月犬身上 望月犬对着月亮 长笑一声 嗷悟 瞬间身躯迅速变大 堪比一座小山峰一般 体毛倒数 指甲犹如利次一般锋芒 双眼星红 实力暴涨 进入狂暴状态后 一巴掌对夜空拍去 诶 都叫你离我远点 你还过来 想挨打是不是 夜空摇了摇头 轻轻挥动手掌 康派的灵力直接将望月犬包裹 将它体内狂暴的力量全部抽出 并暴打了一顿 望月犬被打得趴在地上 只有夜空膝盖这么高 被打成了一只狗 再也不敢叫了 夜空看着眼前的望月犬 总觉得这玩意很眼熟 跟二哈一样 毛发是黑白相间的 而且智商很低 会学狼嚎 也会学狗叫 夜空看着眼前的二哈 思索到大驼儿有猫了 给小白也养个宠物 省得他天天睡懒觉 从今以后你就叫二哈了 夜空对望月犬说道 望 二哈应了一声 对夜空充满了忌惮 每天早上记得叫几声 叫我徒儿起床 夜空吩咐道 阿哈 我是狗 不是鸡啊 自己修个狗窝睡觉去吧 大晚上的别乱嚎别乱跑 最重要的是别乱咬 不然我顿了你 夜空警告了一句后 转身回逍遥阁睡觉 虽然不知道是从哪里跑来的二哈 但收下给小白也不错 二哈趴在原地 怀疑狗生 自己修狗窝 虽然我是狗 但我感觉你比我更 逍遥风下 秦兽带着玉兽风弟子 静静地埋伏着 在一缕月光的照耀下 秦兽他们的身影 显得很猥琐 尤其是那股味道还没消散 依旧在口气中飘荡 吸一口精神抖走 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有动静 秦兽皱眉道 师兄 估计望月犬还没发作吧 现在月亮也只出来了一半 还没有完全出来 玉兽风弟子解释道 也对 望月犬要在月光的照耀下 才会狂暴 秦兽点头道 众人盯着天上的月亮 耳朵听着逍遥风上的动静 月亮悬挂在高空中 乌云笼罩住一半 由豹皮爬半遮面 只露出一半 这该死的乌云 怎么还不散开 秦兽暗骂了一句 轰隆隆 空中响起一声惊雷 乌云密布 完全遮住了太阳 突草民草 秦兽刚响大骂几声 天空中就下起了瓢盆大雨 稀里里的大雨 冲写了逍遥风下的化粪池 身处在逍遥风下的秦兽他们 顿时傻住了 月亮不出来也就算了 还下雨了 下雨也就算了 将粪给冲出来了 是怎么回事 秦兽师兄 我们忍不住了 我们先撤了 太臭了 忍不了了 玉兽风的弟子 捏着鼻子跑了 原地只剩下秦兽傻 站在原地 冷了片刻后 才渐渐反应过来 等等我 秦兽大喊了一声 急忙追了出去 逍遥风上 夜空站在逍遥阁上 操控着大雨 冲刷山脚下的臭味 顺便将二哈 也给清洗了一遍 二哈身上也有臭味 正在叼着木头修夹的二哈 抬头看了一眼空中的大雨 继续叼着木头修剑 在他身上 有一层淡淡的光圈 遮挡住了雨水 夜空见状 手掌轻轻一挥 打散了二哈的身上的 护体光圈 加大了雨水 冲刷二哈的身体 汪汪汪 二和被雨水打在身上 有些疼 叫了出来 但感应到夜空的气息后 又闭嘴了 趴在地上 任由雨水打在身上 委屈的哽咽 太欺负狗了 自己修夹就算了 还用雨水淋我 太狗了 这是主人吗 这是人吗 二哈不能说完 只能委屈的低下头哽咽 夜空操控雨水冲 刷了将近一刻钟的时间 才挥手撤去雨水 好了 你继续修夹吧 夜空说了一句后 背着双手回逍遥阁睡觉 二哈 转头看了一眼 自己还没修建好的狗窝 已经被雨水冲散了 白搭了 一日清晨 林妖妖在房间内吐纳过后 推开房门出来 汪汪 哪里来的狗 林妖妖循着声音看去 在桃山不远处 有一只黑白相间的狗 正叼着一根木头 搭建狗窝 这时 林妖妖微微醋眉 抬头望去 师尊正坐在苦海边垂掉 林妖妖向苦海方向走了过去 师尊 夜空扯了扯雨线 听到林妖妖的声音 轻点了一下头 嗯 土儿早啊 师尊 那狗是哪里来的 林妖妖不解地问 二哈呀 他是自己跑来的 我收下给小白养着 省得小白天天睡懒觉 夜空说道 给小白养 林妖妖冷了一下 看着师尊 师尊 你是认真的吗 先是养猫 后来又是养狗的 关键是 你喜欢养也就算了 你还让我跟小白养 二哈 去叫小白起床了 夜空大喊了一声 正在修建的狗窝的二哈 听到夜空的声音 放下嘴上的木头 跑到小白房间中 你看 多听话 夜空对林妖妖说道 林妖妖 不一会的时间 小白就被二哈叼着出来 死狗 你放开我 小白握紧拳头 张牙舞爪 他本来修炼得好好的 一只狗跑了进来 叼着他就跑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狗给叼出去了 二哈叼着小白 一路跑到夜空身边 这才将小白放下 汪汪 夜空揉了揉二哈的头 对小白说道 小白 这二哈给你养了 以后叫你起床 小白看着旁边的二哈 恨不得将他炖汤 我才不养呢 我堂堂摩地 岂会养狗 师尊 徒儿整日修炼 没有多余的时间 喂养狗 小白如是道 夜空看了一眼旁边的二哈 说道 他每天 会自己找死的 平日里 你没事 骑着溜达溜达就行了 要是不想养了 把他炖汤就行了 二哈 汪 这个可以 小白答应了 二哈 我是谁 我在哪 我想走了行不行 小白翻身坐在二哈背上 骑着二哈走了 听话哦 不听话就把你炖了 小白笑着说道 汪汪 二哈应了一声 老实听小白的话 林摇摇无语地离开了 他被以为师尊心血来潮 想养动物了 没想到是嘴馋了 真不愧是师尊啊 从来没让人失望过 夜空看着他们回桃山修炼 杨了杨手中的鱼钩 继续锤掉 丁 恭喜宿主获得第六件特殊物品 逍遥扇 逍遥扇可召唤天地之力 随宿主的心念而发生不同的作用 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 夜空一扬鱼杆 一把折扇掉落在手中 通体洁白如玉 扇骨也是玉石 入手冰凉 开启折扇一看 正面画着逍遥风的地形图 山清水秀 还有自己和两个徒弟都在上面 背面画着日月星辰 龙凤麒麟 仙鹤神鹿等等 每一根扇骨上都刻画的 有特殊的符文 夜空拿着扇子扇了扇风 还别说挺凉快的 倒也不错 夜空带笑道 收起折扇继续锤掉 天剑锋 陈长青站在剑窟旁边 挥舞着手中的长剑 剑气师虑狂暴 四周的竹林和花草树木 全部折断 陈师兄 天剑锋弟子在外面喊了一声 陈长青听到有人喊自己 才停下练剑 神色不悦道 什么事 陈师兄 你安排的事情已经做好了 最迟中午就有结果了 天剑锋弟子说道 陈长青一听 收起了手中的长剑 露出一抹邪笑 是吗 逍遥风 准备好迎接 新的风暴吧 陈长青看向逍遥风所在的方向 脸色阴冷 五十 一条爆炸性的讯息 在星河宗传得沸沸扬扬 四 听说了吗 逍遥风勾结魔教 上次魔教的人混进来 就是从逍遥风进来的 可不是吗 我星河宗有大阵保护 魔教根本进不来 除非是被人为放进来的 这么一想 确实是啊 当初秦寿师兄 好像就是在逍遥风山脚下 击败魔教的人 这么说来 逍遥风确实勾结了魔教 这可是叛宗啊 没想到啊 逍遥风风主是这样的人 若就算了 还投靠魔教 实在可恶 各风弟子议论纷纷 并且还说的有理有据 一时间 所有的矛头 都指向了逍遥风风主 并且 在某些人的推波柱栏下 事情愈演愈烈 各种各样的话都有 逍遥风 本来就因为风主实力弱 被各风人看不起 如今 又有人引战 一时间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万花风上 当苏清晚收到讯息时 气得手指发动 污蔑 这绝对是污蔑 夜空师叔这么好的人 怎么可能背叛宗门 苏清晚跑去找柳如青 向柳如青说了这件事 柳如青对此 做事不管 徒儿 这件事咱们不知真假 就算是假的 我们也无权插手 你知道吗 这是有人在针对逍遥风 且安心看下去吧 柳如青缓缓说道 苏清晚文言 离开了主殿 自己去帮忙 玉兽风 泡在玉桶内的秦兽 自然也听到了风吹草地 没想到 陈长青这么快就行动了 秦兽摇头笑道 不过还不够 给再加一把火才行 秦兽从玉桶中出来 对玉兽风的弟子吩咐道 去 把我在逍遥风下 大战魔教弟子的事情 再吹捧一下 就是说 当初他们从逍遥风进来 被我遇见 我出手解决了 是 玉兽风弟子应了一声 下去传播 秦兽等玉兽风弟子出去后 穿上衣服 等逍遥风被撤销 逍遥风风主他们离开 到时候我就能上去找小黑椅了 小黑椅啊 小黑椅 你始终逃不过我的手掌心 我秦兽要得到你 谁都拦不住 秦兽握紧拳头 对小黑椅志在必得 有了玉兽风的拱火 事情传播的更加广泛 且夜空恶明也越来越响亮 各种各样的都有 逍遥风投靠魔教 为了宗门安危 当罢免逍遥风风主 天剑风的弟子一举起了旗帜 瞬间就有不少人呼应 倒不是因为他们对逍遥风 有多痛恨 对宗门有多热爱 纯粹是闲的没事做 聚在一起凑热闹 再加上不少男弟子女弟子 在万华会上吃了瘪 间接性的因为夜空的出现 而找不到道理 羡慕极度让他们疯狂 就想着找机会安 报复一下逍遥风 现在机会来了 他们不眼红都不行 天剑风为了确保 这次能赶走逍遥风 还花了不少钱财 买了一系列狗腿子 事情越传越广 渐渐地传到了 星河宗宗主罗阳天的耳朵中 星河殿中 罗阳天站在星河之上 背负双手 长发如瀑布一般 披在身后 无风而动 气质惊人 近似折仙人 外面在传什么 罗阳天缓缓问道 宗主 外面在传逍遥风 背叛宗门 投靠魔教 导致魔教 入侵我星河宗 大长老如实说道 罗阳天文言 眉头微微一皱 夜空失职 不是这样的人 他不可能背叛宗门 二长老 你速速去调查 查清楚是谁在背后搞鬼 恶语重伤逍遥风 一旦查出 绝不轻扰 罗阳天下令道 身穿轻袍的二长老 走了出来 拱手道 遵命 二长老 管好宗门内务 这次有人 针对逍遥风 我不信你不知道 要不是事情传到我这里 你还要装晕多久 二长老听到罗阳天这句话 当即弯腰道 宗主明察 属下最近在派查宗门内的奸细 实在是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他夜空难道还会和魔教勾结 害我星河宗不成 罗阳天沉声道 属下这就去调查 二长老低头应了一声 罗阳天当着众长老的面 说出这句话 就表明了态度 要保抬夜空 事实上 夜空能坐稳逍遥风风主的位置 也是罗阳天一直在背后支援 罗阳天和夜空的父亲 曾是师兄弟 当时夜空父亲对他有恩 所以他在一天 就会保夜空一天 下去吧 罗阳天摆手道 他确信 夜空不会背叛宗门 至于灵脉出事 肯定宗门内有奸细 但那奸细 不可能是夜空 这点 罗阳天无比确信 二长老拱手行了一礼 转身擦了擦额头上的虚汗 离开了星河殿 等他走后 站在最前排的大长老 才站出来说到 宗主 九封大笔 马上就要开始了 如果逍遥风 拿不到好的成绩 恐怕其他风主 会强烈要求宗主 撤销逍遥风 我知道 罗阳天淡然道 我早就给夜空失职 找好了退路 到时候 如果逍遥风 拿不到好成绩 那就让夜空 去做藏经阁的长老 宗主 藏经阁长老 需要资质和实力 还需要对宗门绝对忠诚 和有贡献的人 才可担任 你提拔夜空 为藏经阁长老 恐怕不妥 大长老急忙说道 资质 夜空从小在星河宗长大 比谁都有资质 实力的话 我有不就行了 至于贡献 下山接待大阎国使者算不算 可是 别可是了 到时候我会是情况而定 罗阳天摆了白手 消失在星河上 大长老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 逍遥风上 坐在苦海边垂掉的夜空 忽然看到有苦海上 有一个白衣背影 罗师叔 夜空喊了一声 扯了扯鱼线 你倒是清闲啊 罗阳天背着双手淡然道 没办法呀 夜空摇头叹了口气 每天垂掉 练起加一 我能怎么办 罗阳天听到夜空叹气 低下头 是啊 你也没办法呀 修为这么弱 不管这么修炼 修为都提不上去 每天不是钓鱼 还能干嘛 哎 也苦了你了 还未出生的时候 就伤了根基 不过夜空失职你大可放心 有我罗阳天在一日 我就能庇护你一日 我连魔教老祖 都能翻手镇压 有我在 没人敢对付你 逍遥风 背叛宗门 勾结魔教 罪不可赦 一声声口号 传入逍遥风内 夜空听到有人 在议论自己逍遥风 不仅微微皱眉 我逍遥风干什么了 这么就勾结魔教了 当初魔教进来的时候 还是我给打败的呢 正在修炼的林夭夭和小白 也听到了声音 纷纷苏醒过来 谁在诬蔑我逍遥风 林夭夭眉头一鸣 从池塘中出来 难道我被发现了 小白第一反应就是 以为他们在说自己 毕竟他们说的 的确是自己来着 身为魔帝 小白就是魔教最大的头头 不对 不是说我 我现在只是个小孩 而且也没暴露自己 看看去 小白骑上二哈 赶赴逍遥店 罗阳天听到 逍遥风山下的话 面色有黑 二长老 他之前就要吩咐 二长老去调查 结果现在事情 都传过来了 师志别慌 有我在 罗阳天开口道 我就没慌好吧 我是不明白 谁在造谣我逍遥风 夜空心里嘀咕了一句 夜空师弟 你且稍等 师叔我去给你调查清楚 给你一个交代 罗阳天继续说道 临走之际 他还掏出一些资源给夜空 这些修炼资源给你 说完 下山去了 夜空看着罗阳天下山去了 摇了摇头 放下鱼竿 下山去 怎么说 也涉及到自己的清白了 得去澄清一下 山脚下 天剑峰弟子和御寿峰弟子 正在带着人喊着口号 各位 今日我们一鼓作气 将逍遥风风竹赶出星河宗 以后逍遥风 就是我们的后花园了 天剑峰弟子说道 等逍遥风被撤销 到时候 我就完成安卫大人 给我的任务了 天剑峰弟子心想 对 他逍遥风勾结魔教 必须严厉成打 狗腿子附和道 谁在闹事 一道微压的声音 自山上传来 不少人吓得瑟瑟发抖 大家莫慌 他逍遥风 不过是只老虎罢了 天剑峰弟子说道 一道白影身影出现 站在一棵树尖上 背着一只手 哦 怎么说 本宗主也是只老虎 罗阳天轻声道 大家别慌 随我一起跪拜宗主 天剑峰弟子说完 当即丢了旗帜 单膝下跪 参见宗主 其他弟子当即反应过来 这股威压 只有宗主才有 纷纷单膝下跪行礼 拜见宗主 众人纷纷跪地行礼道 罗阳天站在树尖上 缓缓说道 说 是谁挑起的事 启禀宗主 事实如此 下方 天剑峰弟子说道 事实如此 那就拿出证据来 拿不出来 一律严惩不待 罗阳天吏声道 天剑峰弟子瞬间怂了 但咬了咬牙 还是说出了证据 宗主 魔教是从逍遥峰进来的 这就是事实 事实 罗阳天沉声道 当初魔教进来 是有人暗中 破坏了逍遥峰的灵脉 且知道逍遥峰灵脉的 只有星河宗的高层才知道 他夜空 根本不知道 罗阳天解释道 夜空 不 我知道 逍遥峰的灵脉 夜空是知道的 毕竟也在逍遥峰待了十年了 每一寸土地 他都了然于凶 灵脉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夜空怎么可能不知道 不过 罗阳天说他不知道 那他就假装不知道好了 可是逍遥峰的灵脉出事 这是证据吧 天剑峰弟子继续说道 罗阳天没有接话了 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找出 出事的灵脉是那一段 夜空闻言 翻手取出了逍遥扇 手掌一挥 逍遥扇的正面 折射出了灵脉的位置 灵脉犹如树根一般 盘根错节 其中有一处 还冒着黑点 宗主 我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夜空开口道 罗阳天闻言 询问到哪里 就在逍遥峰的山腰位置 随我来 夜空说着 在前带路 走到出事的灵脉位置处 罗阳天虽然不理解 夜空是怎么找到的 但只要能找到 就有办法补救 这个位置极其隐蔽 只有挖开 才知道下面是灵脉 二长脑何在 罗阳天喊了一声 后方的二长脑 第一时间出现 属下在 二长脑出现后 将地面挖开 一条灵脉呈现出来 散发这微弱的灵力 下面有一个黑色长钉 定在灵脉内 看吧 逍遥峰峰主知道 出事的地方 他肯定是投靠魔教了 天见峰弟子 继续污蔑道 二长脑看着这个位置 脸色一变 罗阳天看向夜空 想要一个解释 如果真的是夜空做的 那他也保不了夜空 夜空 关键时刻 大长脑赶了过来 宗主 属下有话说 说 宗主 这个位置 是当初玉兽峰峰主 带弟子挖过的地方 当时属下赶来制止过 大长脑解释道 此话一出 人群顿时骚动了 原来这个地方 被玉兽峰挖过呀 怎么说 当初是玉兽峰 放魔教进来的 玉兽峰是叛徒 不会吧 不会吧 玉兽峰弟子也慌了 这个地方 他们确实挖过来着 而且 封主还曾攻击过 这下 水落石出了 好 稍后让齐无一来 星河殿见我 罗阳天缓缓道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接下来就是处理其他人 居中闹事 污蔑师长 毁人轻欲该当何罪 罗阳天冷声问道 居中闹事 当思过牙毁过三个月 污蔑师长 毁人轻欲 轻则降低弟子身份 带来日历功才可恢复 重则逐出宗门 加上居中闹事 刚好够 罗阳天缓缓道 说吧 谁主使的 自己站出来 一众吃瓜群中 默默地后退了几步 只剩下七八个天剑封弟子 和两三个玉兽封弟子 还有一些狗腿子 宗主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再说当初魔教弟子 确实是从逍遥封进来的 这点总没有假吧 天剑封弟子愤愤道 那不过是 有人破坏了逍遥封的灵脉 才让魔教你有机可乘 此罪不在逍遥封 罗阳天冷声道 逍遥封封主 找出了灵脉受损的地方 当赏 灵脉犹如树根一般 很难找到 是那一段出事了 要是贸然随便挖 很容易挖短 所以大长老他们调查了这么久 都没查出来 如今被夜空找出来了 夜空拿着逍遥扇扇了扇风 这逍遥扇倒是毕大功了 二长老将他们带回去 进行搜魂 查出是谁在背后指使 屈须住击弟子 还说不出这种话 本宗主怀疑 他们是魔教 安插在我星河宗的间隙 罗阳天沉声道 是 二长老应了一声 将他们全部抓走 封主救我 天剑封弟子大喊道 空中寒光一闪 一道挺拔的身影 缓缓现身 宗主 不过一点小事罢了 何必动怒呢 陈春阳开口说道 二长老停在了原地 等着宗主的吩咐 小事 聚众闹事 不敬众师长 这也叫小事 罗阳天冷声道 而且挖开灵脉 此乃大罪 二长老 愣着干什么 带下去调查 二长老闻言 看了一眼陈春阳 带着天剑封弟子下去 封主 救我 天剑封弟子紧忙喊道 陈春阳不禁握紧了 手中的长剑 看着眼前的背影 宗主 就算他们错了 也不至于搜魂吧 稍加惩处就行了 陈春阳服软了 为了保住他天剑封弟子 他还是主动认错了 二长老 这星河宗 到底谁说了算 罗阳天冷声道 此话一出 二长老不敢停留 带着天剑封弟子就走 陈春阳 你有什么话 就来星河殿跟我说吧 罗阳天说完 身影一闪 飞回星河殿中 陈春阳立在空中 手中紧握长剑 面色阴沉 思虑再三 最终还是飞往星河殿 夜空背着手站在下面 看着他们离开后 才转身回去 事关魔教 宗主会处理好 用不上他帮忙 魔月宫的老祖都被镇压了 魔教也翻不起风浪 不过 到底是谁在破坏 我逍遥风的灵脉 秦师兄的话 不太可能 算了 伤脑的推理 还是让宗主去查吧 林瑶瑶和小白 跟在师尊后面 一路返回山峰上 回去的路上 林瑶瑶一直在推理 谁在陷害 他逍遥风 那晚上 要不是他出手 击败了魔教弟子 可能师尊就出事了 不行 我得调查清楚 就算不是为了师尊 也要为我自己的安全考虑 别妖妖暗中下定决心 要调查清楚 而小白 骑在二哈背上 心里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 不管我的事 我得尽快找时间 找到魔头的下落 将他吞了恢复实力 不然万一阴沟里翻了船 可就倒霉了 刚回到山上 一只仙鹤缓缓降落 夜空师叔 宗主请你过去一趟 童子走下来说道 叫我过去干嘛 夜空不解道 事关星河宗叛徒 九大风主都要去 夜空文言 思索了片刻 点了下头 好 我马上来 说完 看向林夭夭和小白 你们去修炼吧 为师去看戏 哦不 去参加 林夭夭和小白 紧紧盯着夜空 师尊 我想去见见世面 小白开口道 嗯 林夭夭点了下头 师尊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本地跟着你一起去 还能保护你的安全 夜空看着他们两个 都想去 犹豫了一下 点了下头 也罢 带上徒儿一起去吃瓜看戏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他们两个也不修炼 那就走吧 三人一同走上 仙鹤的后背 仙鹤一下子 承载了三个人的重量 起飞的速度有点慢 还有点摇晃 小白 你该减肥了 夜空轻声道 小白 我是个孩子 我们三个到底谁中 你心里没点数吗 仙鹤一路飞到星河店的上空 入眼所见 前方是一片星河 星光流淌 群星璀璨 仙雾缭绕间 一座大殿处立在星河之中 这也是星河宗名字的由来 小白看着眼前的星河 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他要找的东西 就镇压星河下方 我说怎么感应不到他的气息 原来被镇压在星河之下了 借助星河之力镇压 完全遮蔽气息 确实难以找到 既然找到了 那我就有目标了 等我吞了他 恢复实力 就把师尊镇压在星河下 小白燃起了斗志 仙鹤盘旋一圈后 降落在星河店的之前 夜空背着双手 带着两个徒儿 慢悠悠地走进星河店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其他八大蜂的蜂主 三大长老 执法堂堂主等等 星河宗的高层都来了 还有八大蜂的蜂子也在 除了御寿风室 站在殿堂中 其他蜂主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罗阳天站在星河上 白衣飘飘 感应到夜空的到来 才开口说话 秦无依 你可知罪 罗阳天一上来 就是直接问罪 属下不知 有何罪 秦无依都猛逼了 他啥事都不知道 就被叫来 叫来也就算了 还被执法堂的人看着 不许入座 搞得跟审判人似的 骑兽也是一脸猛逼 明明是陈长青主导 自己就是添了把火而已 至于问罪我御寿风吗 你挖开逍遥风的灵脉 放魔教终人入侵 此乃重罪 大长老在旁边说道 秦无依顿时傻住了 前半句话 他无法反驳 当时他本来想着 进入逍遥风 就随便挖开灵脉 暂时中断一下 可后来不是被阻止了吗 宗主明鉴啊 当时我被大长老制止了后 就再也没有靠近了 不是我干的 秦无依急忙辩解道 那灵脉是你挖的 不是你干的 博阳天冷声道 秦无依那些喊冤 真的不是 那灵脉留下的隐患 现在爆发了 二长老 搜魂结果如何了 博阳天继续问道 启禀宗主 天剑峰有两个弟子 是摩洛宫的奸细 他们听从一个 代号为暗卫的人吩咐 故意栽赃逍逍遥风 就是想把逍遥风风主赶过去 他们霸占后 毁了逍遥风 二长老严肃道 夜空听到这句话 顿时明白了 我说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魔教弟子 陷害我逍遥风啊 不过星河宗 还潜伏着一个暗卫 确实危险 二长老 你可看清楚了 暗卫长什么模样 罗阳天询问道 启禀宗主 暗卫当时黑衣蒙面 看不清真容 二长老拱手道 罗阳天轻点了一下头 冷声道 秦吴依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允许你狡辩 不是宗主 这真的跟我没关系啊 我这几天一直在御守风 就没出去过 秦吴依狡辩道 是啊宗主 这跟我师孙没关系啊 秦兽也是急忙辩解道 再说了 这件事是天剑风挑起的 关我御守风什么事啊 秦兽将锅 推给天剑风 陈长兴闻言 急忙辩解道 这可跟我天剑风没有关系啊 挖坑的又不是我天剑风 星河殿 众人都选择了沉默 任由他们两个互相辩解 甩锅 虽然坑是我御守风挖的 但人是你天剑风的人 秦兽辩解道 人是我天剑风的人 但保不准是被你御守风人给控制了 谁不知道你御守风最擅长控制 陈长兴反驳道 陈长兴是你要对付逍遥风 让天剑风的弟子出去散播谣言 说逍遥风勾结魔教 关我御守风什么事 秦兽直接说出了陈长兴的计谋 此话一出夜空瞪大了眼睛 好小子 原来是你给我逍遥风下套啊 我还以为是魔教想祸害我逍遥风 没想到是你啊 可是你好端端的 祸害我逍遥风干吗 死 难道是你才万花风求爱不成 心生怨念 背后抱负 估计是了 陈诗子啊 你这心胸也太狭爱了 难怪我家夭夭看不上你 陈长兴听到秦兽这句话 有些生气 这是当着众人的面 接他的老敌 这主意是你出的 你难逃辞救 陈长兴爆料道 一下子又将风口浪尖 推到了秦兽身上 得知是秦兽后 夜空倒是没有太多惊讶了 秦兽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气急败坏道 动手的是你与我无关 两人在大殿内互相争执了起来 有意的小船还没荡起来就翻了 夜空听着他们两个的争吵 仔细揣摩 他们两个都莫问题 可问题出在哪了 狗头军师秦兽 给陈长兴出主意 这点莫问题 陈长兴调动弟子出手 也莫问题 执行的是天剑锋 出主意的是狗头军师 这中间 有没有人在暗中推波助澜呢 有 肯定有 且要魔在御兽风 要魔在天剑锋 够了 罗阳天轻贺一声 打断秦兽和陈长兴的争执 从他们的话中 罗阳天听出来了 他们两个都是故意要坑萧摇风 但没有和魔教勾结 可问题出在哪 罗阳天沉思冥想 没有一点头绪 夜空看着秦无依和陈纯阳 若有所思 隐藏在暗中的暗卫 还没有调查出来 他在背后操控着这一切 且莫留下一丝痕迹 秦兽出了馊主意 是为了进入萧摇风捕捉灵兽 陈长兴本就兴高气傲 连续吃了苦头 肯定会报复 他们两个都是事出有因 所以才会被人暗中操控 可问题是 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能不动声色地做到这一步 还不被察觉到 他现在有一点头绪了 但是还没有证明和足够的说服力 只能等奸细露出马脚 才能确定心中的怀疑 奸细的事情 大长老你下去好好调查清楚 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 罗阳天吩咐道 现在他没有一点头绪 只能等等奸细露出马脚 是 大长老应了一声 秦寿 陈长青 你二人心思不正 罚你两丝过牙丝过一个月 罚俸禄一年 且这一年的俸禄 尽数补偿逍逍遥风 你二人可有意见 没有 二人同声道 好了 此事就此作罢 大长老你下去后 调查一下御守风 罗阳天摆手道 众人行礼 随后退出兴河店 夜空出去后 秦无依和陈春阳随之走了出来 夜空师弟 好好筹备九封大会吧 你输了 逍遥风可是要被撤销了 陈春阳吻默道 对 到时候 我要带弟子上去放养灵兽 秦无依说道 夜空笑了笑 说道 还没开始呢 我可不一定会输 当转头看向自己两个徒弟时 笑容凝固了 当然 也不好说 林摇摇愣了一下 师尊你笑容凝固是几个意思啊 就怎么不信任我们 你可以不相信小白 但是你要相信本地 本地不会让你失望的 小白低下头 心里有些不悦 还不都怪你 要不是你弄没了本地的修为 我至于重新修炼吗 都怪你 夜空看着陈春阳离去的背影 面带微笑 希望是我猜错了 走吧 回逍遥风 夜空说了一声 走上仙鹤 小白和林摇摇 随后走了上来 仙鹤腾空飞回逍遥风 陈春阳踩在长剑上 看着夜空他们离开 暗自道 哼 等酒风大笔结束 你逍遥风必定会撤销 星河店内 罗阳天背着双手 踩在星河上 正要离去时 听到星河之下的 摩勒公老鼠的声音 罗阳天 放弃吧 我摩勒公无孔不入 你放我出去 我饶过你星河宗 罗阳天听到这句话后 冷声道 想都别想 不过区区奸细罢了 哦对了 告诉你个事情 你可别被吓到了 你星河宗 进来了一个大魔头 估计要不了多久 大魔头就会吃了 你星河宗的全部人 摩勒公老鼠冷笑道 罗阳天听到这句话 面色不由地沉重下去 摩勒公老鼠 不会无地方时 他怎么说 肯定是有依据的 有本作在 大魔头也能镇压 哈哈哈哈 是吗 那就看看你有没有 这个本事了 摩勒公老鼠放声大笑 罗阳天挥手切断了联络 加鼓了星河的封印 回到逍遥风 鼻摇摇回桃山修炼 小白骑着二哈 到处溜达 熟悉地形 我要怎么才能靠近星河呢 以我现在的实力 镇压师尊都难 要是贸然靠近星河 估计会被发现 小白低语道 摩勒公安插的奸细是谁呢 小白沉思了许久 要是奸细不自己暴露 他也很难发现 算了 还是等以后找机会再靠近吧 夜空看着小白四处溜达 感知到他的修位 已经进入变气八层了 要捕了多久就要铸鸡了 得给徒弟找块铸鸡植物了 荒谷近地的小白虎 应该也长大了 取他一块骨肉 不过分吧 不知道白虎肉味道怎么样 明天试一下 夜空想着扯了扯鱼线 等晚上再去荒谷近地找小白虎 荒谷近地乃是世界上最大的近地 就连大地强者都不敢随意进入 里面妖兽很强 陷阱无数 就连大地进去了 也有陨落的危险 但对夜空来说 荒谷近地 就是自己的后花园 到了傍晚 夜空脑海中响起了提示音 练气加一 听到系统的声音 夜空放下手中的鱼竿 舒展揽腰 该去荒谷近地了 说完 夜空消失在原地 一日 清晨 夜空左手拿着一块肉 右手拿着一块宝骨回来 衣脚上还沾着一点血迹 这小白虎真猛 差点就自爆了 夜空庆幸道 要是小白虎自爆了 那宝骨和血肉都没了 等于白跑一趟 不过好在 白虎自爆之前 被夜空一圈击杀了 宝骨上的血肉 已经被夜空全部炼化 可以作为助击之物使用 汪汪 二哈闻到了血肉的味道 从陶山快速跑了过来 抬头盯着夜空手中的血肉 这你可吃不了 夜空说道 血肉上 月含着白虎的全身杀伐之气 一滴血就能要了他狗命 宝骨也是给小白助击的 把这块宝骨拿给小白 你要是敢吃了 我拿你炖汤 汪汪 二哈应了一声 夜空将宝骨丢着他 随后拿着血肉 回到逍遥店中 以灵火制烤 没过多久 一股肉香味 传遍整个逍遥风 肉肉 好吃的肉 睡梦中的小白 闻到了肉香味 馋得直流口水 汪汪 二哈叫了一声 将睡梦中的小白 给叫醒了 小白一醒来 就闻到口气中 夹杂着的肉香味 谁在烤肉 小白疑惑到 看着二哈嘴上 叼着一根骨头 也没有炖二哈 哪来的肉 二哈 小白走出房间 顺着香味 一路走到逍遥店外 一同而来的 还有冰夭夭 他也闻到了肉香味 当他们两个 进入逍遥店 后面的院子内 看见师尊 已经烤好了肉 肉烤的金黄 方向扑鼻 勾起他们两人的食欲 师尊 我们也想吃 小白若若道 想吃啊 夜空一问道 嗯嗯嗯 小白和林夭夭 疯狂点头 想吃 这白虎肉蕴含的 沙发气息太重 你们要是沾染了 会要小命的 嗯给你们弄碗汤吧 师尊吃肉 总的给徒儿喝口汤 等着我去拿碗筷 夜空说着 从后院中 拿出两副碗筷 师尊不用麻烦 我们直接上手吃 就行了 小白笑着说道 不自觉地流出了口水 太香了 夜空弄了点水在碗中 然后切下一块肉 在水里涮了一下 来喝肉汤吧 夜空将两碗肉汤 递给小白和林夭夭 小白 林夭夭 师尊 我们想吃肉 小白说道 托儿啊 这肉蕴含浓烈的 沙发气息 你们吃了会丧命的 夜空说道 西市出来的一碗肉汤 有效清理 白虎肉中蕴含的 沙发之气 要是直接给小白 和林夭夭吃了白虎肉 估计人下一秒 就没了 小白闻言 深深的无语 肉中蕴含 沙发气息 师尊 你忽悠我呢 你怎么不说 这肉里有毒 我们吃不得 这不过是普通的肉罢了 还真当他是 圣兄白虎肉啊 师尊舍不得 给我们吃就算了 找借口 也不找不好的 小白低头看着 手中的肉汤 哪里有肉 这分明是一碗水 涮过一片肉罢了 就这也叫肉汤 谁家的肉汤 是这样的呀 林夭夭早就料到了 师尊不会给他们吃 对此也是见怪不怪了 哎 师尊就是小姐 不给我们吃肉就算了 还忽悠我们 说是肉汤 哦 对了小白 我让二哈 给你送出积物去 你说到了没有 夜空随后问道 没 小白刚说出来 就想到二哈 刚才叼的那块骨头 看见了 小白说道 那是师尊 为你找的助积物 你就用它助积吧 夜空说道 随后吃起了白虎肉 小白和林夭夭 互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无语 师尊哪都好 就是护食 有吃的不给他们吃 两人端着肉汤 走了出去 林夭夭 直接将肉汤喂小兰 师尊也真是的 不分我们肉吃就算了 还拿涮过肉的水 给我们 看不起谁呢 我才不喝呢 将水给小兰后 林夭夭回到房间 修炼去了 以后师尊吃肉 再也不去了 小兰田抵着碗中的水 眼眸中闪过一丝白光 四肢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额头处出现了几根白毛 妙 叫声中也悦含着 一丝丝唬哭的声音 猫跟老虎 本来就是近亲 小白走在路上 随手将肉汤倒进苦海中 就这玩意也叫肉汤 小白一脸嫌弃 随手将碗丢在半边 池塘中的龙里 将那口肉汤喝了 在水中翻滚几圈 这才潜入水中 小白回去后 二哈叼着宝骨 将宝骨递给小白 汪汪 小白一脸嫌弃地 接过骨头 感应了一番 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似乎这就是一块 普通的骨头 顿时愤愤道 师尊你欺人太甚 自己吃肉也就算了 还拿根破骨头 给我铸鸡 这玩意要是能铸鸡 我小白倒立吃草 小白将骨头扔在一边 他被以为师尊 会给他一块 像样的铸鸡宝骨 结果没想到 就是一块破骨头 一点灵性都没有 就这 也能铸鸡 胡有白痴呢 我堂堂摩地白无尘 岂会用一根破骨头铸鸡 小白越想越气 等我铸鸡了 一定先镇压师尊 让你看看 本地的厉害 逍遥店中的后院中 夜空一边吃着白胡烤肉 一边以强大的灵力 变化那股沙伐气息 白胡煮沙伐 沙伐气息 深入骨髓与血肉之中 哪怕没有活性 变成了烤肉 沙伐气息依旧存在 这白胡烤肉味道倒是不错 只是吃一块炼化一次 太麻烦了 也不知道徒儿们喝了肉汤后 能不能炼化 那道微弱的沙伐气息 夜空摇头说完 又吃下一块肉 真香 汪汪 二哈跑了过来讨肉吃 夜空见状 割下指甲这么大的肉 又给了二哈 二哈吃下后 全身仿佛要裂开了一般 白光笼罩 要撕裂他的身躯 夜空一挥手 抚平了这缕白光 还敢吃布 夜空淡笑着问道 二哈抬头看着一眼 坐上的烤肉 又低下头了 想吃 但不敢 他现在的胃 犹如被刀割裂过一般 十分疼痛 估计要很长时间 才能恢复 不过 白虎肉对他的提升也很大 下去监督小白修炼吧 夜空摆了白手 二哈这才离开 夜空艰难且满足地 将白虎肉吃完 日上三竿之时 一股精纯的修为波动 从陶山传到苦海边 掀起一点波浪 小白又突破了 夜空抬头 看向陶山的方向 小白是练技九层 马上就要筑基了 也不知道 小白喜不喜欢 我给他的筑基宝骨 夜空低于道 应该会喜欢吧 陶山上 茅草屋内 小白调动体内灵力 运转一周 图纳灵力 完成一个周天回圈 修为也突破到了练技九层 他一不缺天赋 二不缺经验 确得只是时间 和修炼资源罢了 对小白来说 从练技开始修炼 不过是将之前走过的路 再走一遍罢了 唯一不同的点就在于 修炼的功法不一样 师尊虽然费了一点 但功法倒是挺不错的 能让我快速耐灵入体 小白嘀咕道 只是到了练技九层后 有一件令人发愁的事情 那就是 没有筑基物 小白烦躁地抓了抓脑袋 我堂堂盖世摩地 纵横九天十地 横扫六欲八荒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难道今天 就要因为没有筑基物 而葬送我的前程 哦不 小白痛苦的大豪 没有筑基之物 他就无法筑基 无法筑基 就无法继续成长 汪汪 二哈叼着白虎宝骨 跑到小白面前 摇了摇尾巴 小白看着 二哈嘴上的骨头 一脸嫌弃 死狗 走开 我小白宁愿一辈子 无法筑基 也不会用一块破骨头 二哈将白虎宝骨 放在小白旁边 随后蹦蹦跳跳地离开了 小白一把抓起骨头 就要捏碎 却发现 自己居然捏不碎一块破骨头 连你也欺负我 小白愤愤地将白虎宝骨 扔了出去 砰 宝骨撞在栏杆上 反弹回来 直接砸中了小白的脑门 小白当即晕了过去 宝骨落在小白的胸膛上 绽放出无比璀璨的光芒 宝骨渐渐融入小白体内 成为小白的倒机 小白此刻被自己给砸晕了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已经在住机了 夜空垂掉间 感应到小白已经开始住机了 而且还睡着了 小白啊小白 平时睡觉就算了 住机都能睡着 也只有你了 夜空无奈地叹了口气 平时睡觉就算了 现在是紧要关头你也睡 万一住机失败了 伤了倒机怎么办 也是你摊上我这么一个好师尊了 夜空一挥手 施展灵力 将白虎宝骨 融入小白体内 帮他完成住机 空中 一头白虎残影 渐渐出现 身躯高大 犹如小山一半 通体雪白 额头上还有一只树颜紧闭 张开血盆大口 似乎要吃人一般 夜空一挥手 就将空中的残影给打散 都死了 还出来干嘛 白虎残影消失后 白虎宝骨 彻底融入小白体内 夜空远端超空 让小白灵力游走 住就到机 桃山的池塘中 正在修炼的林夭夭 骤然睁开眉眸 抬头看着空中的 一闪而逝的白光 刚刚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苗 小兰迈着虎步 缓缓走到岸边 她在岸上 原来是小了啊 我还以为有什么东西呢 林夭夭看清楚来的是小白后 闭上美目继续修炼 茅草屋中 小白的倒机形成 秀为在刹那间 成功突破到筑基 天上地下 渐渐升起异象 夜空一挥手 以无穷的灵力 将这异象丢到天剑峰去 总不能一直带着 玉兽风薅羊毛 偶尔也要鱼路均沾不适 天地异象 在天剑峰缓缓形成 天上 更金之气降临 充满了无比恐怖的杀法气息 宛若圣兄将士一般 地下 摩西翻腾 严眠千里 整座天剑峰 都被这股澎湃的魔气所染黑 天空中的白色 与地面上的魔气 缓缓交缠在一起 充实着整个天剑峰 所有长老全部出动 给我查清楚 谁在天剑峰修炼魔功 一道命令 从星河殿中传出 大长老带领一众长老 登上天剑峰 布下天罗地网 将天剑峰团困住 除了逍遥风外 其他七大风的风竹 也随之降临 镇守四方 修炼中的陈纯阳 感应到无尽的杀伐气息 与浓厚的魔气 当即破关而出 怎么回事 陈纯阳看着四周 哪来的魔气 还有这股 更金杀伐气息 是怎么回事 陈纯阳猛逼了 完全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当他抬头望去时 他天剑峰里里外外 被布下了天罗地网 谁也无法出路 罗阳天脚踏星河而来 借助星河之力 加固了天剑峰的封印 宗主 陈纯阳拜喊了一声 罗阳天高丽在 更金之气上方 背负双手 以星河之力 镇压这股更金之气 一众长老全部出手配合 耗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向这股旗下压制住 陈纯阳 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 罗阳天冷声道 宗主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罗阳天急忙解释道 他闭关闭得好好的 这么一出来 就是这种情况 他寻思着 自己也没暴露 难不成是摩洛宫 又安插了奸细 不知道 呵 如此浓郁的魔气 出现在你天剑峰 你居然不知道 罗阳天冷声道 罗阳天现在 相信了当时摩洛宫老祖 跟他说的那句话 他星河宗 有大魔头潜伏进来了 而且就在天剑峰 甚至摩洛宫的间隙 也有很大的 可能在天剑峰 陈纯阳身为天剑峰的丰主 不可能什么事都不知道 宗主明察 我真的什么事也不知道 陈纯阳无力地狡辩道 刚说完 魔气翻滚 更加澎湃 这里的魔气 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 都要比摩洛宫老祖的 要强烈 特么的到底是什么情况 也没人跟我说过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星河底下 摩洛宫老祖 感应到魔气爆发 又惊又惜 大魔头终于爆发了 我可以出去了 不过这么浓厚的魔气 其实力估计比我高许多 出去后 他会不会奴役我 我要不要出去呢 摩洛宫老祖犹豫了 罗阳天看着弥漫的魔气 左脚用力一舵 星河道谢而出 将魔气给吸收炼化 防止他溢散出去 祸害其他弟子 任谁也没想到 这么恐怖的更金之气 和如此庞泰的魔气 只是一个人 助击引发的 逍遥风 夜空看着天剑锋的情况 收回目光 当做什么也没看见 不关我的事啊 啊 好像确实不管我的事 是小白助击引发的 天地异象 我只是把它挪一下位置 嗯 不怪我 要怪就怪小白 助个机都能引发 天地异象 跟林摇摇一样 助击都很不错 此刻的林摇摇 从池塘中走了出来 感应了一番 小白在睡觉 师尊在垂掉 哎 逍遥风没一个认真修炼的 除了我 林摇摇回到自己房间中 盘膝而坐 此刻的小白 还处于昏睡中 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他已经注击 等灵力运转一个周天后 彻底稳固到机后 天地异象才会消散 夜空已经帮他梳理了 一遍灵力 等他自行运转就行了 天剑锋上 陈春阳摆口莫辩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罗阳天拼命抵挡摩气 防止他溢散 天剑锋弟子恐慌地躲在自己的房间中 瑟瑟发抖 他们长这么大 还是第二次见这种情况 第一次是摩洛公老祖 第二次就是这次 而且还发生在他们天剑锋 简直不要太恐怖 是不是魔教攻打我天剑锋了 应该不是 好像是我天剑锋有魔教的奸细 他修炼魔功 引发了魔气 天剑锋居然有魔教的奸细 这也太恐怖了吧 天剑锋太危险了 我现在换风 还来得及吗 不少天剑锋弟子忧心忡忡 任谁跟奸细在一起 都会害怕 害怕他会不会要了自己的小命 宗主 这魔气 我真的不知道 是谁引发的 陈春阳无力解释道 他天剑锋的情况 他再清楚不过 就算有几个魔教的奸细 也不会引发如此恐怖的魔气 就算是摩洛公公主来了 也不一定能引发如此滔天的魔气 罗阳天憋着一口气 调动权力抵挡 神师传言道 这魔气出现在你天剑锋 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 否则 别怪我为宗门着想 对你进行调查 宗主 你要相信我啊 我真是清白的 陈春阳在下面辩解 这该死的魔气 到底是从哪来的 还不散去 陈春阳怒骂了一句 都是因为这魔气 才害得自己有口说不清 当陈春阳说完话后 魔气消散了 直接消散了 就像没来过一样 罗阳天棱在了空中 这就没了 一众长老看着凭空消失的魔气 又抬头茫然地看着陈春阳 这其他七大风主 也是对陈春阳保持戒备 陈春阳 我特么的 我就随口一说 你还真的就散去了 你等会再散也行啊 你这会消散了 我要怎么解释 谁特么的害我呀 罗阳天从空中落下 背着双手 背对着陈春阳 宗主 我就随口一说 没想到他还真的就散去了 陈春阳解释道 我说跟我没关系 你信吗 你说呢 罗阳天沉声道 他们辛辛苦苦的抵御 这么久都没散去 陈春阳一句话 就让魔气消散了 这想不让他们多想 都难啊 各大长老纷纷落下 将陈春阳给包围住 真的不管我的事啊 陈春阳内心无比冤枉 我冤枉啊 有什么话 去刑罚堂说吧 刑罚堂的堂主走了出来 罗阳天直接动手 封住陈春阳的修为 陈春阳退后了几步 但感应到罗阳天的气息后 又停下来 任由罗阳天封住自己的修为 在事情还没调查清楚之前 你不要妄动 罗阳天冷声道 是不是冤枉 本宗主会调查清楚 陈春阳看着四周 雾下的天罗地网 只能点点头认栽了 大长老 带领一众长老 全力清查魔器的来源 执法堂 全力调查天剑锋弟子 罗阳天随之吩咐道 诺 众人应声道 罗阳天脚踏星河 返回星河殿中 收回星河之力 继续镇压摩勒公老祖 嘿嘿 罗阳天 魔头已经出事了 你镇压不了我多久 摩勒公老祖冷笑道 不 魔器已经消散了 场面已经控制住了 罗阳天平静道 不可能 摩勒公老祖急了 那魔器有多强 他无比清楚 尤其是那大魔头 令他恐惧的存在 绝对不是罗阳天能对付得了的 可魔器确实消散了 这是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摩勒公老祖大声问道 呵 罗阳天冷喝一声 也没过多的解释 当时魔器消散得太快 他也没弄明白 魔器是从哪来的 唯一有嫌疑的 也就只有天剑风风主 陈纯阳了 逍遥风 小白灵力执行一个周天后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完全没有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事 当他完全清醒后 双手抱头 死 疼 脑袋被砸了一下 现在还在疼着呢 用手捂了一会疼的地方后 小白才活动了一下手脚 这一活动小白顿时就惊了 睡一觉就注击了 小白一脸猛圈 神识内敛 感应自己已经稳固倒击 我什么时候注击的 而且注击物都没有 我拿什么注就到击的呢 小白沉思了片刻 看着地上砸草 不对 骨头不见了 难道我被砸晕的时候 我体内灵力自动运转 吸收了骨头注的击 不可能吧 小白四下看了一圈 确定那块破骨头真的不见了 我 呜呜呜 一块破骨头就注击了 本地的前程啊 毁了 小白嚎啕大哭 无比伤心 对其他修士来说 注击无比艰难 失败个四五次都不一定能成功 能注击就意味着踏上先途 而对小白来说 注击对他来说非常简单 随便一件东西都能当做注击物 只不过注击物越好 将来的成就也就越高 万丈高楼平地起 注击还得靠自己 道击越坚固 才不至于修炼时出现意外 或者走火入魔的迹象 小白伤心失落地坐在地上 满脸委屈 我太难了 被师尊废了修为和肉身就算了 好不容易注击了 居然是一块破骨头注的鸡 以后我还这么重登地位啊 呜呜呜 小白坐在地上难受了好半天 才站起来 不管了 反正已经注击了 以后修炼的时候尽量专注 不被别人打扰就行了 虽然注的鸡差了一点 但好歹是成功注击了 小白恢复勇气后 从房间内走了出来 迎着太阳抹干了眼泪 不管怎么说 生活还得继续过不是 先去镇压师尊 叫他欺负我 小白说完 朝着苦海的方向飞了过去 执法堂中 陈春阳覆手而立 面色冷清 哪怕被封住了修为 也没人能对他动手动脚 罗阳天在他身上布下的封印 他随时都可以 以自身剑气破解 但他没有 破解罗阳天的封印 就证明他心中有鬼 到时候就说不清了 陈锋主 说吧 你天剑锋魔器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执法堂堂主冷声问道 朱堂主 我已经说过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一出关 就发现有魔器了 陈春阳不卑不亢道 执法堂堂主朱能 身形魁梧 满身剑子肉 犹如铁塔一般 面容凶狠 执法无情 不知道 魔器发生在你天剑锋 你天剑锋又有魔教的奸细 这你怎么解释 朱能高声质问 我常年闭关 收徒知识权 交给陈长兴处理 天剑锋出奸细的事情 我根本不知道 陈春阳解释道 朱能见他什么也不说 也不方便对他用刑 只能等其他人 调查出一个结果 陈丰主 我检查一下 你的储物戒指 没问题吧 朱能目光如炬地 盯着陈春阳 储物戒乃是私人物品 岂可随意检查 陈春阳果断拒绝了 陈丰主你放心 只有我一人检查 如果什么也没有 我会向你道歉 朱能指示着陈春阳说道 铁了心的要检查 本座堂堂主 岂会让你检查我的储物戒 陈春阳冷声道 那就让本座来检查吧 罗阳天一袭白衣 不染尘埃 背着双手 背对着众人 出现在执法堂的手座下 参见宗主 众人拱手行礼道 罗阳天缓缓开口道 陈丰主 有我检查 没问题吧 陈春阳看着眼前的宗主 将储物戒取下 递了出去 宗主亲自检查 总归是没有问题的 罗阳天接过储物戒 神石一扫 随后丢给陈春阳 没问题 罗阳天顿了顿 接着说道 虽然没有查到魔器的来源 但毕竟是在你天剑锋出现 本座就罚你一年的俸禄 叹你个失察之罪 你可有意义 没有意义 陈春阳拱手道 罗阳天手指一点 解开了陈春阳身上的封印 你回去再清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是 陈春阳应了一声 转身离开 遇使长剑 飞回天剑锋 宗主 事情还没调查清楚 就这样让他离开 是否有些不妥 朱能拱手询问 没什么不妥 天剑锋二长老 他们已经检查过一遍了 没有问题 陈春阳是我星河宗 天剑锋的封竹 也是被誉为剑神的存在 对他不可采取过激的手段 罗阳天说到这里 停下了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 那对我星河宗来说 会是一场不小的灾难 就算是本宗主权力出手 也难以留下他 所以罗阳天 不敢让人身查下去 点到为止即可 他刚才在检查 他除屋界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只是他选择忽视了 好了 处理一下后续 给宗门弟子一个交代 稳住人心 罗阳天说完 消失在了原地 恭送宗主 朱能拱手相送 罗阳天站在空中 看了一眼天剑锋的位置 又转头看着逍遥风 星河宗 只要有我在一天 就没人能动逍遥风 罗阳天暗自说道 眼神微眯 他刚才从陈春阳的除屋界中 看到了一点东西 只是罗阳天还不确信 陈春阳是不是有问题 他希望没有 不然麻烦就大了 逍遥风上 夜空正垂吊时 忽然感应到 身后有人盯着自己 神石散发 看见罗阳天立在空中 迎向逍遥风 宗主看着我逍遥风干嘛 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 夜空低语道 小白本想去镇压师尊的 但感应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再看向逍遥风 又忍住了 他感应到 那道眼神是投向自己的师尊 没有恶意 只有保护 要是自己单手镇压了师尊 估计下一秒就会被镇压 小白 夜空坐在苦海边 喊了一声 小白抬头看着师尊 忍住了镇压他的心思 拱手道 师尊 喊了一声后 小白走到夜空身旁 老实地坐下 他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何逍遥风 只有一个废物风竹 也依旧屹立不倒 原来师尊背后 有人啊 幸好我飞得慢 要是飞得快一点 师尊被我镇压 我也要被别人镇压 幸好幸好 差点本地就阴沟里翻船了 我说呢 师尊这么弱的一个人 还能做风竹 原来背后有人照料啊 小白有些庆幸 没有着急动手 小白 发什么呆 夜空看着小白在发呆 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 师尊 我住击了 小白随口回答道 夜空惊点了一下头 嗯 住击了也要好好修炼 你看你师姐 都快住击后期了 小白有白虎保骨住击 好好修炼的话 以后的成就也不低 我会努力修炼的 小白应声道 等我实力恢复百分之一 我就能镇压你了 哪怕你背后有人 我也不怕 只是要回复这百分之一的灵力 还不知道要猴年马月啊 罢了 就让师尊再逍遥一会 等我以后实力恢复了 再镇压师尊 小白为自己定下了人生目标 回我魔区 废我魔宫 又用破骨给我助击 我白无尘要是不镇压你 我就不是魔帝 师尊 黎妖妖抱着小兰 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由于刚从池塘中出来 此刻是一副出水浮龙的模样 狱卒上没有穿鞋 虽然在走路 但离地三公分 不然尘埃 身上的水珠滴滴滑落 袖色可参 徒儿又来诱惑为师了 夜空必受心神 不为美色所动摇 黎妖妖袖眉微醋 师尊背对着我干嘛 我就过来打个招呼而已 黎妖妖她过来 没别的事 就是日常打个招呼 小白看了眼师姐 又看了眼师尊 顿时感到无力了 师姐和师尊 有那种关系 以后我要是折压师尊 师姐肯定会出手 师姐有大地之姿 修炼速度又比我快 我也打不过她 哎 我小白太难了 师姐救命 师尊救命 小白在茅草屋里大喊 刚进入水中的黎妖妖 修炼到一半 听到了小白的求救声 小白出事了 黎妖妖眉头一凝 不应该啊 在陶山上会出什么事 陶山上除了我 就她修为最高了 谁能奈何得了她 还有一只猫 黎妖妖往岸边看去 小蓝果然不见了 她经常抱着小蓝 深刻地知道小白的实力 大概有二阶妖兽的实力 相当于人类修饰中的 助击修为 实力的话 比她若一点 但比小白估计要强 小白不会让一只猫给打了吧 黎妖妖想到这里 急忙从水中出来 穿好衣服 往小白的茅草屋走去 小园中 刚准备午休的夜空 听到了小白的求救声 时时一早 看见小白被小蓝 按在地上暴打 关键是 二哈还在暗中下黑爪 这是怎么回事 小白怎么 被一只猫和一只狗 按在地上了 夜空一脸蒙圈 当下也来不及多想 赶紧赶了过去 小白的脸都被小蓝 给找花了 留下几道痕迹 身上更是被小蓝 找出不少痕迹 助手 黎妖妖赶了过来 大喝一声 小蓝听到声音 停下了爪子 喵 黎妖妖走了过去 一把拎起小蓝 胆子肥了呀你 连我师弟你都敢打 黎妖妖沉声道 喵喵喵 这个我可以解释 夜空赶了过来 看了一眼小白的惨状 将她搀扶起来 没事吧 夜空关怀地问道 疼 小白一脸委屈道 虽然不是很严重 但是很疼 小蓝心里也有数 下手的时候 避开所有要害 而且只是皮肉伤 没有伤及根骨 要是伤及根骨的话 估计她会被下锅 夜空看着她没事 才松了口气 转而看着小蓝和二哈 你们两个 我好心收留你们 你们居然对我驼下手 夜空冷声道 二哈听到这句话 浑身打了个寒颤 她在地上不敢动弹 小蓝也是回避 夜空的眼神 不敢面对 喵喵喵是她心术不正 我们只是帮你教训她 夜空看着小蓝和二哈 缓缓道 生火 做饭 今天晚上吃狗肉火锅 还有小蓝 也下锅了 师孙 小蓝不能吃 黎妖妖抱着小蓝道 她可是二阶妖兽啊 培养起来以后 能成为一大助力 师孙 你怎么就想着吃呢 苗 小主人救我 二哈跑到小白身边 舔底小白的伤口 被她舔过得上空 在渐渐的痊愈 不疼不痒 师孙 二哈没有打我 把她吃了 我以后没得骑了 小白维护道 这几天 她天天骑着二哈丢打 已经将二哈 当做自己的坐骑了 舍不得吃了 夜空闻言 看向两个徒儿 一个要保猫 一个要保狗 行吧 既然如此 那二哈就给你留着 至于小蓝你 动手打了我的徒儿 就该打 夜空说完 抽出一根竹片 小蓝吓得 赶忙转进 林夭夭的怀中 师孙算了 我来教训就好了 林夭夭急忙说道 要是让你打 估计小蓝一发威 就把你吃了 要不是我抱着她 师孙你早就被小蓝扑倒了 别说打她了 你都碰不到她 林夭夭想到这里 看着小白 说道 小蓝这么乖 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打小白 估计是小白惹到小蓝了 我没有 小白辩解道 你有 林夭夭说道 她想到了 是在岸边的时候 小白当时觉得自己翅膀硬了 说出那番话 引得小蓝不快 就打得太一顿 要不然 小蓝性情温顺 是不会轻易动手伤人的 好吧 我有 小白低下头委屈道 夜空揉了揉小白的头 轻声道 没事就好 小白点了下头 也猜到了 自己为什么会被打 不就说了师尊几句吗 至于下这么重的手吗 都把本帝英俊的脸给抓破了 这让本帝以后还这么贱人 我堂堂摩地 被一只猫给欺负了 这要是传出去 我英明何存 一想到这里 小白就委屈 太惨了 好好休息 等明天为师 给你弄点药 夜空安抚了一句后 背着手走了 小白师弟 以后说话注意点 不要随便抱怨 更不要瞎说话 林夭夭提醒道 嗯 我知道了 小白点了点头 知道就好 以后有什么不满的 在心里说说就行了 别说出来 师尊他要脸面 林夭夭说道 小白闻言 想了想 点了点头 师姐说的对 林夭夭擦干了小白的眼泪 好了没事了 我先下去教训一下小兰了 师姐慢走 小白目送师姐离开 返回房间清理身上的衣服的时候 小白看见了衣服上 还有几个狗爪印 二哈 小白怒喊了一声 二哈得知自己被发现了 转身就跑 但被小白拽着尾巴 拖进房间里 暴打了一顿 他本以为 自己是被一只猫给欺负了 没想到 连自己的坐骑 也在暗中下手 太欺负人了 汪汪汪 很快 房间中就传来 二哈的惨叫声 二哈不是打不过 是不敢还爪 要是还爪的话 估计今晚上就得下锅了 林夭夭听到二哈的惨叫上 一手编着小兰 听见声音没 苗 听见了 你给我记住 你是我养的妖兽 没有我的允许 不可随意出手伤人 更不允许伤自己人 苗 记住了 尤其是师尊 他这么弱 你一爪子下去 还不得把他拍死啊 他当才说 你你也别放在心上 不许记仇啊 苗 林夭夭见小兰回应 别乱跑啊 小兰趴在岸边 也不敢乱跑 到了夜晚 小黑受到夜空的命令 从蚂蚁窝里出来 前去将二哈和小兰拖了出来 拖到苦海边 小兰和小黑 趴在地上 不敢动弹 让小黑带你们来呢 就是要警告你们一点 你们在我逍遥风 就要守我逍遥风的规矩 不可随意伤人 更不能伤我的徒弟 这次念在两个徒儿 为你们求情的份上 我就绕过你们 下次再敢出手 自己洗干净 躺锅里去 苗 反鞋杠弯 一猫一狗叫了一声 都很识趣 好了 下去吧 夜空招了招手 让他二人离去 小黑监督他们 他们要是还敢作恶 直接打晕 小黑点了点头 消失在黑夜中 天见风 陈春阳从剑窟中出来 取回了自己的东西 在察觉到魔器出现的那一刻 他将一部分东西藏了起来 以免被发现 只是他没想到 罗阳天他们来得这么快 在藏东西的时候 没有完全藏完 漏了一点 逍遥风的地下灵脉图 忘记藏起来了 陈春阳从剑窟中出来后 召集所有弟子 例行检查了一番 其实他明白 天见风弟子都没问题 有问题的都被抓走了 现在估计关押在小黑屋里 宗门这边 二长老也站出来说了 魔器来源 已经查清 但是摩勒宫老祖故意泄露 泄露在天见风 就是为了将所有人 引到天见风 独自逃跑 幸好宗主大人及时察觉 回去镇压 方保我星河宗 安然无恙 此话一出 宗门内的弟子 这才得以放松警惕 我就说嘛 有宗主在 怎么可能会出事 师兄 把我放下来吧 不用跑了 区区魔器算什么 就连摩勒宫老祖 都被宗主一巴掌镇压了 一点点魔器 还不够他塞牙缝呢 星河宗有这么强大的宗主在 还怕他魔教不成 宗主万岁 不少弟子放声高呼 大喊宗主万岁 星河宗的高层都知道 魔器的根源还没查清楚 宣布出去的讯息也只是为了稳定弟子那颗不安的心 星河殿中 罗阳天他在星河上背对着众长老 缓缓说道 九封大笔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此期间 我不希望宗门再出什么事端 明白 众长老拱手道 大长老 九封大笔的场地布置好了吗 大长老上前一步 拱手道 还有最后一关没有弄好 其他的都已经布置好了 嗯 加快速度 罗阳天轻声道 是 大长老应了一声 二长老 宗门内务管理好 我不希望之前的事情再发生一次 罗阳天沉声道 他说的事情倒不是魔器的事情 而是有弟子污蔑逍遥风的事情 属下明白 二长老拱手道 三长老 你负责宗门外的事情 魔教有什么动静 随时汇报 另外鄙视场地监督好 切尽不可泄露出去 罗阳天随即吩咐道 是 三长老拱手应了一声 罗阳天闭上眼睛 摆了摆手 众长老弯腰行礼 随后离开 逍遥风上 夜空一拉鱼竿 练气加一 一天的锤吊 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 练气 永无止境 夜空起身舒展懒腰 回到院子中 拿着打火机 点燃了一支香烟 吸 呼 人生不过如此 桃山 林瑶瑶正要去继续修炼时 看见小白骑着二哈 一只跟在自己身后 走到池塘边 林瑶瑶停了下来 握紧拳头 你跟着我干嘛 林瑶瑶转身 笑咪咪的问道 不干嘛不干嘛 你先把拳头松开好不好 小白急忙解释道 林瑶瑶松开拳头 静静地看着小白 师姐 你不觉得 师尊修为很弱吗 小白开口问道 觉得 林瑶瑶平静道 她也试图让师尊修炼过 但可惜 失败了 师姐 师尊弱就算了 有肉还不分我们吃 小白抱怨道 林瑶瑶闻言 平静地看着小白 你到底想说什么 师姐啊 师尊又弱又护实 你干嘛 还留在逍遥风 你可以去更好的地方 小白说道 林瑶瑶闻言 眉头一鸣 我离瑶瑶 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林瑶瑶正中道 并且警告小白 你要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 那你大可飞走 不过 你是师尊带回来的 你自己想清楚 小白心里嘀咕道 什么叫我是师尊带回来的 明明是我自己找来的 我可不飞走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清静修炼的地方 而且 师尊回我魔区 坏我修为的仇 我还没报呢 想到这里 小白抬头道 师姐 我小白也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我是不会走的 那你还让我走 林瑶瑶脸色愈发阴冷 我没有 我只是随便问问 小白急忙解释道 林瑶瑶看着眼前的小白 淡淡道 没什么事的话 就回去修炼吧 我要修炼了 好 小白应了一声 骑着二哈走了 没想到师姐对师尊 使之不渝 要策反他 真难啊 林瑶瑶凤目冷清 看着小白骑着二哈离开 哼 不过是铸鸡修为 就以为自己翅膀硬了 等你出去闯荡 你才知道 铸鸡修为的你 在一些强者眼里 不过是随手就可捏死的蝼蚁 小白啊小白 你脑后有反骨 师姐我得盯上你了 你的来历本身就是个谜 师尊不在乎 我在乎 林瑶瑶暗自想完 进入池塘中 运转九龙霸体 配合玄黄诀 一起修炼 她在不知不觉间 开始主修玄黄诀 俯修九龙霸体功 看着小白离去的方向 奔腾而去 小白回到自己的茅草屋后 将二哈一脚踹出门去 你在门外给我老实待着 别打扰我修炼 二哈 汪 小白皱着眉头坐在床上 苦思冥想 要怎么劝说师姐呢 师姐资质很强 而且天赋不弱 修炼的速度比我快 到哪都会压我一头 有师姐在 我这辈子都无法镇压师尊 哎 我太难了 小白心里叹了口气 茅草屋外 小蓝迈着虎步走了过来 看着眼前的二哈 叫了一声 苗 好狗不挡道 汪汪 你要干什么 苗 他脑后有反骨 而且骂主人 我要给他一点教训 二哈闻言将路让开 并且主动将门给推开 汪汪 下手轻点 他是我小主人 死狗 不是让你在外面 给我守门吗 小白没好气到 小蓝走了进去 跳在床上 小白一脸狐疑地 看着小蓝猫 眉头微微一皱 师姐的猫 来我房间干嘛 砰 砰 小蓝两爪拍下去 直接小白给打到在地 小白顿时猛圈了 师姐的猫 都这么强吗 小蓝随即从床上跳下 狠狠地打了小白一顿 二哈站在外面看了一眼 悄悄溜进来 补了一脚 叫你刚才踹我 师姐救命 师孙救命 小白在地上 哀嚎地大喊 小蓝压在他身上 让他无法动弹 一日 夜空早早地起来 去了荒谷金地 采摘了一些灵药 熬成一碗汤 给小白送去 小白被猫挠伤 虽然没有什么大碍 但是留下了伤口 总归不好 身为师尊 给他熬碗药 让他补补身子 至于药有没有效果 效果如何 夜空就不知道了 毕竟他不是专业学弹药的 最多也就懂一些药理罢了 不过他学习的药理和熟知药物 基本上都没用 荒谷禁地 遍地式灵药 各种极形怪状的都有 他所知的药物 在荒谷禁地 根本见不着 就算见着了一两株 也是车险草 一脚就踩没了 夜空端着药 一路走到小白的茅草屋外 敲了敲门 咚咚 正在修炼的小白 睁开了眼睛 踩着二哈走出去 开启了房门 二哈被小白暴打了一顿 此刻趴在地上 不敢反抗 小白透过门缝看了一眼 确定外面不是猫是师尊后 才降门开启 师尊 小白拱手拜喊了一声 小白啊 回师给你熬了药 喝了药 身上就没伤了 夜空说着 将药递了出去 小白看着绿油油的药 还在冒着热泡 有些不敢接 这玩意是药 你确定这不是毒药 师尊 你想毒死我就直说 我堂堂磨地 什么毒药没吃过 小白看着师尊递来的药 无比确定 这就是毒药 先是骗我喝糖水 费我修为 后来又骗我烤火 费我磨去 现在又想用碗毒药毒锁 师尊啊 我寻思着 我也跟你没仇啊 你这样针对我就不怕本地 以后恢复了 单手把你给镇压了吗 小白愣着干嘛 夜空喊道 虽然我熬的药 颜色有点不对劲 还在冒热泡 但绝对没毒 就算有毒 也被清理干净了 夜空在熬练药的时候 以强大的灵力 将药物中的精华 给全部提炼喂鱼 药液中 蕴含的药性微乎其微 但也够小白用了 小白听到师尊的话 心中很是无语 就这还没毒 当本地是瞎子吗 心中抱怨了一句后 小白还是接过了药液 本地好歹也是魔地 万毒不侵 区区一点毒药 还毒不死本地 师尊 我想等他冷一会再喝 小白抬头看向夜空道 夜空轻点了一下头 记得要喝 说完 背着双手走向苦海 小白看着师尊 走远了后关上门 将二哈一脚踹行 二哈长大嘴巴 正要叫唤的时候 小白倒了一点药液给他 先让二哈试试毒性 如果毒性太大 那就全部倒给二哈 如果没毒的话 小白再喝 二哈 小白你是真的 二哈还没叫出声 忽然身躯僵硬 笔直地倒下 四爪朝天 全身无法动弹 强大的药效在他体内化开 滋补他每一块血肉 在小白看来 二哈全身僵硬 且在不断地抽搐 就差口吐白沫了 这毒药的药效真强啊 小白看着碗里的药液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他就倒了一点点 二哈就不行了 这要是全部喝了 估计得上天 小白抓住二哈的爪子 想将他拖出去埋了 伸手一抓很烫手 嗯 没死 小白蹲在二哈身边 盯着二哈的变化 还有气息 身体很烫 其他的没了 似乎也并不是很强烈 小白用指头 蘸了一点药液 不烫手 放在嘴里品尝了一下 味道甜甜的 有点像绿豆汤 小白尝了一点 感觉没什么变化 这才抬起碗 全部喝下去 蹲蹲蹲 哥 喝饱了的小白 砸吧砸吧嘴 感应到这药液 对自己没有什么危害 我堂堂磨地万毒不侵 这点药液也想伤我 小白自傲地说完 躺在床上闭目静养 药液进入小白体内后 以丹田为中心 向体内各处辐射出去 强烈的药效 进入血肉中滋补血肉 小白顿时瞪大双眼 全身犹如 进入火炉中 被炙烤一般 很热很难受 秃草民草 果然有毒 小白感受到体内的变化 从床上爬起来 拼尽全力 推开门向外面跑去 他感觉自己的每一块血肉 都被放在烤架上 制烤一般 二哈也恢复了行动灵力 急忙跟上小白 一人一狗一路狂奔 直接跳进池塘中 四 水中冒出一道白气 在空中形成一个鬼脸 这才渐渐消散 林摇摇刚走到池塘边 看见小白和二哈 躺在池塘上 不仅凤目一鸣 这池塘我不要了 哼 林摇摇冷哼一声 转身回去 他本想去池塘中修炼的 但一来就看见 小白和他的二哈躺在池塘中 林摇摇他有洁癖 自己沐浴的池塘 不喜欢别人玷污 此刻的小白 还不知道师姐来过 他现在昏昏沉沉 已经感受不到身体的存在了 疼痛麻痹了他的神经 我堂堂摩地 没想到屡次栽在一个 炼机废物手里 本地不甘心啊 小白哭着说道 要不是本地 我体质强大 早就被这毒给毒死了 小白还不知道 他身上的每一个伤口 都在快速愈合 并且药效滋养 他的每一块血肉 使他的肉身得以提升很大 他现在还处于麻痹状态 没有感知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苦海边 正垂掉的夜空 看见林摇摇气 冲冲地走了过来 托儿 这是怎么了 夜空抬头问道 没事 林摇摇语气冰冷道 这还没事 难道一个月七天又来了 不对啊 一个月七天才刚走没多久啊 是不是小白惹你生气了 夜空试探性地问道 嗯 林摇摇应了一声 环保双手坐在苦海边 小白惹大托儿生气 不可能吧 小白这么好的脾气 怎么会呢 难不成 托儿是生我的气 我给小白准备了药液 让他恢复伤势 大托儿以为我给小白开小灶了 所以不开心了吧 估计是了 哎 托儿啊 为这点是生气了 托儿你等着 为师给你熬汤去 夜空说完 放下鱼竿 向逍遥阁走去 林摇摇看着师尊离去 眉头归为一皱 师尊哪根筋不对了 好端端的 要给我熬汤 烫 不会又是用肉涮一下水吧 池塘中 小白躺了许久 才渐渐恢复知觉 感应到身体的存在 呼 还好还好 没死没死 小白常常舒了一口气 汪汪 二哈叫了一声 狗袍式的游泳 小白摸了摸狗头 这才向岸边游去 坐在岸边 看着天上的太阳 伸手摸着狗头 二狗子 汪汪 二哈应了一声 小白本想跟他说话的 害怕他打自己 就闭嘴了 师尊屡次害我 我白无尘必须要报仇 得像个办法 让师尊见识见识 我的厉害 嗯 要不晚上 扮鬼去下师尊 不行不行 正常人谁怕鬼啊 更何况还是修士 那 假扮魔头 去恐吓师尊 我本来就是魔头 也无需假扮 只是我摩气没了 无法变成魔头 小白坐在岸边 苦思冥想 想了几百种 针对师尊的办法 但都被一一否决了 小白苦思许久 也没个主意 我好难啊 小白展开双臂 躺在地上 林夭夭走了过来 看着躺在地上的小白 沉生道 小白失地 小白看着林夭夭 当即站了起来 询问道 师姐有事吗 林夭夭指着池塘 说道 你带二哈 来我池塘里洗澡 把我的水弄脏了 小白回头一看 明明是清澈透明的水 哪脏了 给你一天的时间 将水给我换一遍 不然的话 师姐好好锤炼一下 你的肉身 林夭夭说完 亮出了拳头 小白打了个哆嗦 使劲地点了点头 是 师姐 他最怕的 还是带师姐 师姐揍人 那是真的疼 小白看着一池子的水 要将它全部换了 很难 哎 等明天再针对师尊吧 小白运转灵力 一点一点地 将池塘中的水给吸出 泼在桃树上 二哈坐在半边 滴着脑袋 二狗子别闲着 来帮忙 小白喊道 汪汪 我只是只狗 二哈叫了一声 继续趴在原地 小白看着二哈趴在原地 说道 行吧 你继续趴着吧 今晚上 我要是不把你打趴下 我就不是小白 阿哈 当家起来 用舌头舔水 一吃一大口 小白 我也真是的 指望一只狗 逍遥隔钟 夜空熬练好了一碗药液后 倒在碗中 端去给林夭夭 徒儿 喝药了 夜空走到林夭夭的房门外喊道 茅草屋内的林夭夭 听到师尊的声音 眉头微醋 我没病喝什么药啊 师尊是不是哪根筋打错了 好端端的 给我熬药干嘛 但还是开启房门走了出去 师尊 徒儿 给 特意为你熬的 夜空将药递给林夭夭 省得你觉得为师不公平 给小白熬药 不给你熬 这下为师一碗水端平了 虽然颜色跟小白的不一样 但药效应该一样吧 林夭夭看着师尊端来的红色药液 有些担心 这颜色都不得尽 关键是还在冒跑 师尊 你确定这是药 不是毒吗 林夭夭抬头看着师尊 一脸认真的模样 还是将药给端起来了 多谢师尊 他相信 师尊不会害自己 不可能给他被毒 只是他不知道 药液是制什么的 林夭夭端起药液 放在鼻子边闻了一下 慢慢地喝了下去 你好好休息 为师先走了 夜空笑着说了一句 背着双手走了 林夭夭目送师尊离开后 才回到自己房间中 我还以为是药液呢 没想到是红豆汤 药液的味道跟红豆汤一样 当林夭夭盘做修炼时 药液在他体内化开 顺着灵力流走 扩充套件经脉 林夭夭顿时感觉到 有一股酥酥麻麻的感觉 很舒服 没想到师尊 给我要喝下后 这么舒服 林夭夭淡笑道 此刻的小白 还在池塘边 卖里的搬运水 星河殿中 三大长老 八大风主再次齐聚 在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九风大笔就要开始 在此期间 各风风主 约束好自己的弟子 罗阳天背负双手 缓缓说道 是 八位风主拱手道 另外 比试的三个场地 也需要你们盯着 罗阳天继续说道 本来三个场地 每个场地 是有三位风主盯着的 但 罗阳天看夜空修为 不过练气 就没叫他了 玉兽风风主 秦无依 你跟天剑风风主 陈纯阳 守第一个比试场地 是 两位风主 初列拱手道 万华风风主 柳如烟 丹风风主 姚子丹 震气风风风主 林烈 你们三个守第二个场地 是 三位风主 初列行礼道 第三个场地 交由剩余三位风主 看守 是 罗阳天说完 将三个场地的地方 给说了出来 已经布置好了 就等一个半月后 开启笔试 执法堂堂主朱能 你率执法堂弟子 做裁判 要是有训私舞弊 严惩不待 遵令 朱能拱手道 罗阳天吩咐完后 摆了白手 行了 退下做准备吧 是 众人拱手应声后 转身离开 等他们走后 大长老上前说道 宗主 这么快就把三个场地的事情告诉他们 会不会 无妨 本尊就要读 他们会不会有人是奸细 将鄙视场地告诉魔教 罗阳天沉声道 大长老低头不语 一旦被魔教知道 那八大风主 就有人可能是魔教奸细 到时候 魔教就惨了 因为罗阳天准备了后手 摩勒宫 徐吴迪端坐在宝座上 收到暗卫传来的讯息 清河宗正在筹备九封大笔 喝 徐吴迪一声清喝 是否要破坏 黑云在下方拱手问道 不 不必破坏 徐吴迪白手道 让他星河宗准备九封大笔 到时候 我们也参与 徐吴迪淡淡道 九封大笔的场地 他也知道 也是暗卫传来的 公主 恐怕星河宗 不会让我魔教参与 他星河宗九封大笔 黑云如实道 不允许吗 我知道他星河宗的笔试场地 他罗阳天要是不同意 那就杀呗 他星河宗 能分出多少精力来 监管我魔教 徐吴迪淡然道 心中有了个计划 黑云 属下在 等九封大笔开始的那一天 你带摩洛宗弟子前去参赛 我去星河宗 找机会破了逍遥风 放出劳阻 徐吴迪当即吩咐道 一旦星河宗九封大笔开始 到时候 星河宗的整体防御力 会降到最低 九封大笔期间 就是他动手的最佳时机 尊令 黑云重重地应声道 算算时间 星河宗九封大笔 也只有一个月半了 徐吴迪沉吟道 夜晚 小白累的趴在岸边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忙活了一整天的时间 总算是将池塘里的水 清理干净了 在地上躺了许久 小白才坐下来 看着池塘中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闪烁 那是什么东西 小白眉头一皱 跳下池塘 刨了一下 从地上捡起一块菱形碎片 这是什么东西 小白微微皱眉 输入灵力尝试一番 当灵力注入后 小白顿时感觉 自己的灵力 全部被碎片 给洗澡 碎片动发出一道刺眼的光芒 淤泥散尽 显露出碎片的样貌 上面有一个残缺的符纹 通体洁白如玉 入手冰凉 剪刀薄了 小白眼里冒光 这玩意绝对是宝贝 小白左右看了一眼 瞧瞧将碎片给收起来 师姐啊 我不是抢走你的机缘 我是将碎片给收起来 不然你哪天泡澡的时候 划到脚了怎么办 小白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当即西安理得的 将碎片给收起来 没白忙活啊 小白看着眼前的泥坑 又看了看二哈 当即将碎片 放在二哈鼻子面前 二狗子 闻一闻 帮我找碎片 找到了我晚上就不打你 还给你好吃的 找不到晚上 你就等着挨揍吧 二哈闻了闻味道 又看想吃糖 汪汪 找不到 淤泥掩盖了味道 二哈 去吧 小白踢了一脚二哈 将它给踹下泥塘中 二哈 虽然我是狗 但你比我还狗 二哈在泥塘中 假装找了一圈 没有任何发现 也是能得到一块 已经是莫大的机缘了 找不到就算了 小白也不想求 二哈 回去等着挨打吧 二哈 你是真的狗 小白当即挖开一个泉眼 让水慢慢流入泥塘中 随即牵着二哈 前往苦海 清洗身上的污泥 失去的池塘不能玷污 失尊的总归没事了吧 当小白带二哈 走到苦海边 一只脚踏入水中 清洗身上的污泥 二哈跑得远远的 不敢靠近池塘 池塘里有霸主 他不敢惹 他上次大晚上的 跑出来喝水的时候 就被池塘中的龙里 教训过一顿 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二哈 过来 小白招了招手 二哈他在远处 死活不肯过来 有我在 你怕什么 小白没好气道 不就一苦海吗 大晚上的师尊也在睡觉 等明天水清了 谁知道啊 二哈不敢靠近 但小白拽着他的尾巴 将他拖进水中 随后小白一个翻身 坐在二哈背上 遨游苦海 苦海中的龙里 游到水底 也没冒跑 自己人不能动 否则会上考架的 二哈剑龙里没有出现 这才放心大胆的熬游 小白一直忙活到半夜 小白才骑着二哈 回到自己的茅草屋中睡觉 等他们走后 李龙游出水面 将污泥全部清理干净 一日 林摇摇出了房门 走到池塘边 见池塘已换过了一道水 这才满意的下去 这么感觉 池塘中的灵力变弱 林摇摇皱眉道 他经常在池塘中修炼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池塘中的灵力 比外面的要浓厚许多 可是换过水后 他感觉池塘中的灵力 似乎跟外面的差不了多少 灵力消散了很多 难道之前的谁有问题 林摇摇皱眉没想到 算了 灵力弱点就弱点 无非就是修炼慢一点 影响也不大 主要是水干净就行 苦海边 夜空手握鱼杆继续垂掉 只是他看见在苦海的边上 有一点点污泥 哪的 算了 影响不大 只是现在都快沉时了 小白居然还在睡觉 一点也不上心啊 还有一个月半的时间 就是九风大笔了 也不知道两个鸵能不能顶得住 哎 夜空摇摇头不去多想 一甩鱼杆开始了一天的锤吊 此刻的小白抱着二哈 睡得无比香甜 星河殿中 罗阳天立在星河上 背着双手 下面站着的不是三大长老 而是猪能 猪师弟 罗阳天轻声喊了一声 宗主还是叫我堂主吧 猪能如实道 好 猪堂主 我要拜托你一件事情 罗阳天缓缓说道 宗主请说 猪能拱手道 猪师弟 你说魔教要是趁我星河宗召开九风大笔的时候 突然攻击我星河宗 他们会从什么地方作为突破口 罗阳天缓缓说道 逍遥风 猪能想都没想 直接回答 对 我要拜托你的事情就是 让你重点保护逍遥风 罗阳天沉声道 这件事 不是归二长老管吗 猪能不解地问 管宗门内务的是二长老 罗阳天沉默不语 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猪能见状 说道 二长老一心为宗门 且在我星河宗任职多年 他总不至于有问题吧 他没问题 但是他跟夜空的父亲 也就是上任宗主 不太对付 罗阳天缓缓道 猪能顿时明白了 好 我会尽力保护逍遥风 直到九风大笔结束 猪能拱手道 嗯 我要镇压摩月公老族 脱不开身 只能麻烦你了 你是我们的师弟 我们信任你 罗阳天缓缓道 猪能抱拳行礼 郑重道 我绝对不会让师职出事的 说吧 转身离开 哼 九风大笔 我摩勒公一定会来的 摩勒公老族冷哼道 罗阳天没有回答他 懒得跟他说话 逍遥风上 正在垂吊的夜空 忽然眉头一皱 他感觉 背后突然有一个硬汉 站在自己身后 转过头一看 一个全身肌肉身材魁梧 犹如铁塔一般的男人 站在自己背后 见过朱师叔 夜空拱手行礼道 叫我朱堂主 朱能面色不改道 朱堂主 夜空叫了一声 随后问道 朱堂主 我逍遥风 是有人违反宗规了吗 没有 那我逍遥风 是杀人放火了吗 没有 那我逍遥风 到底干嘛了 让你亲自前来 夜空想不明白 朱能在星河宗 是出了名的执法无情 他一出现 就意味着有人要遭殃了 我是来赞助一段时间的 朱能回答道 他没有直说 是来保护逍遥风的 他怕吓到夜空 说来赞助 合情合理 夜空 你执法堂这么大 来我逍遥风赞助 逗呢 逍遥风上 朱能四处游走了一圈 帮逍遥风检查一下 有没有隐藏的危险 游完一圈后 才走到苦海岸边 俯首而立 朱师叔 你要在我这里住没问题 但是你别总是一副 凶巴巴的样子 容易吓到我脱 夜空抬头说道 朱能总是一副 刚正不阿 板着一张脸 好像谁欠他二百五式的 叫我堂主 朱能沉声道 朱堂主 夜空美好气道 他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朱堂主好端端的 来逍遥风干嘛 难道被发现了 不可能吧 我当时将天地异象 搬到天剑风的时候 没有释放气息 不可能会被发现 而且就算是泄露了 也不应该是 朱堂主亲自前来啊 还是来我这里赞助 谁信啊 肯定有事 夜空想着 抬头看着凶巴巴的朱堂主 问道 朱堂主 你到底来我逍遥风干嘛 赞助 朱堂主脸色不变倒 夜空 得 但我没问 夜空坐在苦海边 静心垂掉 已经练迹三千多层的他 再这么提升 也就那样 朱能背着双手 站在夜空旁边 静静地看着夜空垂掉 他本就不善言辞 能不说话 就尽量不说话 场面 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日上三竿 小白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看着天亮了 揉了揉眼睛坐了起来 顺带着一脚将二哈给踢下床 汪汪 二哈叫了一声 又被小白踢了一脚 小白清醒过来后 舒展揽腰 骑在二哈背上 二狗子 沉练去 二哈 咱俩到底谁是狗 沉练就算了 关键是你倒是下来练啊 无奈的二哈 载着小白出去沉练了 现在已经日上三竿了 不是沉练 而是五练 当二哈跑到枯海边时 小白摇摇看见 一个铁塔般的男子 站在师尊旁边 面容严肃 而自己的师尊 还在垂掉 这场面 有种说不出的别样感 二狗子 过去看看 小白拍了拍 二哈的狗头 汪汪 二哈叫了一声 快速跑向枯海边 师尊 小白拱手行礼 二哈直接趴在地上 让小白下来 小白啊 你又不好好修炼 睡到现在才起来 夜空看着小白 无奈道 师尊 我昨晚上忙活了一晚上 多睡了一会 请师尊谅解 小白弯腰拱手道 站在夜空身边的朱能 微眯着双眼 打亮着小白 年纪不过十岁就已筑击 天资不错 上线很高 朱能面无表情地 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那可不 本地可是大名鼎鼎摩地 天资超然 资质超凡 亘古以来第一人 除了师姐 还有谁能比得上我 小白心里十分自傲 这位是执法堂朱堂主 夜空介绍道 小白文言 微微行礼 见过朱堂主 难怪凶巴巴的 原来是执法堂的堂主啊 不过 执法堂堂主 怎么会来我逍遥风 而且还一直站在师尊身边 难道 小白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当即双眼冒星光 师尊啊师尊 因果报应啊 师尊 你放心去吧 徒儿我会守好逍遥风的 小白一脸悲怆地说道 走什么走 夜空一脸蒙圈 师尊 徒儿知道 你舍不得我和师姐 所以坐在这里 等我和师姐来送你 师尊你稍等 我去叫师姐来 送你最后一程 小白说完 拍了一下二哈的头 二哈起身 拖着小白前往桃山 夜空 师姐师姐 师姐不好了 小白一路喊着 跑到桃山上 林摇摇听到小白的声音 在池塘中睁开眉眸 从池塘中出来 怎么了 林摇摇轻声问道 师姐不好了 师尊要被执法堂的堂主 带走了 小白伤心道 师尊要挨打了 甚至可能要被关了 就很开心 虽然与我无关 林摇摇闻言 面色一沉 问道 师尊在哪 在苦海垂调 等着师姐去见他最后一面 小白如实说道 林摇摇闻言 当即往苦海边跑去 小白看着林摇摇 跑过去 在后面暗自信息 师尊啊师尊 我镇压不了你 但宗门里的人 能镇压你 虽然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错 但被执法堂抓住 肯定不好过 烧红的烙铁 撒上盐巴的钢针 涂上辣椒的小皮鞭 每种酷刑都来一遍 不 来十遍 师尊 你安心去受罚 到时候 徒儿肯定来看你 小白想到这里 笑着奇上二哈 往苦海边跑去 苦海边 林摇摇赶来 看见了一脸严肃的猪塘主 又看了看锤吊的师尊 拱手行了一礼后 说道 师尊 你安心的去吧 徒儿会想办法救你的 夜空 不是 你说什么 夜空听不懂 我安心的去 我去哪 小白说 师尊要被执法堂的堂主带走了 叫我过来见师尊 最后一面 林摇摇解释道 随即抬头看向朱堂主 询问道 朱堂主 不知道我师尊犯了什么错 要来抓他 夜空 我只是过来暂住一段时间 并不是要抓夜空师侄 朱能念无表情道 对不起师侄 让你被误会了 夜空摆了白手 看着骑着二哈跑过来的小白 小白在看见师尊后 收起了笑容 一脸悲怆的样子 到了岸边后 小白从二哈背上下来 抱着夜空的大腿 师尊 你安心的去吧 师姐我会照顾的 小白一脸悲怆道 到时候 我会带师姐 去执法堂看你 你一路走好 夜空 林摇摇 朱能 夜空手一身 林摇摇主动地上竹片 小白 谁告诉你 为师要被抓走了 夜空轻声问道 执法堂的堂主 都来抓师尊了 小白看着凶巴巴的 朱能说道 我只是过来暂住的 朱能面无表情道 暂住 小白抹干了 不存在的眼泪 站了起来 不是吧 只是来暂住 不是来抓师尊的 亏我还高兴个半天 为了不让师尊察觉 我还故意装作难受 小白看着师尊手中的竹片 膝盖一软 师尊我错了 下手轻点 啪 桃山上 小白趴在地上 黎夭夭拿着药 给小白涂抹伤口 嘶 世界你轻点 疼 小白疼得咬牙 活该 叫你瞎说话 黎夭夭用树枝 挑起药液 涂抹在小白背上 我也不知道 那执法堂堂主 脑袋被驴踢了 来我逍遥风 只是暂住 不是抓师尊 小白苦涩道 本以为是来抓师尊的 没想到只是来暂住的 这是脑子被驴踢了 还是装满水了 放着好好的执法堂 不管 跑到他荒无人烟的 逍遥风来暂住 吃多了撑的吧 小白的希望落空了 所以才疼 涂抹完药后 黎夭夭没有进池塘中修炼 而是看着苦海的方向 执法堂堂主本身身份 就不低于九大风主 甚至在某些方面 权力都要比九大风主要大 好端端的突然跑来 我逍遥风暂住 这本身就很不合理 黎夭夭沉思道 星河宗这么大 执法堂的堂主位高权重 想去哪里去哪里 没必要飞来逍遥风 除非他来 是另外有事 师姐 这执法堂堂主 绝对有问题 小白复合道 你老是待着 我过去看看情况 黎夭夭说着 就往苦海边走去 小白穿上衣服后 趴在二哈背上 二狗子跟上 二哈跟在黎夭夭身后 往苦海边走去 夜市值 抱歉 打扰到你了 朱能面无表情地道歉 嗯 确实打扰了 夜空点了一下头 都让自己的徒儿误会了 朱能安静地站在 也不再多说 短暂地安静了片刻后 朱能看着黎夭夭过来 说道 这样我也不白住 我帮你教导弟子如何 朱能开口说道 夜空闻言 思索了片刻 黎夭夭的话不用教导 他修炼速度不慢 小白的话太懒 可以让朱能管管 可以 你帮我教导一下小白吧 他每天都不好好修炼睡懒觉 你负责监督他修炼吧 夜空说道 可 朱能点头应了一声 师尊 林夭夭拜喊了一声 随即抬头看向朱堂主 朱堂主 为何来我逍遥风 暂住 朱堂主说道 兴赫松大了去了 执法堂也有地方 给堂主你休息 没必要来我逍遥风吧 抱歉啊堂主 我逍遥风人少 恐怕招待不周 林夭夭淡默道 宗主让我过来 暂住一段时间 他要整顿执法堂 逍遥风人少 安静 朱能找了的借口 而且我也不是白来 我可以教导一下你们修炼 林夭夭 本地需要你教 你还是教小白吧 本地修炼的地功太强 怕吓到你 嗯 朱堂主已经答应我了 他在我逍遥风的时候 就监督小白修炼 顺便教导一下小白 夜空开口说道 正骑着二哈赶来的小白 听到师尊这句话 转身就走 早知道就不过来了 师尊啊师尊 你坑我就算了 现在还找个执法堂的堂主 来监督我修炼 有你这么坑的师尊吗 小白越想越气 本来他以为 执法堂堂主 是来抓走师尊的 结果没想到 是来监督自己修炼的 就他那冷酷无情的样子 小白想想都害怕 这要是让他监督 估计睡也睡不好 每天还要跑 堂主 小白在哪 你去教他修炼吧 夜空指了指 正在回桃山的小白 嗯 朱能点了一下头 脚一蹬地 犹如一发炮弹般 轰射出去 在原地 留下了一个大坑 你是来拆家的吧 夜空看着旁边的大坑 美好气道 一脚踩出一个大坑 就不知道控制一下力量吗 朱能下一秒 出现在小白面前 小白感知到了危险 催促二哈快跑 二狗子快跑 轰 朱能冲天而降 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小白和二哈 直接被震得飞在空中 汪汪 二哈叫了一声 眼看就要摔下来了 朱能抬头看着他们两个 伸出手将他们接住 我看你肉身不错 从现在开始 你跟我练习体数 朱能念舞表情道 我能不练吗 小白弱弱地说道 去跟你师孙说 他同意了 你就可以不用练 朱能指着夜空说道 那还是算了吧 小白低头道 去跟师孙说 估计还是等练 而且还可能加倍 夜空看着朱能 一脚跺出来的大坑 现在终于明白 他是来干什么的了 他就是来搞破坏的 瑶瑶 去将大坑给填上吧 另外让朱堂主 控制好自己的力量 夜空白手吩咐道 嗯 林瑶瑶点了下头 走了过去 要是坑坑洼洼的 很影响美观 夜空等林瑶瑶走了后 扬了羊鱼竿 老神在在地坐在原地 继续一天地垂掉 桃山上 朱能检查了一遍 小白的身体后 很是满意 小白 你可有兴趣来我执法堂 朱能憋出一个笑容问道 小白看着朱能的笑容 浑身打了个寒颤 不愿意 打死都不愿意 小白果断拒绝 朱堂主 你这就过分了 我师孙好心收留你 你来把我失地 林瑶瑶美好气道 抱歉 一时起了爱财之心 朱堂主果断打消这个念头 林瑶瑶看着朱能 果断去找师尊告状 这朱堂主来他逍遥风 是来搞事的 得想办法把他赶走 师姐 带我一个呀 小白那些哀嚎 他不想练体数 好了 小白 先来最简单的测试跑步 五十结束后 跑完一百圈 不许动用灵力 朱能吩咐道 小白 就知道体数没这么简单 一来就跑一百圈 还不许动用灵力 你想让我死就直说 小白看着偌大的桃山 想要在一个半时辰内 跑完一百圈 太难了 朱能见小白没有跑 说道 现在已经开始了 你不想跑 就在原地站着吧 等会有惩罚 小白一听 伸手一拍二哈的狗头 二狗子冲 二哈 怪我啥事啊 练体数的是你 又不是我 二哈展开四肢就跑 刚跑出一步 小白就被朱能一把拎起来了 二哈趁此加速奔跑 找了个阴凉的地方 趴着 自己跑 朱能面无表情道 小白 夜晚的星光 照耀在小白那略显苍白的脸上 奔跑了一天的时间 直接泪瘫了 朱能让他在一个半小时内 跑完一百圈 根本跑不完 跑不完怎么办 接着跑 直到在一个半小时内 跑完一百圈 才能进入下一轮 这对幼小的小白来说 太痛苦了 本地堂堂一带磨地 没想到今日在这逍遥风 屡次捧毙 太惨了 不跑了 小白有些抓狂 谁爱跑 谁去跑 练体术 正经人谁练体术啊 有本事就嫩死我 只要我不死 将来成长起来 我要你们好看 今日要我跑一百圈 来日我让你追太阳 追不到不准停下 小白失地 李夭夭突然出现在小白的面前 师姐 小白用手处着地 坐了起来 累不累 累 小白委屈道 这猪堂主来我逍遥风 绝对没好事 师孙不管 是他没实力管 但是我们可不能坐视不管 任由他猪堂主 在我逍遥风乱来 师姐说得对 小白重重地点头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将这猪堂主给赶走 李夭夭开口道 小白一听 脑袋不停地点头 对 要将他赶走 他巴不得这猪堂主赶紧滚 练体术 谁受得了啊 师姐 猪堂主实力强大 跟他硬来 我们打不过他 小白你如实道 所以我们不能硬来 要想办法 让他自己走 李夭夭说道 师姐 要不我去烧了执法堂 让他不得不回去 小白提议道 李夭夭白了一眼 小白 没好记到执法堂手背森严 你还没点火 就被抓起来了 那我下山去杀几个人 让猪堂主不得不离开 小白继续说道 李夭夭盯着小白 沉声道 不可乱来 且不说你打不打得过别人 就算打得过 你贸然在宗门行凶 一旦被抓到 是要偿命的 还会连累我跟师尊 这是在宗门 不是在江湖 李夭夭叫道小白 小白文言点了点头 贪手道师姐 那我也没办法了 李夭夭沉思了片刻 缓缓道 办法 有的是 师姐有什么办法 小白急忙问道 上次他听见风 不是针对我逍遥风 还污蔑师尊吗 那咱们就以笔之道 还师笔身 李夭夭沉声道 他早就想给天剑锋动手了 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 现在没机会 他也要制造机会 扣一盆污水在天剑锋上 顺便将执法堂堂主给引走 师姐 要怎么做 小白起身问道 李夭夭左右看了一眼 确定四周没人后 将她的办法 悄悄告诉给小白 小白文言 双眼放光 师姐真厉害啊 你明天就去做 李夭夭说道 我现在就去 小白叫来二哈 已经迫不及待了 注意隐蔽 不要被发现了 放心吧师姐 没人能发现我 当初本地前进星河宗 都没被发现 现在只是暗中下山做点事 谁会知道 小白骑着二哈 翘无声息地下山去 李夭夭看着小白离去 转而看向逍遥阁的方向 猪堂主 不管你来我逍遥风干什么 只要对我师尊不利 我都不会让你留下来 说完 李夭夭回到自己房间中 安静地等讯息引爆 一日 一大清早 小白就被初猪能给叫醒 一日之际在于晨 小白起来沉练了 猪能在门外喊道 刚办完事的小白 拖着疲惫的身子 从房间中走了出去 我没力气了 练不动了 小白无力道 你体质这么好 这么练一天就不行了 猪能不解道 你说让我不能动用灵力 我就没有动用灵力恢复了 小白摊手道 图纳灵力 可消除一天的疲惫 恢复体力 但小白昨晚上出去办事去了 根本来不及休息 猪能见小白满脸疲惫 白手道 两个时辰恢复状态 好 小白点了点头 回到茅草屋中 倒头就睡 猪能盘膝坐在门外 看着空中的太阳 心里默默地计算着时间 星河宗 刚平定没几天 天剑锋又出事了 有舆论说 天剑锋有魔教的奸细 并且有两块魔教令牌 出现在天剑锋 还有他们针对逍遥风的证据 那两块令牌 是当初黎夭夭 打败两个魔教弟子获取的 还有他们针对逍遥风的密令 黎夭夭取后 一直留着没用 昨晚上 他将东西拿给小白 让小白拿到天剑锋去 并且散布谣言 小白他做到了 这下子天剑锋又慌了 令牌根本不知道是谁的 再加上上次魔器的事情 才过去没多久 又出现魔教令牌 两者结合在一起 不禁让人浮想连篇 上次魔器的事情 是不是还没调查清楚 魔教奸细 是不是还在天剑锋 最关键的是 小白当时丢令牌的时候 恰巧有一块 丢在了陈长青的房间中 陈长青在撕过牙撕过 他的房间空着 宗门二长老 第一时间出来解释 这是魔教中人栽赃天剑锋 大家不要相信 况且陈长青在撕过牙撕过 但二长老的解释 根本没人听 陈长青房间中 不可能凭空出现魔教令牌吧 他人没在 所以魔教令牌才暴露 有弟子说道 二长老一时也无法反驳 执法堂的弟子进入调查 但是执法堂堂主不在 很难开展下去 无奈之下 二长老跑来找执法堂堂主 向他说了事情 什么 天剑锋出现了魔教令牌 朱能文言后 第一时间赶过去调查 本来上次的魔教来源 就没调查清楚 现在天剑锋又出现了魔教令牌 这下天剑锋彻底说不清楚了 正在撕过牙撕过的陈长青 也被带了出来 骑师弟 你继续闭关吧 我先出去了 陈长青拍了牌身上的陈土说道 嗯 别忘记了 暗中针对逍遥风 骑兽回头说道 好 陈长青应了一声 还有还有 记得帮我求求情 让我早点出去 骑兽凄惨道 放心 兄弟我不会忘了你的 陈长青说完 背着双手跟着人出去 他们两个在撕过牙 根本没有反思 而是在商讨 针对骑兽风的办法 陈长青还不知道 他被带出去 不是去天剑锋 而是去执法堂 这次陈春阳继续闭关 选择什么都不知道 他明白是被栽赃了 但不知道是谁栽赃 所以不管 当陈长青走到执法堂的外后 愣住了 你们是不是带错路了 骑兽风上 夜空座走到苦海边 左右环视了一眼 却没看见猪堂主 人呢 来散猪一天就走了 夜空微微皱眉 算了 走了也好 省得在我旁边打扰我锤掉 夜空一挥手 开启了逍遥风的阵法 等九风大笔的时候 再开启 省得别人来打扰 夜空是个喜欢清静的人 要不然也不会独守逍遥风十年 而且 昨晚上小白出去 夜空也看见了 小白出去搞事情去了 不过夜空没说也没表态 小白嘛 脾气不好 吃了亏肯定是要还回来 反正事情也不会闹得太大 索性就让小白去了 想到这里 夜空摇摇头 手中鱼竿一扬 坐在苦海边垂掉 林摇摇和小白 见猪堂主离开了 才松了口气 总算是走了 不用跑步了 小白庆幸道 虽然你不用跑步 但是该修炼 还是要好好修炼 林摇摇提醒道 我知道了师姐 小白应声道 师姐 你现在筑机巅峰了吧 小白询问道 还没有刚到筑机后期 林摇摇说道 以她的天赋 要突破筑机巅峰不难 但她没有着急修炼突破 而是一步一步的来 修炼太快了 会容易导致根基不稳 每一步的稳扎稳打 以后的修炼才会容易些 筑机是个过程 甲骨倒机的过程 到时候 修为一直没变 都是筑机 你有点费啊小白 林摇摇毫不留情的打击道 要不是失岁一晚 换水化了我的修为 现在我早就筑机巅峰了 我是重头修炼一遍 速度当然慢了 小白心中嘀咕道 我会努力的 小白说道 她现在虽然才筑机前期 但她的手段很多 这钥匙打起来 就算是筑机巅峰 也得吃亏 她的修为 不能以境界去衡量 还有一个多月 就是九风大笔了 你可得努力了 到时候别拖后腿 林摇摇说道 放心吧 小白拍了拍胸脯保证道 九风大笔 她还没放在眼里 师姐 九风大笔召开 参赛条件是什么 小白抬头问道 最低修为筑机 最高修为原因 林摇摇说道 啊 还有原因啊 小白泄气了 要是只有筑机和金丹的话 那她能横着走 筑机修是她不放在眼里 遇到金丹 她也可以周旋一二 虽然打不过 但是可以跑 但遇到原因 那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不管你手段再多 人家一力详是会 打你没商量 根本打不过 所以啊小白 我们真正的对手 不是筑机 而是金丹以上 林摇摇说道 不过为了公平起见 星河宗也不会让我们 和原因强者遇上 林摇摇猜想道 要是和原因强者遇上 那就没得完了 一个原因 就能团灭所有筑机了 九风大笔 也就没有意义了 也是 小白点了点头 告别了师姐 回房间修炼去了 执法堂 朱能手中拿着铁锁 面容冷峻地 站在手座下 陈长青被一众 执法堂的弟子给围住 这是要问罪了 不是堂主 我犯了什么错了 要被带到执法堂 陈长青不解地问道 他本以为自己可以提前离开 撕过牙了 没想到直接被带来 执法堂问罪了 陈长青 这是从你房间里搜出来的 你好好看看吧 朱能念无表情地 掏出魔教弟子的令牌 陈长青接过手中看了一眼 忽然说道 这不是我的东西 这跟我没关系啊 从你房间里找出来的 你说跟你没关系 朱能冷声道 真的跟我没关系 我一直在撕过牙就没回去过 这肯定是诬险 陈长青便解道 这是魔教令牌 也代表着是魔教的身份 一旦被证实了 那陈长青就惨了 诬陷 谁会诬陷你 就是因为你不在自己的房间 所以才被人找的魔教令牌 朱堂主沉声道 陈长青闻言 无奈道 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带证人 朱能喊道 很快 一个女弟子被带上来了 参见堂主 女弟子行礼道 此人你可认识 认识我师妹 就是他从你房间里找出来的 他总不至于污蔑你吧 陈长青转头看着眼前的师妹 问道 师妹 你是在哪找到的 在你床上 陈长青 唐主 我要真是魔教奸细 我会将令牌随手丢在床上吗 这绝对是有人栽赃我 陈长青便解道 唐主 又找到了一块令牌 执法堂弟子 上前递出另外一块令牌 在哪找到的 朱能开口问道 在陈长青的院子中 陈长青 马德 谁想置我于死地啊 陈长青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陈长青 这你怎么解释 朱堂主 沉声询问 朱堂主 我陈长青下来光明磊落 绝不做苟且之事 况且这令牌这么容易就被找到 肯定是有人污蔑我 陈长青 义正言辞道 光明磊落 你跟禽兽合伙算计逍遥风 也是光明磊落 那是个意外 陈长青脸不红心不跳倒 朱堂主沉吟许久 看着陈长青 说道 你先去丝过牙等着吧 等本堂主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再对你进行处置 是 陈长青 应了一声 他知道 朱堂主刚正不阿 没有证据 也不会对付他 况且 朱堂主金字调查 会查明事情的真相的 朱堂主拿着两块令牌 去了星河殿 将令牌的事情交给了宗主 顺便说了事情 不用调查了 陈长青是清白的 罗阳天开口道 宗主 这是为何 朱堂主不解道 你可还记得 当时秦寿抓到的魔教弟子 记得 那些魔教弟子 其中有两个没有身份令牌 他们的身份令牌 估计是遗落了 被人捡到了 后来扔到陈长青的院子中 污蔑他 罗阳天说道 事实上 在事情发酵的时候 罗阳天就知道了 并且已经调查清楚了 之所以没有出面 就是想让二长老他们去处理 顺便打压一下他们 好了 此事就此作罢 打压一下陈长青就行了 罗阳天摆了白手 朱堂主行了一礼后 退了下去 等他走后 大长老走了出来 宗主 调查清楚了 是逍遥风的二弟子 叫小白的人 骑着一只狗 扔到天见风的 大长老拱手道 小白虽然做得很隐秘 但这星河宗 到处都是罗阳天的眼睛 况且 骑着狗的 也就只有小白的 一调查就推断出是谁了 毕竟骑狗的 真不多见 嗯 此时就此作罢 以后都不要提了 博阳天缓缓道 他在维护逍遥风 不然按照规矩 小白是要受罚的 还有夜空 属下明白 大长老应了一声 转身退下 真是的 渊渊相报何时了呢 博阳天摇了摇头 撕过牙 骑兽正在计算着 下一步动作的时候 陈长青回来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别提了 晦气 陈长青摆了白手 在禽兽身边坐下 握紧拳头 最好别让我找到 是谁在谋害我 不然我非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时间一晃 十天过去了 这些天 所有人都在筹备 九峰大笔的事情 整个星河宗 倒也清静了不少 九峰大笔 关乎着九峰的排名顺序 自圆倾斜 以及宗门实力的体现 宗门内彻底消停 主要是宗主几天前说过 谁要是在宗门里闹事 犯错 连同一座峰 都取消参赛资格 为此 各大峰主为自己的山峰考虑 下令让所有弟子闭关修炼 不到九峰大笔召开不得出关 为者直接逐出山峰 当然 逐出山峰也是自保 人都逐出了 那他犯错 就跟我山峰没关系了 这较上有对策 下有正策 逍遥峰上 夜空之鱼干锤掉 小白和黎瑶瑶这段时间 也在认真修炼 九峰大笔 虽说他们不在乎 但毕竟是关逍遥峰的存亡 为了能继续待在逍遥峰 还是得重视一下 苦海边 夜空一扬鱼干 练起家衣 一天的锤掉 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夜空背着双手 正要回去之时 而盼边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丁 检测到魔教即将登门拜访 现颁发接待任务 接待任务 由宿主迎接魔教 任务奖励 特殊物品锤掉机会一次 系统的声音 缓缓落下 夜空闻言 眉头微微一皱 魔教来干什么 而且听系统的意思 还是光明正大的来 来送死吗 夜空在犹豫 要不要将魔教给团灭了 算了 到时候看吧 既然是接待 总不能让他们全死在这吧 夜空摇摇头 回到自己的逍遥阁中 躺下休息 魔教现在还没来 等来了再出去接待 匆匆一晃 又是十多天过去 在这十多天里 宗门已经开始布置 九封大笔的事宜了 执法堂已经出动 秦寿和陈长青 也被放了出来 距离九封大笔的时间 不远来了 九封大笔越来越近了 所有人都在为九封大笔 做着准备 只有逍遥风 依旧不紧不慢 齐兽失地 别忘了我们的计划 放心吧 长青师兄 他逍遥风就两人 要在九封大笔 掐死他们 妥妥的 齐兽但笑道 两人互相告别后 一个回御兽风 一个回天剑风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 星和宗叫回了 所有在外执行任务的弟子 九封大笔快到了 所有任务都暂时搁置 星和宗在为九封大笔 做准备 逍遥风上 小白骑在二哈背上 四处溜达 经过多天的修炼 他从助击前期 突破到了助击中期 突破过后 他就没有修炼了 而是骑着二哈到处闲游 沉淀一下修为 他不敢修炼太快 一块破骨头助击 本来就根基不稳 一旦修炼过快 很容易崩塌 每一步都必须稳扎稳打 小白 你不好好修炼 瞎溜达什么 011美好气道 小白突破助击中期 也有几天的时间了 突破之后就不修炼了 每天这里逛逛 那里玩会 师姐 我修炼需要稳扎稳打 刚突破没多久 我需要沉淀几天 小白略显苦涩道 要不是师孙给我一块破骨头助击 我现在早就助击后期了 我现在都不敢修炼太快 生怕倒机崩塌 小白心里苦 好吧 那你沉淀吧 别影响我修炼 李摇摇摆了白手 让小白半边玩去 小白骑着二哈 一路狂奔离去 李摇摇摇摇头 小白天赋还是太差了 突破之后就撑不住了 李摇摇现在 一只脚已经踏足助击巅峰 能赶在九峰大笔之前 突破到助击巅峰 九峰大笔 还有十五天的时间 这点时间足够他突破了 苦海边 夜空坐在苦海上垂掉 时不时地打着哈欠 这魔教到底来不来啊 这都十多天过去了 别告诉我不来了 难道 魔教要在九峰大笔开始的时候来 夜空突然想到 魔教迟迟不来 就是在等 等星河宗九峰大笔开始后 他们再来捣乱 好深的算计啊 夜空看了看时间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九峰大笔才召开 还有十五天啊 那不急 夜空仰了一下鱼竿 舒展筋骨 安心垂掉 十五天时间 说快不快 说慢不慢 这十五天里 异常的安静 罗阳天在等 他在等魔教的到来 如果魔教来了 那就证明他星河宗高层有艰际 魔教要是没来 那就正常召开九峰大笔就行了 魔教 快来吧 我为你准备了这么多陷阱 你要是不来 那我就白费心血了 罗阳天沉吟道 他暗中让最可靠的大长老 在三个鄙视场地 布置了陷阱 专门针对魔教的陷阱 如果魔教赶来捣乱 那就正中罗阳天的下怀 不仅能确定 宗门高层有魔教的间隙 还能重创魔教 一举两得 不怕你来 就怕你不来 摩勒宫 徐不败坐在宝座上 手指轻巧扶手 发出清脆的金属碰撞声 在他前面 站着一千个魔教精英弟子 他们手持武器 蓄势待发 都知道要干嘛 废话我也不多说 这次带你们去参加 星河宗的九封大笔 本公主只有一个要求 每个人 必须杀一个星河宗弟子 一个筑记人头 第一颗丹药十枚零石 两个人头 就是五颗丹药 二十枚零石 以此类推 杀得越多 奖励越高 要是完成百人产的成就 那我破格提拔为摩勒宫 九公子之一 徐不败轻声道 开出了足够诱人的条件 九公子 是将来摩月宫的绝对高层 一个为公主 其他八个为长老 杀 杀 杀 千名弟子高声大喊 黑云准备好了吗 徐不败问了一句 营州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出发 明天九封大笔开幕式之前 就能赶到 黑云拱手说道 徐不败文言 从宝座上站起来 缓缓走到大殿外 抬头望了一眼昏红的天空 那就出发吧 徐不败缓缓道 星河松 罗阳天受到安插在 摩勒宫内应传来的讯息 摩勒宫果然来了 罗阳天轻声道 徐不败啊徐不败 别以为只有你在 我星河松安插了间隙 我也在你摩勒宫安插了钉子 当 当 当 清晨的钟声响彻九风 拨开云雾 阵落入出 钟声响起 九风凡是要参赛的弟子 都得前往星河广场上进行登记 小白 起床了 林摇摇在小白的房门外敲门 来了 小白一脚踹下二哈 洗漱一番后 骑着二哈出门了 师姐 太阳还没出来呢 小白看了一眼天空 还没日出呢 是啊 本来九风大会开幕式 是在日上三杆的时候开始的 今天不知道怎么地 突然提前了 林摇摇对此也是不理解 大清早就开始九风大比的开幕式 太早了 我们不去叫师尊吗 小白不解道 师尊毕竟也是九风风主之一 可以晚点出场 林摇摇解释道 也是 小白应了一声 跟着林摇摇下山 前往星河广场上 星河广场上 划分出了九大区域 避免拥挤和闹矛盾 逍遥风的区域 在最右边 只有林摇摇和小白两人 林摇摇抱着小蓝 小白骑着二哈 站在偌大的区域内 显得有些空荡 而天剑峰那边 几乎沾满了人 这次参赛的 足足有1300人 站在一个区域内 显得有些拥挤 跟逍遥风 形成鲜明的反差 但最拥挤的 还是御兽风 没办法 御兽风的弟子 参赛的有700多人 每人都配备的有妖兽 妖兽家人 数量更多 且不说妖兽的体积很大 一只妖兽 就占据了五个人的位置 请九风风子 登记本风参赛弟子 将参赛人的印记 烙印在魂精上 执法堂堂主说完 一块巨大的紫色水晶 悬浮在九风弟子面前 这魂精上 能感应出一个人的实力 和记录 笔式排名 要是人死了 魂精上的名字 也会暗淡下去 李夭夭看向小白 凝聚剑气 割破小白的手指 取一滴惊血 师姐 烙印印记 我记得用头发也可以呀 小白咬着自己的手指 都说道 是吗 你不早说 李夭夭听到 能用自己的头发 便将自己的一根绣发扯断 走到魂精面前 在逍遥风的板块下 写下自己的名字 将头发和小白的血 烙印在上面 小白 逍遥风就两人 所以速度最快 其他山峰 还要慢慢收集 书写名字 速度很慢 逍遥风上 夜空一脚 睡到自然醒后 神识感应到 九风大笔的开幕式 已经开始了 舒展懒腰后 背着双手走下山去 还没下山 罗阳天便出现在夜空身边 夜师直 我带你一程吧 罗阳天说道 啊 这就不用了吧 夜空摆了白手拒绝 没事 一起去吧 罗阳天说着 带着夜空 一起飞去星河广场 九大笔主出场 那肯定是得有牌面 罗阳天想到 夜空实力弱 没什么牌面 就来帮他一把 带他一起去 夜空也无法拒绝 罗阳天的好意 只好任由罗阳天 带着自己 前去星河广场了 星河广场上 所有人的名字 全部都录入完毕 陈长青看着 空荡荡的逍遥风 区域哪里 嘴角微微勾起 就两人参赛 这要是能让你 拿到一个好名字 我陈长青的名字 倒过来读 天见风风主 陈春阳入场 随着执法堂弟子的 话音楼下 陈春阳遇见而来 见气凌空 鹰气逼人 恭迎天见风风主 众人拱手败道 万花风风主 柳如烟入场 直见空中 花瓣飘落 柳如烟 身着一袭蓝裙 玉卒裸露 步步生连 诱人无比 恭迎万花风风主 逍遥风风主 夜空入场 随着执法堂弟子的 夜空凌空踏着星河而来 白衣飘飘 宛若哲仙人一般 比排场 没人能比得过夜空 四 逍遥风风主 居然能调动星河 这也太厉害了吧 除了宗主 没人能调动星河之力 逍遥风风主 是什么做到的 众人心中不解 看着空中震撼的一幕 要知道 星河之力 只有宗主才可以调动 在夜空背后 罗阳天催动星河之力 为夜空铺路 最起码 不能让夜空一点排场都没有 恭迎逍遥风风主 众人还是拜喊道 只是声音很小 宗主道 参加宗主 众人高声道 空中 罗阳天背着双手 全身于雾遮掩 踏着夜空走过的星河而来 站在夜空旁边 转过身去 背对着众人 至此 九大风主 还有宗主 全部到场 逍遥风风主夜空 天剑风风主陈春阳 玉兽风风主 秦吴依 万华风风主柳如烟 丹风风主姚子丹 震气风风风主临烈 浮串风风主流浮 武道风风主萧武 一阳风风主周面生 九大风主 围绕着星河宗宗主 凌空而立 没想到师尊的排场也挺大的 我还以为师尊是走路过来 气喘吁吁的样子呢 小白嘀咕道 林瑶瑶身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他都做好了 师尊丢人的准备了 你看师尊踩的星河 和宗主踩的星河是一样的 估计是宗主在后面帮忙 林瑶瑶小声说道 小白看着师尊脚下的星河 点了点头 确实是 估计师尊求了宗主好久 宗主才答应 带他升空的 林瑶瑶附和地点了下头 抬头看着空中的师尊 师尊 你不给徒儿丢脸 徒儿也不会给你丢脸 区区九风大笔 看我拿下第一 九风大笔 事关九风荣耀 宗门发展 各风需全力以赴 罗阳天开口道 声音传遍整个星河宗 是 众人应声道 另外 参加九风大笔 不可残杀同门 不可涉及陷害 不可勾结魔教 有为者 废除修为 逐出宗门 罗阳天再次提醒道 五等尊令 三大长老 已经前去做准备了 所以 此时没在星河广场上 这说话的事 自然就落到了 罗阳天身上 在宗门外的三长老 看着远方 有一艘庞大的灵州使来 当即散发神识 看清楚了灵州上的旗帜 摩勒宫 三个大字 犹如黄旅大中般 轰击三长老的使海 摩勒宫真的来了 公主 我们被窥视了 要不要动手 黑云站在徐乌迪身边问道 不 我们是来参赛的 还没到杀人时间 徐乌迪淡淡道 三长老看到摩勒宫前来 当即吹响号角 呼呼 罗阳天和夜空 几乎是同时抬头看向远方 终于来了 两人暗自说道 星河广场 原本热闹嘈杂的 活星河广场 一下子变得无比冷清 八大风主 一众弟子 纷纷亮出自己的武器 还有不少人面对摩月宫的时候 无比恐慌 有些不知所措 半空中 摩勒宫的灵州 缓缓驶来 停滞在星河宫的上空 罗阳天 好久不见啊 徐不败冷笑道 你还没死呢 罗阳天轻蔑道 呵呵 你不也还活着吗 徐不败冷笑 宗门有护宗大阵隔绝 罗阳天不开启的话 魔教是进不来的 罗阳天 怎么客人来了 你也不请进去坐坐 徐不败笑道 哼 你们带这么多人来 是来做客的 罗阳天冷哼道 更何况正邪不两立 你摩勒宫与我星河宗 乃是死敌 徐不败静静地看着罗阳天 但笑道 你星河宗 莫非是怕了 你想开战 罗阳天沉声道 罗阳天此话一出 八风精锐瞬间做出反应 手持不同的武器 指向徐不败 不不不 我可不是来开战的 徐不败摇头道 罗阳天和徐不败两人 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罗阳天知道魔教会来 也知道他来干嘛的 徐不败知道 罗阳天知道自己是来干嘛的 只不过也没明说 聪明人都喜欢装糊涂 你星河宗九风大笔 不是要召开了吗 既然是九风大笔 那再加上我摩勒宫如何 徐不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什么 魔教是来参加九风大笔的 这可不行 要是让魔教加入 我们大家都会死 不少弟子慌了 害怕面对魔教 我星河宗的大笔 管你魔教何事 罗阳天冷声道 你星河宗 一代不如一代了 都不敢和我魔教抗衡了 徐不败毫不留情地打击道 魔教是个危险没错 但同事也正因为魔教的存在 众弟子才会努力修炼 锤炼血性 若是没了魔教这个危险 那星河宗的下一辈 将会没有压力 魔教在某些方面 确实有存在的必要 宗主 开启阵法 由我来接待魔教吧 夜空开口说道 他也看得差不多了 明白了魔教来干嘛了 就是来参加九风大笔的 夜空失职 魔教强大 一旦开启阵法 到时候魔教杀进来 我们可就危险了 罗阳天神识传音道 无妨就让徐不败 一个人进来就行了 夜空说道 罗阳天文言 转念一想 对啊 让徐不败一个人进来 他要是赶乱来 直接在宗门内将他截杀 到时候 摩勒公群龙无首 一击就破 而且 我的打算 本来就是要让摩勒公 参与九风大笔 他不进来怎么谈 罗阳天轻点了一下头 开口道 你摩勒公要参与可以 但是 要你徐不败单独进来谈 可以 徐不败无所畏惧 公主 不可 你单独前往 很危险 黑云在旁边劝解道 呵呵 无妨 徐不败淡然笑道 瞥了一眼罗阳天旁边的人 有他在呢 罗阳天开启一个缺口 以星河搭建通道 你这星河使用的手段 可比不过当年的夜缘啊 徐不败淡笑道 夜云 前任宗主 罗阳天一言不发 悄悄看了一眼夜空 见夜空神色平静 也就没说什么 徐不败走了进来 站在罗阳天的对面 接下来的是 有我星河宗逍遥风风主 跟你相谈 罗阳天开口说道 此话一出 人群顿时骚动了 什么 宗主居然让逍遥风风主 跟徐不败谈话 疯了吧 徐不败一个鼻息 就能秒杀逍遥风风主 这不是找死吗 难道宗主是要献祭逍遥风风主 以此来灭杀徐不败 一众弟子表情不一 但无疑不震撼 让逍遥风风主谈 认真的 林夭夭看着空中的师尊 心中有些担忧 师尊 你赶紧撤啊 你现在不过练习修为 哪来的勇气和实力 跟人家摩勒公公主谈判 你这不是找死吗 星河宗是故意让你谈判 好让你送死 给他们一个动手的借口啊 徒儿我现在实力没恢复 也就不了你 哎 师尊 徒儿也只能为你祈祷 不要打起来 林夭夭在心中 为师尊祈祷 小白看着空中徐不败 心里有些期待 打起来 快打起来 别避避了 直接动手 身为魔教 就是要强行霸道 肆无忌惮 快动手啊 左勾拳 右勾拳 小白八步的赶紧打起来 半空中 夜空盘坐在星河上 取出茶具 泡了两杯茶 徐不败看着盘坐的夜空 冷声道 罗阳天 你让我跟他谈 万一你星河宗不认账怎么办 这点你大可放心 夜空的话 就是本尊的话 罗阳天沉声道 声音传入每个人的耳中 徐不败听到这句话 这才坐在夜空对面 感应着夜空的修为 端起茶杯 你没死 真是命大呀 徐不败冷声道 你单独进来 就不怕走不出去 夜空反问道 不怕 徐不败淡笑道 夜空喝下一杯茶后 举出逍遥山上的山峰 淡然道 你魔教 要参与我星河宗的九风大笔 我星河宗 凭什么要带你魔教玩 嗨嗨 师侄 九风大笔 是很严肃的事情 不是玩 朱能在一旁开口打断一下 都一样 夜空回应道 对他来说 九风大笔 那不就是玩吗 因为我知道 你星河宗的三个鄙视场地 这点够不够 徐不败说话间 抬头看向罗阳天 罗阳天早有所料 面色平静 波澜不惊 什么 你怎么可能知道 我星河宗九风大笔的鄙视场地 朱能不敢相信 这可是绝对的隐秘啊 当话说出来时 他忽然意料到什么 抬头看向宗主 见宗主神色平定 才勉强镇定下来 我说呢 你摩月宫哪来的底气 原来是知道了我星河宗的鄙视场地啊 这下夜空明白了 绝对是有奸细 将讯息泄露了出去 摩勒宗抓到了星河宗的把柄 所以趁机发难 要不要让摩勒宗的弟子参赛呢 夜空犹豫了一番 要让的话 估计星河宗弟子得吃亏 不让的话 摩勒宗知道鄙视的地方 到时候摩勒宗去堵截 星河宗弟子还是得完蛋 算了 不犹豫了 直接一巴掌摩勒宫给拍死 啥是没有 正当夜空想出手拍死须不败的时候 一道神念传入夜空脑海中 失职 想办法让摩勒宗参加比试吧 我早在比试场地布置的机关 夜空听到罗阳天的话 顿时明白了 难怪罗阳天会跟须不败扯皮这么久 原来是早就算计到了魔教会来 并且做好了准备 宗没有奸细 宗主早就知道 并且利用奸细做了一些安排 坑杀魔教 好生命的算计啊 夜空有些佩服罗阳天了 虽然他爱装逼 喜欢背对苍生 但他却有很高的谋略 你摩勒宫想参赛可以 但是不能白白让你们参与 夜空看向徐不败说道 说说你的条件 徐不败轻声道 我星河宗为这场九封大笔 准备了很久 消耗了不少的人力物力 你摩勒宫想参加可以 一个名额 十枚零食 两株零值 夜空开出了高昂名额费用 在世俗 一枚铜钱一个包子 百枚铜钱一两银 十两银子一两金 十两黄金一枚下品零食 一枚下品零食 足够筑机修士 修炼一个月的时间 山峰弟子的一个月的俸禄 也不过才两枚零食 徐不败文言 看了一眼罗阳天 说道他说的话 可能做主 我说过 他负责接待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罗阳天默然道 夜空失职 你还真敢开条件啊 一个名额十枚零食就算了 还有两株零值 这么高昂的价格 万一他翻脸了对你出手怎么办 虽然我能救你 但是我也不能保证 能不能救下完整的你 罗阳天心里 为夜空表示担忧 徐不败文言后 大笑道 好 随即取出一个厨物戒 递给夜空 这里面是一万两千枚零食 三千多株零值 多余的就当给你了 徐不败笑道 但是你要拿稳了 徐不败邪美一笑 夜空接过厨物戒 神识一扫 嘴角微微勾起 居然在厨物戒内留了印记 真够阴险的 夜空神念一扫 抹除了印记 随后将厨物戒收起来 朱堂主 摩月宫也参赛了 安排一下吧 夜空看向朱堂主说道 夜空 你朱能气的说不出话来 你怎么能答应呢 魔教明显就是狼子野心 你答应了他们 参加我星河宗的九封大比 这对弟子来说 就是引进来了炸弹啊 尽管安排就是 我早有准备 博阳天神识传音给朱堂主 朱堂主文言 看着空中的两人 顿时明白了 高声道 各位摩月宫来我星河宗杂场子 身为正道人士 当团结对外 方不如我星河宗之名 我反对 陈长青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骑兽紧随其后 我也是 两人带头后 越来越多的弟子反对 本事属于他们的九封大比 魔教要是参与进来 困难程度大大提升 而且还有生命危险 逍遥风风主 凭什么做主 收钱 让魔教参与我星河宗的九封大比 陈长青站出来说道 对 一众弟子应声道 肃静 朱能开口打断了众人 我说过 由逍遥风风主接待 他的话就是本宗主的话 罗阳天开口道 那我们不参加比试 陈长青直接落担子不干了 九封大比 本就是考验各位的实力 勇气与应对危险的决策 如今摩勒公参与 虽然给了尔等压迫感 但若无压迫感 何来成长 罗阳天缓缓说道 陈春阳也在一旁说道 长青不可胡闹 九封大比不可不参加 陈长青文言 气得咬紧牙关 但也无可奈何 朱堂主 准备带领弟子 前往第一个参赛场地吧 罗阳天开口道 是 朱能应声道 九封大比第一轮比试 将前往腰山搜寻令牌 令牌购用1500枚 助击弟子在外围寻找 金丹弟子在中圈寻找 原因修为以上的弟子 则是在内圈寻找 朱能站在空中 宣布第一场比试的规则 说完之后 朱能首场仪惠 星河宗的灵州出现在空中 上灵州 参赛弟子纷纷飞上灵州 夜空看着自己的两个徒儿 嘱咐了一句 注意安全 好 李瑶瑶应了一声 师孙没事就行了 至于和魔教一起参赛 这算什么 遇到了 直接杀了就是了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 对魔教弟子出手了 小白心里多少有些惋惜 徐不败没有出手 让他有些失望 堂堂摩月公公主 居然出钱买名额 丢我魔教的脸啊 小白抬头阴冷地看着徐不败 巴不得吞了他恢复魔气 徐不败顺着夜空的眼神看去 看着他的两个徒弟 当看到小白的时 与小白对视了一眼 徐不败顿时如坠地狱一般 十分恐惧 这不可能 一个小孩子的眼神 为什么会让我恐怖 这不可能 我堂堂摩月公公主 怎么可能怕一个小屁寒 徐不败在内心里平静过后 再次调动 却发现人家已经上灵州了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会让我恐惧 夜空在自己的两个徒儿身上留了烙印 一旦他们有危险 自己会感知到 到时候方便去救他们 虽说九封大比 生死看天 但毕竟自己就这么两个徒弟 折嘴一个都不行 夜空收回目光 一脸平静地看着徐不败 见他有些恐慌 怎么被吓到了 夜空淡然问道 呵 怎么可能 我堂堂摩月公公主 从来都是我吓人 谁能吓我 徐不败强强淡定道 夜空闻言 摇头笑了笑 也没拆穿他 虽然不知道他被什么东西给吓到了 但这也无妨 他只要在星河宗 就翻不起浪花 接待魔教的任务 算是完成了 等徒弟离开 就可以回逍遥风 去垂吊去了 夜空说着 忽然有些期待 回自己的逍遥风垂吊了 这次接待对夜空来说 很容易 基本上罗阳天都已经安排好了 他只是出面说个话 喝个茶就行了 星河宗的灵州上 大长老早就等着了 各封疯子上前 大长老沉声喊道 九封的疯子 纷纷上前拱手行礼 大长老神识传音 告诉他们一些事情 宗主早就料到魔教回来 所以在鄙视场地的时候 布置好了陷进 你们九封疯子 要履行自己的义务 带领本封弟子 袭杀魔教中人 我将陷进的位置 传入你们脑海中 并且给你们开启 陷进的诀窍 大长老说完 神念一动 将陷进的位置 和开启的诀窍 告诉九封疯子 记住 到了腰山不可内讧 现一致对外 大长老吩咐道 是 九封疯子应声道 陈长青和禽兽 互视了一眼 惭愧地低下了脑袋 刚才他们还在 星河广场上 反驳逍遥风风竹 不该让魔教参赛 结果 星河宗早就做好了 应对之策 巴布的魔教弟子 参与鄙视 好坑杀了 一想到这里 两人就有些惭愧 林瑶瑶这下 也明白了 第一轮鄙视的真正目的 猎杀魔教弟子 难怪师尊会 有恃无恐地出来 原来是宗主 早就在算计魔教 让师尊出面谈判 党剑牌 星河宗内 等弟子他们都走了 罗阳天他们 还站在半空中 徐不败还在星河宗 他可是个很大的威胁 如何安顿他 成了当下最大的难题 放他出去吧 外面参与 九封大比的弟子不安全 不放他出去吧 星河宗内的人不安全 放他出去也不是 不放出去也不行 徐不败既然敢 单枪匹马地进来 肯定是有所依仗 罗阳天也猜到 他的依仗是什么 如果真的动起手来 他星河宗 也会损失惨重 罗阳天犹豫了许久 最终吩咐到 朱堂主 你将徐不败 带到执法堂 严加看管 放在其他地方 罗阳天不放心 只有放在执法堂 自己的脚下 罗阳天才会放心 执法堂的位置 就在星河殿的下方 是 朱能应了一声 徐公主 跟我走吧 朱能面无表情地 走到徐乌迪面前 我是来做客的 不是来坐牢的 带我去执法堂 未免太不把本公主 放在眼里了吧 徐乌迪冷声道 既然是逍遥风风主接待我 那我就去逍遥风 徐乌迪转头 看向夜空说道 不可 罗阳天严厉回绝 解不说夜空失职实力弱 逍遥风那边的 更是宗门灵脉汇聚出 一旦被徐不败给破坏 那就有可能会放出星河老祖 到时候麻烦就大了 一个徐不败就难缠 再出来一个摩月公老祖 更加难打 罗阳天心里 还是很有逼数的 上次能一掌 镇压摩月公老祖 那完全就是个意外 夜空闻言 淡然一笑道 可以 去其他地方 我怕你乱来 来我逍遥风 我方便监督你 徐不败听到夜空的答应 笑着看向罗阳天 听到没 你星河宗逍遥风风主 都答应了 罗阳天看向夜空 没好气道 夜空失职你 放心吧宗主 没事的 夜空但笑道 哎 罗阳天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失职啊失职 你是不知道徐不败的危险啊 别看他表面冷酷淡然 实际上这家伙杀人不眨眼 痴人不吐骨头 罢了 朱堂主 你跟随夜空 带着徐不败 前去逍遥风 罗阳天吩咐道 派朱能前去监督 是 朱能拱手应了一声 随即罗阳天看向徐不败 冷声道 你要是敢在逍遥风乱来 我必诛杀你 呵呵 徐不败冷笑了一声 跟在夜空身后 前往逍遥风 我来你星河宗 就是来搞事的 只不过 现在时间还没到罢了 罗阳天见他们离开后 身影一闪 回到星河殿中 他要镇压摩勒公老族 无法分心前去逍遥风 腰山上空 一黑一白的两艘灵舟 并立飞行 这就是第一个鄙视场地 要求只有一个 同门不得相残杀 魔教才是头号敌人 大长老吩咐道 是 众弟子应声道 他们心里夜门清 魔教参加了 肯定是要联合对外 谁要是还敢在这时候内斗 那就是找死 九封大笔的兴致已经变了 不再是单纯的收集令牌 而是针对魔教和活下来 金丹以下弟子 下灵州 大长老喊道 林夭夭和小白 刚好都在金丹以下 逍遥风弟子 外围就交给你们了 大长老吩咐道 外围只有逍遥风的风子在 其他八风的风子 大多数都是金丹 还有两个原因 好 林夭夭应声道 对付魔教之士 一切听从逍遥风风子的安排 大长老看向其他山风众人道 凭什么 听见风弟子第一个不服 陈长青转过头去 冷眼看着那个弟子 沉声道 听从大长老的安排 如果不听 我有权利 处罚你们 事关生死存亡 他不得不先帮逍遥风立威 是 天见风弟子 应了一声 林夭夭和小白带队 从空中落下 随行的 还有八百多个住击弟子 林夭夭下去后 直接将星河宗 安排的陷阱和启动方式 告诉他们 我知道你们不听我的话 我也懒得管你们的死活 这是星河宗 特意为魔教 准备的陷阱和启动方式 我现在全部给你们 如果还有人 再敢说家师的不是 那就别怪我林夭夭 不顾及同门之情了 林夭夭说完 拉着小白就走 小白急在二哈背上 看着星河宗 准备的陷阱 有些心惊 这星河宗真够狠的 居然故意已来魔教 准备灭杀魔教 我说 师尊怎么会出面 与摩勒公公主谈判 原来是早就有所准备 根本不会出事 星河宗 真阴险 小白还期待着打起来 现在看来 根本就不会打起来 一封为单位 想四处散开 有了星河宗的布置的陷阱 他们就能更从容的 猎杀魔教的人了 现在他们终于明白 为何当时会是 逍遥风风主出来谈判了 宗门早就有了预谋 并且做好了针对措施了 摩勒公的灵州上 站出了三百来个 助击弟子 尽情享乐吧 黑云轻声道 杀 三百多个魔教弟子 大喝一声 纷纷跳下灵州 潜伏起来 一场杀与被杀的游戏 就此展开 外围如此 中圈也是这样 在中圈的人更多 星河宗有将近一千人 摩越宫有五百多人 有万华峰丹峰等 即为风子带队 内圈由陈长青和秦寿两人 带领五百多人 对抗摩勒公的园英强者 内圈最危险 但胜率很高 中内外 每个地方都有五百块令牌 且内圈的地方不大 更容易找到 当然 在内圈也是最危险的 那里是园英妖兽 和园英后期 妖兽活动的地方 园英修士 遇到园英妖兽 还能有一战之力 遇到园英后期的妖兽 实力不强 直接隔屁 外围 小白和林妖妖 四处走着 也没妖兽敢靠近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 一个抱着小兰 一个骑着二哈 小兰和二哈的实力 虽然被打没了 但毕竟曾经是强者 血脉发生过变化 实力弱的妖兽 见到他们 直接绕路走 尤其是小兰 喝了白虎肉汤 有一点点白虎的血脉 对妖兽的压制力 很强 师姐 咱们上哪里找令牌 小白抬头问道 他们两个 就是漫无目的散步 小白也不知道 师姐要干嘛 你不是有狗吗 鼻夭夭指着二哈说道 小白闻言 看看了二哈 拍了拍二哈的脑袋 二哈 找令牌去 找不到回去我打死你 二哈 逍遥风 苦海边 夜空手持鱼竿 开始了一天的垂掉 徐不败一袭黑袍 眼神微眯 打亮着逍遥风的四周 身材高大的猪能 死死地盯着徐不败 只要他敢破坏这里 猪能就抓他 虽然不一定能抓住 但以命患伤 拖住徐不败等宗主赶来 还是能做到的 这就是你逍遥风吗 徐不败轻声道 如你所见 夜空淡漠道 这么大个逍遥风 却没什么房屋 灵力也不足 呵 徐不败说到后面 冷喝了一声 一群废物 这么大个逍遥风 混进来十分容易 居然还能被抓 死得其所 当初他安排人 从逍遥风混进星河宗 混是混进来了 但后面就被抓了 任务虽然完成了 但那是他的内应完成的 我曾听闻 你逍遥风乃是 九风倒数第一 并且此次 九风大笔过后 就会被磨除 夜空 既然星河宗不留你 何不来我摩勒宫 入我摩勒宫 做我摩叫人 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徐不败在一旁蛊惑道 夜空闻言 淡淡一笑 去你摩勒宫就免了吧 而且你是听谁说的 这不是人皆知吗 徐不败冷淡道 徐不败 注意你说话的分寸 夜空 他是我星河宗的人 朱能在旁边呵斥道 徐不败文言 面色一冷 我说话 何事轮到别人插嘴 说完 挥手就对朱能拍去 助手 夜空一声轻喝 打断了徐不败 徐不败最终 还是没有拍下 收回了手掌 下次再敢插嘴 即使是罗阳天 也保不了你 徐不败阴冷道 他刚才出手 其实并非出手 只是一个试探罢 试探 罗阳天会不会去管 答案显而易见 他刚才要是出手了 罗阳天绝对会在 第一时间飞来 我听说你有两个徒弟 你觉得他们这次 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徐不败阴笑道 投靠我摩勒宫 我可保你 两个徒弟不死 夜空文言 养了养鱼干 那你觉得 你摩勒宫 还能有多少个人回来 我摩勒宫 个个都是精英 他们 徐不败说到一半 面色突然僵硬下去 转头看着星河店的方向 眼神微眯 阴冷道 罗阳天 你早就撂到我摩勒宫会来 对不对 星河上 罗阳天覆手而立 背对着须不败 现在才反应过来 太晚了 腰山 外围 二哈载着小白 没一会 就在一只猪妖洞穴门口 找到了两块令牌 一腰腰将小兰放下 抬了拍小兰的身子 去将令牌取出来 尿 小兰叫了一声 迈着王者般的步伐 向猪妖的洞穴走去 洞穴中的猪妖 不过是筑击妖兽 看见小兰走来 本想冲出来决意死战的 但小兰眼眸中白光一闪 猪妖被吓趴了 趴在地上 不敢动弹 小兰直接绕过猪妖 走到她身后 去拿令牌 将两块令牌叼回来 递给林夭妖 做得不错 林夭妖将小兰重新抱起来 令牌我们找到了 是不是可以走了 小白问道 这就封大笔对她来说 太无聊了 就在这时 一道奸笑声传来 破坏了氛围斯 真没想到 这里还有个美人呢 林夭妖手掌一挥 一把零件凝聚在手中 小白骑着二哈掉头 看见身后有四五个魔教弟子 他们一脸贪婪地 看着自己的尸解 我是师兄 我先来 最中间的魔教弟子说道 我最快 我先来 不 我实力最强 我先来 魔教弟子互相争执 抢夺先动手的机会 别浪费时间了 一起上吧 林夭妖面色阴冷道 一起上 怕你承受不住 魔教弟子斜笑道 小白你退后 杀人的场面 你现在还接受不了 林夭妖伸手挡着小白 小白 师姐 我杀过的人 比你见过的人都多 不就是杀人吗 我小白打小就会 师姐没事的 我不怕 小白开口道 说话间站在二哈背上 尽量让自己显得高一点 不怕 那你就看着吧 林夭妖说完 怀中爆猫 杀了上去 魔教弟子拿出铁锁 组建阵型 想将林夭妖锁住 小白站在二哈背上 眼眸中黑光一闪 直接震慑住那五个魔教弟子 那五个魔教弟子 就在那么一瞬间 如林地狱般 手上的动作出现了短暂的停止 心中充满了恐惧 那是一股来自灵魂上的恐惧 林夭妖趁他们发愣之际 一箭刺出 噗 一箭准确无误地划破他们 五个魔教弟子的喉咙 你 你 中间的魔教弟子 一脸恐慌地看着小白 意识逐渐消散 小白坐在二哈背上 面色平静 本地好歹也是魔地 虽然魔工没了 魔区没了 但气质有存 区区筑机垃圾 竟也让我消耗了许多灵力 林夭妖解决几个魔教弟子后 回过头来看着小白 见小白脸色有些发白 小白 被吓到了吧 林夭妖轻声道 没有师姐 小白摇头道 林夭妖看着小白 心里叹了口气 小白啊小白 脸色都被吓白了 还没有被吓到 哎 要不是你骑在二哈背上 估计都被吓得走不动路了 林夭妖摇了摇头 带着小白离开这个地方 中圈 苏清婉带着万花峰的女弟子 正在搜寻令牌时 被一群魔教弟子给包围 等你们好久了 魔教弟子走出来说道 不愧是星河宗的美风万花峰啊 果然个个都长得漂亮 另一个魔教弟子说道 他们眼中尽是贪念 他们在这里埋伏 就是为了埋伏苏清婉他们 正好我也在找你们 苏清婉淡然道 面对魔教毫无畏惧 万花峰弟子 全部站在苏清婉背后 苏清婉不怕 他们怕呀 怎么 要自动送上门吗 魔教弟子冷笑道 苏清婉嘴角微微勾起 双手捏出几个法绝 大喝一声 试魂阵 其 瞬间四道光束 从魔教弟子的四面八方升起 将魔教弟子给包裹在其中 姐妹们 注入灵气 灭杀魔教弟子 苏清玄吩咐道 不 不可能 你们怎么可能知道 这里有阵法 魔教弟子慌了 是神阵一旦启动 他们很难逃出去 会被尸杀 怎么可能知道 苏清婉淡然一笑 道 因为是我星河宗布置的 逍遥风 徐无敌冷眼 闭逆着星河殿的方向 你早就算寄到我摩勒宫回来 提前做好了准备 徐不败开口询问 没错 罗阳天的声音传递过来 紧接着 一道灵力分身 出现在徐不败的面前 背对着徐不败 你摩勒宫在我星河宗安插奸细 真当本宗主不知道 我没搜查 只不过是九封大笔要开始了 不想多惹是非罢了 你摩勒宫不知好歹非要来 那我身为宗主 总得做点什么吧 徐不败身上摩期一散 双眼星红 死死盯着罗阳天 所以你才会让我摩勒宫参与比试 徐不败这一刻又恼有怒 他被以为 自己抓住了星河宗的把柄 逼迫星河宗 让自己的摩勒宫 能够参加九封大笔 可万万没想到 星河宗早就预判到了 你摩勒宫会知道 所以做了陷阱 你不来还好 来了就是死 不然你以为 本宗主为何会让你进来 罗阳天沉声道 我徐不败 英明了一事 没想到栽在你罗阳天手里 徐不败气急败坏道 叶空坐在苦海边 微微扬了羊鱼沟 有了宗主的安排 那自己的徒弟 基本上是安全的 宗主还是宗主啊 做了这么多的准备 叶空正感慨着 忽然感应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息 嗯 不对 有问题 叶空闭上眼睛 神石散发 感应到徐不败身上散发的魔气 渗透到地下 即将电污灵力 好家伙 故意装出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就是想神不知鬼不觉的 侵袭灵脉 魔气一旦污染灵脉 到时候 灵脉释放出来的就是魔气 不仅无法镇压摩勒公老祖 还会污染整个星河宗 徐不败好深的算计 不愧是成精了的家伙 叶空心念一动 一手撑在地上 精纯的灵力摄入地下 阻挡住了徐不败 散发出来的魔气 还好是在我逍遥风 要是在其他地方 估计徐不败就成功了 此刻的徐不败 还在和罗阳天演着戏 罗阳天 我摩勒公弟子要是出事 我会让你星河宗付出代价 徐不败指着罗阳天的背影说道 这里是我星河宗 本宗主随时可以调动星河之力 镇杀你 罗阳天强势道 镇杀我 你试试 徐不败丝毫不怂 罗阳天要是调动星河之力 那摩勒公老祖就有机会脱困 不怕你来硬的 就怕你来阴的 罗阳天倒也没动手 不值得 罗阳天 你猜到了我摩勒公的暗卫是谁 徐不败抬头问道 身上的魔气更加雄厚 差一点就差一点了 只要能污染星河宗的灵脉 救出老祖 摩勒公的弟子死就死了 徐不败假装气急败坏 大肆催发魔气 本宗主何必与你多说 夜空一手煮在地上 静静地看着徐不败的表面 徐不败的魔气被自己拦截 随便他如何催动魔气 都无法污染灵脉 闲着也是闲着 看摩月公公主表演也好 朱能站在夜空身边 双手带着钉子拳套 心里紧张的一批 生怕徐不败拿他们两个出气 杀了他们 虽然朱能不怕死 一旦他们两个死了 徐不败破坏了灵脉怎么办 宗主啊宗主 你放徐不败先来干嘛呀 能不能别刺激他了 万一他对我和夜空失职 出手了怎么办 朱能想到这里 看向旁边夜空 只见夜空一手处在地上 半翼靠在一块石头上 显得极其慵懒 而且还面带笑容地看着徐不败 夜空啊夜空 你是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啊 你秀为这么弱 徐不败一点点魔气 就能杀你千百次 要不是我催动灵力 情城护罩挡在你面前 徐不败一散出来的魔气 早就将你给杀了千百次了 你是真的一点都不慌啊 也对 你慌也没用 徐不败和罗阳天两人 表面上在争执 实际上阴的一批 他们两个 一个是摩月公公主 一个是星河宗宗主 心机深似海 夜空手持一敲地面 胖派的灵力 大肆吸收徐不败的魔气 将徐不败的魔气 揉成一个个小圆球 准备用来做鱼耳垂掉 徐不败感应到 自己魔气的流失加快了 顿时心中暗息 罗阳天啊罗阳天 我现在已经接触到你 星河宗的灵脉了 只要我的魔气 将你星河宗的灵脉污染 到时候我老祖出关 灭了你星河宗 真以为本公主会气急败坏 你太小看我了 耗着吧 看谁耗得过谁 罗阳天也在拖延须不败 等大长老他们回来 联手袭杀须不败 腰山 内圈中 陈长青一袭剑袍飞舞 剑梅星木 梅星剑有一道剑印 更显英俊 在他旁边 其无依身着土色尸袍 长发摇曳 屹立在猿鹰妖斑斓抱背上 正面是魔教数十名员殷高手 将他们挡住 魔教为了杀他们两个 特意准备了很久 数量上压制 法宝上也压制 这两人 一个是小戒神天资强大 一个是大地之资 星河宗的未来 必须要杀了 省得他们成长起来 让魔教永无翻身之日 此刻陈长青两人的脸上 三分喜悦 三分期待 还有四分淡魔 他们早就知道 魔教埋伏着他们了 一点也不慌 要是之前 他们被魔教埋伏 可能要大难临头各自飞 愿天愿地 愿逍遥风 但现在 谁埋伏谁 还不一定呢 等了这么久 你们总算出现了 魔教弟子因笑道 这句话 应该我们说才是 急受但笑道 哼 你星河宗的其他人 已经被引走 我看谁来救你们 魔教弟子冷哼道 何必需要其他人 陈长青说完 把双手接引 凝聚出一把灵剑 就算你们一个是小剑神 一个大地之资 今日也难逃一死 没有成长起来的大地之资 不过是废物一个 魔教弟子说完 调动魔器形成一个领域 将秦寿和陈长青包围起来 陈长青将灵剑插在地上 大喝一声 万剑阵 开 瞬间 四周剑气肆虐 空中出现密密麻麻的灵剑 悬浮在魔教弟子头上 四周的魔器 也隔绝了魔教弟子的退路 不 你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剑气 魔教弟子有些慌了 如此密集的灵剑 他们无处逃遁 我当然没有 但这是万剑阵 陈长青冷然道 就算你和奇兽联手 也无法布置出 如此强大的万剑阵 这是幻术 呵 是不是幻术 你试试就知道了 陈长青说完 落在奇兽身边 手握长剑 指向魔教弟子 是 妖山上空 奇无依和陈纯阳 两人凌空而坐 看着妖山内发生的一切 漂亮 奇无依一拍大腿 欣喜地大笑 我说宗主怎么会让夜空 跟摩勒公公主谈话 还让摩勒公 参与我星河宗的九封大笔 原来宗主早就 在妖山布置好了陷进 准备坑杀魔教弟子 奇无依一下子全明白了 宗主早有远见 且提前布置好了陷进 就等着魔教自动往里跳呢 陈春阳面色平静地看着魔教 接连被坑杀 淡定地喝着茶水 淳阳 你那徒弟感得不错呀 万见这一出 魔教弟子躲都无法躲 秦无依公围道 还是比不过你的宝贝徒弟 陈春阳面色平静道 你呀 别总是板着一张脸 这次我星河宗大获全胜 应该高兴才是 秦无依说道 陈春阳抬头看了秦无依一眼 缓缓道 你别忘了 须不败还在我星河宗 秦无依点了点头 确实他才是最大的危险 不过宗主连魔教回来都预测到了 想必也早就做了应对 徐不败的手段 秦无依沉思道 他相信宗主 一定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别小看了徐不败 他可不是简单的人 陈春阳脸色不改 依旧淡漠 确实不能小觑 敢置身记录我星河宗 必定有所依仗 秦无依点头道 不过宗主连摩月公老祖都能镇压 区区徐不败 算得了什么 徐不败再厉害 也厉害不过摩月公老祖吧 陈春阳没有回话了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他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宗主哪来的力量 能够单手镇压摩月公老祖 明明摩月公老祖强的一批 却被宗主随手一巴掌给镇压了 宗主的实力 陈春阳无比清楚 要是借用星河之力 那自己不是宗主的对手 但若是不借用星河之力 那自己能和他打个平手 可就算如此 也不应该直接镇压摩月公老祖才是 毕竟隔着一个大境界呢 除此之外 陈春阳还有一点想不明白 自己的天剑锋哪来的魔戒 难道宗主猜到了什么 故意剥离摩月公的老祖 栽赃我天剑锋 好调查我 可最后他什么也没说啊 想不明白 陈春阳喝了一口茶 压下心中的不解 看着下面被涂露的摩月公弟子 本来摩月公弟子是来猎杀星河宗弟子的 但现在却发生了转变 星河宗弟子四处寻找摩月公弟子 找到一个能打得过就跟你真刀真枪的拼 打不过那就启动阵法 阵杀你 谁也不知道 星河宗到底在妖山布置了多少阵法 魔教弟子防不胜防 本来是魔教弟子 埋伏星河宗弟子的 现在变成了星河宗弟子 埋伏魔教弟子了 黑云站在远方 看着妖山的变化 神色阴晴不定 你星河宗真是好算计啊 黑云注视着大长老说道 他来这里还有一个目的 拖住大长老 不让他尽快回去 好给公主拖延时间 你摩洛宗自己要来的 怪得了谁 大长老贪手道 这里布置的陷阱 是他和宗主 还有几个绝对你信得过的高层 连手补下的 威力无穷 只要以激发 只要你的修为不是枷锁镜 就别想逃脱出去 原因之上则是枷锁 而参赛的条件 是原因一下 筑击以上 枷锁镜的强者 无法参与 所以魔教弟子 根本跑不了 大长老 你我好久没切磋了 来打一下 黑云说完 举出一把黑色长脊 指向大长老 老老 打不动架了 让我听见风的陈春阳 来跟你打吧 大长老淡淡说完 手掌一会 陈春阳被大长老召唤过来 春阳啊 你跟黑云打吧 我一把年纪了 实在是打不到了 大长老但笑道 陈春阳闻言 也没说什么 默默地拔出了春阳剑 陈春阳 我不跟你打 我跟你星河宗的大长老打 黑云冷声说道 陈春阳回头看了一眼大长老 大长老但笑道 替我打吧 我老了 陈春阳闻言 闭上眼睛 沉默三息 再次睁开眼时 眼眸中有烈火燃烧 手中的纯阳剑 包裹着熊熊烈火 剑身被烧得通红 黑云剑撞 收起了黑戟 我不跟你打 我打不过你 纯阳剑决第一是日药 陈春阳说完 纯阳剑上爆发出一股恐怖的高温 连空气都被引燃 炽热的高温 犹如一炉太阳般 刺眼地让人睁不开眼 陈春阳酝酿出剑绝后 当即持剑杀去 黑云化为黑雾 巡视消散 一锥一竹间 两人消失在原地 原地只留下燃烧的火焰 大长老眼中有金光闪烁 挥手间熄灭了火焰 还真下手啊 呵呵 摇了摇头 大长老嘱咐了齐兽一句 半个小时后 不管结果如何 带弟子回宗门 是 齐兽应了一声 对大长老还是很敬重的 大长老轻袍舞动 人也瞬息消失在原地 逍遥宗美 罗阳天还在和须不败对峙 罗阳天本体站在星河中 眺望着远方 大长老也该回来了才是 罗阳天低声道 他拖着须不败 就是在等大长老回来 卑鄙 无耻 打不过我摩勒公 就玩下三烂的手段 摩勒公老祖在星河底下怒骂 试图扰乱罗阳天的道心 卑鄙吗 是你摩勒公自己来的 关我何事 罗阳天淡然道 逍遥风赏 夜空看着还在释放的摩气的须不败 打了个哈欠 徐不败你是黄鼠狼吗 摩气一直放不完 夜空开口问道 我都收集了一百多个摩气球了 接下来一段锤掉 都不愁没鱼饵了 徐不败回头扫了一眼夜空 又回过头去 现在无力对付你 等我污染了全部灵脉 第一个就杀了你 夜空打了个哈欠 拿出逍遥扇扇的山峰 我逍遥风地势高 你别站太高 小心挨雷劈啊 夜空刚说完后 天空中响起了电闪雷鸣 轰隆 徐不败抬头看了一眼乌云密布的天空 不会真的要打雷吧 轰 一道雷电劈了下来 稳稳落在徐不败的头上 徐不败赶忙调动魔际护身 这才避免了被雷劈死 但饶氏及时护住了身体 徐不败也被劈得焦头黑脸 衣服破碎 人更黑了 徐不败怒瞪了一眼夜空 转过身去 取出一件黑袍劈在身上 伸手抹干净脸色的黑烟 恢复英俊的面容 夜空看了一眼手中的逍遥扇 赶忙收起来 不管我的事 我就随口一说 夜空他忘记了 自己的逍遥扇能呼风唤雨 召唤雷霆 调动自然之力 不过既然逍遥扇这么好用 那就拿你来当试验品吧 反正你皮糙落后也打不死 完美的小白鼠 夜空想到这里 手持逍遥扇 看着眼前的徐无敌 有的完了 逍遥封赏 夜空拿着扇子扇了扇风 对着扇子吹了口气 呼 瞬间 狂风大作 飞沙走石 一道龙卷风螺旋上升 往徐不败卷去 狂风卷起的沙尘 拍打在徐不败的身上 砰 砰 砰 龙卷风卷在徐不败的身上 犹如锋利的刀刃一般 将徐不败刚换上黑袍给割裂 还有面板 也被割出一刀刀口子 徐不败眼神阴冷不定 双脚踩在地上 释放出滔天的魔气 魔气随龙卷风而盘旋上升 整个星河松都能看见 给我定 徐不败大喝一声 以强大的魔气 定住了狂暴的龙卷风 当龙卷风消散后 徐不败全身衣服破碎 身上有树道被狂风割裂上空 暗红色的鲜血流淌不止 他的魔躯坚硬如铁 但这狂风可不是普通的风 徐不败眼神阴冷地 看着眼前的背影 卑鄙小人 普通狂风 根本影响不到他 但若是人为操控施展出来的术法 那就不一样了 罗阳天文言一政 管我啥事啊 我明明还在等大长老回来 啥也没做啊 不过罗阳天也没解释 虽然不知道那股狂风是怎么来的 但起码伤到了徐不败 这就够了 哼 你自找的 罗阳天冷哼道 徐不败眼神心红 死死盯着罗阳天 但没有发作 哼 本作的血可不是这么好流的 我的血流流进灵脉中 能深层次地污染你星河宗的灵脉 到时候 老祖吸收了庞派的魔气 必然会出关 罗阳天 我且忍让你一时 等老祖出关 要你好看 夜空在徐不败身后 拿着扇子扇着风 眼神微眯 看着徐不败的血液流入了低下 当即运转灵力 将他的血液包裹起来 捏成一颗颗血丸 钓鱼用魔气丸子 钓王八用血丸 刚好 鱼和王八都有了 要不要给小黑也搞一点 小黑喜欢吃什么 血的话吃不了 魔气的话会污染它 算了 小黑饿着吧 徐不败释放了这么久的魔气 周围的花花草草都被污染了 还得清洗一下 夜空伸手从苦海中取了一滴水 滴落在逍遥扇上 缓缓摇动起来 猪堂主 你带伞了吗 夜空转头看向猪能问道 三 猪堂主文言一愣 抬头看了一眼万里晴空 这天气需要散吗 再说 就算下雨了 体内灵力一运转 负应周身 也能躲避雨水 夜空取出一把油脂伞撑开 扇了扇扇子 猪能见状 眉头微粗 狮指你是认真的 大晴天的打伞 你是怕被晒黑了 还是见不得人 猪能正想吐槽时 突然一道闷雷声乍响 打断了他的思绪 轰隆隆 空中响起了一道惊雷 在黑云之中乍响 猪能抬头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 有些茫然 前一秒还好好的 这么突然变天了 徐不败抬头看着天空 整个人都妈了 你娘的罗阳天 没完没了是吧 徐不败直接破口大骂 批我一次就算了 还来 罗阳 这不管我的事啊 星河宗外 大长老正赶来时 看见空中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似要打雷 也有点像要下雨 难道宗主和徐不败 打起来了 大长老眉头微粗 只有强者打架 才会引发天地变化 大长老刻不容缓 急忙飞回星河宗 逍遥风上 夜空撑着山 坐在石头上 脚踩地面 拦截徐不败的魔器 钓鱼也没钓了 这回抽不开手 特殊奖励 也不着急 这一事半会的 要下雨了 夜空抬头 看了一眼天空说道 刚说完 大雨哗啦啦地落下 稀里里的大雨 落在逍遥风 冲刷着逍遥风的魔器 徐不败身上 散发出来的魔器 全部被这雨水 给冲刷赶紧 这雨水有问题 徐不败抬头看着天空 这雨冲刷它的魔器 难道是被察觉到了 徐不败微皱眉 还没说完 一个雨珠落下 砸在了徐不败的头顶上 徐不败整个人 当即被雨水给打趴下去 犹如溺水的鱼儿一样 无法动弹 更无法呼吸 这水不是普通的雨水 而是苦海中的水 苦海无涯 非大能者不可横度 一滴水 月寒的力量 也十分恐怖 朱能整个人都看傻眼了 这水这么强吗 还针对徐不败 当朱能离开夜空身边 走出一步时 一颗水珠落下 直接击溃了朱能身上的护体灵力 朱能被水滴打翻在地 动弹不得 宗主 别误伤啊 朱能大喊道 这水这么强大 肯定是宗主动用了星河之力 只有星河之力内的水 才有这么强大的能量 苦海中的李龙 跃出水面化身为龙 在空中欢快地遨游一圈后 落入水中 朱能面对着星河宗的方向 没有看到 自己的后面 有一条路出现过 徐不败趴在地上 罗阳天背对着苦海的方向 所以都没人看见 只是朱能距离近 刚才有所感应 诗之 我后面是不是有东西 朱能抬头看着夜空询问 夜空转头看了一眼 李龙在水中吐泡泡 我苦海中有条鱼 在你后面吐泡泡 夜空如实道 听到只是一条鱼 朱能就放松了 猪堂主 要不要我拉你一把 夜空开口问道 别 不用 你别碰这水 朱能急忙制止了夜空 这雨水是星河之水 蕴含十分恐怖的能量 你一触碰 会瞬间被冻穿的 我身体硬还能扛得住 就你那小身板 一滴水就能要你的命 夜空文言 说道 朱堂主 大雨天的 他在地上会着凉的 我喜欢 朱能说道 夜空 徐不败被雨水压在地上 额头上青筋抱起 全身被怒火引燃 罗阳天 你卑鄙无耻 我徐不败 必杀你 徐不败怒吼道 罗阳天 真的不管我的事啊 谁弄的呀 罗阳天也不明白 这水是怎么来的 宗主 我回来了 大长老就在这时 赶回星河殿 罗阳天站在星河上 听见大长老的声音 恢复了淡定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 我说 谁在暗中出手 薛弱徐不败 原来是大长老啊 大长老早就回来 一直没有露面 就是在暗中薛弱 薛不败 除了大长老和我 也没其他人 有这本事了 大长老做得不错 罗阳天赞赏道 大长老 嗯 我做什么了 妖山 小白和林妖妖 在妖山外围闲逛 他们已经找到另牌了 在妖山外围闲逛 也只是收集一点灵职 回去辅佐修炼 想靠师尊 获得修炼资源 太难了 万事还得靠自己 修炼资源自己找 妖山的灵职 大多都是有妖兽看守 不过在外围 二哈的小兰 就是绝对的霸主 林妖妖和小白 都不需要做什么 小蓝叫一声 或者二哈一抬头 妖兽就会自动为你让路 在采摘灵妖的过程中 小白和林妖妖两人 还收集了不少令牌 准备拿去变卖 这令牌 就是第二轮参赛的名额 非常值钱 没办法 逍遥风穷 只能靠卖卖灵脉 赚取修炼所需 反正也是捡来的 师姐 这次捡了这么多的令牌 可以吃烤肉了 小白抱着一堆灵脉 笑着说道 你就想着吃 林妖妖美好气道 我也不喜欢吃的 太柴人了 小白嘀咕道 他到现在都还忘不了 那股香味 也是 林妖妖点了一下头 两人正悠闲地走着 忽然眼前出现了几个 狼狈不堪的星河宗弟子 还都是天剑锋的弟子 那几个天剑锋弟子 看见林妖妖和小白后 立即跑在他们身后 这里有逍遥风的弟子 外围的陷阱 跟我天剑锋无关 你们找逍遥风弟子 其中一个天剑锋弟子 扯着嗓子喊道 没一会 魔教弟子追上来了 哼 敢布置陷阱残害我魔教弟子 我饶不了你们 魔教弟子冷哼道 就在刚刚 天剑锋弟子仗着阵法 将魔教弟子引到阵法中 但魔教弟子早有差距 所以跟踪的时候极其小心 而天剑锋弟子也比较急躁 在魔教还没全部入套的时候 就开启了阵法 结果魔教弟子 大部分都在外面 只有四五个被困住 天剑锋弟子杀了四五个魔教弟子后 本想趁此机会杀魔教弟子毕宫的 结果一交手才发现 根本打不过 只能逃命 魔教弟子在后面追杀 已经杀红了眼 天剑锋弟子见到林摇摇和小白 就将锅甩在他们头上 自己逃命 魔教弟子看见林摇摇和小白后 当即持剑杀了过来 小白将令牌放在地上 活动了一番手脚 师姐退后 让我来 小白伸手挡住了要出手的师姐 林摇摇看了小白一眼 退后了一步 行 交给你了 林摇摇站在原地看着 等小白打不过了 自己再出手 在魔教弟子冲来的那一刻 小白的眼眸变得漆黑无比 那些魔教弟子 全部停滞了片刻 心中莫名地感到恐慌 二哈 上 小白一拍二哈的脑袋 二哈迅速奔腾出去 小白以灵力化长急 两只又小又嫩的小手 紧紧握着九尺长急 林摇摇生怕小白把握不住 特意帮了一把小白 凌空输入 一点灵力给小白 小白灵力请客间充沛 一挤挥出 将十多个魔教弟子击飞出去 随即脚踏小白 手持零挤冲锋 小白没学过星河轮回剑法 攻击招式单一 回去得教教他才行 林摇摇站在原地点平道 林摇摇身后 那些天剑锋弟子 看见魔教弟子被阻挡住了 才躲在树后面松了口气 当他们探出头来看时 看见了林摇摇脚下 有十几块令牌 几个天剑锋弟子互视一眼 悄悄走了上前 伸手去拿令牌 当天剑锋弟子手握到林脉时 林摇摇零剑刺下 直接刺穿了天剑锋弟子的手 啊 天剑锋弟子疼痛的大吼 收回了手 你 你敢对同门下手 宗主绕不了你 我天剑锋也绕不了你 另一个天剑锋弟子说道 林摇摇面容平静 冷漠道 你们霍水东引就算了 现在还想抢我和小白的令牌 没杀你们 不过是看在同门的份上罢了 逍遥风 给我等着 等我们回去 要你逍遥风好看 天剑锋弟子也狠道 小白在前面追杀魔教弟子 已经出了林摇摇的事件 魔教弟子将小白给包围住 这下能放开手脚好好打了 小白活动了一番筋骨 刚才师姐在看 他不好动用自己的本事 但现在可以放开手脚的杀人了 你不过一个住击前妻 杀你如屠珠 魔教弟子很力道 你还是第一个敢跟本帝说这话的人 小白冷漠道 我小白谈指尖 耳等灰飞烟灭 本帝 魔教弟子冷了一下 还没反应过来 眼前的一幕让他无比恐慌 腿脚打颤 直接眼前 小白身上凝聚出一道魔魂 头戴地关 高坐在宝座上 眼眸阴冷 散发着无上威压 可惜我的魔气废了 魔功没了 只能凝聚出巅峰时期千分之一的力量 小白有些惋惜 那道魔魂 是他修炼极乐魔点时凝聚的分魂 魔 魔 魔地 魔教弟子惊呼 全部浮跪下去 现在才知道 晚了 小白阴冷地说完 小手轻轻一挥 魔魂手持长脊斩下 嗡 长脊直接收割了魔教弟子的魂魄 和全部魔气 随后一口给吞下 虽然少了点 但蚊子的腿也是肉 小白满足道 收起了自己的分魂 走到二哈面前 二哈此刻 被吓尿了 都不敢看小白了 魔地的威压 他感受到了 太恐怖了 太吓狗了 二哈 做本地的坐骑是你的荣幸 知道不 小白拍了拍二哈的头 二哈这才反应过来 吐着舌头跑了回去 当回去的时候 小白看见 天剑锋弟子 似乎在刁难自己的师姐 呵 你们找死 小白冷喝道 逍遥风 给我等着 等我们回去 必定要你逍遥风完蛋 小白听到这句话 一手凝聚出场戟 骑着二哈 快速冲锋过去 一戟扫飞两个 小白 你干什么 林夭夭转头高声质问 师姐啊 别心软 他们要回去对付我逍遥风 那我们把他们杀了 小白看向师姐说道 你 你敢杀我们不成 天剑锋弟子怂了 忍不住地后退 他们感应到了 小白身上的煞气 很恐怖 反正也没人看见 到时候推给魔教背锅就行了 小白冷漠道 天剑锋弟子听到这句话 顿时瞪达双眼 膝盖一软 跪下了 我们知错了 我们不敢了 求师姐师兄饶命 小白提起长急 正要动手的时候 被林夭夭伸手拦住了 小白算了 毕竟是同门 而且没有生死大仇 饶他们一命 林夭夭看向小白说道 好 听师姐的 小白收起了长急 他杀高兴了 一时间没有及时收手 要不是林夭夭拦着 小白绝对会把他们杀了 对小白来说 杀人不需要理由 腰山上空 其无依盘膝而坐 看着自己徒弟的表现 正看得津津乐道时 陈纯阳遇见归来 凌空高鹤 第一轮比试即将结束 所有人在一刻钟之内 回到灵州上 陈纯阳的声音 传遍整个腰山 其无依闻言 这才反应过来 时间快到了 当即取出偌大的灵州 横临在空中 黑云驾驶黑色灵州 缓缓驶来 凌空喊道 魔教弟子听令 即刻回到灵州 其无依看着 安然回来的黑云 又看了看陈纯阳 你追了半天 没杀了他也就算了 也没卸了他一条胳膊 秦无依好奇地问道 好歹也有剑神之称 不至于一点伤害 都没打出来吧 他身法诡异 化为黑色乌云 免疫了我的剑气 陈纯阳平静道 亲我阴文言 看着摩勒宫灵州上的黑云 他应该没这么强吧 陈纯阳低头不答 刚才他们两个在别处作战 秦无依也没看见 腰山内 小白和林摇摇听到 只有一刻钟时间了 当即将令牌拿出去买 卖令牌了 多余的令牌 第一块十枚零食 第二块令牌二十枚 先到先便宜得了 小白抱着令牌 到处吆喝道 这是林摇摇给小白出的主意 一块令牌 卖十枚零食太贵了 没有人会卖 但第一块十枚零食 第二块二十 第三块三十 这样一来 没有令牌的人 就会抢占先机 先卖第一块 最便宜的一块 引发从众心理 这就是为商之道 第一块我买了 万花蜂弟子 第一个出来买 小白丢了一块令牌给他 万花蜂弟子 给了十枚零食 看 我卖了最便宜的令牌 我能参与第二轮比试了 万花蜂弟子 四处炫耀道 林摇摇暗中返还了 五枚零食给他 他是找来的托 有了前车之鉴后 后面越来越多 没得到令牌的弟子 前来争相购买 快人一步 就能少出很多零食 一展查不到的功夫 二十多枚零食 全部卖完 等回去亮瞎师尊的狗眼 小白抱着一堆零食 笑呵呵地说道 喵 小蓝叫了一声 蓝色家扎着一抹白色的猫眼 盯着小白 小白想起 自己上次被猫打了一顿 不由地打了个机灵 师姐 你要看好你家的猫啊 小白看向林摇摇说道 小白 你也别乱说话 师尊虽然修为弱了一点 地位低了一点 人也闲了一点 但对徒儿还是很好的 林摇摇如是道 小白闻言 心里一阵嘀咕 你就对师姐好 对我 呵 废我修为 废我磨居 还用破骨头 给我铸鸡 最关键的是 还不分我们肉吃 就这 也叫好 走吧 该回去了 赚了这么多零食 师姐带你去吃好吃的 馋死师尊 林摇摇带着小白 扳回灵州 小白抬头看着师姐 心中有些无语 刚才你还让我别说师尊 现在你自己都在说 两人走到灵州下后 飞回灵州甲板上 一刻钟过后 星河宗弟子纷纷回来 九封大比第一轮 还是出现了不少伤亡 不过没魔教的眼中 魔教来了一千人 此刻魔教的灵州上 只剩下两百人不到 其他的全部被截杀了 其无依看着魔教的灵州 忍不住大笑 哈哈哈哈 走 这次重创魔月宫 回去之后 我定禀告宗主 所有人都重重有赏 其无依笑着说道 黑云堂主 他星河宗杀我魔教弟子 此时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位园英弟子 站在黑云旁边说道 他星河宗杀我摩勒公弟子 我摩勒公灭他星河宗 黑云沉声道 紧跟着星河宗的灵州 回到星河宗去 星河宗 逍遥风 大雨淅沥沥的下了许久 冲刷了逍遥风上 所有的魔气和不干净的东西 待到魔气消散后 大雨才停下 乌云消散 阳光从乌云中折射出来 照耀在逍遥风的上 温暖舒适 待到雨水蒸发后 朱能和徐不败 才艰难地站起来 徐不败看着罗阳天的背影 燃起了滔天的怒火 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出手 真当我徐不败好欺负 徐不败低吼道 轰 一道晴天霹雳落下 劈在徐不败头上 夜空顿时愣住了 看着自己手中的逍遥扇 这可不管我的事啊 夜空急忙解释道 这次真的不管他的事 他还没动用逍遥扇 使用下一个能力 好端端地想起一道晴天霹雳 这也太诡异了 夜市值不必担心 有我在 一道晴朗的声音从空中落下 随后一袭青色长袍 鹤发童颜的大长老 从空中落下 刚才那道雷电 就是大长老使用的树把 大长老落在夜空身前 背着一只手迎向徐不败 你找死 徐不败阴冷道 死 你今天确实会死在这里 大长老冷漠道 徐不败怒吼一声 身上黑袍落地 显露出完美的身材 魔气滔天 欲含恐怖的威严 夜空看着被魔气污染的石头 心中无余 得 白清理了 徐不败身后 罗阳天的灵力分身变得无比凝实 这是分身替换 本体替换到分身的位置上 分身替换到本体先前所在的位置 现在罗阳天的灵力分身 在星河殿的星河上 镇压摩勒公老祖 砰砰 朱能砸了一下手上的铁拳套 加入包围圈中 加我一个 三打一 徐不败冷眼看着罗阳天 他们三个 没有贸然出手 他刚才释放了大量的魔气 污染了星河宗的灵脉 导致现在魔气不够支撑他战斗 罗阳天 你确定要在你宗门动手 徐不败沉声问道 这是杀你的机会 罗阳天沉声道 呵 在星河宗对我出手 你就不怕将你星河宗给打崩 徐不败冷喝道 强者间的战斗 动辄毁天灭地 只要能杀你 一切都值得 大长老开口道 在逍遥风动手 你敢吗 徐不败冷声道 罗阳天没有回答 他不敢 他怕伤到夜空 大长老没有说话 逍遥风是灵脉汇聚之处 一旦动手 灵脉很容易出事 到时候灵脉破碎 伯乐公老祖出事 就麻烦了 有啥不敢的 杀就对了 朱能说着 挥舞着铁拳就要打去 星河宗上 一黑一白的灵州驶来 停滞在星河宗的上空 静静地等待 1500个名额 魔教剩下的200多个弟子 只获得了150个 这还是一开始就获得的 本来魔教得到了大半令牌 但被星河宗弟子给截杀了 等待了一会 二长老腾空出现 稍等 大长老马上赶来 二长老开口说道 陈春阳从空中落下 正要回到星河宗时 被二长老伸手拦住了 宗主交代过 大长老没出来 谁都不能随意进出星河宗 二长老如是道 我要回天剑峰也不行吗 陈春阳问道 二长老摇了摇头 稍等一下吧 陈春阳闻言立在虚空之中 你星河宗 该不是想对我 摩勒公公主出手吧 黑云出面质问道 我星河宗不是那样的人 二长老覆手而立道 那为何不让我们进去 等一会就可以进去了 二长老说道 并未解释 逍遥风上 朱能被大长老给拦住了 没有让朱能出手 算了 今日就不杀你了 罗阳天淡淡道 说完话后 离开原地 原地只留下一道灵力分身 大长老拍了拍 朱能的肩膀 随后离开 九封弟子已经归来 此刻不宜动手 不然 一旦被摩勒公察觉 会引起宗门大战 这是主要因素 次要因素是 一旦打起来 罗阳天怕来不及保护夜空 所以就放弃了 徐步拜见他们离开 这才收回魔器 嘴角以不可察觉的弧度 微微扬起 哼 你星河松 给我等着 徐步拜心里冷哼了一声 星河广场上 巨大的魂巾上 亮起了1350个名字 暗淡下去的名字 则是被淘汰 裂开的名字 则是人死了 九封大笔第一轮比试 到此结束 所有晋级者 与明日五十 参与第二轮比试 大长老出现后 站在半空中宣布道 刚说完 几个天剑风弟子 就站出来了 大长老 我们要举报 小白和林摇摇文言 同时看向那几个 天剑风弟子 师姐 我就说吧 要把他们杀了 省得他们烦人 小白贪手道 这一刻 若是可以 他绝对会拔刀砍人 好心放你一马 你转头就来告状 当初是谁跪下说 错了的 大长老看向 逍遥风的两个弟子 说道 举报合适 天剑风弟子急忙说道 逍遥风弟子 残害同门 垄断令牌 背叛宗门 勾结魔教 一盘脏水 直接泼在了林摇摇和小白身上 大长老文言 转头盯着林摇摇和小白 冷声问道 可有此事 小白骑着二哈上前 淡然道 没有 当初 天剑风弟子被魔教弟子追杀 天剑风弟子祸水东吟 引到我和我师姐所在的地方 我和我师姐出手 击杀魔教弟子 而卑鄙的天剑风弟子 在我们对战魔教弟子的时候 来偷我们的令牌 我师姐给了他们一点教训 后来他们不服 我打了他们一顿 他们当时跪下认错 而现在回来就反咬我们一口 天剑风弟子 比我的狗还狗 小白直接大骂 这点 林摇摇倒是没有反驳 大长老你听 他还侮辱我们 当初要不是我们跑得快 就被他们两个给杀了 请大长老严诚 剥夺他们的参赛资格 逐出宗门 天剑风弟子大叫道 小白眼神微眯 冷冷盯着他们几个 你们确实对同门动了杀心是吧 大长老看着小白说道 没错 小白也不反驳 直接回答 但是我们没有勾结魔教 并且还救了天剑风的一群狗 小白直接骂道 说话最好尊重点 你逍遥风不过一破风罢了 哪来的勇气骂我天剑风 陈长青神色不善道 我天剑风是破 但总比你天剑风好 你天剑风别的不多 奸细多 小白冷笑道 你想找死 陈长青冷色道 看 他对我也动了杀心 要处罚连他一起呀 小白指着陈长青说道 大长老回头看了一眼 陈长青闭嘴 陈长青闭嘴了 对同门动杀心 还违反规则 当取消参赛规则 大长老宣布道 现在我宣布 取消逍遥风弟子 等等 大长老话还没有说完 就见夜空走了过来 师尊 小白和林摇摇 同时拜喊道 夜空轻点了一下头 走到小白和林摇摇面前 凭什么 取消我逍遥风的参赛资格 夜空抬头问道 他们出手伤害同门 该罚 大长老说道 出手伤害同门 夜空闻言 转头看向自己的两个徒弟 你们伤害了吗 没有 两人同声道 看见没 我徒儿说没有 他们只是自卫罢了 谁不知道 天剑峰一直针对我逍遥风 他天剑峰弟子逮到机会 肯定是对我弟子图谋不轨 夜空如是道 你胡说 明明就是你逍遥风先动的手 天剑峰弟子说道 我徒弟 为什么要对你们动手 夜空问道 因为他们勾结了魔教 天剑峰弟子说道 那个 我有话说 万华峰弟子看不下去了 站了出来 我们下灵州的时候 逍遥风的疯子 就将外围的陷阱 全部告诉我们 还有启动口诀 有了阵法和陷阱 夺过魔教弟子的追杀 听见没 小白说道 还有 看见我们身上的血了吗 这是魔教弟子的血 大长老闻言 心里明白了 勾结魔教 是不可能勾结的 但对付同门 估计是有的 夜空啊 星河宗不分青红皂白的 对付你逍遥风 你还待在星河宗干嘛 来我摩勒宫吧 徐不败走了出来 看热闹 夜空没有理会他 而是看着大长老 你确定要罚我徒弟 当然要 大长老话还没说完 宗主的声音传了过来 大长老 你僭越了 掌管的刑罚的 乃是朱堂主 朱能从夜空身后走出 摘下铁拳 走到天剑峰弟子面前 狠狠地打了他们一拳 朱堂主 为什么打我们 天剑峰弟子委屈道 为什么 我执法堂的执事在外围守护弟子 看见了你们卑鄙行为 朱堂主说道 他执法堂的弟子 全部出去暗中监督 能救救救 不能救救记录下来 天剑峰和逍遥峰弟子相遇 他们是看见的 只不过没有出手 小白将魔教弟子引开 他们也没有看见后续 但他们将事情记录下来 回来之后 原模原样地交给堂主 朱能得知事情后 本不想处理的 但天剑峰弟子反咬一口 不得不出面了 此事坐在天剑峰弟子卑鄙下流 污蔑逍逍遥峰 请宗主大人圣财 朱能迎向星河殿的方向 拱手说道 逍遥峰无罪 且斩杀魔教弟子当赏 天剑峰弟子污蔑他人 按宗规处置 大长老不分缘由就惩罚他人 即刻前来星河殿受罚 陈春阳其无依监督不利 罚奉三个月 罗阳天的声音响起 做出了公平的赏罚 此话一出 众人没有反驳 等等 这关我什么事啊 其无依才反应过来 自己三个月的俸禄没了 徐不败 身在我星河松 你最好老实一点 罗阳天顺便警告了一句 徐不败 呵 徐不败冷喝了一声 星河松 你今日如我 明日我要你好看 若非他为了拯救老祖 徐不败绝对会在星河松大闹一场 至于闹过之后 能不能黯然离去 对徐不败来说不重要 大不了和老祖一起被镇压呗 徐不败看向星河松外面的灵州 缓缓道 罗阳天 我摩勒宫好歹也是客 你就让我摩勒宫的人待在外面 不然你想如何 罗阳天沉声道 原来既是客 我摩勒宫既然来了 进入你星河松休息一晚 不过分吧 徐不败缓缓道 我星河松妙小 无法容纳你摩月宫的魔头 罗阳天说完 声音消失 大长老也随之消失 行吧 徐不败倒也不介意 反正你星河松的结界 失去了灵力之源 就会消散 我等得起 徐不败背着双手 往逍遥风的方向走去 猪能带着铁拳 一直跟在身后 逍遥风 逃山上 小白从储物界里 举出一只全身黑毛 体型壮阔的黑猪 这只猪腰 有助肌的修为 在外围称霸一方 不过见到二哈后 直接丧失反抗能力 小白去捡令牌的时候 顺便一拳头将它打晕 装在储物界中 师姐 要不你来清理黑猪 我去生活 小白抬头看向黎妖妖说道 黎妖妖看着黑猪 淡淡道 小白给你一个时辰 做好了叫我 我先去修炼了 小白 师姐这样 你生活 我来清理行了吧 小白退而求其次 让师姐生活 黎妖妖看了一眼小白 没有搭理她 转身回到自己茅草屋中 一个时辰后 我出来吃 小白站在原地 一脸茫然地 看着师姐回房间 不是师姐 你好歹帮个忙啊 小白回头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的黑猪 气得踹了她一脚 我小白好歹也是摩地 让我烤猪 哼 那就都别吃了 小白气冲冲地走了 刚走没几步 就见徐不败 背着手走了过来 小子 你过来将这黑猪给烤了 我给你一个时辰 小白指着徐不败 说了一句 说完 转身回到自己房间中 徐不败 愣在原地 有些意外 命令我 敢命令本公主 找死 徐不败说完 一手抓住一团黑球 眼神阴冷地 看着小白的茅草屋 小白推开房门 走了出来 拿了一堆枯草 放在徐不败面前 记住 一个时辰内弄好 眼中有黑气闪过 说完 走了回去 小白刚才是动用了 自己的残魂的震慑力量 震慑徐不败 不知道有没有用 就算没用 小白也不担心 这时在星河宗 他还敢对我动手不成 小白心里是不虚的 这时在星河宗 他徐不败不敢出手 至于他考不考 就不管小白的事了 反正已经将锅 摔在徐不败身上了 你是谁 也敢命令本公主 我是你祖宗 小白随口说完 关上房门 躺下睡觉 朱能看着小白 回到茅草屋 关上房门 傻住了 逍遥风的弟子 都这么狂吗 这可是摩勒公公主啊 杀人不眨眼 吃人不放眼的魔头啊 你让他考猪就算了 还骂人家 夜空失职 你这坨也太狂了吧 朱能悄悄看了一眼 徐不败 见徐不败一脸平静 魔气翻滚 顿时绝望了 我现在去找宗主来救人 还来不来得及啊 朱能心中有些担忧 生怕徐不败发怒 在逍遥风上破坏 关键是 这还是逍遥风弟子挑起的 上哪说理去 就在朱能绝望之时 却见徐不败弯下腰 将枯草捡起来 走到黑猪旁边 黑猪这时突然睁开眼睛 全身黑毛 犹如一根根钢针倒立 徐不败冷眼看着黑猪 扮然道 能让本公主亲自料理 是你的荣幸 自己躺好 黑猪感应到了 无比恐怖的气息 吓得趴下了 徐不败准备好枯草后 转头看向朱能 说道去帮我找些柴火回来 朱能整个人都傻了 这什么情况啊 这 不是你堂堂摩勒公公主 就这么能去能身吗 让你烤猪你就烤猪 面子都不要了吗 朱能站在你原地许久 见徐不败已经动手了 这才去找柴火 徐不败看着小白的茅草屋 想到了小白之前的那个眼神 他真的 是我摩勒公的老祖吗 徐不败沉吟许久 那小孩的眼睛 让我都感觉到恐惧 而且还有一丝魔气 这是星河宗 除了老祖和我的人 还有谁会有魔气 肯定是老祖分魂脱困 便是为小孩 潜伏在逍遥风寻机会 破开封印 救出本体 对 一点是这样 除了老祖 没有人敢命令我 除了老祖 哪个正经人 会留在这荒无人烟的逍遥风 对 他就是我摩勒公的老祖 这一刻 徐不败突然明白了 他是我祖宗 徐不败看着地上的黑猪 顿时想到 是啊 老祖最喜欢吃肉了 说着 徐不败蹲在地上 将黑毛猪清理干净 以灵火烤去腥味 没想到你堂堂摩勒公公主 居然能隐忍到这一步 不过徐不败 有本堂主盯着你 就算你再隐忍 本堂主也不会让帮你爆发 猪堂主扛着一堆柴火回来 淡然道 呵 徐不败冷喝一声 什么也没说 真当本宗主是在隐忍 那小白 其实是我摩勒公老祖 徐不败清理干净后 取出长脊 贯穿整只黑猪 悬空制烤 既然是要服侍老祖 那就要做到最好 星河殿中 罗阳天背负双手 站在星河上 背对这大长老 缓缓道 大长老 你心中还有怨 没有 大长老拱手道 没有你 为何还不分清红皂白地 污蔑逍逍风弟子 罗阳天语气不善道 没有针对 我是保护逍遍风弟子 大长老说道 为何 接下来的两轮比试 有人会对逍遥风弟子动手 罗阳天文言 沉引了许久 下去吧 大长老这才拱手退下 谁要对逍遥风弟子动手 罗阳天沉思许久 罗阳天 我感应到了 我摩勒宫的人来了 星河低下 传来真摩月宫老祖的声音 来了 被打了一顿 老实了 罗阳天淡淡道 你知道我孙儿徐不败 会叫不败这个名字吗 没有人能将他打败 更没人能命令他 除了我 罗阳天 你们既然出手了 就等着完蛋吧 摩勒宫老祖大笑道 宗主 逍遥风传来讯息 徐不败在逍遥风上 给逍遥风的弟子做烤猪 一条讯息传到星河殿中 整个星河殿都安静了 摩勒宫老祖也不说话了 逍遥风 苦海边 将至傍晚 夜空一拉鱼线 一团青绿色的光团 从苦海中出来 落入夜空手中 丁 恭喜宿主成功垂钓出 第八件特殊物品 玉镜柳枝 玉镜柳枝 蕴含无上微能 可刷落万物 系统的声音落下 一只半纸长的柳枝 出现在夜空手中 夜空拿着半纸长的柳枝 往天上轻轻一刷 瞬间无数颗星辰陨落 暗淡无光 我去这么强啊 夜空有些惊讶 就这么轻轻一挥 天上星辰就陨落了不少 厉害啊 夜空看着手中的柳枝 上面的光芒 变得暗淡了许多 显然 刚才夜空那一刷 让玉镜柳枝 消耗了不少灵力 夜空将柳枝插在苦海边 柳枝瞬间扎根 长大了不少 原来还能栽种啊 夜空感慨道 天空中无数星辰陨落 引起了各大势力的关注 星辰陨落 必有大事发生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 星辰无故陨落 天下必定会出大事 各方势力 都在关注 天上星辰陨落的事情 就连罗阳天和大长老 也在关注 星辰陨落 而且就在我连云州正上方 难道我连云州会出事 罗阳天眉头紧皱 他总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兵来将党水来涂眼 只要摩勒宫老祖不放出去 大几率会没事的 大长老在一旁安慰道 罗阳天轻点了一下头 这倒是 希望别出事吧 两人在空中说完后 回到星河殿中 逍遥风 陶山 一个时辰不到 一股烤肉的香味 飘荡在陶山四周 正躺在床上睡觉的小白 闻到了香味 醒了过来 好香啊 小白推开房门出去 就看见徐不败 正以柴火烤猪 烤猪通体烤得金黄 一滴滴香油滴落在炭火中 一看就十分美味 小白赶紧走了过去 深吸了一口 嗯 不错 小白微微点头道 这下有肉吃了 李妖妖正修炼间 闻到了香味 从房间里出来 小白听到了动静 一把抢过烤猪 两只小手握着长脊 帮烤这烤猪 这猪是我烤的 你们不许说话 小白回头对徐不败 和猪能说了一句 徐不败文言 倒也没说什么 猪能一时语色 不知道该这么说了 你烤的 你有脸说是你烤的 这柴火是我找的 火是我点燃的 烤猪是我和徐不败 联手烤的 你就在茅草屋里睡觉 什么事也不做 居然好意思 说是你烤的 李妖妖推开房门 走了出来 就看见小白正在烤猪 而且马上就好了 嗯 还不错 只是香味少了点 没有师尊烤的香 李妖妖点评道 师姐 我能烤好就很不错了 小白别嘴道 将烤猪取下来 用桃花枝垫在地上 师姐吃吧 我给你烤的 小白笑着道 猪能 去叫师尊 李妖妖说道 小白一听 冷了一下 凭啥 小白满脸不情愿 说道 师尊上次自己吃烤肉 也不分我们吃 现在我烤了一只猪 为啥要分师尊吃啊 不去 小白抱着双臂 坐在地上 他是师尊 而且今天大长老刁难我们 关键时刻 师尊还是站出来了 再说了 上次师尊不是分我们喝肉汤的吗 师姐 你管用肉涮过的水 叫肉汤 小白没好气道 猪能听到这句话 看向苦海的方向 真不愧是夜空失职啊 自己偷偷摸摸地吃烤肉 被徒儿发现了 用肉涮一下水 告诉他们 这是肉汤 不过 你也无奈 你逍遥风本就没有资源 宗门给的 只能勉强解决温饱 吃大鱼大肉 确实太难了 徐不败安静地站在一旁 实际上一直在关注着小白 这真的是我的老祖吗 为何感觉像个小孩子一样 徐不败有些怀疑 林夭夭看着小白 最后问道 小白 你去不去 师姐 你就是打死我 打断我的腿 我小白 也要去 师姐 我这去 你先把棍子收起来 小白见到师姐 拿出一根带刺的棍子 从心了 师姐是真的会下手的 而且还很疼 为了免受皮肉之苦 得去 小白骑上二哈 一拍二哈的狗头 二狗子 冲 二哈吐着舌头 一路狂奔出去 实习不到的时间 二哈跑到了枯海边 汪汪 正要回去休息的叶空 听到二哈的声音 回过头一看 小白来了 小白 什么事啊 叶空开口问道 师孙 我烤了肉 想请你过去吃 小白开口道 叶空闻言 沉思了一会 点了下头 好 说着 跟着小白 往陶山走去 一刻钟后 叶空 小白 还有林夭夭 围绕着烤猪坐下 师孙 这是我和小白烤的肉 香吧 林夭夭说道 猪能 徐不败 原来不要脸 还能传染 明明是我们两个烤的 你们两个脸不红心不跳的 就说是自己烤的 脸呢 猪能看着林夭夭和小白 又看了看叶空 心中叹了口气 哎 果然是什么样的师孙 带出什么样的徒弟啊 叶空看着烤猪 闻了一下 虽然色香味俱全了 但是肉太差了 不过叶空看着两个徒儿 一脸期待的样子 想来 他们围了烤猪这只猪 费了不少心思吧 叶空想到这里 缓缓道 嗯 一般吧 虽然烤得不错 但能吃 呵 有本事你来烤啊 徐不败冷声道 叶空的点评 就是在质疑他 身为摩勒公公主 谁敢质疑 我跟我徒儿说话 管你摩勒公啥事 而且 你还赖在我逍遥风干嘛 我徒儿烤的猪 可不会分给你吃 叶空看向徐不败说道 猪能不不 这猪其实是徐不败烤的 我想在哪就在哪 别说这是你的逍遥风 就是你的 徐不败 赶紧滚吧 别影响我们食欲 小白没好气道 这要是被发现了 不是我考的 师姐非得打索 徐不败文言 深深地看了一眼小白 他到底是不是老祖 算了 等以后再调查吧 徐不败起身 放了一句狠话 逍遥风 喝 迟早会消失 说完 背着手走了 猪能站在原地 冷了许久 才反应过来 急忙跟着徐不败离开 他到现在都还没搞明白 是怎么回事 等徐不败走后 小白才将肉切开 分给师姐和师尊吃 当然 二哈和小兰 也分到一些骨头 徒儿 身为修饰 要少吃杂食 以免修炼时 行气阻塞 夜空吃了一点后 缓缓开口道 一摇摇文言一愣 那你还吃得满嘴是油 小白心中挺无语的 幸亏是我和师姐 准备的烤肉 这要是你烤的 肯定又没我和师姐的份 黄昏 吃饱喝足的夜空三人 坐在桃山上 闻着桃花香 明天就是第二场比试了 也是最危险的一场 摇摇小白 记得保护好自己 夜空坐在中间 对小白和黎摇摇说道 放心吧师尊 徒儿何尝让你失望过 黎摇摇自同党 第一轮比试 只是在腰山寻找令台 因为魔教的介入 大家都针对魔教的弟子 战斗不是很激烈 但第二场比试 可就不好说了 魔教弟子只剩下200来个 危险系数降低了不少 而第二场比试 要从1500个人中 挑选出500个人通关 竞争非常大 其他风的弟子 有几十个上百个 他逍遥风就两人 容错率非常低 一旦不小心被淘汰 那他逍遥风就输了 尽力就可 若是不可敌 便放弃 夜空说道 想必九封大比 夜空更关心的是 徒儿的安全 师尊 别小看我和师姐 拘须九封大比 我和师姐 给你拿第一回来 小白开胸口保证道 夜空捏了捏小白的肥脸 但笑道 保护好自己就行 小白心中鄙视师尊 别摸本地的脸 要不是为了能留在 逍遥风恢复实力 本地才不伺候你呢 聊了一会 夜空见天已经完全黑了 拍了拍屁股站了起来 好了 你们也回去休息吧 明天还要去参加第二场比试 林瑶瑶和小白起身拱手 目送师尊离去 这才各自回房间去修炼 二狗子 别吃了 小白喊了一声 二哈叼着一根骨头跑来 站在小白面前 你要是敢把骨头带进我房间 我顿了你 小白警告了一句 扳回茅草屋中 二哈他在茅草屋外 啃着骨头 同时也是在守夜 逍遥山下 徐不败站在一块巨石上 背着双手 跳往着山上逃山的方向 他到底是不是老祖 老祖为人霸道 做事嚣张 绝不会低头做小 看其性格 不像是老祖 但他的眼神太过恐怖 又约含着魔技 不是老祖是谁 寻常小孩 可没有这能耐 徐不败沉思了许久 心中尼难道 小白绝对是我老祖 只不过是为了隐藏自己 才低头做小 隐忍不发 就跟我一样 我也在隐忍 老祖我徐不败会救你出去了 徐不败心中暗道 感觉自己已经猜到了小白的身份 意外上 徐不败的站在石头上 眺望着桃山 一日五十 钟声响起时 九封弟子 再度骑聚在星河广场上 这次九大封主 倒是没来了 九大封主 就在开幕式的时候 出来亮个相 还有就是 在结束的时候 出来走个过场 其他时间都不必出来 大长老站在空中 宣布着第二轮的鄙视规则 第二轮鄙视 有三个鄙视场地 朱基弟子 当前往月之森林 金丹弟子 前往岩之火山 原鹰弟子 将前往雪之洞土 诸位弟子 将前往三个鄙视场地 收集月灵 岩晶 雪魄 三种先天之灵 前五百个回来的弟子 将进入最后一场鄙视 诸位将自己前往 不得高空飞行 不得乘坐出行工具 只能徒步前往 在我说话时 鄙视已经开始了 大长老说完这最后一句话 一千三百个弟子 瞬间跑出去 黑云也听明白了 鄙视规则 转身吩咐到 你们的任务 始终只有一个 黑云顿了顿 酝酿气势 魔气翻滚 正要开口说话时 一道神念传来 保护逍遥风弟子 这道声音是徐不败的 黑云听到这句话后 立即转变态度 记住 保护好逍遥风弟子 谁若是敢对他们不利 你们就杀谁 黑云开口道 虽然不明白 公主为何会下令 让摩勒公弟子 保护逍遥风弟子 但听从安排就是了 去吧 记得别让逍遥风出事 黑云一挥手 摩勒公弟子拱手败倒 是 说完 全部飞下灵州 保护逍遥风 我才不保护呢 我来就是来杀人的 对 保护逍遥风弟子 公主这是吃多了吧 别管逍遥风 先杀大帝之姿禽兽 十几个魔教弟子围在一起 追杀大帝之姿禽兽 杀人的命令他们听 但是保护人的命令 呵 谁会听 话虽如此 但总归还是有人听的 徐不败的几个清传弟子 徐雕 徐英 和徐龙他们三个 一直跟在林夭夭和小白身后 摩勒公有一条规矩 只要是清传弟子 都得改姓徐 据说建立摩勒公的创世魔头 被摩帝赐姓为徐 所以摩勒公的历代公主 都得姓徐 前方 林夭夭和小白两人 一人抱着猫 一人骑着狗 两人走的速度很慢 骑狗不算是犯规 毕竟徐兽风弟子都是骑成妖兽的 这算是特例 师姐 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小白低声对林夭夭说道 嗯 是魔教弟子 而且跟踪我们的 还是金丹修为 林夭夭轻描淡写道 她从出来的时候 就察觉到有人跟踪 只不过一直装作不知道而已 师姐 十公里外有宗门布下的陷进 要不要使用 小白轻声问道 不着急 我感应过了 后面只有三个魔教弟子 跟着我们 小白 要不要玩把大的 林夭夭看着小白 轻声说道 不想 小白摇了摇头 要是玩大的 她有很大的几率会暴露 小白别怂 师姐我一托二 你对付一个弱的金丹前妻就行了 林夭夭说道 她现在已经助击巅峰 小小金丹修士 她还没放在眼里 师姐 我才助击前妻啊 小白开口道 虽然我能打得过 但是要动用底牌吧 小白 相信师姐 你只需拖住一刻钟时间 师姐我斩杀了金丹修士 就来救你 星河宗设定的陷阱 咱们用不着 林夭夭昂首道 小白 第二场比试场地 也有不少陷阱 来是大长老和罗阳天 为了铲除魔教弟子 而联手设定的 在出发的时候 大长老将陷阱 告诉给了每个人 让他们能利用陷阱 坑杀魔教 之前星河宗就排查过 摩勒宫的奸细 也是为了这场比试做准备 没了魔教的奸细告密 那对付魔教就稳妥了许多 奸细都已经被清理了 第二场比试将是他们的目的 在林夭夭他们前面 有一支七人小队 他们手持七星长剑 身穿青白色的剑袍 全都是一样的装扮 就连提剑的姿势都是一样的 他们七个乃是天剑锋的七星剑 实力都在金丹期 且剑阵无敌 可占原因 长青师兄也真是的 不就对付逍遥风的两个弟子吗 至于让我们七星剑子出手吗 最左边的一个抱怨嘀咕道 没办法 为了让稳妥起剑 必须给我们七个出手才行 况且长青师兄也答应过我们 只要我们完成任务 就给我们进剑枯修炼一个月 反正九封大比的第一 是我天剑锋的 我们七个 晋即与否都不重要 七个人说话间 摇摇看见 小白和林夭夭跑了过来 人来了 隐蔽 最右边的剑子说道 七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潜伏在两侧的灌木丛中 林夭夭和小白走路的速度 越来越快 小白 前面就是开阔地带 待会走到灌木丛前 我喊三二一 我们直接跑过去 准备迎战魔教弟子 林夭夭转头对小白说道 好 小白无奈地应了一声 小脸忧愁 在其身后 徐雕他们紧紧跟随 还不知道被察觉了 依旧跟在林夭夭 他们后面一路保护 他们似乎加速了 不会发现我们了吧 徐英开口说道 不会 我们好歹也是金丹强者 并且还遮蔽了自己的契机 他们发现不了 徐雕低声道 灌木丛中 七星剑子趴在地上 呼吸缓慢 气息微弱 待会我喊三二一后 我们就冲出去开团 最中间的一个剑子说道 来了 三 林夭夭和小白 走到了灌木丛外 小白 做好准备 林夭夭说话间 抱紧了小蓝 小蓝幽蓝色的眸子中 闪过一缕白光 她察觉到了 附近有人 小白左手抓着二哈的狗毛 右手放在狗头上 二哈 做好准备 三 一 林夭夭直接数到一 声音刚落 狂奔而且 原地只留下一道红色的影子 小白使劲拍了一下 二哈的脑袋 二哈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跟上 二 灌木丛中的剑子 刚数到二十 人就已经跑出去了 人跑了 赶紧追 那剑子大喊道 后面跟踪的三个魔教弟子 看着林夭夭 他们突然跑了 短暂的冷了片刻 随后加快追逐 刚好雨出来的话 七星剑子碰了个正着 场面 一下子尴尬了 林夭夭跑到空旷的地带后 回过头去 看见天剑峰弟子 好像跟魔教弟子撞上了 怎么回事 林夭夭傻眼了 天剑峰弟子 是从哪冒出来的 小白也一连忙 他都做好了 释放底牌的准备了 结果天剑峰弟子出来了 我们只是路过 你们要对付逍遥峰 你们先请 其中一位七星剑子说道 徐雕眼神微眯 翻手取出一把长枪 冷声道 谁说我们要对付逍遥峰了 他们本来就是 来保护逍遥峰弟子的 现在何要对付逍遥峰的弟子 撞上了 这不错巧了吗 猎阵 七星剑子当即喊道 天书剑春斗就位 天玄剑春末就位 天机剑夏苗就位 天拳剑夏蛮就位 玉衡剑秋落就位 开阳剑秋生就位 遥光剑东清就位 七人摆出七星剑阵 迎向三个魔教弟子 喝 阵法 我们也会 徐雕冷喝了一声 身上魔器翻滚 三人魔器相连 心意相通 林夭夭和小白站在远处 有些吃惊地看着两边的人组阵 师姐 天剑锋是来帮我们的吗 小白抬头看着师姐 有些疑惑不解 林夭夭凤木冷清 玉手轻扶着小兰的长矛 若有所思 不 天剑锋弟子不是来帮我们的 林夭夭轻声道 天剑锋 不来阻挡他们的路 就算很不错了 怎么可能会来帮他们 而且一来就来七个 全都是金丹 他们估计是想在路上堵截我们 只不过我们跑得太快 他们来不及反应 林夭夭解释道 小白顿时明白了 师姐英明 早就察觉到天剑锋弟子在埋伏我们 所以数了三后 就直接数一 小白称赞道 真不愧是师姐啊 料地于先 不 我只是想先跑一步 让你留下来做诱饵 林夭夭心中说着 轻点汗手 身为你师姐 岂能没点本事 小白点了点头 打心底佩服师姐 那师姐 我们要过去帮忙吗 小白指着眼前的战斗 开口问道 帮谁 林夭夭这一问 直接问猛了小白 对啊 帮谁 两边都不是好人 一边跟着他们 心怀不轨 一边潜伏在灌木丛中 准备拦截 那我们继续赶路 小白看向师姐说道 征询师姐的意见 林夭夭摇了摇头 忽然笑道师弟 想不想玩个好玩的 小白看着林夭夭的笑容 虽然很美丽 但她总有一种不想的预感 师姐说的好玩 绝对是她好玩 而不是自己 师姐 我不想 小白果断拒绝 拍了拍二哈的头 就想走 林夭夭伸出玉手抓起小白 但笑道 不 你想 师姐 我真 好吧 我想 看着师姐那不高兴的表情 小白知道自己无法拒绝了 小白 他们两帮人都不是好人 待会你暗中出手 破坏他们的阵型 林夭夭对小白说道 那师姐你呢 我在后面监督你 小白 师姐 咱别闹 林夭夭一脸认真的看着小白 淡淡道 你看我像是在闹吗 她听见风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现在还在路上拦截我们 要不是师姐 我有仙剑之名 我们现在就被前后夹击了 现在难得有机会 不让他们斗个你死我活 都对不起 我们吃得亏 林夭夭认真说道 上次他们就放过天剑锋一马 结果被反咬一口 这次 好不容易带到机会 得还回来 她林夭夭 是个有仇必报 有恩必还的人 也是 小白点了点头 眼眸一凝 一缕黑光浮现 本地 也不是个吃亏的主 灌木从边 七星剑子和魔教三个徐 打得如火如荼 见光飞影 老大 在和他们纠缠下去 逍遥风弟子就跑远了 我们的计划 只能落空了 春末看向老大哥春斗说道 先别管他们了 重要的是 我们能不能安然离开 春斗面色沉重到 无比的惆怅 他们七兄弟结阵后 能力占原鹰 但徐雕他们三个也不差 又是亲传弟子 实力更是强大无比 关键是 他们三个法宝无数 防不胜防 就在魔教三弟子 与七星剑子交战之际 小白躲在灌木丛中窥视 七星剑阵确实非凡 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遥光剑东青 几乎就没有出过剑 一直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他是七星剑阵的阵眼 负责掌控痊愈性 以自身灵力为媒介 维持七星剑阵的运转 只要他动了 那整个七星剑阵都会受到影响 小白躲在灌木丛中 耐心等待时机 等双方交战正撼时 小白突然从灌木丛中出现 双手拽索东青的双脚 使劲一拽 遥光剑东青正关注着战场 初步急防之下 被小白狠狠地拽翻载地 小白折手之后 跳入灌木丛中 骑上二哈逼射而解 摔倒在地的东青 看着小白的背影 气得咬牙切齿 小遥风 给我等着 他这一摔 整个七星剑阵被破坏 七人只剑的作战没有了联络 灵力不统一 战斗力大幅度衰弱 魔教三人 抓到机会 重创七星剑子 小白骑着二哈 欢快地跑到师姐身边 师姐 我们走吧 小白抬头笑道 林摇摇轻点了一下头 对着远处挥了挥手 取消障眼法 通往月之森林的路上 有执法堂的弟子 暗中守着 刚才小白去拖后腿的时候 林摇摇也没闲着 他施展障眼法 遮蔽了暗中观察的弟子 这样一来 即使七星剑子找事 他们也没有证据 小白和林摇摇接下来的路 没有了太大的阻拦 机关陷阱还有魔教 都被跑在最前面的 同门弟子给解决了 跑得快 得烫雷 一个时辰左右 小白和林摇摇 走到了森林外 月之森林 全是参天古树 遮蔽阳光 进入其中后 犹如黑夜一般 只有月灵会时不时的出现 散发着银白色的光辉 犹如月光一般 这就是月之森林的由来 里面没有阳光 只有黑夜 月之森林的上空 犹如青身穿莲花蓝裙 伴卧在祥云之中 妩媚动人 看着月之森林外的小白 现在才来 有点晚了 犹如青看着小白和林摇摇说道 第二场比试 他负责看守月之森林 他一直侧卧在祥云上 等着小白到来 小家伙 姐姐帮你一把把 你要是淘汰了 后面的比试 可就没去了 犹如青说完 挥一挥小手 一道灵光 进入月之森林中 月之森林外的小白和林摇摇 看了一会后 迈步走了进去 小白 拜会跟在我后面 月之森林太过诡异 很容易被埋伏 李摇摇神情凝重道 刚才 他感应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落入月之森林中 很可能会有危险 嗯 小白轻点了一下头 小脸疑惑 刚才的气息响 似乎有些熟悉 算了 本地熟悉的气息 都不是什么好人 李摇摇抱着小蓝 小白骑着二哈 两人同步走进月之森林中 一进去 瞬间四周变得暗淡无光 只有小蓝幽蓝色的眸子 在黑夜中闪烁 明亮动人 在漆黑的环境中 是小蓝的主场 现在还没有月灵出现 所以四周都没有光芒 林摇摇 左手托起一道灵火 灵火生腾 照耀在林摇摇精致的面容上 师姐 我们现在去哪里找月灵 小白看向师姐询问 月灵常在月之森林中 四处飘荡 很难寻到踪迹 况且月灵是灵 没有实体 只能以特殊的密法捕捉才行 不 我们不用自己去找 林摇摇淡淡道 伸手摸了摸小蓝的后背 我们有小蓝 小白看着师姐怀中的小蓝 有些怀疑 救她 对 小蓝的实力可比你强 你忘了 林摇摇美目看着小白说道 小白听到这里顿时无语 本地还不如一只猫 想起了上次被小蓝给打的一顿 确实不如 你知道 小蓝为什么会叫小蓝吗 因为是师尊曲的名字 林摇摇无语的片刻 说道 你马上就知道了 说完 林摇摇将小蓝丢了出去 小蓝在空中 身体瞬间变得虚无 全身只有 幽蓝色的斑纹 仿佛没有肉体一般 眉心间还有一抹白光闪烁 这是幽灵蓝猫 小白震惊了 世界一直抱着的猫 居然是妖兽 小白震惊之际 看了看胯下的二哈 二哈 你丢我的脸了 二哈 小蓝化身幽灵后 迅速消失在黑夜中 在黑夜中 她是绝对的霸主 小白骑着二哈 走到一棵大树下 悠闲地躺下 终于可以休息了 小白一脸慵懒道 由小蓝出手 抓两个月灵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不 还不能休息 林摇摇面色沉重道 她察觉到了危机 逍遥风 夜空坐在苦海边 一手拿着鱼竿 一手拿着天罗镜 天罗镜不仅可以削弱 被照射之人九成的实力 还能照出你想见到的人 夜空拿着天罗镜 看着乌漆骂黑的一片 只有一缕火光 照耀在自己的美女徒而上 不过夜空看见 林摇摇精致的面容十分紧张 如林大敌一般守过灵界 而小白模糊间可以看见 她躺在二哈的毒字上 昏昏欲睡 这什么情况 夜空有些懵圈 一个如林大敌 一个偷懒休息 难不成是小白想要偷懒 让自己的世界替自己守着 夜空想到这里面色一沉 很有可能 小白啊小白 平时在逍遥风偷懒也就算了 现在出去参加九风大比 在四面还地的情况下 还敢偷懒 关键是还让你师姐替你守着 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惩罚你 夜空摇了摇头 放下天罗镜 继续垂掉 练气加一 月之森林 林摇摇手握灵剑 警惕地看着四周 秀 一只利剑刺破虚空而来 林摇摇侧侧身避开 利剑刺在参天古树上 小白别睡了 有危险 林摇摇提醒躺平的小白 师姐 你不会又要拿我做耳吧 小白表示有些担忧 生怕师姐拿自己做幼儿 你要是不提 我还真想不起来拿你做幼儿了 不过既然你都提起了 那你就继续做幼儿 师姐我杀敌 林摇摇转头盯着小白说道 小白听到师姐这句话 很想起来将师姐打一顿 但想着大不够师姐 还是算了 做幼儿吧 嘿嘿 黑夜可是我魔教的主场啊 在黑夜中犯罪 谁也不知道 这么漂亮的小娘子 我可就不客气了 黑夜中传来几道阴冷的笑声 明显是冲着林摇摇来的 至于是不是魔教 就不得而知了 毕竟在黑夜中 谁也看不清谁 师姐别怕 我来保护你 小白骑着二哈 冲到师姐后面 既然是冲着师姐来的 那我就不用做幼儿了 师姐啊 长得美不是错 但美得太过分 容易让人想犯错 小白 待会师姐在前面顶着 你和二哈找机会绕后偷袭 林摇摇面色沉重道 她不怕敌人 但在黑夜中 看不清敌人隐藏在哪 这才是最头疼的 人家躲在暗中偷袭 你完全躲避不了 小白拍了一下二哈的狗头 二哈往暗中走去 林摇摇也熄灭了灵火 缓缓闭上双眸 视线看不见 只能听声变味 小白走远了之后 从二哈背上下来 右手一伸 握着一把长脊 二哈知道小白要发威了 果断趴在地下 我倒要看看 是谁在暗中偷袭 黑夜也是本地的天下 小白阴冷地说完 小手一会 全身磨气翻滚 一道恐怖的魔影凝聚在身后 磨气环绕 看不清面容 在磨气中 依稀可见 她头戴地关 高坐在白骨王位上 散发森森魔气 魔影完全与黑夜融为一体 只有恐怖的魔气在散发 小白现在实力弱 只能发挥出魔影的恐怖威压 却无法使用魔影的力量 二哈前找抱着自己的头 她在地上不敢看 小白的小脸煞白 闭上双眸 借助魔影去寻找暗中躲藏之人 借助魔影的目光 小白看见了 距离世界100米处 有七八个男弟子 他们有两个是魔教弟子 有六个是星河宗弟子 呵 小白冷喝一声 虚无的魔影 直接笼罩在那八个人头上 那两个魔教弟子 正要偷袭时 忽然感应到一股致命的恐慌 来自精神和血脉上的压迫 令他们不得不浮贵下去 而那六个星河宗弟子 也有感应 他们感觉到 自己好像被什么庞然大物 给盯上了 前辈 我们是摩洛宫的弟子 来此只是历练 无意打扰前辈休息 请前辈见谅 星河宗弟子拱手道 小白闻言 心里冷笑 真当我是白痴 被包围的林夭夭 也感应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自己的侧面散发而来 同时敏锐的他 在强大的气息中 察觉到了八个人的身影 那道气息 似乎是故意泄露 那八个人的身影 给他知道 不管是谁在暗中帮我 我林夭夭记下这份恩情 说吧 林夭夭催动星河轮回剑绝 零件迅速分化为数千柄 悬浮在他身后 每一柄零件上 都散发着极致的剑意 小白看着师姐准备动手了 这才收回自己的魔影 小脸更加煞白 没了血色 消耗过度 他现在实力不够 每次使用消耗都会很大 而且还得不到魔器补充 小白收回魔影后 整个人都虚弱地躺在地上 二哈感觉恐怖的气息消散了 这才抬起头 看着自己的小主人躺在地上 当即走了过去 将小白叼在自己背上 慢慢地向林夭夭走去 林夭夭凤目一鸣 一手遇剑 数千柄零件化为一道流光 往他锁定的地方 击射出去 砰砰砰 不少参天古树被冻穿 趴在地上的两个魔教弟子 直接被灵剑给贯穿身子 那些星河宗的弟子 顿时慌了 师姐 我们是星河宗天 他们话还没说完 就被灵剑给冻穿身子 死得不能再死 暗中害人 我林夭夭可不管你是谁 林夭夭冷声道 将敌人全部解决后 林夭夭才平复下自己的灵力 小白 小白 林夭夭四处喊道 黑夜下 他看不见小白在哪里 刚才使用灵力过度 也无法点燃灵火 师姐 我在这 小白喊了一声 骑着二哈走来 林夭夭看着小白走过来 凑近一看 顿时惊讶道 小白 你脸怎么这么白 小白文言 紧张道我 我刚刚跑太远了 消耗太大了 林夭夭听到这句话 有些无奈 一手符额 没好气的 小白啊小白 有师姐在 你怕什么 我怕师姐打不过 我去请援兵 小白脸不红心不跳地撒谎道 林夭夭一听 摸了摸小白的头 认真道 小白你记住 没有人能帮我们 为什么 因为师孙废 小白突然无力反驳 师姐说得对 因为师孙废 所以其他疯的人 都不愿意搭理他逍遥风 甚至卑鄙的天剑风 还会在路上拦截他们 故意让他们淘汰 苗 小蓝叫了一声 叼着两个月灵回来 月灵的形状 就跟蘑菇差不多 不过是弯的 而且还散发着 银白色的光辉 只是奇特的是 这两只月灵 头上还带着小皇冠 当小白伸手去摸时 手掌直接穿透月灵 无法将其握住 当小蓝叼着月灵回来指示 四周不少月灵 从参天古树中浮现 他们漂浮在空中 形成一个圈 散发出来的 银白色光芒 形成圆圈 非常美丽 在这漆黑的森林中 他们这里 就是唯一一点亮光 林夭夭在光辉的照耀下 红裙飘荡 美若天仙 看得小白都看呆了 这么漂亮的师姐 可惜便宜师尊 那个废物了 师姐好漂亮啊 小白不禁赞叹道 别说漂不漂亮了 现在要想办法 把他们带回去 林夭夭面色平静道 小白闻言 低下头沉思 除非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能收纳月灵 当他沉思时 探见地上 有两颗银白色的球体 这是什么 小白弯下腰 将两颗圆球捡起来 瞬间 无数月灵 飞进圆球之中 圆球散发着 璀璨的光芒 我这运气 简直逆天了 小白自乐道 弯腰就捡到宝贝 还能容纳月灵 小白不知道 这圆球 是柳如青贵 他们准备的 而且 他们两个 将月之森林 全部月灵 都给装走了 小蓝这么久才回来 是因为 他捕捉的月灵 是月灵王 在小白和林夭夭走时 他们身后 出现一道庞大的身影 张开血盆大口 月之森林外 林夭夭和小白 心满意足地 拿着两个圆球出来 小白看着四周没人 赶忙对师姐说道 师姐 我们得赶紧回去了 不然可能要被淘汰了 林夭夭文言 伸点了一下头 我们耽误太多时间了 确实该回去了 说完 两人一路跑了回去 逍遥风弟子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进去不到 两刻钟就回来了 而且 他们收集的月灵 为何如此亮眼 有如青躺在空中 百思不得其解 其他人进去了 到现在都还没出来 他们两个倒好 进去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就出来了 这速度也太快了 除非进去 就捉住了月灵 可现在 月灵还在沉睡才对 他们除非有什么特殊的办法 否则都找不到月灵 有如烟深思了片刻 展开神念一扫 惊奇的发现 月之森林中的月灵 没了 什么情况 有如烟直接蒙圈了 要知道 月灵跟月之森林中 凶残的的月鬼 是共生关系 月鬼保护 没有战斗力的月灵 月灵帮助月鬼 繁衍后代 他们对彼此 都有着不可割弃的联络 他们全部拿走了月灵 会引起月鬼王暴怒 到时候 整个参与月之森林历练的弟子 都得遭殃 月鬼只有在月灵出现时 才会出现 估计要不了多久 月鬼王就会现身 月之森林中 还有不少弟子 还在搜寻着月灵的下落 殊不知 月灵早没了 不行 我得找宗主去 要出大事了 有如青身影一闪 急忙飞回星河宗 面对月鬼 他也无能为力 逍遥风 夜空垂掉完后 拿起天罗镜一看 小白和林夭夭 一人拿着一颗球 正在往回跑 解决了 夜空惊讶道 这效率也太高了吧 忽然 夜空看见了 在小白和林夭夭身后 有一个恐怖的鬼影跟着 那鬼影有数十丈长 长着血盆大口 目露凶光 你们出来就没发现 身后有东西跟着吗 夜空说完 伸出手指 点了一眼天罗镜中的鬼影 直接削弱他九成的实力 让徒儿处理 要不是为师 你们可就遭殃了 夜空摇摇头 放下天罗镜 他将鬼影的实力 削弱了九成 剩下一成力量 已经不足为惧 两个徒儿能够解决 月之森林外 小白和林夭夭正走着 忽然听见一道凄厉 恐怖的吼声 二人听得头皮发麻 全身起鸡皮疙瘩 这声音也太惨了吧 当二人回过头时 看见一道庞大 漆黑 宛若一道影子般的鬼怪 他在烈日的照耀下 庞大的身体 正在不断地缩小 实力大幅度降低 最后变得 只有小白这么大 这是什么鬼 小白看傻眼了 饶视他见多识广 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鬼东西 不管是什么 绝对没安好心 林夭夭翻手取出零件 将小兰放下 将球丢给小白 你拿着月灵 师姐我去解决 好的 小白拿着月灵 骑着二哈跑得远远的 生怕师姐 再拿他当诱儿 月鬼王的实力 被斩了九成之后 依旧不死心 张牙舞爪地 向林夭夭冲了过去 林夭夭凤幕一鸣 手中的零件脱落 化为一道流光 自向月鬼王 月光王首长一会 将零件打飞出去 而林夭夭 也趁月鬼王的冲击停下后 持剑杀去 枪 林夭夭一箭 自在月鬼王的身上 发出金属版的碰撞上 月鬼王虽然像一道影子一样 但身体却坚硬如铁 小白跑远了之后 夭夭看见 师姐和月鬼王战斗 而且似乎还不过 不会吧 师姐连到影子都打不过 小白有些不敢相信 师姐修为虽然不是很高 但不至于连到影子 都打不过吧 小白 林夭夭喊了一声 她一个人 是真的打不过 她的攻击 对月鬼王一点作用都没有 她需要小白来拖着 自己想办法解决 小白是个很好的诱儿 小白听到师姐的声音后 心中慢慢地 无奈和不情愿 得 又得去做诱儿了 小白将两颗圆球 交给小兰保管后 骑着二哈 一路狂奔而去 李夭夭看着小白来了 身影一闪 出现在小白身后 师弟你顶着 师姐我想办法解决 李夭夭看向小白说道 小白听着师姐的声音 在看着眼前的月鬼王 心中满满的无语 师姐 你就算要我做诱儿 你也不用做得这么绝情吧 我现在还很虚弱 根本打不过呀 小白犯愁了 当抬头时 看见二哈 快要冲进月鬼王的攻击范围了 急忙伸手揪着二哈的耳朵 二狗子 别跑了 赶紧撤 小白急忙喊道 二哈 听到小白的话 突然急刹车 砰 小白没坐稳 直接飞了出去 和月鬼王撞了个正着 脸贴脸 手贴手 脚贴脚 李夭夭伸手蒙着眼睛 都不忍心看小白的惨状了 小白回过神来 双手抓着月鬼王 眼中有黑色光芒 直接将月鬼王的红眼弄灭 诚服于我 做我的影子 否则死 小白低声道 月鬼王从小白的眼眸中 看到了尸山血海 在尸山血海中 有一座白骨搭建而成的宫殿 宫殿正中央 坐着一位魔忌滔天 恐怖无比的大魔王 黑鬼王看到这里 顿时吓得瑟瑟发抖 手脚无力 跌落在地面 小白闭上眼睛 缓了许久后 才再次睁开 他刚才运用铜树 将自己巅峰时期的状态 烙印在月鬼王的脑海中 以小白现在的实力 要施展出铜树 必须眼睛贴眼睛 且注视的情况下 才能烙印 月鬼王在地上 向小白磕头后 融入小白的印纸中 做小白的影子 师姐 解决了 小白骑上二哈 走了回去 二哈目睹了全过程 直接吓呆了 林夭夭闻言 放下脸上的手 看着四周 那鬼影呢 林夭夭不解道 在我影子里 小白躲了躲影子说道 林夭夭闻言 秀眉一皱 仔细看着小白的影子 你是这么收服他的 当然 是靠我的个人魅力了 小白昂头自傲道 林夭夭看着 一脸嘚瑟的小白 心中无语 就你 还有人格魅力 算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魅力 你不想多说 师姐 我也不强迫你 林夭夭没有多问 转过身去抱起小兰 将其中一个球 丢给了小白 我们得赶紧回去了 不然要淘汰了 嗯 小白点了下头 骑着二哈 跟在师姐旁边 他们前脚刚走 后面柳如青 就带着宗主来了 宗主 就在这里 柳如青指着下面说道 罗阳天背对着柳如青 看了一眼下面 没人 说吧 展开神石 看见林夭夭和小白 已经走远了 他们走远了 而且没出事 柳如青听到这句话 有些疑惑 不可能啊 他们明明收走了所有月灵 不可能安然离去 柳如青正说着 月之森林中 传来求救生 救命 救命啊 罗阳天神石散去 探见无数只月鬼 将他星河宗的弟子 给包围了 看到这里 罗阳天心中有些无语 逍遥风弟子 将所有月灵都给收走了 其他弟子承担后果 被月鬼给包围了 也是无奈 星河宗 星河广场上 小白和林夭夭 回来后才发现 一个人都没有回来 就他们两个早早地回来了 难道已经结束了 小白一脸茫然道 不 你们是最先回来的 其他人还没回来 三长老走出来说道 小白文言 松了口气 呼 还以为被淘汰了 不过收取月灵这么简单的事情 不至于花费太长时间吗 三长老听到小白这句话 嘴角抽搐 简单 亏你说得出来 第二轮比试 可是我们三个长老和宗主 花了半年的时间准备的 就这还简单 你们是没遇上月鬼 要是遇到月鬼 可就不简单了 三长老摇了摇头 哦 小白淡淡应了一声 看着脚下的影子 原来这玩意叫月鬼呀 没过多久 空中罗阳天飞了回来 全神仙物缭绕 看不清模样 在罗阳天下脚下 还有数百个狼狈不堪的星河宗弟子 他们被月鬼袭击 要不是罗阳天出手开启月之森林 逼推月鬼 可能他们都得遭殃 宗主 人虽然就回来了 但是逍遥风的两个弟子 收走了所有的月灵 筑基层次的其他人 恐怕都要被淘汰了 大长老飞到罗阳天身边戏说道 第三场比试 若只有两个筑基弟子 会很难举行 其实不用大长老说 罗阳天也明白 可现在的问题是 你好意思让人家 让出月灵给其他弟子吗 要是其他山峰还好说 可这是逍遥风啊 我去找叶空来说 你先维持秩序 罗阳天说完 消失在原地 没办法 只能去求人了 大长老看着星河广场上的 狼狈不堪的筑基弟子 摇了摇头 逍遥风上 罗阳天一袭先合白衣 长发飘飘 飞到了叶空的嘴边 宗主 你该剪发了 叶空满脸嫌弃道 身体发不受之父母 岂可说简就简 罗阳天淡然道 那你下次出场的时候 能不能离我远点 你的长发都飞到我眼前了 叶空无奈道 伸手扒开罗阳天的长发 抱歉 罗阳天轻声说了一句 向右挪移了两步 说起了正事 叶时指 你的徒儿很不错 将月之森林中的月灵 全部给抓走了 那当然 也不看看是谁教导的弟子 叶空微微昂头道 面带微笑 徒儿被夸 身为师尊 肯定倍感荣光 罗阳天心中多少有些无语 我是夸你徒儿 又不是夸你 你徒儿厉害 又不是你的功劳 虽然你是师孙没错 但是你整天垂掉 对徒儿不管不问 也好意思说 无语过后 罗阳天开口说道 叶时指 有一事 得你出面才行 罗阳天说道 什么事 你徒儿把所有的月灵 都给抓走了 其他住基弟子 一个也抓不到 只能淘汰 但还有第三场比试要比 所以叶时指啊 你看能不能出面 让你徒儿 分出一百个月灵 给其他山峰弟子 罗阳天小声说道 小事 没问题 叶空说着 放下鱼竿 背着双手 慢悠悠地下山去 罗阳天见叶空速度这么慢 一手伏额 等你慢悠悠地赶过去 天都要黑了 罗阳天右脚一跺 一道星光蔓延至叶空的脚下 拖着叶空前行 不到片刻时间 叶空和罗阳天两人 抵达星河广场上 师尊 林摇摇和小白拱手行礼 叶空走下星河 背着双手 缓缓走到他二人身前 徒儿干得不错 叶空再赏道 其他山峰的弟子 眼巴巴地看着逍遥风的师徒 他们能不能晋级第三场比试 就看人家给不给月灵了 刚才宗主来找我说 说你们抓到了所有的月灵 导致其他驻基弟子 无法驻晋级 宗主他们的意思呢 就是想让你们 让出一百只月灵 给其他山峰的弟子 晋级的机会 叶空说话间 指着罗阳天的背影 和大长老的老脸 罗阳天是背对着众人 所以看不出他的表情如何 但大长老的脸色 绝对不好看 逍遥风 九风垫底的山峰 现在却遏制了各风的喉咙 能不能晋级第三场 意义重大 小白和林夭夭 循着师尊所指的方向看去 看见了大长老 我记得 之前某人还要惩罚我们来着 这么没脸过来求我们 要叫我们师尊来 小白阴阳怪气道 故意讽刺大长老 大长老关闭听觉 假装听不见 当然也不是 让你们白给一百个月灵 每个月灵十枚零石 罗阳天背负双手 语气十分有利 反正丢脸的又不是自己 他不羞愧 那我们要是不给呢 小白忽然问道 这话一出 众人的呼吸未知一致 若是真不给 谁也不能强迫 其他八风弟子 眼巴巴地看着 大长老和宗主的背影 不给也可以 罗阳天语气淡然道 宗主 这 其他风主看着罗阳天的背影 这可不行啊 一旦晋级不了第三轮 那他们山峰的排名 会降低不少 师姐 我们给不给 小白抬头看向一只 没说话的林夭夭 他明白 师姐说给才给 说不给 那谁也劝不了 当然 师尊除外 林夭夭沉思许久 抬头看着师尊 和罗阳天的后脑勺 半笑道 给可以 我可以给498个 罗阳天听到498这个数字 一个列切 差点没站稳 真狠啊 100个就够了 不用给太多 给了498个 全部晋级 那金丹弟子和元英弟子 都无法晋级了 罗阳天开口道 九封大笔 比试的名额 只有500个 林夭夭一旦给出498 再加上他和小白 助击弟子 直接承包了 第三场比试 要么就不给 要么就给498个 林夭夭态度强势道 所以 助击弟子都高兴了 能晋级 何乐而不为 罗阳天听到这句话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只能求助夜空 夜空感应道 来自宗主的求助 但笑着看着林夭夭 夭夭 不要胡闹 这样 抹个零 500个吧 夜空淡笑着道 罗阳天 众人一脸诧异地 看着夜空 你是认真的 还抹个零 你这是抹个零吗 我听师尊的 林夭夭拱手道 罗阳天这下彻底无语了 失职 咱别闹好不好 这样 250个 一个月零 50枚零食 如何 罗阳天开口道 不能再多了 要不然第三场比试 很难进行下去了 林夭夭闻言 轻点了一下头 目的已经达到了 他一次性给出这么多 让罗阳天 他们无法承受 就是为了多赚一点 好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林夭夭说到这里 全场的人竖起耳朵听着 月灵给谁都可以 但是不给天剑锋 林夭夭话一说完 天剑锋顿时炸了 凭什么呀 凭什么不给我天剑锋 我天剑锋这么多人 至少要50个月灵 对 至少也要50个 天剑锋弟子在那里 义愤填膺地吼着 我就是不给你们 你们能怎么着 林夭夭转过头去 脸色阴冷地看着他们 你天剑锋卑鄙无耻 我师姐说不给就不给 小白在一旁帮枪 他也早就看不惯 天剑锋弟子了 天剑锋弟子 被林夭夭和小白 对得没话说 只能看向宗主 宗主大人 我们要的不多 就50个月灵 别跟我说 是你们自己 无能抓不到月灵 罗阳天语气默然道 天剑锋弟子无奈 只能告诉天剑锋丰主 天剑锋丰主得之后 驾驭天剑 从天剑锋飞来 天剑一出 所有天剑锋弟子的剑 自动脱离 飞在天剑锋丰主身后 丢人现眼的玩意 滚回去闭关 天剑锋丰主 直接大骂 可是丰主 我们 滚 陈淳阳一声大吼 震慑心灵 天剑锋弟子低着头 灰溜溜地滚回天剑锋去 陈师兄 你可真舍的呀 让他们全部滚回去闭关 这下子 你天剑锋助击弟子 将无一人参战 有卢青捂着嘴 在一旁笑道 呵 没了助击 我天剑锋还有金丹 原因 还有小剑神陈长青 陈淳阳冷声道 说完 遇见归去 再回去时 看了一眼 站在远处的徐不败 徐不败覆手而立 也刚好看见陈淳阳 不过只是 匆匆看了一眼 就收回了目光 宗主 我要举报逍遥风弟子 勾结魔教 陈淳阳还没回去 就听见有人举报逍遥风 回头一看 是自己扇风的七星剑子 不过有六人负伤 一人躺下 当春斗说出举报时 众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又来 天剑锋没完没了是吧 一场比试还举报 万花风的弟子 站出来说道 小白和林摇摇 目光平静地看着 天剑锋弟子 他们两个早就 做好了应对之策 虽然小白拖了后腿 但只要不承认 谁知道 还没离去的陈淳阳 为了不生出事端 又欲见归来 回天剑锋 别再这丢人现眼 陈淳阳神色默然道 等等 你说我们勾结证据 请问我们哪里勾结了 林摇摇看向七星剑子说道 你们携带魔教三人 故意偷袭我们 春斗怒气腾腾道 而且 那小白还从后面拖后腿 还我们七星剑阵 无法展开 小白故作一点茫然 急忙摇头解释 我没有 你胡说 师尊 天剑锋又污蔑我逍遥风 把话讲清楚 我托他们带着魔教弟子 在哪里袭击你们 夜空看向他们问道 就在通往月知 闭嘴 滚回天剑锋 陈淳阳大喝一声 打断七星剑子的话 再说下去 他天剑锋就更危险了 还是我来说吧 徐雕站了出来 但笑着看着 天剑锋弟子和在场的人 说道 本来我们三个 是要追杀逍遥风弟子的 但路过灌木丛的时候 他们七个突然跳出来 拦住我们的去路 一问才知道 他们也是来伏击 逍遥风弟子的 本来我想跟他们联合 先杀逍遥风弟子的 但他们七个看我们三个人少 就想先杀我们 我们被逼无奈 只好反击了 徐雕说的话 半真半假 小白和林夭夭 看着魔教弟子 心中不由地赞叹 论起颠倒黑白的能力 还得看魔教 若非他们两个 不是当事人 可能都信了 你 你血口喷人 春斗直接气得吐血 事实就是如此 徐雕贪手道 污蔑 你这是污蔑 春末大骂道 污蔑 你们七个都是金丹 怎么会出现在 前往月之森林的路上 我记得去月之森林 和去岩之火山 不是一条路吧 林夭夭盯着他说道 话说到这里 其实已经真相大白了 朱能 罗阳天大喊了一句 朱能透过弟子 了解到事情后 当即赶了过来 宗主 我刚才已经问过了 魔教弟子 确实是在追击 逍遥风弟子 逍遥风弟子 加快速度逃跑 西星剑子 隐藏在通往月之森林的路上 逍遥风弟子经过誓 他们就出现 不过运气不好 和魔教撞在了一起 朱能的话 复原了当时的情况 并且还拿出了 绝对的证据 刘影时 你们 作何狡辩 罗阳天语气阴冷道 虽然看不见正面 但众人都感受到 罗阳天发怒了 我们是无辜的 而且逍遥风的小白 拖后腿 故意害我们 春斗做最后的辩解 我没有 小白再次辩解 宗主 他们七个 交给我来处理吧 陈春阳走了出来 嗯 罗阳天轻点了一下头 陈春阳走到那七人面前 什么也没说 风主 我们 什么也别说了 陈春阳淡淡道 七星剑子听到这句话 心里一暖 还是风主好 维护我们 是未知己者死 我们就是死 也要维护风主 下辈子 别再犯傻了 陈春阳说完 天剑出窍 将七星剑子斩杀 七星剑子的人头 倒飞出去 死不明目 这一幕 全场的人都看傻了 唯独徐不败不例外 陈春阳 他们罪不至死 你居然下下手 朱能怒视着陈春阳 我天剑锋的弟子 自然由我出拔 陈春阳冷冷地说了一句 面色冷清 犹如三尺寒冰一般 下手干净利落 就像是一个无情的机器 陈春阳 你的处罚太过了 罗阳天冷淡道 杀得好 这种人才符合我魔教的作风 小白心中暗道 他们当杀 陈春阳说完 欲见而去 众人无声地叹息 七星剑子 多好的人啊 夜空眉头皱了皱 这也太狠了 七星剑子 再怎么说 也是你的徒弟 说杀就杀了 哎 夜空叹了口气 哈哈哈哈 我秦兽第一个回来了 一个爽朗且自信的声音传来 打破了沉寂的气氛 只见 秦兽身穿暴头黄袍 头戴发官 急在一只豹子上 一手拖着血泊回来 秦兽大笑着回来 刚到星河广场上 感受到不对劲的气氛 和地上的人头 顿时愣住了 怎么了这是 天见风 陈长青单膝跪在 站在自己师孙房门外 眼神坚毅 质问道 师孙 七星剑子是封了我的命令 前去堵截逍尧尤弟子 而且他们也没有杀意 罪不至死 你为何还要杀他们 他想不明白 七星剑子本无过错 完全是奉命行事 自己的师孙也清楚这一点 为何要杀他们 你是来责怪为师的 陈春阳冷漠的声音 从房间内传出 不敢 陈长青低下头 梁九才道 弟子只是想要个解释 天见风也需要个解释 陈长青说完 许久后 房屋中才传出陈春阳的声音 若非逍遥风逼迫 为师怎么会杀七星剑子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长青 你想为他们报仇 那就在最后一场鄙视中 对付逍遥风弟子 陈春阳几句话 就将矛头转向逍遥风 陈长青听到师孙的话 面色阴沉 他也不傻 听得出师孙的话中意思 可他不明白 自己的师孙 怎么会为了一点 大可不要的脸面 而杀了七星剑子 虽然确实有逍遥风的逼迫 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 想了许久 陈长青也没想明白 徒儿明白了 陈长青说完 从地上起来 拱手对着房屋 行了一礼 面色沉着地离开 房间中 陈春阳盘息而坐 宝箱庄严 在其身后 是悬浮的天剑 天剑中散发着 微弱的黄色光辉 黄色光辉中 夹杂着一缕黑色 逍遥风 小白和林夭夭 坐在师孙旁边 一颗一颗地数着零食 故意数给师孙听 五一一千八百五十一万 九千五百二十 夜空厅的直放困 小白和林夭夭 一左一右 坐在他两侧数数 到五百二十了 小白才数到二百五十 你们两个别数了 宗主不会少你们的 夜空没好气到 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 小白和林夭夭文言 这才没继续数下去 师孙我有钱了 小白高兴地笑道 而你还是个穷光蛋 啥也没有 羡慕不 极度不 小白心里 那叫一个得意啊 小白啊 你年纪还小 拿着这么多零食 就得意忘行了 你看看你师姐 多平静啊 夜空摇头叹气道 小白年纪还是太小了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零食 难免有些失常 你看林夭夭 多正经啊 小白听到师孙的话 不由得一正 脸上的笑容 瞬间凝固 我那是得意吗 我那是在炫耀 本地连上品灵脉都吸食过 区区下品零食 本地还看不上眼 小白也不高兴了 一屁股坐在二哈身上 林夭夭看着一地的零食 在想 这么多零食 够我结金单了 不过 为了稳妥起见 我得把小白那部分零食 也给骗过来 不对 那不叫骗 那叫小白贡献 嗯 等下师孙不在 就让小白贡献出 自己的零食 成全师姐 林夭夭已经打起了 小白零食的主意 罗阳天给的零食 是小白和林夭夭各一半 小白以二哈当枕头 躺在零食上 吸收着零食的零力 十分惬意 夜空一甩鱼钩 一颗魔气圆球 出现在鱼钩上 魔气圆球 外表是青绿色的光圈 里面是漆黑的球状 很好看 小白一看到魔气圆球 瞬间被这股浓厚的气息 所吸引了 魔气 浑厚的魔气 小白眼中有光彩 那魔气圆球中 蕴含十分浑厚的魔气 正是他所需要的魔气 只要吃下 他能瞬间突破 注击中期 师孙是从哪里 得来的魔气圆球 估计是捡来的 能把魔气裂化成小球 不仅需要足够的实力 还要有魔气才行 师孙才练气 根本不可能有实力 将魔气裂化成球 而且他也没有魔气来源 小白看着魔气圆球 舔了舔嘴唇 得想个办法 将魔气圆球吞下 师孙用来做鱼饵 那我等师孙走后 悄悄把魔气圆球给吞下 然后将鱼钩 甩进苦海中 栽赃给鱼 对 就这么办 小白看着鱼钩上的魔气圆球 越看越嘴馋 而黎瑶瑶也看见了 鱼钩上的圆珠 但没太注意 不过当他看见小白 一直盯着圆球时 有了注意 小白还是小孩子 喜欢玩圆珠 嗯 有办法了 黎瑶瑶掩面含笑 也在看着圆珠 夜空还不知道 黎瑶瑶和小白 都在打自己魔气圆球的主意 此刻在想 明天第三场比试 第三场比试 将在宗门内进行 到时候会无比壮大 而且还十分激烈 魔教弟子 现在只有五十多个了 来了一千个 损失了九百多个 不是死了 就是伤了 很惨 夜空在苦海边坐了一会 放下鱼竿 对两个驼说道 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还要参加最后一场比试 最后一场比试 将会是最激烈的一场 嗯 小白和黎瑶瑶重重点头 巴不得师尊早点走 夜空起声背着双手 回到逍遥阁中 一推开房门 就有几颗魔气圆球滚出来 这徐不败的魔气正多啊 夜空摇头说道 一脚将魔气圆球 踢到角落中 房间里 地上还堆着不少 这魔气圆球 也不能埋在地下 否则一旦泄漏 是会形成大面积污染 夜空只好拿来喂鱼 苦海边 小白看着师姐还没走 也不敢去拿魔气圆球 师姐 你还不走吗 小白转头看向师姐问道 不着急 我再坐一会 林夭夭淡然道 我还不知道你 我走了 你第一时间就拿圆球 为等你走了 将圆球取走 到时候再卖给你 小白见师姐不肯走 只能再骑着二哈 先走一步 等师姐走了 她再回来拿魔气圆球 林夭夭看着小白走远了之后 将魔气圆球取下 这圆球倒是挺好看的 林夭夭笑着拿着圆球走了 刚回到桃山的小白 看着师姐回来了 赶忙找了个地方躲起来 但林夭夭回来之时 看见二哈的尾巴露出来了 小白 林夭夭喊了一声 小白听见师姐喊自己 怕得更低了 别躲了 你的二哈尾巴翘起来了 林夭夭说道 小白听见这句话 转头看着旁边的二哈 见到二哈的尾巴翘得很高 二哈 等回去我再教训你 小白美好气地说了一句 从小土堆后面走了出来 师姐 小白笑着喊道 林夭夭直接拿出了圆球 在小白眼前晃悠 小白的眼珠子 跟随圆球的转动而转动 想不想要 想 小白毫不犹豫地点头 把你的零食给你 师姐我就给你 林夭夭伸手要道 小白一听 赶紧捂着自己的零食 师姐 我也没有多少了 小白弱弱道 师姐我要接金单 我怕零食不够 把你的给我 到时候剩余多少 师姐我全部还给你 林夭夭如是道 我能拒绝吗 小白弱弱地问道 你说呢 小白没话说了 乖乖交出自己的零食 来 这圆球给你 等师姐结单了 以后照着你 林夭夭将圆球丢给小白 拿着小白的零食走了 小白握着魔气圆球 心疼地棱在原地 太亏了 桃山 茅草屋中 小白握着魔气圆球 心痛得无以复加 接近一千枚零食 就换到一颗魔气圆球 亏 太亏了 小白知道自己是被师姐给坑了 可关键是 他明知道自己被坑 也不得不交出自己的零食 他是师姐 自己打不过他 二哈上前闻了 闻魔气圆球 叫了两声 都怪你 小白一脚 将二哈给踹下去 要不是二哈露出了尾巴 说不定自己还能避开 二哈被小白踹下草席后 跑了出去 小白看着二哈出门去后 拿起魔气球 含泪吞下 请客间 魔气圆球在小白体内化开 浓厚的魔气在小白四肢中运转 小白的肤色一下子有白黄 转变成纯黑色 他的双眸血红 身上有符纹运转 气息庞大 犹如大魔头一般 魔气在他体内运转一周后 小白的修为也突破到了筑基中期 整个人看起来阴冷无比 如此浑厚的魔气 比本地之前吞得还要多 小白轻声道 这到底是谁的魔气 小白想不明白 猜测到难道是星河之下 镇压的摩勒功老祖 是了也只有他有如此精准的魔气 本地若是吞了他 实力必定能恢复1% 只是可惜没机会 哎 无声的叹息过后 小白闭上双眼 魔气内敛 归于丹田 小白的肤色也变成正常肤色 当再次睁开眼时 小白眼中的血红色消散 双眸变得无比清明 可惜只有一颗 要是有更多就好了 小白有些惋惜 都没尝到味道就没了 汪汪 就在这时 二哈跑了回来 嘴里含着一颗魔气圆球 二哈含着魔气圆球 吐到小白面前 小白一把抓紧魔气圆球 惊奇地看着二哈 大笑道 二狗子 你在哪里捡的 汪汪 二哈看了一眼外面 叫唤了一声 小白一个翻身 骑在二哈背上 让二哈带他去捡魔气圆球 二哈一路狂奔 快速来到逍遥阁外 小白看着眼前的逍遥阁 这可是师尊休息的地方 你刚才 就是在里面捡到的 小白看向二哈 汪 小白从二哈背上下来 小心翼翼地走进逍遥阁中 逍遥阁内的院子中 种着一些奇异的植物 二哈带小白走到角落中 小白看到了这角落中 有七八颗魔气圆球 居然还有这么多 小白又惊又喜 有这么多魔气圆球 他能在短时间内 突破到筑基巅峰 甚至还能一举突破到金丹 小白赶忙将魔气圆球捡起来 装进储物界中 二哈走到房门外 张口就要叫 忘 二哈刚叫出声 就被小白一把草堵住狗嘴 二狗子你想害死我呀 小白心里有些召集 祈祷师尊千万别听见 谁在外面 刚躺下的夜空 醒了过来 快跑 小白一拍狗头 二哈把腿就跑 夜空推开房门出来 看见小白骑着二哈跑了 小白来我院子里干嘛 夜空忽疑不解 看了看旁边的草 来偷草的 夜空一开启房门 就有几颗魔气圆球滚落出来 夜空也不在意 转身关上房门继续休息 偷草就偷草 只要不是来搞恶作剧就行 小白嘛 年纪小 爱搞恶作剧 这点 夜空还是理解的 特意准备了竹条 打烧好呢 还是打屁股好呢 夜空若有所思地躺下 小白骑着二哈 火速跑回自己的茅草屋里 坐好门 将二哈放在门下挡着 这才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 师孙没有发现 小白拍了拍胸口说道 不对 我怕什么 就算师孙发现了 他也打不过我 我干嘛要怕 小白一想到这里 瞬间没了心理负担 反正师孙也打不过我 我怕他干嘛 只要师姐不来 在逍遥风 谁能打得过我 小白将偷来的魔气圆珠取出来 加上二哈叼回来的那颗 足足有九颗 有了这九颗魔气圆球 说不定我能直接结单 小白拿着魔气圆球 正想吃下去 又停下了 不行不行 我要是接连突破 会被发现异常的 到时候被揭穿了 我就完蛋了 现在除了师孙 我谁也打不过 一旦被察觉到 我就要被镇压在星河之下了 小白一想到这里 果断放弃了吞服 算了 不着急 反正我现在有这么多魔气圆球 想什么时候突破 就什么时候突破 小白说到这里 将二哈叫过来 二狗子 你今天立功了 就不打你了 小白拍了拍二哈的脑袋 二哈 就是这么被小白拍傻的 一日 夜空早早的起来 拿着竹条坐在苦海边 拿起鱼竿时 看见鱼竿的鱼耳不见了 夜空看向池塘中的鱼 手掌一抓 几颗魔力球出现在手中 来 多吃一点 我那一屋子都是 龙里在池塘中 将魔气圆球给吃了 夜空拿着鱼竿锤掉 静等小白和林夭夭出来 今天是最后一场比试 五十才开始 夜空起这么早 是起来打小白的 打小白 要成早 几颗钟后 林夭夭从桃山走了过来 夜空感应到 林夭夭体内的气息高涨 这是要结单了 只不过 林夭夭可以压制了 自己的灵力 她要参加比试 没时间结单 结单是个漫长的过程 没有三四天 很难出关 师尊 林夭夭拜喊了一声 夜空惊点了一下头 嗯 休息一下 调整一下状态 林夭夭盘膝 坐在夜空身边 气息愈发凝实 她在压缩自己的灵力 等酒风大笔结束后 后机薄发 直接结单 没过多久 小白也睡眼朦胧的 骑着二哈走来 昨晚上太过激动了她 直到半夜才睡下 所以一早上 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 小白 夜空喊了一声 师尊 小白骑着二哈 走到夜空身后 小白过来挨打 小白听到这句话 瞬间清醒了 为啥 你昨天骑着二哈 跑到我的院子里 来偷草 真当为师没看见啊 为师给你一点教训 让你明白 偷窃是不行的 夜空拿着竹条说道 偷草 小白和林夭夭 都是一点不解 小白随后反应过来 自己当时抓了一把 草塞进二哈的嘴里 让二哈别叫 没想到被师尊误解了 算了 只要他没发现 我偷了魔器圆球 挨打就挨打吧 小白走了过去 伸出小手 夜空真要打时 林夭夭急忙喊道 师尊 别打瘦 小白一听 以为师姐是要为自己求情 一脸感动地看着师姐 给师姐这么多灵石 总算有汇报了 林夭夭看了一眼 小白感动的样子 随即看向师尊说道 五十还要比试呢 打手心会影响最后一场比试 还是打屁股吧 我来帮你按住小白 小白 星河广场上 九位风主齐聚 避在空中 夜空站在星河上 白衣飘飘 帅气逼人 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夜空是不是就是宗主 毕竟没有人见过宗主的正面 而夜空站在星河上 气势不输于罗阳天 星河广场上 站着五百位最后晋级的弟子 其中有五十个 是魔教弟子 徐不败覆手而立 看着星河殿的方向 我等的 就是这最后一场比试 徐不败随即看向小白的方向 饱足你等着 我马上就能救你的肉身出来 小白站在广场上 一手捂着屁股 火辣辣的疼 师姐按着他 师尊打 他想挣扎都没用 被打了一顿 到现在都还没缓过来 小白抬头看着夜空 心中冷声道 你给本地等着 等我恢复了实力 本地要打回来 而且本地还不用竹片 我要用带刺的荆棘 宗主道 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 宗门上下 纷纷行礼 罗阳天人还没来 天空中 却有延绵万里的星河飘荡而来 抬头看去 空中星河璀璨 星光明亮 美不胜收 宗主罗阳天 脚踏星辰而来 身还星河 背负双手 背对着众人 免礼 罗阳天轻声道 众人这才起声 抬头看着这漫天星河 星河宗九风大比第三场第一轮 踏星河寻起明星 诸位弟子寻起明星 可获得星河传承 这一关乃是给你们的奖励 万千星河中 只有一颗贵你而亮 那将是你的起明星 照亮你的道路 宗主罗阳天立在空中 缓缓说道 第三场比试分两轮 第一轮是寻找自己的起明星 第二轮是擂台比武争第一 能获得资格寻找自己起明星的弟子 将来的成就都不会太差 所以当时 罗阳天才会亲自出面求人 就是为了给更多的弟子 获得寻找起明星的机会 踏星河 大长老一声大喝 星河蔓延至五百位参赛弟子的脚下 五百人走上星河 寻找自己的起明星 起明星越是命令 自己的道路就越清晰 不少围观弟子看得一阵眼红 他们也想踏上星河 寻找起明星 可惜没有机会 十年一次 他们错失这次机会后 下次都不一定能赶上 比摇摇和小白两人 踏上星河后 就被这美丽的风景所吸引 至于寻找起明星 他们两个根本不急 他们的道路 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找不着起明星都一样 上来 纯粹是来欣赏风景的 大长老 钉死须不败 罗阳天传音给大长老 星河出现 镇压摩勒宫老祖的星河之力 就会大大降低 如果魔教要解救他们的老祖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大长老得令后 叫上二长老和三长老 钉死须不败 须不败 覆手而立 一点都不慌 他看着走上星河的摩勒宫弟子 轻轻点头 那五十个魔教弟子 快速奔跑到最中间 身上魔器沸腾 以无知血 献祭伟大而高贵的摩地大人 我们寻求你的帮助 借您之力 污染星河 五等为摩勒宫弟子 将自身性命 献祭与你 求您接力 五十位摩月宫弟子 虔诚地说完后 摆出阵法 燃烧自己的精血 以自己的性命献祭 快阻止他们 罗阳天大喊道 一旦献祭成功 到时候恐怖的摩地降临 哪怕只是一缕分魂 都能压他星河 星河一旦毁灭 摩勒宫老祖 必然会出关 陈长兴等人 纷纷往那五十个魔教弟子飞去 呵 献祭仪式已经开始了 你们无法阻断 我摩勒宫牺牲这么多人人 就是为了这一刻 伟大的摩地陛下降临吧 徐不败双手弹开 无比虔诚 摩地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信仰 也是所有魔教的祖宗 谁再患无名 谁要借无力 一道强大而又威严的声音 自天地间响起 五等为摩月宫弟子 今日献祭于你 求你借力 五十位摩月宫弟子 一脸虔诚道 小白眼神微眯 左右看了一眼 世界也过去帮忙了 当下轻声说道 不借 天地间 红亮的声音再次响起 说道 不借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挣住了 众人都没想到 摩地会来这一出 不借 这也太坑人了吧 夜空看着天地间 本来想出手解决的 现在听到声音 也就收回了灵力 他刚才看见 魔教弟子献祭时 天地间有一道 规则之力出现 不过随着一句不借 就消散了 星河上的小白说完后 抬头看着天空 心中暗道 本想到本地领悟的 规则之力还在 还没有消散 可惜 本地现在实力太弱 无法掌控规则之力 也无法呼叫献祭之力 要不然 掌握了规则之力 本地能迅速恢复 小白刚才看见 自己建立的规则之力 有些可惜 那是自己建立的 可惜现在的自己太弱 无法掌控 他现在虽然无法掌控 但是说不借 还是可以的 五十位燃烧精血的 魔教弟子崩溃了 魔帝陛下 你不能抛弃你 忠实的信徒啊 我们以生命为代价 求你降下一道气息 压他星河 无乐宫弟子说话间 不跪下去 气血燃烧越来越快 马上就要死了 说了不借就不借 哪来这么多废话 要死赶紧死去 天地间的声音再次响起 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小白说完话后 背着小手 继续寻找自己的起明星 当做什么事都不知道 那五十个魔教弟子 直接活活气死 而徐不败也是彻底傻眼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等下交换 我用五十条命 见你一缕气息 你为何不见 徐不败看着天空 满脸不相信 规则之力时 你献祭多少 我见你多少 但现在 我不借力给你 你的献祭之力 也无法被规则之力吸收 吓死我了 朱能拍了拍胸口 刚才魔帝气息 出现的那一刻太吓人了 罗阳天也是平复了许久 才缓过神来 幸好魔帝没有借力 要不然星河崩塌 摩勒公老祖出关 我星河宗就完蛋了 不过这魔帝 为何不借力 罗阳天有些想不明白 算了 不管我的事 只要没事就行 危机已除雀 而等继续寻自己的起明星 罗阳天开口道 星河上的众人 继续寻找自己的起明星 星河上 众人踏着星河 寻找自己的起明星 万千星辰中 只有找到自己的那一刻 他才会为你而闪烁 夜空看了一会后 感应到星河店那边有动静 便从星河上下来 背着双手离去 现在众人都在星河广场那里 导致后方空虚无人 当夜空走到星河店后 走进去一看 镇压摩勒公老祖的星河 不知道被谁开了一个口子 正有魔忌 从内溢散出来 难怪徐不败一点也不着急 原来他料到 有人会偷偷开启封印啊 夜空想明白了 徐不败做了很多准备 先是想摩地借力 然后又是派人来星河店 暗中划开一道口子 若非他感应到了魔忌 可能这摩月公老祖 就要出来了 不过 让夜空想不明白的是 星河店有宗主部下的禁止 除了九大风竹 三大长老 以及各堂堂主外 谁也无法进来 就算要强行进来 也会被罗阳天感应到 而现在 居然能有人悄无声息地进来 开启一道口子 这就不禁让人深思了 星河宗的蠢货们 没想到吧 我摩勒公老祖 马上就要出来了 我说过 徐不败他是不会败的 摩月公老祖阴冷的声音 从星河之下传出 老师待着把你 夜空一挥手 以庞派的灵力 将摩勒公老祖 镇压下去 你是何人 星河宗怎会有如此强者 摩月公老祖的声音传来 他感应到了一股 不可抗衡的力量 夜空也没搭理他 挥手镇压了摩勒公老祖后 顺手将星河给补上 摩勒公老祖 右双弱灼被镇压了 他也不反抗了 甚至都有点不敢出去了 外面的世道 是不是变了 摩勒公老祖 不由得怀疑 先是来了一个 血脉高贵的大魔头 现在又来了一个 绝世大能者 怎么所有的强者 都跑到星河宗呢 现在就是开启星河封印 摩勒公老祖 也不敢再贸然出去了 不是恐怖大魔头 就是绝世强者 这也顶不住啊 夜空镇压了摩勒公老祖后 这才背着手 回到星河广场上 刚回来 夜空就看见陈春阳从远处飞来 他干嘛去了 夜师指 你刚刚干嘛去了 朱能开口问了一句 打断儿空的思绪 哦 处理一点小事去了 夜空随口说道 朱能文言 也不再多问 当然也不会怀疑 夜空会去放出摩勒公老祖 他没这实力破开星河 夜空站在星河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下方的徐不败 徐不败被三大长老钉死 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很平静 若非夜空得知 徐不败派人去释放摩勒公老祖 可能他也会被徐不败的平静所迷惑 幸好被我感应到了 不然还真被你忽悠过去了 夜空心中暗道 收回目光 转而看向林夭夭和小白 他们两个倒是悠闲 也没去找星辰 而是瞎溜达 其他人 都在感应自己的星辰 就他们两个 不慌不忙 罗阳天神念一扫 见徐不败没有动静 询问朱能 朱堂主 星河殿那边 有没有动静 罗阳天询问道 回禀宗主 没有 朱能拱手道 奇怪 这可不是徐不败的作风啊 按理来说 他会做两手准备才是 怎么还不派人去星河殿 释放摩勒公老祖 我可是特意将人清空 给他机会啊 罗阳天沉声道 为了找出奸细 他将星河殿的人全部撤走 自己也来到星河广场 只要魔器一泄露出来 他就能立即察觉到 回去逮住奸细 可到现在了 还是没有动静 难道徐不败识破了我的计划 可这是他营救 自己老祖的绝佳时机啊 不应该识破啊 罗阳天沉思许久 也想不明白 算了 没有动静就没有动静吧 不出事也好 罗阳天收束念头 认真看着星河之上的弟子 叶师弟 你的两个徒弟 似乎没有方向啊 你看我家秦寿 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启明星了 秦无依指着秦寿 炫耀道 星河上的秦寿 骑着坐骑 站在一颗发光发亮的星辰上 哎 我徒儿添姿愚钝 叶空摇头叹了口气 罗阳天见叶空踩在星河上 心念一动 瞬间 叶空脚下的星河飞到空中 连带着叶空也上去了 叶空失职 我能帮你的 也只有这么多了 能不能找到自己的道路 就看你自己的天赋了 罗阳天动用了自己的特权 将叶空送上去 各大风主虽然有些意外 但也没多说什么 叶师弟不过练技修为 上去了也是白搭 秦无依背着手说道 确实 从来没有听说过 练技的人能点亮自己的启明星 柳如烟如实道 星河宗弟子也是在等着看笑话 堂堂风主 要是连一颗启明星都无法点亮 那就有点废了 叶空上去后 背着手走到自己的两个徒儿面前 林摇摇和小柏微微皱眉 师尊上来干嘛 上来丢人吗 师尊丢得起这个人 我丢不起 罢了罢了 就为师尊点亮一个启明星吧 林摇摇闭手心神 找寻自己的道路 身边的一颗星辰 瞬间亮起 叶空背着双手走到星辰上 心中暗道 我的道路是什么 夜空刚一想到这里 瞬间 漫天星辰闪烁 围绕在夜空身边 林摇摇和小白距离夜空比较近 也被这漫天星辰所包围 星河之中的所有星辰 全部依靠在林摇摇他们这里 其他站在星辰上的弟子 纷纷掉落下去 其受刚摆出一个骚气的姿势 还没站稳身体 就跌落下去 星辰闪烁 围绕着林摇摇他们四周 散发着无比璀璨的光辉 争相夺应 众人抬头看去 瞬间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惊到 只见星辰之中 林摇摇一袭红裙 面容精致无比美艳 面板白皙 身材妖娆 动人心扉 在林摇摇旁边站着的 乃是身穿白袍的夜空 长发飞舞 白袍 出尘不染尘埃 气质高贵 宛若折仙人 帅得出尘 两人同时站在星河上 在星辰光辉的照耀下 无比般配 知道的人 知道他们是师徒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是神仙眷侣 唯一一点不好的 就是在他们两人中间 还有一个白白胖胖 非常可爱 且多余的小孩 小白 小白站在两人中间 显得有些多余 小白我怎么感觉 我就是个多余的 星河广场上 所有人都在看着 这经典的一幕 万千星辰闪烁 绝美男子和女子 同时站在上面 不少人看得心生羡慕 徐长青看着空中的那一幕 无比眼红 站在上面的应该是我 而不是他夜空 凭什么 凭什么不是我 陈长青新生极度 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 苏星晚刚看只是 新生羡慕和吃醋 但一想 他们是师徒 也就释然了 他们是师徒 他们是不可能的 罗阳天看着这漫天星辰闪烁 有些意外 到底是谁引发的 万千星辰同时亮起 站在我星河宗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 难道是夜空 不 不可能 不可能是他 夜空不过练迹七层的修为 找到自己的启明星都难 根本不可能引发所有星辰闪烁 既然不是他的话 难道是夜空的徒弟 是了 估计是夜空的两个徒弟 第一颗星辰亮起的时候 就是在夜空的徒弟旁边 不过 万千星辰同时亮起 要找到自己的路 也很难 一人只有一条道路可走 就算是传说中的大地 也不可能走多条道路 罗阳天想到这里 心里顿时平静了不少 星辰全部亮起 虽然是好事 但要找到自己的路 也会很难 徐不败看着小白 心中暗道 还是老祖厉害啊 举手投足间 就点亮了所有星辰 老祖你且稍等 等我救出你的肉身 到时候 你就不用继续隐藏了 只要有老祖在 我摩勒宫 必定会大星 徐不败的目光 一直停留在小白身上 星河上 夜空看着动人的林夭夭 转过身去 徒儿太好看了 还是少看得好 林夭夭也是回过神来 挥手驱散了星辰 这星河宗的星辰也太弱了 本地只是稍微展示 一点点道路 就引来这么多星辰 哎 大意了 下次要注意了 林夭夭摇头苦笑 自己太优秀了 走到哪都是闪光点 失遂也沾了我的光 这下修炼没问题了吧 夜空看着漫天星辰 却还是看不清自己的道路 星辰再多 也无法照亮他的路 哎 太强大 也不是我的错 这么多星辰 都无法照亮我的道路 我也很无奈啊 小白他在二哈背上 他感觉自己就是多余的 还是不打扰的好 省得回去 师尊再找借口 打自己一顿 小白随便找了一颗起明星 看了一眼后 就下去了 夜空和林夭夭 也没在上面逗留太久 转悠了一圈 这才下去 随着他们走下星河 这漫天星辰 才渐渐暗淡下去 450个弟子 还有许多人 没有找到自己的起明星 就掉落下来了 你们还有一次机会 罗阳天开口道 给了其他弟子一次机会 要不然太亏了 星河覆盖 需要大量的零食 作为动力 要是无法为大部分弟子 点亮起明星 那就亏大了 从星河上掉落下来的弟子 听到还能再次上去后 纷纷飞上星河 寻找自己的起明星 夜空带着林夭夭他们 回到陶山去 明天 才是九峰比试最后一轮 也是九峰弟子碰撞 最为激烈的一轮 夜空他们走后 徐不败闭上眼睛感悟 怎么这么久了 老祖的气息还没散发出来 难道星河殿还有埋伏 不 星河殿的高层都在这里了 还有谁能埋伏得了他 徐不败沉思不解 这么久了 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很不合理 算了 等晚上了再询问一二 逍遥风上 小白和林夭夭 依旧坐在夜空的两侧 看着师尊垂掉 师尊 你找到自己的路了吗 林夭夭看向师尊问道 没有 夜空摇了摇头 不应该啊 那么多星辰闪烁 怎么可能还没有找到 林夭夭皱眉不解 认真的看着师尊 为师的道路 一片迷茫啊 夜空有些惆怅 没办法 太强大了 自己的道路 该怎么走都不知道了 哎 无敌是多么寂寞 林夭夭听到师尊的话 上下打亮了一眼师尊 心中暗响 确实 师尊你十年老练气了 根本看不清自己的道路 十年老练气 没有任何进步 能有什么道路可走 你这辈子 能助击就不错了 林夭夭也不指望 自己的师主 能有多大能耐了 只要他不妨碍 自己修炼就行了 小白没有关注师尊和师姐 他再一次把目光 放在了鱼沟上的 磨气圆球上了 磨气圆球 不是已经被我和二哈 全部拿走了吗 师尊怎么还有 师尊到底有多少磨气圆珠 他又是在哪里捡到的 小白百思不得其解 眼神一直盯着磨气圆球 反正池塘里的鱼和王八 都不吃磨气圆球 未等师尊走了 我再悄悄地偷回来 小白打定主意 盯死了磨气圆球 林夭夭在苦海边坐了一会后 练回桃山去了 夜空坐了一会 直到耳畔边响起系统的声音 练气加一 听到这句话 夜空才回去 小白等师尊和师姐都走了 赶忙将鱼勾托出水 将磨气圆球取下来 得手了 小白面带笑容 拿着磨气圆球就回去 在回去的时候 恰巧从徐不败的身边经过 不过并未搭理 徐不败看着小白手中的磨气圆球 感应到一股熟悉的磨气 如此熟悉的磨气 而且还凝聚成球 真不愧是老祖啊 除了老祖 也没其他人有这实力 有这熟悉的磨气了 将自己的磨气凝聚成球 悄悄运出来 暗自吞服 恢复实力 徐不败心中充满了佩服 探啥呢 朱能在徐不败身后问道 他的任务就是盯死了徐不败 徐不败去哪里 他就去哪里 而且除了逍遥风 徐不败其他地方都不能去 没什么 天快黑了下山吧 徐不败背着双手下山 背着双手站在石头上 天已入夜 一道模糊不清的声音响起 百分号人民币人民币紧号百分号 我知道了 你退下吧 徐不败平静道 刚才响起的声音 是他摩月宫的蜜语 大致意思是说 星河已经被破开 但不知为何又被人堵上了 朱能听这声音的来源 第一时间通知宗主 宗主内间现身传讯给徐不败 罗阳天听到朱能的传讯 当即出去寻找 但奸细很高明 在很远的地方传讯后 就消失了 星河殿 罗阳天背负双手 站在黑夜中 眼神清明 瞟目着刚才奸细出现过的地方 他出来追击时 感应到一股很强烈的波动 但很快就消失了 到底是谁 罗阳天轻声呢喃道 大长老和二长老 随即出现在罗阳天身后 拱手说道 宗主已经调查过了 九大丰没有任何异动 各堂堂主也都在各司其职 罗阳天抬头看着空中的乌云 乌云遮蔽了月光 整个天地间变得十分昏暗 明天就是最后一轮决赛了呀 宗主 魔教弟子已经全部淘汰 是否赶走徐不败 大长老拱手询问 不 不用 对付他 我立有打算 罗阳天轻声道 对付徐不败 他一直在算计 明天是九封大比的决赛 不可草草了之 明天先宣布奖励和惩罚 是 二长老拱手应了一声 和大长老一同离开 罗阳天独自站在黑夜中 面露沉思之色 最好别让我找到你 罗阳天沉声说完 消失在黑夜中 徐不败站在石头上 看着漆黑的夜晚 目光炯炯有神 嘴角微微上扬 我的人 岂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的 你别得意 是狐狸总有露出马脚的时候 诸能在徐不败身后说道 哼 徐不败轻哼一声 不予理会 找吧 找到了 对你兴和宗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 徐不败丝毫不担心 兴和宗将他的人找出来 找出来了 倒霉的还是兴和宗 一夜的时间 徐不败都站在石头上 要么看逍遥风 要么看天见风 一日清晨 夜空书展揽腰起来 打了个哈欠 走到苦海边 宗主应该抓到奸细了吧 夜空看着兴和店的方向 昨晚上 他正要睡觉的时候 听到了一句稀奇古怪的声音 随后听到了徐不败的回应 就暗中出手 暴露奸细所在的位置 只要认真去找 就能找到 夜空随即坐在苦海边 拿起自己的小鱼竿 继续锤掉 今天是最后一场比试 也是决定九风排序的比试 林妖妖和小白 一早地就起来 做准备 最后一场比试 关乎着他逍遥风的存亡 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 安静的山峰修炼 林妖妖可不想这么早就结束了 而小白呢 只是想镇压师尊 欺负师尊 挽回自己摩地的颜面 要是逍遥风都没了 自己还怎么镇压师尊 两个人的出发点虽然不同 但结果都是一样的 二人调整好自己的气息 恢复到最佳状态 这才走到苦海边 准备好了 夜空轻声问道 放心吧师尊 有我小白 小白说到这里 转头看见师姐的眼神不太对劲 又补充说道 那漂亮美丽又动人的师姐在 拿下第一都没问题 不求第一 能进前百就行了 夜空如实道 只要能进入前一百名 就算是拿到不错的名次了 到时候他逍遥风也就保住了 夜空垂掉了一会 放下鱼竿 走吧 该去参加比试了 夜空带着小白和林夭夭 走下逍遥风 一路走到星河广场上 450位参赛选手 全部站在场中 大长老和二长老 联手开启解决 分化出擂台 罗阳天以星河之力 将金丹和原英弟子的修为 压制到助击巅峰 450人将两两对决 看最后的排名 当战场分化好后 二长老高立空中 面容威压宣布道 九峰大笔最后一轮比试 将关乎到九峰之间的排名 以及资源分配 排名第一 会有额外奖励 若是排名垫底 将会减弱其山峰的 大部分修炼资源 且峰竹也要跟着授罚 二长老在上面说完 特意看了一眼夜空 夜空看我干嘛 逍遥风若是今年 挤不进前一百 将会被撤销开封资格 二长老严肃提醒 知道了 夜空应了一句 转而看向自己的两个徒弟 徒儿加油啊 小白两人面色平静 别说前一百了 拿第一对他们来说 都没啥问题 谁要是能狙击逍遥风弟子 进入前一百 我天见风必中赏 三年之内 天见风见哭 任而出入 陈长青看向所有参赛者说道 赤裸裸的针对逍遥风 对 谁要是能成功阻止 我御兽风的妖兽 可遂你挑选 并且我亲自帮你驯服 奇兽在一旁拱火道 两人都是铁了心的 要针对逍遥风 林遥遥凤目冷清 辟逆四野 气质惊人 丝毫不虚 对付你们 一个小白就够了 林遥遥淡默道 对 一个小白就够了 小白站出来说道 对付他们 自己出手就够了 虽然他才助击中期 但他的手段很强 比试规则 一对一 赢者晋级 输者淘汰 第一轮陷时为一注香 一注香燃尽弱 还未奋出胜负 则一起淘汰 随着二长老的声音结束 所有被随机分配到擂台上 林遥遥分配到的对手 是万花蜂的弟子 小白分配到的 则是御兽风的弟子 都是骑狗的 小白骑的是二哈 而御兽风弟子 骑的是狼狗 比试开始 随着二长老的声音落下 一注香被点燃 林遥遥手掌一会 一把零件凝聚出来 万花蜂弟子 实力跟林遥遥一样 都是筑击巅峰 他全身花瓣缠绕 立于花瓣中心 师妹 看招 万花蜂弟子说完 各种花瓣 犹如锋利的飞镖一般 朝林遥遥击舍而来 花里胡哨 林遥遥灵剑一指 目光如炬 脚尖轻垫一跃而起 从空中 向万花蜂弟子杀去 万家蜂弟子 瞬间收容 一切花瓣包裹周身 他就犹如花蜂一般 屹立在花瓣的中心 枪 林遥遥一剑刺在花瓣上 发出金属般的碰撞声 师妹 我的花 可不是那么容易破解的 万花蜂弟子但笑道 是吗 你抬头看看 林遥遥面色冷清道 落在地上收起零件 空中 成千上万把零件凝聚 瞄准了万花蜂弟子 只见林遥遥手掌一压 数把零件落下 犹如一场暴雨般 砰砰砰 每把零件都撕在花瓣上 将花瓣定在地上 万花蜂弟子的护身花瓣 在顷刻间消散 最后一把零件 悬浮在他头上 只要林遥遥心念一动 零件就会落下 将他斩首 万花蜂弟子脸色一阵苍白 急忙说道 我认输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林遥遥这才收回零件 死 逍遥风的疯子浩强 一招就击败了万花蜂弟子 这就是逍遥风弟子的实力吗 不仅漂亮还怎么强大 我估计 只有长青师兄和奇兽师兄 能打得过他 那不好说 万一遇到金丹师兄师姐 也不一定能打得过 众弟子一轮纷纷 被林遥遥的手段给震惊到了 相同的境界 出手就给秒杀了 这实力让他们望尘莫及 最关键的是 他还长得漂亮 如此漂亮又强大的人 谁能俘获他的心 没想到 夜空师职虽然弱 但培养的弟子倒是不错 二长老淡笑着道 你这是在夸我呢 还是在损我呢 夜空瞥了他一眼 再说 自己的实力也不算弱 现在练技3700多层了 弱吗 只是没助击罢了 林遥遥的比试结束了 小白那边的却还在继续 小白的战斗 相比较林遥遥而言 轻松了许多 都不用自己出手 位台上 小白从二哈背上下来 一手放在二哈的头上 你的狗只不过是普通家狗 而我的是 助击夭手狼犬 御兽通弟子坐在狼犬上 颇为自豪 狼犬打家狗 这不是碾压吗 熬悟 狼犬狼嚎了一声 气息绽放 汪汪 二哈吐着舌头 叫唤了一声 小白走到旁边坐下 对二哈说道 二狗子 打不过 今晚上我就吃狗肉 汪 二哈叫了一声 狗眼逐渐变得腥红 他要是打不过 小白绝对把他顿了 夹狗就是夹狗 只会汪汪叫 御兽通弟子嘲讽道 狼犬吃了它 御兽通弟子指着二哈 下令道 汪汪 狼犬叫了一声 趴在地上 长长的黑毛遮住眼睛 不敢去看二哈 上啊 御兽通弟子 看着眼前的二哈 他不过一家犬 你怕他干嘛 狼犬不敢多语 他跟二哈同属犬科 他能感应到 二哈散发出来的压迫 二哈一步一步走过去 狼犬趴在地上 慢慢后退 望 滚 二哈叫唤了一声 狼犬听到这句话 如实重负 自己的主人也不要了 夹着尾巴就跑下台去 火速跑回御兽通 驱赶了狼犬后 二哈才走到 御兽通弟子面前 双眼惺红地盯着他 御兽通弟子这一刻终于明白 当时狼犬面对二哈时 所承受的压迫感了 我 我 我投降 听到他投降了 二哈惺红的双眼 这才恢复 吐着舌头 欢快地跑到小白身边 小白拍了拍二哈的脑海 淡淡道 做得不错 晚上不打你了 空中 秦无依看着自家弟子 被一只狗所压迫 不由的狐疑 那狗 为何如此像望月犬 秦无依沉引道 当时他让秦兽 去将望月犬带回来 秦兽告诉他说 望月犬已经跑出星河宗 回到腰山了 秦无依也就没再过多的关注了 而现在 二哈的出现 让他有些怀疑 应该不是望月犬 望月犬体型庞大 眉心间有月亮标记 这狗没有 只是皮毛有些像罢了 秦无依看到这里 打消了怀疑 一炷香的时间结束 第一轮比试 也奋出了结果 有不少弟子 是一炷香结束后 还没奋出胜负 所有第一轮结束后 晋级的人只有两百人 也就是说 只要逍遥风两个弟子 随便一个再赢一场 那逍遥风就算是保住了 第二轮 现实为两炷香时间 现在开始 二长老在高空说完 将有人的擂台 随即合在一起 也不知道是有意 还是无意 林夭夭这次面对的 是天剑风的小剑神 陈长青 小白遇到的也不差 是玉兽风的大帝之姿 风子奇兽 他们两人遇到的 都是天剑风的最强者 和玉兽风的最强者 众人看着逍遥风 遇到的对手 不由地看下二长老 这绝对是故意的 要不然随机分配道话 怎么可能会遇到 玉兽风的风子 和逍遥风的风子 这下逍遥风完蛋了 要被玉兽风风子 和天剑风风子聚击了 挺惨的 谁能想到 他们第二轮 直接遇到了 玉兽风风子 和天剑风风子 也不知道是运气使然 还是人为使然 只能怪逍遥风命不好 一众弟子 没一个看好逍遥风弟子的 徐不败看着小白 眼神微眯 呵 我摩勒宫老祖的实力 岂是尔等能明白的 别说修为被压制到助击 就是原因 我老祖也可以打 徐不败是很看好小白的 要是有一天 他发现小白不是他老祖 不知道会不会崩溃 夜空看见小白和林夭夭 遇上的对手 抬头看向二长老 本长老可没有干预 对手分配 全是随机决定 宗主可对我问心 二长老刚正不讹道 他是真没有干预 谁知道那逍遥风 运气不好 直接遇上了最强的两人 这是随机分配的 不是他能干预的 就算他干预 也不敢怎么明目张胆啊 胜负乃天定 没人会干预 大长老缓缓道 有了二长老的解释 众人有些同情逍遥风了 估计从今天开始 逍遥风掉没了 只能说 这一切都是命啊 你们说 逍遥风要是没了 逍遥风风主要干嘛去 不知道 不过毕竟当过风主 最起码 也得有个内门弟子身份吧 随着众弟子的议论 位台上的比试 也将要开始 这就是你逍遥风的命 陈长青冷冷道 没了逍遥风 整个星河宗 除了我天剑风 没人能容纳你 不一定 哦陈诗直 有如今站在空中说道 怎么漂亮的女弟子 我万花风可不会错过 没了逍遥风 这不是还有我万花风的吗 陈长青听到这句话 脸色顿时阴沉下去了 如果万花风真的跟他抢人 他一个人抢不过 你是不是太自信过头了 林摇摇挥挥手取出零剑 眸子冷清 不夹杂任何感情 脸色无比冰冷 犹如三尺寒冰 让人心生爱慕 又不敢靠近 在我面前用剑 陈长青看着林摇摇手中的零剑 不禁笑了 我会让你知道 我小剑神的名声 是从何而来的 另一座擂台上 小白骑着二哈 看着傻子死的秦兽 小屁孩 别说本大爷欺负你 乖乖跪下认输 我秦兽饶你一命 你的那狗 虽然是有那么点用 但我胯下的 可是斑斓豹 原鹰妖兽 原鹰妖兽你知道不 一口一个小孩的那种 秦兽坐在斑斓豹背上 侃侃而谈 白痴 小白翻了个白眼 都不知道秦兽哪来的自信 位台上 林摇摇手持零剑 和陈长青对拼了几个回合后 稳稳地落在场上 其初的交手点到为止 只是试探对方的公敌 认输吧 你不是我的对手 陈长青剑指林摇摇 面色冷静 哼 林摇摇冷哼一声 他试探出来了 陈长青的底子不错 但也就那样 陈长青剑林摇摇不肯放弃 长剑一甩 炽热的光辉浮现在剑间 来了来了 长青师兄认真了 那是纯阳师叔的成名剑法 纯阳剑 没想到长青师兄居然会用 废话 长青师兄认为纯阳师叔的唯一亲传 当然会用了 好惨 这下逍遥风要成为历史了 众弟子表情各异 但都已经意料到 逍遥风弟子要败了 徒儿加油 打赢了 师孙回去请你吃惊 叶空站在星河上大喊 到时候去荒谷禁地 抓一只血脉博杂的凤凰 给徒儿盾了 此话一出 全场都看向叶空 所以你这是在官宣吗 大白天所这么无的话 林摇摇听到师孙的话 恨不得冲上去 将师主抱打一顿 吃鸡 你敢让本地吃 信不信本地分分钟太见了你 要不是 为了保住逍遥风 林摇摇绝对会放弃战斗 先教训师孙一顿再说 落日 陈长青火红着脸一声大喝 炽热的剑光 散发着恐怖的高温 眼神无比阴冷 你们果然有关系 林摇摇凤目一鸣 手中灵箭一横 星河轮回剑一爆发 万千灵箭凌空而现 每一把灵箭 都有极致的剑一衣服 星河轮回 林摇摇零箭一指 万千灵箭击射而出 陈长青猛地劈出一剑 炽热的剑光 犹如一个火圈一般 所过之处 连空气都被点燃 枪枪枪 万千灵箭撞击在火圈上 被火圈所消容 每一把灵箭 都是林摇摇 以自身灵力所凝聚 若非他修炼的是玄黄诀 可能早已经灵力耗尽了 火圈在墙 终究有限 无数的灵箭 破灭了火圈之后 直奔陈长青而去 陈长青一剑刺出 不断劈碎灵箭 林摇摇摔出手中的灵箭 以新玉箭 操控灵箭而去 在陈长青抵挡灵箭指示 最重要的一把灵箭 重天而降 陈长青心中有感 向右偏移 灵箭急速刺下 插在陈长青的肩膀上 啊 陈长青面容争鸣 痛苦大叫 肩膀上传来阵阵痛感 由于失神 他也被前方的灵箭机 飞出去 狠狠地撞在石柱上 林摇摇冷眼看着陈长青 灭色冰冷 犹如三尺寒冰 屹立在场中 犹如帝王一般 居高临下地 俯视着陈长青 默然开口道 你败了 三个轻飘飘的字 犹如重锤一般 狠狠地 砸在陈长青的心里 让他口吐鲜血 在场的人也看呆了 一招 一招就击败了小剑神 开什么玩笑 年少成名的长青师兄 被一招就击败了 这不可能 他逍遥风弟子 怎么可能这么强 长青师兄都负伤了 好像无力再战了 是长青师兄变弱了 还是逍遥风弟子太强了 肯定是长青师兄变弱了 他被压制在筑击巅峰 无法发挥出全部实力 你可闭嘴吧 长青师兄好歹也跨入原因 虽然修为被压制 但不管是哪方面 都比逍遥风弟子强吧 结果还是败了 围观群众的话 犹如一个个利丝般 扎在陈长青的心中 夜空站在星河上 看着面色逐渐猙獰的陈长青 不会吧 不会吧 不就是失败了一场 不会输不起吧 失败了就失败了 多大点事啊 陈长青左手处着长剑 面色猙獰 脚步亮相地站了起来 疯狂的 不 我没败 我陈长青 三岁席剑 七岁熟读剑招 十岁领悟剑意 十八岁横扫同街 二十岁越街 而战不曾一败 现在我也不会败 陈长青歇斯底里的吼叫 全身气血燃烧 秀为突破场域压制 恢复到金丹后期 我小剑神 此生不败 说吧 陈长青调动全身剑椅 凝聚出剑光 夜空站在星河上摇了摇头 看把这孩子急的 不就是败一场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此战过后 陈长青一年之内都无法握剑 大长老缓缓道 看向陈春阳 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陈春阳面色平静倒 一点也不关心 陈长青倒心有缺 真正的修饰 都是历经困难 胜败有数 要想不败 太难 等比试结束 陈春阳 你回去好好培养一下 他的道心 罗阳天开口道 是 陈春阳应了一声 并外 重点教导一下他 何谓正 何谓协 陈春阳低头不语 没有回答罗阳天的这句话 正邪吗 我自己的搞不清楚 陈春阳暗自倒 位台上 陈长青燃烧气血后 实力得到提升 冷眼看着林夭夭 我说过 我不会败的 你是不是对自己太自信了 林夭夭冷声道 一甩手中的灵剑 见到意图 我陈长青不输任何人 你剑道很强 但也仅此而已 天地一剑 陈长青一声高鹤 剑光激荡 全身金光滑为 一柄长剑 四项林夭夭 这是我倾注全力的一剑 无人能当 陈长青十分自通道 林夭夭没有划出更多的剑 他的灵力有些跟不上了 他只出了一剑 拜你 只需一剑 林夭夭说完 缓慢地劈砍出一剑 这一剑看起来 并没太多的威能 剑光也十分暗淡 看来逍遥风弟子要输了 肯定啊 估计刚才那一招 就已经耗尽全身灵力了 长青师兄永远低神 不少弟子 重新看好陈长青 当两道剑光交织在一起时 林夭夭的剑光忽然爆发 犹如星河一般璀璨亮眼 包裹了炽热的金光 一点点将其消磨干净 陈长青感觉到 自己的剑光正在消散 一下子惊慌了 不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不可能吞了我的天地一剑 陈长青慌了神 天地一剑是天剑锋最强剑法 一旦施展出来 会耗尽自身所有灵力 威势无穷 无物不破 但林夭夭使用的是 星河轮回剑法的第二式 包裸永真能磨灭所有攻击 在剑光消散之际 林夭夭脚尖一点 一跃飞到陈长青面前 提起零剑指着陈长青的脖子 你还是败了 陈长青这次没有抓狂 像是失去了所有力气一般 贪软在地 第二轮 林夭夭胜 随着裁判的宣布 这场精彩的碰撞 落下了帷幕 长青师兄还是败了 逍遥风 抱住了吧 应该是保住了 没想到逍遥风弟子 居然这么强大 众弟子一轮纷纷 惊叹林夭夭的实力 林夭夭从台上走下之际 看了一眼拼命的小白 说道 我已经赢了 不用太拼命 我今天必须弄死他 另一边 小白从二哈背上下来 伸手指着斑蓝豹 那只猫打得过吗 汪汪 二哈叫了一声 表示打得过 在逍遥风 他吃了白虎肉 血脉发生一些变化 虽然本质上还是狗 但蕴含了一丝白虎血脉 在相同的境界中 二哈除了打不过小蓝 其他的都没问题 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 我这是斑蓝豹 可不是猫 骑兽强调了一遍 骑着斑蓝豹 缓缓靠近 虽然境界被压低了 但我的斑蓝豹 可是猛兽 而你的狗 只是狗罢了 奥护 斑蓝豹猛烈咆哮 星红的双眼 紧紧盯着二哈 二哈 你先上 打不过我再来帮你 小白拍了拍二哈的脑袋说道 随后坐在一边 二哈上见一步 身体壮大 四肢粗壮而有力 身上出现了一些白虎的条纹 师弟 你这狗的血脉也太杂了吧 既有望月犬的血脉 也有老虎的血脉 我居然看不懂 它到底是什么品种 其无疑很是不解 身为御寿风风主的它 这一刻居然有些 御寿风走失的望月犬一样 但却蕴含着老虎的血脉 至于是什么虎 它也难分辨 我也不知道 随手捡的 夜空摊手道 可能是二哈吃了小白虎的肉吧 被抬上 不过是狗杂种罢了 斑蓝豹 撕了它 骑兽满脸不屑 斑蓝豹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二哈 快速狂奔而去 熬悟 二哈仰天狼嚎一声 粗狂的右爪高高举起 仿佛要撕裂虚空一般 斑蓝豹冲过来之时 一巴掌就将斑蓝豹给拍飞出去 坐在斑蓝豹背上的禽兽 重心不稳 跟随斑蓝豹一起倒飞出去 二狗子 它们骂你 别让它们好过 小白站在后方指挥二哈 本地的狗 其实你能随便说的 二哈这一刻爆发出潜能 虽然是狗 但却犹如猛虎一般 气势滔天 迈着王者的步伐 一步一步向斑蓝豹走去 禽兽从地上站起来 抬头看着二哈走来 大笑道 有点本事 但我可是玉兽蜂蜂子 玉兽这一块 我骑兽不输任何人 骑兽重新坐在斑蓝豹身上 以密法和斑蓝豹取得联络 将自身灵力 渡给斑蓝豹 斑蓝豹身上金光爆发 在场域的压制下 硬生生地恢复到了金丹的实力 我去 金丹 这不是作弊吗 这还这么大 骑兽本就强大 现在作弊又恢复了金丹实力 这 逍遥风这下要完蛋了 围观的弟子 都被场上的一幕给震惊到了 本来实力差距就大 小白驻击中期 禽兽和他的灵兽 在场域的压制下 都是驻击巅峰 如今 灵兽恢复到了金丹修为 这还这么玩 这不是作弊 这是玉兽风的玉兽法门 与灵兽地结契约后 可吸引相通 也可灵力转换 大长老站在空中 为众人解释 众人听到二长老的解释后 这才继续关注着擂台 擂台上 小白看见金闪闪的斑兰暴 丝毫不慌 二狗子 别怂 小白对二哈说道 汪汪 二哈叫了一声 咬牙冲上去了 斑兰暴随其瘦的心意而动 两人配合着对付二哈 二哈现在 只有驻击的实力 和金丹 有着不可跨越的差距 熬悟 二哈冲过去 刚抬起右爪 就被斑兰暴起跳躲开 随后从空中一巴掌 将二哈拍飞出去 在空中一个顺闪落在二哈身上 死死地踩着二哈 奥呼 斑兰暴一声长啸 张开血盆大口 瞄准二哈的脖子 夜空站在星河上 眼神一瞇 斑兰暴的动作 瞬间停下了 那个男人又出现了 好害怕呀 我要是咬了汪月犬 他会不会顿了我 斑兰暴不敢下嘴了 他当时被夜空一巴掌拍飞过 心里留下了阴影 此刻感觉到了夜空的气息 不敢下嘴 斑兰暴咬死他 禽兽坐在斑兰暴背上下令 夜空眼神微微眯起 那表情 好像是在说你敢咬 我就顿了你 卫台比试公平公正 夜空他也只能稍微释放一点点气息 影响一下保护二哈 毕竟也是自己送给小白的狗 要是被咬死了 小白估计会伤心难过到哭 红美女徒儿容易 每天一碗糖水就行了 红小白的话打一顿 皮肉上的苦能弥补心灵的伤害 就在夜空响入飞飞时 卫台上的比试还在继续 斑兰暴不敢咬了 他真的怕被顿了 那个男人太强大惹不起 咬啊你倒是 禽兽使劲拍打斑兰暴的脑袋 愣着干嘛 就在这时 小白以鬼魅般的身法 瞬息间冲到禽兽身边 凌空一脚 踢在禽兽的脸上 将禽兽给踢飞出去 随即小白双眼漆黑地看着斑兰暴 不想死 就滚 斑兰暴看着小白的眼睛 夹紧了尾巴 这个男人也恐怖 斑兰暴从二哈身上下来 夹着尾巴 跑到禽兽身后 小白以气势下 跑了斑兰暴后 随即看着自己的狗子 你先滚吧 等我回去给你疗伤 二哈听到这句话 亮相地站起来 站在小白身边 没有要走的意思 既然不走 那就好好看看 你主人我的实力 小白以凌厉化己 双手紧握 打狗 还得看主人 小白一步步 向禽兽走去 禽兽被小白踢了一脚 脸都被踢变形了 老脸上还有一个脚印 显得十分滑稽 只会偷袭的小屁孩 今天不打哭你 我就不叫禽兽 禽兽历声说完 一手拍在斑兰暴的头上 斑兰暴身上的金光 回到禽兽的体内 他将度给斑兰暴的灵力 全部收回来 顺便还将斑兰暴 本身的能力给吸收 实力达到了恐怖的 金丹中期修为 小白刚才那一脚 也太帅了 可惜他年纪还小 要不然本姑娘 必定嫁给他 我才五十岁 我觉得我还能等他长大 小白 姐姐们等你长大 不少女修士对小白动心了 等着小白长大 别犯花痴了 现在骑兽师兄 都已提升到金丹了 小白这次输定了 金丹中期打住机中期 那不是吊打吗 是啊 小白这次惨了 只希望骑兽师兄 手下留情吧 小白只是个孩子 男修士们都遇见到了 小白被挨打的场景了 没办法 实力悬殊太大了 骑兽缓缓掏出了一根玉兽鞭 鞭子上有特殊药液 打在身上会又痒又疼 小白 我已经赢了 你不用太拼命 比夭夭走下之时 提醒了一下小白 不行 他打我的狗 我得弄死他 位台上的小白 看着眼前金光灿灿的禽兽 冷声道 金丹中期吗 那有何妨 说完 挥舞了一下手中的长脊 长脊在手中旋转 拖出一抹灵光 小白身影虽小 但气势要比禽兽还要强烈 他提着比他高两倍的灵脊 主动发起进攻 凶猛无比 禽兽也不弱 手中的御兽边 犹如灵蛇飞舞 不断打退小白的攻击 小白进攻了许久 却始终无法近身交战 啪啪 骑兽甩了一下鞭子 朝着小白抽打而来 小白侧身一闪躲开了鞭子 身形如鬼魅一般 一边躲着骑兽的鞭子 一边快速接近 每次靠近都被鞭子击退 特奶奶的 不能用魔器 不然本地分分钟秒杀你 小白心里郁闷到 他的魔器恢复了不少 这几天又吞了好几个魔器圆球 魔器不弱 已经跟他修炼的灵力持平了 在擂台上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不能使用灵力 不然魔器一出 魔影一现 分分钟让骑兽跪下叫爸爸 骑兽还在酝酿招式 他必须得把小白击败 虽然击败了也没用 但自己也不能输给一个小屁孩啊 自己好歹也是大地之姿 你见过哪个大地之姿 输给过小孩的 为了尊严 为了脸面 为了小黑仪 他骑兽 不能输 虎鞭 骑兽一鞭子抽出 一条虚幻的灵虎出现 只扑小白而去 小白手握灵脊 一脊劈下 灵虎瞬间一分为二 呵 就这 小白不由地冷笑道 还没结束呢 骑兽话音刚落 被小白劈成两半的灵虎 一分为二 一左一右 包夹小白 小白横扫一脊 将两头灵虎扫飞 随即提着 长脊一顿狂砍 将两头灵虎砍成无数块 这才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看着骑兽 冷笑道 就这 你太小看我了 甩了一下御兽鞭 啪啪 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被小白砍成块的灵虎再度出现 密密麻麻一大片 胃台都有些站不下了 哈哈哈哈 这灵兽十八边 包含了十八种灵兽 第一边虎边 灵虎的攻击性虽然不强 但它能分裂 只要骑兽灵力不好尽 这灵虎就会源源不断地出现 骑兽站在高空 笑着为众人讲解 说话之时 还特意扫了一眼 夜空和陈纯阳 看陈纯阳 纯粹是为了炫耀 你弟子不如我弟子 而看夜空 则是你等着输吧 小白的输赢 我倒是不在意 反正大驼已经赢了 我逍遥风保住了 小白赢不赢 都没太大的影响 夜空淡笑着说道 此话一出 秦无意的笑容僵住了 是啊 人家赢不赢都可以 反正逍遥风是保住了 自己的徒儿和小白战斗 有什么意义 夜空师弟 不如来打个赌吧 陈纯阳突然开口道 转头直视着夜空 陈纯阳还没说出打赌的内容 夜空便一口回绝了 不赌 真爱生命 远离赌博 陈纯阳一时间不知道 该不该继续说了 夜空非常清楚 陈纯阳要和自己赌什么 无非就是赌小白的输赢 大徒儿都已经赢了 逍遥风都保住了 没必要再去折腾 丁 检测到有人要跟宿主打赌 成功打破平静 特示出临时任务 与天剑峰封主打赌 奖励 特殊物品垂掉机会一次 系统冰冷的声音 在夜空耳畔边响起 死 系统都发布任务了呀 那我是赌呢 还是不赌呢 小白的话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赢 夜空看着擂台上 拼命进攻的小白 不能让小白的努力白费了 夜空转头看向陈纯阳 说道 好 跟你赌 他不能让小白的努力白费 得给他一些压力才行 陈纯阳见夜空突然改变主意了 一开始还有意外 但很快回过神来 淡漠的 行 你我都知道要赌的时候 我也就不废话了 你要是赢了 你想要什么都行 只要我有 你天剑锋 别的我也看不上 就剑枯吧 夜空直接说道 刚好带徒儿进去 领悟一下剑道 剑枯与天剑锋乃是一体 哪怕我同意你 拿走剑枯 恐怕宗主也不同意 陈纯阳面色平静道 他不在意剑枯 要是能拿走 他早就拿走了 剑枯虽说是星河宗天剑锋的 不是他的 他只是有使用权罢了 我也不带走 就有空就带徒儿进去逛逛 夜空如实道 行 陈纯阳点了下头 看向大长老 所有人见证 夜空和陈纯阳做赌 小白赢了 夜空极其徒弟 可随意进出 天剑锋剑枯 小白输了 撤销逍遥风 大长老大声说道 林遥遥听到师尊这句话 从调养中醒来 抬头看着星河上的师尊 有些猛逼 师尊你是不是疯了 好端端的 跟人家打什么赌 小白有多弱 你心里没点数吗 我好不容易才赢了 你别给我赌输了呀 这师尊也太不靠谱了吧 林遥遥一时间 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师尊了 只能看向擂台上的小白 鼓励他 小白 你听到了没有 要是输了 咱逍遥风可就没了 小白你加油 打赢了师姐以后 都不打你了 小白心里有些难受 本来师姐赢了 他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战斗了 他不顾消耗的攻击禽兽 只不过是为了暴揍禽兽一顿 给二狗子出气 赢不赢都无所谓 这下好了 他不赢都不行了 小白这一刻 都想冲上去打师尊一顿 我们在前面努力战斗 你在后面拼命拖后腿 就没见过你怎么坑的师尊了 要是可以 他绝对想冲上去 暴打师尊一顿 围观的弟子表情各异 男的希望小白输 到时候 他们就可以去逍遥风练剑了 女的希望 小白输的不要太惨 起码不能打脸 徐不败站在下面 听着陈春阳和夜空的打赌 陈春阳这个白痴 徐不败暗骂了一句 老祖现在只有注击中期的实力 不使用魔器的情况下 很难取胜 擂台上的小白 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退路被师尊给堵死了 哈哈哈哈 骑兽的笑容逐渐变态 我赢定了 逍遥风 小黑蚁 都是我的了 擂台上 夜空点燃了一根三米长 三寸粗的弹烟 这根弹烟 足以燃烧半个时辰 尽量在不破坏规则的前提下 延长骑兽和小白的擂台对决时间 毕竟鄙视规定是两炷箱的时间 但是没有人规定 两炷箱的长短和粗细不是 众人看见夜空的骚操作 也没人阻挡 没意义 真的没意义 哪怕你延长对决时间 小白也很难打得过禽兽 而且延长的时间 小白只会挨揍得更多 师弟 你延长时间 只会让你的弟子挨揍得时间更长 秦无依站在夜空身边说道 挨打就挨打吧 夜空看着台上的小白 面容平静 看着擂台上 被灵虎包围的小白 系统既然都发布了任务 那小白是能打赢的 系统还不至于 坑自己 擂台上 秦兽看着点燃的檀香 进而看向小白 嘴角大幅度勾起 小白啊小白 本想快速解决你 但你那坑人的师尊 居然换了一根长箱 这样也好 我有足够的时间 慢慢抽打你 秦兽大笑着说道 哼 小白冷哼了一声 半个时辰 足以让我恢复灵力 还能借助魔际圆球 突破到注击后期 时间未到 谁输谁赢尚未可知 小白有信心 只要能拖延一点时间 那他就有把握 击败秦兽 喝 羊鞭 秦兽冷喝一声 一鞭子抽下 灵虎消散 一头堪比小房屋般 高大的羚羊出现 使用灵虎 对秦兽来说 消耗太大了 灵虎每一次分裂 秦兽都要消耗一部分灵力 二狗子 还能打吗 小白看一下二哈 汪汪 二哈走到小白面前 他还能打 行 你帮我拖着 我恢复一下灵力 然后解决他 说完 小白盘膝而坐 调整自身状态 以魔气圆球中的魔气 冲击自己的境界 之前为了不被师姐师尊看出来 小白选择了压制自己的修为 不敢轻易突破 现在 他必须得突破了 要不然 不一定打得过秦兽 二哈冲到羚羊面前 对着羚羊狂吠 汪汪 羊羊低下头 一双弯曲而粗狂的大脚 指着二哈 不自量力 秦兽冷声说完 甩动玉兽边 啪 玉兽边打在羚羊身上 羚羊发疯似的 朝着二哈冲去 二哈一跃而起 跳到羚羊背上 一口咬在羚羊背上 羚羊不知疼痛 在哪里摇头 想将二哈甩下来 他本来就是禽兽 以灵力幻化出来的而已 二哈站在羚羊背上 压制羚羊 给小主人争取时间 小白外表灵力一散 体内魔气沸腾 达到一个平衡点 众目亏亏之下 他要突破助击后期 必须保证魔气不外泄 否则等待他的下场 会很惨 好在他对魔气无比熟悉 全部压缩在体内 所有灵力外放 散发出如此胖态的灵力 他不会是要突破了吧 三长老眼神微眯道 就算突破了 也不是我图秦兽的对手 秦无依自傲道 对自己的徒弟 他还是有信心的 小白控制体内的魔气 缓慢地冲击自己的境界 不敢太快 太快魔气会泄露 汪汪 二哈大叫了一声 他压不住了 小白闭紧嘴巴 魔气猛烈冲击 砰 小白的眉心间 有一道很暗淡的印记浮现 嘴里全是魔气 快要憋不住了 也在这时 徐不败突然坐腰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只见徐不败周身魔气沸腾 身体上出现不少魔纹 好像要控制什么 罗阳天当即飞到徐不败头上 以星河压制徐不败 三大长老同时出手控制 这一刻 鄙视已经不重要了 徐不败才是最重要的 小白趁众人目光转移时 吐出一口黑色的浊气 随灵力所消散 他眉心间的印记 也渐渐消散 手脚上的魔纹消失不见 一切都只在一息时间内完成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徐不败吸引 所有没有人注意到 小白刚才的变化 徐不败感应到魔气消失了 这才收起自己的魔气 罗宗主 我不过是生个懒腰罢了 你们至于这么怕我吗 徐不败冷笑道 怕你倒是不至于 不过是你魔教卑鄙惯了 不得不防 罗阳天冷漠道 徐不败笑笑 也没说话 反正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没必要继续争执 小白突破助击后击后 灵力翻了一倍 自身状态也尽数恢复 当众人关注到擂台指示 小白手持灵脊 一跃而起 一脊披下灵羊的羊头 灵羊渐渐消散 二哈也从空中落下 走到小白面前 小白骑着二哈 冲向骑兽 骑兽手握玉兽边 凌空抽打了几下 灵蛇 灵牛等纷纷出现 挡在小白面前 小白冲到近前后 站在二哈背上 一跃而起 消失在空中 众人看着小白空中挪移 身法如同鬼魅一般 速度非常快 大为惊呼 这是什么身法 速度居然这么快 还能在空中挪移位置 他哪来的切力点 据我所知 能在空中挪移身体 还能如鬼魅般行动 所修身法 至少是玄阶 小白的诡异身法 引来不少人的关注 我星河宗 好像没有此等身法 大长老低音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缘 他有如此身法 是他的机缘 罗阳天开口道 他明白大长老的意思 要调查小白的身份 还有所修的功法 但没必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各风都有其出色的人 没必要刨根问题 也不需要 只要他是星河宗弟子 就足够了 被抬上 小白凭借诡异的身法 迅速出现在秦兽的身后 在秦兽还没反应过来之际 一挤披下 秦兽被小白一挤披飞出去 身上的护身金光被打散 还没站起来 就看见小白双手紧握灵挤 从天而降 他想跑 但是被二哈一口咬住了腿 他召唤出来的灵兽 也咬着二哈 一个咬一个 让秦兽动弹不得 小白别杀人 夜空站在星河上开口道 生怕小白控制不住力道 杀了秦兽 小白听到师尊的声音 在落下之时 改变灵挤的方向 灵挤插在秦兽的脑袋旁边 斩断了秦兽的头发 秦兽这一刻被吓到了 他从没想过 有一天 自己离死亡这么近 刚才要不是夜空开口 可能他就被一击击杀了 其实就算夜空不开口 小白也杀不了秦兽 这里这么多封主在 还有宗主也在 小白若是真的下死手 罗阳天他们不会坐视不管 为了不让小白有事 夜空才开口提醒一句 小白眸子阴冷地看着秦兽 收回了灵挤 带着二哈离开 他一碾压的姿态 强势击败秦兽 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没意料到 秦兽败了 败得很彻底 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所以逍遥风是保住了 不仅是保住了 逍遥风弟子如此强大 也许说不定还能拿第一 逍遥风要是拿了 那我们 众人忽然意料到 要是让逍遥风拿到了第一 那就可太有戏剧性了 逍遥风垫底了这么多年 万一拿到了第一 那其他山峰将会如何自处 尤其是 等九峰大笔结束 谁垫底 谁尴尬 逍遥风垫底 比所当然吗 毕竟风主就是个炼器 整个逍遥风加起来 也就三人 可要是逍遥风不是垫底的 其他人的排名还在人家后面 那可就丢脸丢大发了 最重要的是 资源分配会大大减少 这才是众人所不能接受的 本着 陈长青和秦寿 在第二轮将逍遥风给淘汰了 万事大吉 结果人家逆境翻盘 几百最强的两人 接下来的比试 他们将没有对手 一想到这里 参与比试的弟子 不由的一阵忧愁 祈祷千万别遇上逍遥风 还有个大风竹 心里也愁闷 罗阳天看出了各位风主的心思 当即宣布到 今日比试 暂且结束 明天开始第三轮 说吧 罗阳天背着双手 脚踏星河而去 七大风风主 紧随罗阳天身后 只有夜空和陈春阳没去 夜空是准备带徒儿回去 陈春阳是一点也不关心 小白做得不错 夜空走到小白身边 拍了拍小白的脑袋 不想搭理你 小白抱着双臂 将头扭在一旁 要不是你打赌 本地也不至于临阵突破 还差点就暴露了 本来我玩得挺开心的 都怪你 好端端的打什么赌 输了怎么办 逍遥风没了 你有地方去 我和师姐怎么办 小白这一刻 不想搭理师尊 甚至还想动手打一顿 小白见过坑货 可没见过这么坑的师尊啊 哪家师尊会坑自己的徒弟 也只有我师尊了 林夭夭和小白一样 也不想搭理师尊 本来已经稳妥的事情 差点被师尊给葬送了 要不是最后小白发力 强势击败禽兽 可能他们现在回去的方向 那个就不是逍遥风了 别生气了 等回去为师 请你们吃惊 夜空笑着 对小白和林夭夭说道 你请师姐吃吧 我要回去给二狗子疗伤 小白骑着二哈 先走一步 林夭夭顿时反应过来吗 凤木怒视这小白 小白你站住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林夭夭提着灵箭 追了上去 师姐我错了 小白骑着二哈拼命地跑 这要是被逮到了 免不了一番皮肉之苦 夜空摇头笑了笑 哎 小白还是太小了 童心未泯 闹小脾气了 他还是很高兴了 小白赢了 自己也有一次 特殊物品垂掉的机会 而且还能随意 进出天剑锋的剑枯 一举多得的好事啊 夜空走到逍遥风后 消失在原地 他要去荒谷禁地抓鸡去了 说好的 徒儿赢了 就给他们吃惊 只是荒谷禁地的小凤凰 似乎都被吃完了 算了 找个血脉弱一点的 不然徒儿撑不住 逍遥风上 小白挨了011一顿暴打后 一边给自己上药 一边给二哈上药 小白发现 就算他突破了助击后期 还是打不过师姐 被师姐拿捏得死死的 他的摩影部 每一次落脚点 都被师姐率先察觉 然后拿着棍子等着 他一落下 就挨了一棍子 就很惨 上好药后 小白将二哈踹出去 让他给自己守门 随后才涂纳磨器 他体内的磨器 到现在都还没平定下去 到了傍晚 小白刚平定磨器 忽然闻到了一股肉香味 好香啊 小白闻着肉香味走出房间 却看见二哈正在往苦海方向跑去 二狗子 回来带我 小白大喊了一声 但二哈闻到香香的 压根不管小白 011也闻到了香味 往苦海方向走去 苦海边 夜空以无尽真言 炙烤火凤 火凤是凤凰的厨 血脉高贵 但是比较温和 而且夜空抓的这只 比较幼小 血脉未曾觉醒 他又以无尽真言 炼化了所有血液 鸵儿应该能撑得住吧 夜空思索道 汪汪 二哈跑了过来 看着夜空的烤鸡直流口水 夜空看见二哈后 取了一滴鸡油 弹进二哈的宫中 二哈吃下后 更加兴奋 吐着舌头 还想吃 看来是没事了 狗得承受得了 两个鸵儿应该也没问题 夜空加大火力收汁 等两个鸵儿来时 刚好烤完 鸵儿过来吃鸡 夜空招手喊道 原来师尊说的吃鸡儿 是吃鸡呀 林夭夭羞红了脸 低下头去 是自己想多了 小白走了两步 又停下了 师尊 你不会又给我们喝肉汤吧 小白弱弱地问道 怎么会 师尊我是那种人吗 说请你们吃鸡儿 怎么可能会让你们喝汤 林夭夭 小白师尊 你是不是那样的人 心里没点鼻数吗 不过 听到师尊说不是喝汤后 小白和林夭夭 才走了过去 坐在师尊旁边 夜空扯下鸡腿连同翅膀 递给了林夭夭和小白 他们两人 一人一个 来 吃吧 林夭夭和小白看着师尊 师尊真大方啊 居然给我们肉吃了 还这么多 林夭夭和小白刚才在想 师尊给我们吃肉 会给多少 一撕 还是一点 而现在是鸡腿加翅膀 师尊 这是什么鸡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林夭夭拿着鸡腿 有些不解 这是小火凤 夜空解释道 林夭夭闻言 不解道这是什么新品种 火凤他听说过 强大的零售之一 小火凤就不知道了 嗯 也不算新品种吧 夜空说道 将鸡头丢给小兰 将鸡屁股丢给二哈 这叫鱼露君瞻 毕竟二哈也出力了 吃个鸡屁股 小黑也有份 得到了一块鸡皮 分完了后 夜空才抓着肉吃起来 嗯 味道一般 夜空感觉 这味道还没凤凤肉好吃 林夭夭和小白咬了一口 瞬间瞪大双眸 凌厉沸腾 这肉 这肉 这 鸡肉入口的瞬间 化为纯粹的凌厉 涌入腹部 流进四肢 十分温暖 唇齿间还残留着鸡肉的清香 令人回味无穷 讨鸡的凌厉不是很强烈 但是很舒服 他们之前战斗过后的疲惫感 尽数消除 消耗的凌厉 也是瞬间恢复 小白和林夭夭的脸上 血满的震惊 夜空正吃着肉 突然注意到 林夭夭和小白的神情变化 虽然味道一般 但是将就着这吃吧 夜空对二人说道 林夭夭和小白看着手中的肉 就这还味道一般 这简直是人间美味啊 难怪师孙平时不分我们肉吃 原来师孙的肉这么好吃 林夭夭和小白大块朵頤 吃得满嘴是油 而小白没注意到 自己体内的魔气 正在被火缝中郁含的灵力 一点一点的化解 一开始林夭夭还很优雅的 用手小块小块的撕着吃 但到后面 也不顾形象的大口吃起来了 无他太好吃了 夜空看着两个徒儿 狼吞虎咽地吃着 不有得狐疑 徒儿是不是没吃过肉 好像前几天 才吃过烤猪来着 虽然不好吃 一块鸡肉 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就被小白和林夭夭给消灭 连骨头都不剩下 至于吗 林夭夭和小白吃完肉后 全身灵力充沛 再战一场都没事 而小白吃完之后 感觉自己的魔气 似乎又双 弱灼被化解了 我的魔气又没了 这肌肉有毒 可是有毒也很好吃 小白心里有些悲伤 自己的魔气又被化了 我体内魔气这么多 一点点肌肉 化解不了多少 等回去 一个魔气圆球就补上了 小白也不在乎了 反正自己有魔气圆球 这肌肉能化解魔气 它能化解多少 二人吃完肌肉后 还有些意犹未尽 肌肉的香味和灵性 都是他们第一次所见 师孙 还有吗 小白看向师孙 弱弱地问道 没了 不可多食 否则你们会撑不住的 夜空如是道 火凤本灵 吃多了虽然对身体好 但也要看能否承受得住 补过鱼头便是毒 林夭夭听到师孙说没了 便问道 师孙 这小火凤 你是从哪里抓来的 一个 你们去不了的地方 夜空回想起荒谷禁地 那里是人类的禁地 妖术的天堂 我们去不了的地方 林夭夭一阵狐疑 笑话天下之大 本地何处去不得 师孙 你也太小看本地了吧 林夭夭心中比夷师孙 你就是不想告诉我们 想吃毒食 小白也是心中自语道 我摩地连人类禁地摩渊都去过 还有什么地方 是我不能去的 师孙 你也太小看我了 小白对自己 有绝对的自信 普天之下 就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 虽然现在暂时去不了 但以后能去 好了 你们两个也吃饱喝足了 回去好好休息吧 明天还有比试呢 夜空拍了牌身上的灰尘站起 将手中的鸡骨 丢进池塘中 位于卫王八 小白看着鸡骨 被师孙丢进池塘中 忽然有一股 想冲进去 捡起来啃食的想法 但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 不行不行 我堂堂摩地 什么美味没吃过 小白骑着二哈走了 一步三回头 师孙也真是的 骨头才是精髓所在 居然随手就丢了 小白还是有些舍不得 早知道就不顾一切 把师孙手里那点肉 也给强了 我还怎么小 多吃一点 好像也没问题 哎 大意了 林摇摇看着龙里 吃完鸡骨 这才幸幸然地回去 这次吃完鸡骨 他感觉自己 可以结金丹 也不知道 师孙是从哪里得来的肉 不过 师孙修为这么弱 也抓不到 这么厉害的灵琴 下次我得观察一下 师孙是从哪里得来的肉 林摇摇心想着 回到茅草屋中 小白回去后 神识内敛 看着自身的情况 好家伙 一滴魔气都没了 亏了 亏大发了 早知道就不吃了 我的魔气全没了 小白看着自己体内的魔气没了 后悔死了 他被以为 腊肉最多 也就只能化解自己一点点魔气 一颗魔气圆球 就能补回来 等回来他才知道 自己的魔气被化解得干干净净 一点残留都没有 难受 无比的难受 要恢复魔气 最起码得五颗魔气 圆球才够 而且还得花费漫长的时间 去练化才行 我白无尘发誓 本地以后 要是再吃师孙给的东西 我救 我救 汪汪 二哈叫了一声 你就怎么 我就打二狗子一顿 汪 事业 罗阳天突然出现 背着双手站在院子中 脚不沾地 衣不染沉 躺下睡觉的夜空 感应到宗主来了 但也没出去 鬼知道宗主大半夜的 站在门外干嘛 自己可没有特殊癖好 取向也很正常啊 夜空失职 罗阳天轻声喊道 他睡着了 夜空捏着嗓子说道 罗阳天灵力覆盖之下 看见了房屋中的夜空 我来 是有一事想和你商量 罗阳天自顾自地说道 夜空听到这句话 这才推开门出去 坐在石凳子上 什么事 夜空抬头问道 各大风主 担心你逍遥风 夺得九风大比第一 罗阳天直接说出了实情 所以 你是来劝我 让我徒儿弃散 夜空抬头 看向罗阳天的背影 目光平静 不 我来是来告诉你 一定要顶住压力 不要放弃 你逍遥风拿到了第一 我才有名正言顺的整顿八风 罗阳天语气沉重道 他等这一天 等很久了 自从他上任以来 一直没有机会整顿九风 导致九风弟子 只认风主 不认宗主 当然 也跟他经常背对着人有关 都没见过他的真面 怎么认识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身为宗主的他 在宗门内的影响力 还不如一个风主 要不是上司之手 镇压了摩勒公老祖 可能还是没多少人知道宗主 九风自成体系 有时候他都管不了 现在 只要逍遥风拿到了第一 他就有资格去整顿九风 星河宗是一个宗门 而不是九风各自独立 行吧 我明白了 我会让他们努力的 夜空点头道 多谢 罗阳天到了一句谢后 留下一些东西 便离开了 夜空看着他离开 小声嘀咕道 我还以为宗主 有什么特殊癖好呢 吓死我了 还没走远的罗阳天 听到夜空的话 在空中一个亮枪 险些没站稳 我没有啊 一日 阳光正暖 温暖宜人 但七大风主的脸色 却不好看 尤其是秦无依 他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的高徒 居然败给了一个小孩 而且还是逍遥风的小孩 堂堂大敌资质 以金丹的实力 败给了住击的小孩 这要是传出去了 丢的可不只是秦收的脸 还有他的老脸 昨晚上 他们也跟宗主交谈过 要是逍遥风拿第一了怎么办 结果宗主的话更冰冷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九风平等对待 这句话 让众人的心凉到了谷底 同时 他们也意料到 宗主要整顿九风了 要知道 九风独立 不受约束 且天剑风等九风 都看不起逍遥风 准备将逍遥风除名 在宗门内 八风超然于外 大家都看不起逍遥风 而宗主说了同等对待 那逍遥风估计会崛起 他们八风 到时候所得到的资源 会大大减弱 主风的自主权 会有一部分 会到宗主手中 这才是他们最不想看见的 平时 他们都是自己的山风 自己说了算 虽属于星河宗 但听宣不听掉 宗主也找不到理由 针对他们 而现在 一旦弱势的逍遥风 拿到了第一 那他们八风 就完蛋了 尤其是垫底 要是成为九风垫底 那自主权 估计都要 被宗主给收走 哎 这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单丰丰主 姚子丹叹了口气 谁叫逍遥风弟子太猛了 连年轻一代的最强者 陈长青和秦寿都落败了 其他人 估计也悬了 只要别垫底就行 垫底会很惨 各丰丰主忧心忡忡 一旦垫底 麻烦可就大了 随着时间迫近 众人看见 夜空携带着他的两个徒弟 前来参赛 尤其是他们感应到 林摇摇的气息不稳定 随时都有突破金丹的可能 本来他在筑击巅峰就打不过了 一旦突破金丹 实力更上一层楼 领悟更深的攻法 那就更不好打了 这下彻底完蛋了 秦无依心也凉了 陈纯阳呢 我们在这里忧心忡忡 他难道就一点都不关心 有如青看向众人 他们在担心 陈纯阳到现在都还没出现 他呀 他关心什么 哪怕自己的徒儿败了 他天见风也有的是人 反正垫底不可能是他天见风垫底的 秦无依说道 随着几人的交谈 擂台比试也即将开启 夜空没有走上星河 而是吩咐弟子 努力加油 等你们拿到第一 回去为师 再给你们做好吃的 夜空为林摇摇和小白加油打气 真的 小白眼睛一亮 他可是嘴馋了一晚上 要不是二哈堵着门 他都跑去捞骨头了 你们拿第一 为师请你们吃鸡 夜空笑着对他们两个说道 要鼓励徒儿 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吃肉 好 小白一口答应了 二哈却害怕了 完蛋了 要挨打了 不行 为了小命要紧 不能让他拿第一 二哈暗自做出决定 林摇摇他不敢阻止 阻止小白 还是能做到的 林摇摇没有说完 而是默默地拿出了零件 走上了擂台 我可不是为了吃鸡肉 我是为了能够清静地待在逍遥风 小白也欺诈二哈 火速跑到擂台上 有些迫不及待了 完全忘记了 自己昨天晚上发的事 还是自己被化解的魔器 七大风主看着逍遥风弟子 精力充沛 摩拳擦掌的样子 就知道要完蛋了 除非有奇迹出现 否则要打赢他们 不太可能 随着日出东方 大长老林空宣布道 第三场比试 现实三炷箱 现在开始 随着大长老的声音落下 第一炷箱被点燃 小白遇到的 乃是一个单风的弟子 我记得没错的话 他好像是你之儿子 姚风 有如清站在一旁说道 小白的比试 他还是挺关注的 嗯 估计他一炷箱的时间 都撑不住 单风风主姚子丹 也坦荡地承认了 做好了被淘汰的准备了 单风弟子姚风 请自教 姚风拱手行了一礼后 左手捏火爵 右手拿丹药 小白拿出灵挤 但笑道对付丹修 只需三招就足够了 众所周知 丹修的体质偏弱 相同的境界下 只要和他近身战斗 一套连招就能送走他 三招 先碰到我再说吧 姚风说完 捏碎手中的毒丹 被台上瞬间升起一道毒 小白憋着气 一跃飞到空中 姚风打出左手的火焰 但小白在空中挪移身围 轻松躲开 太慢了 小白摇了摇头 在空中不断改变身位 姚风不敢停下 一旦停下 他可能会一招就被小白送走 就在这时 二哈关键出场 只见二哈四肢发力 一跃而起 跳向小白 一口咬住小白的后腿 定住了小白挪移的身体 二狗子 别扯我后腿 小白急忙喊道 姚风抓住机会 一团巨大的火球打出 速度非常快 小白正要躲避时 被二哈死死咬住了腿 完了 小白手中的灵挤掉落 火球瞬间杀至 砰 小白和二哈被火球轰飞出去 小白趁二哈松口 急忙使用身法 稳住身体 掉落在擂台边缘 好险 差一点就被二狗子给害了 小白拍了拍胸口 他身上的衣服 都被火球给烧了 正当小白要出击时 二哈突然出现在小白背后 一口咬着小白的腿 趁小白不注意 将它拖下了一台 逍遥风对阵单风 单风胜 大长老在空中宣布道 此话一出 全场的人都愣住了 怎么回事 自己养的狗 居然关键时候扯后腿 这也太秀了吧 还是第一次见坑主人的狗 该不会是被单风吓药了吧 昨天对战骑兽的时候 那狗还挺厉害的 今天一个劲的拖后腿 就像有仇一样 众弟子议论分 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这二哈该不会是 离时犯病了吧 夜空一手符额 掏出了开天锤 二哈智商不高 时常犯迷糊 之前夜空收他的时候 他挺正常的 没想到关键时候犯迷糊 得好好给他开开窍了 小白从擂台上站起来 这一刻的他狼狈不堪 身上的衣服 大多都被烧没了 全黑漆黑 二哈 老子今天要顿了你 小白提着灵挤 朝着二哈打去 二哈把腿就跑 小白光着定在后面追 一路跑回逍遥风 小白你走光了 夜空喊了一声 又如青悄然消失在原地 逍遥风上 二哈发出了 鬼哭狼嚎的声音 他被小白逮住 暴打了一顿 小八说是要顿了二哈 但顿了自己 就没做齐了 想着还是先暴打一顿 二哈算了 让他仗长寂静 关键时候拖后腿 今天不打死 你这个白眼狼 我就不是小白 小白握紧拳头暴打 二哈在哪里 很惨地叫唤 我要是不拖你后腿 你吃了主人给的肉 你还是要打我 反正都是要挨打 还不如在挨打之前 先让你被打一顿 二哈很聪明 不能只有自己被挨打 得拖小白一起下水 小白打够了后 坐在苦海边 突然伤心了 都是你害我输了比赛 要是师姐拿不到第一 我就吃不了肌肉了 那可是美味啊 有如青在空中听着小白诉苦 不由地摇头叹气 哎 多惨的孩子啊 为了吃顿肉 拼命地比赛 还被一只狗拖了后腿 夜空失地也真是的 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啊 哪怕你逍遥风 没钱没资源 也不能苦了孩子啊 他还怎么小 为了耐吃肉 容易骂他 有如青这一刻 母爱满满 可怜下面的小白 当即从空中落下 走到小白身边 轻声安慰道 别伤心了 来我逍遥风 我天天给你肉吃 小白看着有如青 抱着双臂侧过身去 你走开 我不去你万花蜂 在逍遥风 你要吃的没有 要修炼资源也没有 去我万花蜂 我天天给你好吃的 有如青继续说道 你万花蜂有小火凤 小白转过身问道 有如青文言 愣了一下 什么小火凤 你万花蜂 连小火凤都没有 我不去 小白抱着双臂 不想搭理柳如青 在地上坐了一会后 小白才跳进苦海中 清洗身体 有如青就坐在岸边 看着苦海中的小白 你待在我逍遥风干嘛 不知道男女瘦瘦不亲吗 小白将身子淹没在水中 对柳如青喊道 有如青无嘴笑道 男女瘦瘦不亲 你不过是个小孩 小白背过身去 不想搭理柳如青 柳如青看着小白后背 被熏黑了 他又够不着 摇了摇头 轻叹口气 哎 还是让我来帮你吧 说吧 柳如青脱下写字 迈着小步走进苦海中 帮小白洗背 星河广场上 小白输了 但比赛还在继续 逍遥风只有一个弟子 还在参赛 各大风主 还是很有信心的 只要再淘汰了林摇摇 就万事大吉了 逍遥风只有一个林摇摇 只要将他淘汰了 我们就稳了 是啊 谁能想到 小白那狗突然发疯 扯后腿 让小白输了比比赛 估计是吸入了 丹风的毒物吧 要不然不会这么反常 还是丹风厉害啊 左手灵丹右手毒 哈哈哈哈 哪里哪里 运气罢了 运气罢了 吉大风主 一波商业互吹 各个面带笑容 今天的比试 不到选出第一 是不会停下的 塔林夭夭在墙 还能一穿六步城 但接下来的一幕 却令他们的笑容僵硬 林夭夭胜 第四场 林夭夭胜 第五场 林夭夭胜 短短半个时辰 林夭夭连赢三局 没有人能在他手中 走过十招 相同的境界内 他就是无敌的存在 连交手的试探都没有 一上来就是开打 完全不顾及灵力的消耗 许无敌站在后方 看着林夭夭的战斗 心中暗当 老祖虽然败了 但逍遥风的这位弟子 倒是挺强的 徐不败也消停了 老祖都出来了 就没必要走最后一步了 得看老祖的决定才行 被抬上 林夭夭第六场 遇到的是丹风的疯子 丹风疯子一上来 就使用毒丹和火焰攻击 但林夭夭零件一甩 数把零件飞舞 刺破毒 轻松击败 第七场 林夭夭胜 随着大长老的宣布 林夭夭已经进入前十了 垫底人也出来了 丹风垫底 丹风风主 姚子丹面色无比难看 刚才他还在笑 现在想哭也哭不出来了 他丹风垫底 资源大大降低 关键是丹风的主权 估计要被宗主给收走 林夭夭那边势如破竹 一穿溜 来到了最终的决赛 他的对手 是万花蜂的疯子苏清婉 如果说林夭夭 是凭借自己的硬实力杀进来的 那苏清婉就是运气 苏清婉所随即分配到的对手 都是普通弟子 一个疯子也没遇到 有几场还遇到了 他万花蜂的弟子 各疯疯子 几乎都被林夭夭打过一遍 互相看着彼此 林夭夭身穿雕刻凤凰图案的红裙 手持零剑指向苏清婉 气质高贵 面若冰霜 高不可攀 而苏清婉则是穿着 青绿色的广袖长裙 犹如仙女一般 清醒脱俗 脚踏各种花瓣 凌空而立 两人都是绝色女子 此刻同台战斗 吸引了无数目光 两个绝美女子的对决 一定好看 那肯定啊 只是不知道逍遥风弟子 能不能一穿七 赢下最终的胜利 这可是关乎九封排名的战斗 要是逍遥风赢了 那我们也太丢人了 丢人不丢人的管他呢 好看就行了 不少弟子关注着比试的战斗 至于排名 管他呢 反正垫底的是单风 又不是我们风 空中的六大风厨 面色复杂 他们看得出来 林夭夭的实力很强 赢下最后一场 估计也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一旦林夭夭赢了 他们该如何自处 一想到这里 他们就莫名的惆怅 谁都没想到 星河宗最强的两人 也败给了逍遥风弟子 在秦寿和陈长青失败的时候 他们就想过 要是逍遥风夺得九封第一了怎么办 而现在似乎快了 夜空看着徒儿的战斗 这是最后一场了 只要赢了苏清晚就稳了 最后的决赛 现实为九住香时间 现在开始 随着大长导一声令下 林夭夭零件一动 率先出手 苏清晚身旁 出现无数花瓣 花瓣飘舞之际 犹如寒铁一般坚硬 击退了林夭夭的进攻 枪枪枪 林夭夭以零件斩断花瓣 随即吹动自身零力 汇聚出无数把零件 零件凌空而立 指向苏清晚 最后的对决 马上就来了 广场上 林夭夭和苏清晚的战斗 也渐渐到了尾声 他们两个的战斗 很具有观赏性 同时碰撞也很强烈 苏清旋身为万花蜂蜂子 身得柳如青的真传 再加上 又是百花盛开的季节 他不缺武器 两人平分秋色 不分胜负 由于刚才对战几位疯子 消耗了他不少灵力 所以林夭夭没有一开始 就使用最强的攻击 高空中的各大风竹 看着落入下方的苏清晚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哎 看来今年九风大比 逍遥风要夺得第一了 姚子丹叹了口气 随着他的一声叹息 胃台上的比试 也奋出了最后的结果 只见林夭夭零件一横 数十把零件刺破花瓣 直向花蕊中的苏清晚 战斗也在这一刻 奋出了最后的胜负 你输了 林夭夭剑指苏清晚 眼眸冷清倒 苏清晚倒也无所谓了 输了就输了 反正他万花蜂拿了第二 就算宗主要整顿九风 他万花蜂也没多大事 内台合一 林夭夭站在场中央 为期多日的九风大比 也在此刻落下帷幕 罗阳天飞到内台高空 宣布道 十年一次 九风大比就此结束 最终 胜利者逍遥风 疯子林夭夭当重赏 随着罗阳天的话音落下 二长老林空道 赏玄阶法宝 罗阙羽衣一剑 赏灵石千枚 灵药百珠 赏星河之力 醍醐灌顶 各种各样的赏赐接踵而来 空中一团接一团光圈 落入林夭夭手中 罗阳天也不吝啬 直接赏赐了十多件宝物 还有大量的资源 这是属于林夭夭的荣耀 也是逍遥风的荣耀 夜空身为师尊 多多少少也获得了一些奖励 其他风的弟子 能跟着奋一杯羹 要知道 宗主给了这么多资源 只有三个人使用 十分奢侈 当然 他们也不敢说宗主偏心 故意给逍遥风这么多好东西 这是第一名的奖励 他们有什么资格智慧 且各大风主心里都门清 宗主给的奖励不算很多 奖励只是给第一名的 接下来的九风台名 以及资源倾斜才是大头 当资源奖赏完后 一道光柱冲天而降 笼罩林夭夭 漫天星河落下 环绕在林夭夭身侧 为他醍醐灌顶 不过林夭夭 并没有接受星河的醍醐灌顶 而是吸收这股星河之力 转换为自身灵力 纯粹的灵力 在林夭夭体内游走 充斥丹田 林夭夭的丹田中 一道金光闪闪的光圈 正在快速凝聚成金丹 他离界金丹本就不远 为了维持状态 才没有贸然突破 现在 有了星河之力的注入 在汇聚他体内的灵力 二者集合 结出金丹 一道金光 自林夭夭体内爆发 光彩夺目 耀眼至极 光滑绽放 金缺护身 这是结金丹了 秦无依有些惊讶 哎 夜空师弟捡到宝了 姚子丹有些羡慕 虽然他们各封都不缺金丹修饰 但他们山峰的金丹修饰 在九封大比 并无发挥出作用 而人家 还没突破金丹 就拿下了九封第一 这就是差距啊 林夭夭深呼一口气后 体外金光回归体内 凝聚成丹 地结金丹 当赏 博夭天站在高空中说道 又给出了一些赏赐 九封大比 告一段落 明日将颁布九封排名 大长老立在空中说道 随着林夭夭结出金丹 九封大比暂时结束 只不过 后续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明天定夺才行 各大封主听到 要重新制定九封排名 心凉到了谷底 估计明天就要交全了 夜空走到林夭夭身边 轻声道 走吧 回逍遥风看小白 小白追着二哈回逍遥风去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嗯 林夭夭轻点了一下头 跟着夜空回逍遥风 我拿了第一 今天有鸡吃了吧 林夭夭还是馋鸡肉 众人目送着逍遥风 试图离开 看这二人的背影 心中好一阵羡慕 逍遥风这下 恐怕是要崛起了 其无一摇了下头说道 那不好说 逍遥风弟子再厉害又怎样 夜空他只不过是练习修为 难挑大任 有道理 几位风主想起夜空那微弱的修为 突然松了口气 气氛不再那么紧张 是啊 夜空不过练气 怕什么 九峰排名 是根据山峰整体实力 不能因为一场九峰大比 就定排名 市集市集 弟子间的比试 怎么能代表一座山峰呢 再者 这只是筑基期的比试 做不得数 对 待会就这么跟宗主说 几个峰主交谈了一番 已经想好 这么跟宗主说了 随着逍遥风离开 星河广场上的弟子 逐渐散去 罗阳天挥手 开启星河宗节节的一个缺口 开口道 徐公主 如今我星河宗的比试已经结束了 我就不送了 徐不败抬头看着开启的缺口 笑了笑 就这么想让我走 正邪不两立 我星河宗已经容忍你很久了 罗阳天一冷道 说话间三大长老立在空中 包围徐不败 防止他临走时出手 哦 是吗 徐不败一脸淡笑 丝毫不惧 整个星河宗的灵脉 都被他的魔气所浸染了 只要他一发动 到时候星河宗 就会沦为绝地 不过他没有着急出手 反正他胜券在握 老祖也出来了 还怕啥 黑云在星河宗外面 看见星河宗的结界 开启了缺口 当即飞了进来 落在徐不败身边 公主 黑云行礼道 徐不败轻点了一下头 抬头看向罗阳天的背影 罗阳天 本公主只是来你星河宗做客 你要是对我出手 你会后悔的 徐不败冷漠道 他要等明天 等老祖出现 罗阳天听到徐不败这句话 犹豫了 除非能一击必杀 不然罗阳天反扑 星河宗会损失惨重 明天 我自会离开 徐不败缓缓道 哼 那就再留你一天 罗阳天冷哼一声 消失在原地 徐不败站在原地 嘴角微微勾起 我可是 胜券在握啊 逍遥风上 夜空带着林摇摇回山峰 刚给小白洗完背的柳如青 听到了动静 踏着花瓣离开 小白穿好衣服 从苦海中出来 坐在苦海岸边 夜空带着林摇摇回来后 空中还在散落着花瓣 嗯 柳师姐来我逍遥风干嘛 夜空微微出醋霉 这花瓣明显是柳如青留下的 师孙 师姐 小白起声行礼 小白 没事吧 夜空开口问道 当时小白被火锅打中 衣服都烧没了 夜空关注着林摇摇的战斗 就没去理会小白 现在想起来 该询问一下 小白的伤势了 没事 一点小火 还伤不了我小白 小白笑着道 没事就行 夜空走了过去 坐在苦海边 自己的位置上 二哈被小白抱揍了一顿 趴在地上委屈的哽咽 吃狗肉吗 夜空轻声问了一句 盯着趴在地上的二哈 敢拖后腿 先顿了你 二哈听到这句话 当即将头埋下了 我错了 不吃 林摇摇一脸嫌弃道 师孙 饶他一条狗命吧 我还要骑呢 小白替二哈求情道 打了一顿二哈 他的怨气也消散了不少 就不吃他了 夜空闻言 让二哈一条狗命 那行吧 夜空说完 拿起鱼竿锤掉 准备掉特殊物品了 一直搁置没有锤掉 师孙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了 小白提醒道 什么事 夜空疑惑道 师孙 师姐拿的第一 你说 要是我们拿的第一 就给我们吃鸡 小白说道 等明天吧 明天落幕后 为师找个时机 给你们考 夜空对两个徒儿说道 看他们挺馋的 嗯 小白重重地点了下头 只要有吃的就行 林摇摇眼眸一动 心里多少有些期待 嘴上不说 但他心里也挺想吃的 师孙 宗主给我们的修炼资源 如何处置 林摇摇开口问道 你和小白分了吧 为师我也用不着 夜空随口道 罗阳天给的奖励很丰富 但奈何自己灵力太深 哪怕吸收了所有资源 也没多大的提升和变化 有当于无 我和小白分 师孙你确定不要 你才练技修为 要是没有修炼资源 你一辈子都是老练技 师孙啊师孙 脸面其实不重要 我又不会笑话你 至于小白 他要是敢 看我不打死他 林摇摇想到这里 斜视了一眼小白 小白健壮心神一颤 看我干嘛呀 我被早早地淘汰了 又不是我的错 好了 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 叶空白手道 师孙再见 小白拱手行礼后 快速走到二哈身边 等等 二哈留下 我给他开开窍 叶空喊道 小白一听 看着躺在地上的二哈 二哈求助似的看向小白 别丢下我呀 师孙 你不会顿了他吧 不会 叶空轻声道 小白听到这句话 这才抛弃二哈 独自离开 林摇摇起身行礼过后 飞回茅草屋 刚突破 他需要时间稳固修为 等他们都走了后 叶空这才看向二哈 过来 叶空照了招手 二哈趴在地上 弱弱地爬了过去 二哈 果然智商不高 我帮你开窍吧 叶空说完 翻手拿出了开天锤 迎向二哈的脑袋 二哈看着 落大的开天锤 眼神中透露着绝望 要完蛋了 砰 叶空敲了一锤子 二哈一阵头晕目眩 眼神呆滞 舌头吐在外面 嗯 不对 叶空拿起锤子 又敲了几锤子 二哈一下子变得呆滞 一下子变得无比精明 敲了十多锤子后 二哈的眼神中 充满了智慧 整只狗都升华了 这样就对了 你回去吧 叶空收起开天锤 挥了挥手 二哈蹦蹦跳跳地 跑了回去 叶空见状 微微醋眉总感觉 还是有些不太对劲 算了 让小白去处理吧 叶空拿着鱼杆 继续锤掉 星河殿中 除了叶空 其他各大风主都来了 其无一他们 已经想好了怎么说 博阳天来了后 众人拱手行礼 参见宗主 各风上交本风的弟子名册 金属关系还有主权 各风全部交出一半 本风主给你们一天的时间考虑 有何意义 找大长老商议 且排名明天会宣布 我只要结果 不要废话 说完 罗阳天消失在了星河上 他的一番话 让各大风主 把准备好要说的话 生生咽了回去 他们没想到 宗主居然这么强势 他们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 众人无奈看向大长老 大长老轻声问道 你们有意义吗 八大风主同时沉默 有意义又如何 我想请问 逍遥风的排名是第几 秦无一开口询问 明天你们就知道了 不过我奉劝诸位 这里是星河宗 星河宗是个整体 平日里你们自主就算了 但不可自立 宗主只要你们一半的主权 安插执法堂入你们山峰 这本就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大长老提醒道 吴等明白 姚子丹拱手应了一声 转身离去 他被以为就自己最惨 结果打架都一样 那就没事了 一半的主权算得了什么 九大风本就是星河宗的 只是平时独立惯了 现在全力上交一半 有什么问题 陈春阳也随后离开 他无所谓 其他风主也没什么好说的 纷纷离开 宗主这是找到机会 整治他们了 逍遥风 正在垂掉的叶空 忽然感应到身后有人来了 被一打扰 白白垂掉 不是我说宗主啊 你没事往我逍遥风跑干嘛 叶空美好气道 叶空失职 关于排名的事 你怎么看 罗阳天开口问道 其他的我不管 我逍遥风继续倒数第一就行 叶空白手道 他知道罗阳天要说什么 那你的徒弟 他们也不在乎 到时候给他们烤一只鸡 就哄好了 叶空说道 罗阳天沉默了许久 点头道 倒数第一 你难道不想发展逍遥风吗 比起发展 我更喜欢清静 太吵了我不喜欢 有小白和林夭夭 就够我受的了 叶空无奈道 大徒儿 一个月七天得哄 小白 孩子心性 经常调皮捣弹 得打 有这两个徒弟 就已经够闹腾的了 叶空实在不想再吸引他人 我明白了 罗阳天说了一句 消失在原地 叶空等罗阳天离开后 本想拿起鱼竿锤吊的 想了想怕 突然不高兴 还是先给他们准备好吃的 省得他们到时候不高兴 一日 清晨 叶空空着手从荒谷禁地回来 不就是吃一只火凤吗 至于自杀吗 他本来去荒谷禁地抓火凤的 结果刚一出现 凤凰一族 全部飞到岩浆中自尽了 哎 一只都没捞到 倒是有那么几只还在外面 可惜都是纯种凤凰 徒儿吃了消化不了 叶空也就放弃了 不能一只盯着凤凰吃了 得改改口味了 嗯 等下问问徒儿 喜不喜欢吃牛肉 我记得荒谷禁地里 有一头魁牛来着 叶空走到苦海边 看着林夭夭和小白 早早的就等着了 师尊 小白和林夭夭 起身行礼道 还有二哈 有样学样的拱手坐机 嗯 叶空轻点了一下头 走了过去坐下 师尊 二狗子好像变了 小白看向叶空说道 变得更聪明了 正常 叶空淡笑道 不是 变得更傻了 小白说道 嗯 当当当 星河谷中敲响 所有人全部汇聚在星河广场上 今天是落幕式 也是九封定排名 不过罗阳天早就跟叶空说过了 叶空倒也不在意 今年 估计逍遥风要排九封第一了 可不是吗 逍遥风弟子太强大了 强不强大的倒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长得漂亮 别想了 长得漂亮 也不是你能高攀得起的 走走走 看热闹去 估计单丰丰主脸都绿了 各封弟子 集聚在星河广场上 丰主则是站在弟子面前 养好伤的陈长青 脸色铁青 他到现在都没能接受 自己败了 而秦寿现在伤势还没好 身上缠着白布 站在秦吾一身后 所有人都在等着 等着大长老宣布九封排名 三大长老落在地上 空中只有罗阳天凌空而立 背对着众人 排面十足 参见宗主 所有人行礼道 罗阳天一挥衣袖 星河流淌 美轮美轮 大长老双手开启书卷 念叨 九封大笔 现已落幕 九封重新定排名 此话一出 所有人顿时紧张起来了 七大封主 已经做好了逍遥风第一的决定了 第一名万花封 第二名天剑风 第三名玉兽风 第四名武道风 第五名福禄风 第六名镇气风 第七名阴阳风 第八名丹风 第九名逍遥风 随着大长老的宣布结束 所有人都出乎意料 怎么可能 逍遥风夺得了魁首 怎么还是倒数第一 搞错了吧 这排名除了前三名变动国之外 其他的都不变啊 是不是有黑幕啊 所有弟子都有些出乎意料 还有的人为逍遥风打抱不平 身为当事人的夜空三人 却显得极其平常 呼 幸好不是第一 要是第一 凡都烦死了 要不是为了师尊答应的肉 我才不拿第一呢 林夭夭深呼了一口气 心中暗道 他还是想安静地修炼 小白也是一脸庆幸 暗自道 这要是拿第一了 师尊招收更多的徒弟 我还怎么质押施主啊 有个师姐就够我受的了 我可不想来更多人的人 夜空师徒三个 对这排名十分满意 做倒数第一 清静一点 不好吗 这排名乃是封主 根据九封整体实力 以及九封大笔的表现所制定 且逍遥风倒数第一 乃是宗主 跟逍遥风封主 沟通所制定 夜空师职 你可有意见 大长老特意问了一句 绝对没有 夜空认真道 此话一出 众弟子都不说话了 八大封主有些意外 逍遥风居然拱手 让出了第一的宝座 他不想发展了吗 排名已定 须不败 请吧 罗阳天神石扫道须不败 须不败 凌空而立 冷笑道 既然你已经定下了排名 接下来就该我动手了 排名已定 可以激发魔气 换出老祖了 须不败特意看了一眼小白 老祖 不用隐藏了 八封风主听我令 围住须不败 罗阳天当即下令道 哈哈哈哈 来不及了 须不败大笑道 随即双手摊开 全身魔技翻滚 胆弱了许多 现在的须不败 显露出了真面目 星河宗化为地狱吧 须不败冷笑道 以魔技牵引他之前 侵入星河宗灵脉的魔技 但随着魔气释放 他感应不到地下的魔技了 怎么回事 须不败震惊了 自己明明侵入了 星河宗的灵脉 怎么感应不到了 小白看着空中 释放魔气的须不败 微微皱眉 这魔技有些熟悉 应该很好吃 可惜我吞不了它 师尊 他这是在干嘛 林瑶瑶问道 突然升空 说几句废话 然后释放魔气 这是在干嘛 他就是个二傻子 别跟二傻子玩 夜空说道 他知道徐不败在干嘛 只不过徐不败的魔气 现在还在自己屋子里 自己每天拿去钓鱼 还别说 魔气圆球钓鱼 挺好用的 每天鱼饵都不见了 被鱼吃了 确实是个二傻子 小白点头道 平白无故地燃烧魔气 又不攻击 这不是傻 就是纯 罗阳天趁徐不败 愣神之际 一手调动星河之力 轰击徐不败 徐不败体内的魔气 实不存一 根本无法发挥出 自己的真正实力 被星河轰飞出去 在空中叠血 飞云急忙飞上去 在空中接着徐不败 转身就跑 罗阳天有些意外 自己这么强吗 一招就将徐不败打吐血了 这徐不败 假的吧 九封弟子无比震惊 嘶 这就是宗主的实力吗 一招就干翻了 摩勒宫的大魔头 太厉害了 这完全就是秒杀呀 宗主才是永远低神 当天听着众弟子的夸赞 双手背在身后 背对着众人 好了 九封大笔 到此结束 各封回去 认真修炼 是 所有人拱手败道 外面 徐不败虽然受了伤 但依旧在冷笑 宗主 别笑了 黑云有些担忧 虽然我败了 但星河宗迟早要完蛋 老祖已经出来了 徐不败冷笑道 自己败了又如何 老祖还在星河宗 而且还潜藏在逍遥风 等老祖实力恢复了 星河宗必将化为炼狱 逍遥风山下 小白突然打了个喷嚏 阿蒂 谁在念叨我 小白擦了擦鼻子 忽然想到柳如青 摇了摇头驱散思想 师尊 我们回去有肉吃吗 嗯 等明天吧 万里妖国 位处于修仙界的极北地区 将于辽阔 长达万里 这里乃是修士的禁地 妖兽的天堂 万里妖国 由一皇武王统治 武王镇守武方 听灵与妖皇 而今天 武方妖王回归核心区域 镇守在五个方位 禁止任何妖兽打扰 他们的皇 要杜劫化形了 核心区域的最中间 一只通体洁白如雪 眼眸中固盼生情 体型优雅 散发着魅力的九尾妖狐 竖起九根尾巴 犹如晴天柱一般 直上云霄 天空中 乌云密布 阴风怒吼 雷电轰鸣 似有雷劫要降下一般 不断轰鸣的雷声 让不少妖兽恐惧颤抖 递进高手 我妖族也能再次崛起 你们真的希望 妖皇大人能渡劫成功吗 一只体型如山月 双眼如铜骨 全身有黑的豹子 开口问道 豹王 事关我妖族的发展大忌 你最好收起 你那争权夺利的小心思 虎王开口说道 呵 豹王冷笑了一声 抬头看着天空 空中的雷劫酿 仿佛在准备惊天大劫一般 正下方的九尾妖狐 散发出恐怖的威压 就跟尾巴像风中的棉花一般 摇曳不止 当他做好准备后 脚踏虚空冲天而起 微能绽放席卷万里 天空中的雷劫 似乎发怒了一般 恐怖的雷声不断轰鸣 似乎在咆哮一般 九尾天狐冲天而起 迎接雷劫降临 他等这一刻 等太久了 轰隆隆 雷劫闪烁 恐怖的天雷 在短时间内 照耀在整个万里妖国内 这一刻 所有妖兽纷纷注意到 核心区域的动静 一道宛若雷龙一般的天雷 从厚厚的云层中踏出 雷龙粗壮 张开了双眸 看着下方的九尾妖狐 发出了龙吟般吼声 咀咀雷劫罢了 来吧 九尾妖狐主动挑戏 好 雷龙一声咆哮 穿透云层降临 恐怖的雷龙 身体长达数千丈 周身还环绕着紫色雷霆 宛若蔑视雷霆一般 九尾妖狐就跟粗壮的尾巴 高高举起 率先碰撞上雷结 轰 一声巨响过后 恐怖天雷直接将九尾妖狐所覆盖 一点余波泄露 核心区域中 就有不少大妖被余波毁灭 五方妖王撑起一道防护罩 抵御这恐怖的雷结 他们不知道 身处雷结中心的九尾妖狐 能不能抗得住 身处雷结中心的九尾妖狐 九根尾巴进断 全身一血 在这恐怖的蔑视雷结中 他的气息渐渐微弱 雷结持续轰击了半个多时辰 才渐渐消散 妖黄呢 随着雷结消散 九尾妖狐也不见了 雷结分割线 清晨 星河宗 逍遥风 舒舒服服睡了一觉的夜空 刚走到苦海边 突然想起 徒儿赢得了九封大笔 要给他们准备肉吃 头疼 还得去一次荒谷禁地 夜空背着双手 眨眼间消失在原地 没过多久 小白骑着二哈 快速走到师尊的逍遥阁外 师尊 你睡醒了吗 师尊 师姐他饿了 让我过来问问 今天有没有肉吃 小白在逍遥阁外不断地喊话 一直没得到夜空的回应 奇怪 难道师尊还没睡醒 小白微微皱眉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这太阳都出来了 不应该还没睡醒啊 小白在看太阳时 忽然黎夭夭出现在他身后 小白 刚才你说谁饿了 黎夭夭笑咪咪的问道 小白看着师姐 这个人畜无害的笑容 忽然浑身打了个寒颤 如坠冰窟一般 师姐是我饿了 是我饿了 小白急忙说道 是吗 我刚才怎么听见你在说 是我饿了呢 黎夭夭一边笑着说话 一边摩拳擦掌 看得小白一阵心惊胆战 师姐我错了 小白说完 伸手一拍二哈的狗头 二哈收到主人的讯息后 拔腿就跑 黎夭夭伸手凝聚出一把零件 投掷出去 插在二哈的面前 二哈一个急刹车 险些撞在上面 小白都不敢回头 他知道师姐就在后面 只能弱弱地说道 师姐下手轻点 砰砰砰 没一会 夜空一手拿着一坨肉 一手领着一只小狐妖回来 黎夭夭打了一顿小白后 心情很是不错 果然 活动活动手脚 就是舒服啊 黎夭夭但笑道 小白就惨了 一脸委屈地低着头 看着二哈 夭夭 你又打小白了 夜空一回来 就看见黎夭夭再打小白 黎夭夭回头看见 师尊拿着肉回来 当即拱手道 师尊 我没有打小白 是他说他皮子痒了 想和我切缩切缩 活动筋骨 是不是 小白 黎夭夭回过头 笑眯眯地看着小白 是 是是 小白无奈又委屈地点头 他想说 不是也没用 找师尊告状有用吗 黎夭夭看见师尊手上 拎着一个身穿破烂白裙 头上有一堆狐狸耳朵的女子 看上去有十六七岁的样子 全身脏兮兮的 好像被雷劈过似的 全身气息不稳 要说有修为吧 也没有 要说没有吧 又有灵力波动 师尊 这是 黎夭夭猝眉询问 夜空将小妖狐放下 对黎夭夭说道 这个是路上捡来的 夭夭 你带回去清洗一下 给他换件衣服 我估摸着 应该还没死 黎夭夭闻言 眉头微皱 没死你就捡来了 你想干嘛 算了 清洗就清洗吧 好 黎夭夭也没多问 走过去一手拎起小狐妖 带回桃山 这小姑娘挺别致的 居然有狐狸耳朵 小白有些好奇 可能是人妖混血吧 你管这么多干嘛 黎夭夭没好气到 而且 她看起来比你大 小白骑在二哈背上 若有所思 人妖混血可不简单 首先妖兽修为 要达到枷锁镜 才能打破枷锁化形成人 也就是说 她的父亲或者她的母亲 至少有一个人 是枷锁镜的强者 有意思 师尊恐怕还不知道 她捡了个麻烦回来 小白若有所思 这小妖狐绝对不简单 夜空在他们走了后 这才准备生活做饭 她去荒谷禁地 找葵牛要了一块肉后 葵牛本来不想给的 结果夜空一般友好的商量后 葵牛割下自己的一块肉 含泪送给夜空 在回来的时候 刚出荒谷禁地 就看见了这小女孩 躺在荒谷禁地外 全身气息微弱 长得一对漂亮的狐狸耳朵 夜空就随手捡回来了 想着带回来洗干净 应该还能活 就养着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